万界天尊第一道五十五章,贵求订阅 第一章楚世半盖州 大晋西南边荒,十万莽荒之侧,盖州心力不足百年,独占十万大山地利。 玄武岩混合铁枝垒成的盖州城墙通体漆黑,一弯银沟洒下淡淡清灰,盖州城在月色下犹如一头黑色巨兽,静静地匍匐在山岭之中。 天刚雾躁,小心火烛。 职业的耕夫有气无力的声音在盖州城的大街小巷中回荡。 几只流浪的猫狗在街头巷尾对峙,狗吠声,猫叫声,更有路边院墙的盐瓦被逃窜的猫儿踩落,掉落地面摔得粉碎的脆响。 几条黑影从街头向角拐了出来,站在路边向空荡荡并无人影的道路两侧张望了一阵,悄无声息地取出一根又一根青铜铸成的短杖,用力地插在街头。 三指多长的短杖亮起,一条条奇异的纹路犹如活物在短杖上流动,短杖上喷出淡淡的青色光芒,迅速融入了朦胧的月色,一个直径术里的结界将盖州城东的一座巨大宅底笼罩在内。 这个结界不仅封锁了空中,更渗入地下,化为一个硕大的圆球,将地下也彻底封锁。 巨宅内灯火通明,四处紧要所在,无数尽装打扮的家丁护卫平住呼吸,双手下垂,紧然速立。 十几队身披软甲,腰间佩剑的护卫牵着一头头体型壮硕,小牛犊子大小的虎头熬,顺着院墙往来游走。 无数衣式华丽的丫鬟,侍女犹如穿花蝴蝶一般,围绕着巨宅正中的一进院落小步奔走,效力的脸蛋绷得紧紧的,无形透着一股子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息。 宅底的主人,盖州楚氏,又号称半盖州。 九代之前,楚氏高祖只是走街过巷的街头小贩,不知哪里来的大造化,家当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后来更参与了大进开辟盖州的开荒大计,一举奠定了盖州第一豪门的基础。 今日楚氏独占盖州盐、铁、生药、皮毛、木材、桑残等营盛,门下盐宫、矿宫、药宫、木宫、猎户、之宫术以十万计,一周之人皆云盖州风流十分,楚氏独占半周。 正中的那进院落中,数十名进庄汉妇垂手速立,站在院子游廊下不敢出声。 院子里,一名身材高大,身穿紫色锦缎圆外袍,袍子上绣满了万字不到头喜庆花纹,看去五十岁许的求然男子紧张得浑身直哆嗦,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院子正房紧闭的房门。 偶尔房门开河一下,几个仆妇,侍女快步的进出,求然男子身边的空气中就突然响起尖锐的嗤嗤声,好似有一名高明的剑客正在急速挥剑一般。 另一名身穿青色袖是长衫,生得面容俊朗的青年男子则是背着双手,犹如走马灯一样绕着院子乱窜。 这男子步伐看似不快,身影却拉成了一条长长的青色影子,只听满院子嗖嗖风声,寻常人根本看不清这青年的身影。 突然间,求然大汉狠狠一跺脚,指着快步乱走的青年男子立声喝道,混账东西,说了多少次了,每逢大事有静气,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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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静心,静神。 话音未落,正房的房门突然打开,一个健壮婆子冲了出来,大声叫唤道,快,快,烧好的热水,快,快,棉布筋。 叫大夫仔细背着,哎哟。 咕咚一声,求然大汉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举起双手,看着天空低声的咕咙道,哎哟,列祖列宗保佑,我处是九代单船,九代单船呢。 一定要老小平安,一定要是个大胖孙儿。 青年男子刷的一下停在了求然大汉身边,双手按在大汉肩膀上干笑道,爹,每逢大事有静气啊。 求然大汉一跃而起,一巴掌拍在了青年男子的肩膀上,混账东西,这不是大事,这是天大的事啊。 我处是九代单船。 列祖列宗列,这次可一定不能出搂子列。 就听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名身穿青色长衫的清举老人急匆匆的走进院子,凑到了求然大汉和青年男子身边,急促的低声说道,老爷,少爷,江大人来了。 哪个江大人?青年男子还没吭声,求然大汉已经目光一瞪,恶狠狠的朝那清举老人横了一眼。 江回江大人。 清举老人脖子一缩,干笑道,老奴知晓这几日。 求然大汉蛮横的打断了清举老人的话,知道这几日家里有大事,还来通告什么。 回他一句,老子没空,恕不见客。 如有不服,只管向上面告老子啊。 话刚说完,院子门口一声长啸传来,除野老爷子,本官不远千里漏夜拜访,老爷子怎能闭门俱客。 这可不合规矩,本官可是带着公事来的。 随着笑声,一名身穿珠红紧断长袍,方正的国字脸微微贩子,一对大眼炯炯有神,整个人生得道貌黯然一派正气凛然的中年大汉大踏步走进了院子。 求然大汉顿时震怒,指着紫念大汉怒道,江葵,老子下令关闭所有门户,你怎生进来的。 紫念大汉江葵微微一笑,指了指地面笑道,当然是从下面进来的。 求然大汉除野老脸一僵,冷哼道,老子家里有事,这几日管你公事不公事,老子没这份心思,你过三日再来。 江葵眉头微微一皱,他大步到了除野面前,压低了声音沉声问道,也不用等三日之后,本官这次过来,只是问你一句话,五日前你送上去的那份信函中说的事情可是真的。 除野眉头一挑,沉声道,什么事情? 江葵抬起目光,冷声道,满荒一民。 一旁的青年男子凑了过来,他皱眉问道,江大人,这事是千真万确的,他们的使者就在城外山中,随时可以见面。 江葵顿时皱起了眉头,他看着青年男子若有所思的说道,楚风大人所说可是真的。 他们的使者就在城外山中。 嗯,这件事情,还得斟酌斟酌,两位大人,请看。 江葵双手一翻,两手握拳放在了除野和楚风父子面前。 除野,楚风同时愣了一下,皱眉看向了江葵的拳头,什么东西。 江葵笑着松开双拳,露出了手心两个小小的三寸长的指人。 粗糙黄纸制成的指人上,用黑红色的污秽墨迹,勾勒了几个扭曲的犹如蚯蚓的纹路。 除野,楚风悚然动容,嘶声怒骂钟身边痴痴剑鸣声抱起,两人齐声长笑,双臂如剑狠狠刺向江葵胸膛要害。 楚室巨宅四周,远近的高楼顶上,近百条黑雾缭绕的兽靴人影悄然出现。 他们趴在高高的屋脊上,动作敏捷地拔出了一支支造型奇异的武器。 长有八尺,通体漆黑,流线型的怪异武器上一节一节绿色的幽光亮起,当亮起的绿色幽光贯穿了整条武器的时候, 这些兽靴人影手指轻轻一勾扳机,就见他们身体微微一颤,一道道拳头粗细的绿光积射而出。 楚室宅底中,近百名身穿软甲,四处游走的护卫突然头颅爆开,大片鲜血浑着脑浆洒的满地都是。 不等其他的护卫回过神来,一道道绿光穿梭虚空,瞬间笼罩了整个楚室大宅,一对对护卫头颅爆开,或者胸膛爆裂,没有一个护卫能发出一声呼喊,尽被这些远处的敌人狙杀。 数百头凶猛成性的虎头鹅张开嘴正要大声咆哮,他们的影子里突然有无数枯瘦的力爪无声无息的探出,一把抓住了虎头鹅们的脖梗,将他们硬生生拖进了自己的影子里。 那些垂手速立四周紧要处的家丁,护卫身体同时僵硬,他们的影子里一条条极细的烟雾急速飞出,快若闪电的钻进了他们的蹊跷之中,这些家丁,护卫的面旁上一条条黑色阴影不断出现,他们的瞳孔中骤然亮起了一团绿色的鬼火。 咔咔声中,楚室宅底四周的院墙上有刺目的电光闪烁,一道道从地面一直延伸到院墙顶部的血色浮印从墙壁中浮现,犹如一层青纱笼罩在院墙上。 一支支球节有力,皮包骨头的漆黑大手缓缓地从院墙中探了出来,用力地撕扯着这些血色符纹。 楚室宅底的各处高楼、庭院中,那些重要的楼阁管设内,无数次目的红色流光顺着地面蜿蜒而出,一幅幅巨大的符印相互呼应,化为一个巨大的结界将整个宅底笼罩在内。 那些从院墙中钻出来的大手被光芒突然暴涨数倍的红色符印打得焦糊一片,院墙内不断有低沉的咆哮,怒吼声传来,好似有好多恐怖的凶物正藏在院墙中。 楚室宅底地下,纵横交错的密道连通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密室,大厅。 成群的精悍汉子在密室中或者盘坐吊膝,或者击打铁纱袋,木人庄,或者武枪弄棒,或者干脆在一排排整齐的床榻上倒头大睡。 在无数密道的正中位置,四十九根水缸粗细的青铜柱子上无数血色符印若隐若现,这些青铜柱子正是楚室宅底防御大阵的核心。 一处大厅中,近百名顶盔树甲,全副武装的精锐战士或作或利,正和几个熟悉的精悍汉子笑语盈盈的说着话。 江大人有什么急事不成?这么着急的连夜干活来? 可不是。这些天,盖州风平浪静,可没什么大事。 难不成是知道我们楚室小主人要出生了,巴巴的赶过来送礼的不成。 几个精悍汉子就笑了,这些全副武装的精锐甲士也一起笑了起来。 笑声中,一声啾啾鬼声远远传来,这些精锐甲士同时拔刀抱起,几个精悍汉子措手不及,手边又没有兵器,被这些精锐甲士一通乱刀就剁成了肉酱。 杀!一声大吼,进白甲士一个冲击,所过之处,两百多名或者在休息,或者在修炼的精悍汉子被砍得人头滚滚,犹如植入无人之境,进白甲士瞬间就冲到了大阵核心所在的大厅中。 领头的甲士掏出一颗拳头大小的金属弹丸,用力砸在了一根青铜柱子上。 一声巨响火光四溢,滚滚高温席卷四方,四十九根青铜柱子被炸断了十几根,剩下的青铜柱子上血色光芒一阵闪烁,大片浮印同时崩解。 地面上,楚氏宅底的院墙中,数千具面容争獰皮包骨头的异物从院墙扎出来,他们撕裂了气焰骤降的血色浮印,带起一道道长长的黑色烟雾冲进了楚氏宅底。 这些异物揪揪怪笑着,看到楚氏的丫鬟侍女,家丁护卫就团身一扑,皮包骨头的异物没入这些楚氏吓人的身体,无数丫鬟侍女,家丁护卫一根头栽倒在地,顺势在地上几个翻滚就一跃而起。 这些楚氏吓人同时咧嘴揪揪怪笑,眸子里点点绿光闪耀,反手拔出兵器,就向楚氏宅底深处杀去。 一道道绿光无声无息的在空中穿梭,四周高楼上的枯瘦身影手持骑行兵器接连点击,楚氏宅底中不时有精锐护卫组织了大批人手向四周反扑,却都被这些人无情拘杀。 楚氏大宅正中,大院中鲜血满地。 数十名禁装汉父惨死当场,他们身边也倒下了三倍余己的禁装大汉。 楚氏,楚氏父子两身形僵硬地堵在了正房门前,双目冲血死死盯着江葵,江葵,何至于此? 父子俩的头顶上分别悬浮着一只纸人,黄纸制成的纸人周身笼罩着浓浓的黑雾,阴寒之气不断侵入父子俩的身体,让他们想要动弹一下都无比困难。 江葵左臂其间断裂,胸膛上更是被破开了八个透明的伤口。 大口大口的吐着血,江葵看着楚也,楚风父子惨笑道,我本以为,已经足够高估你们,却没想到,你们父子俩依旧是被低估了太多。 不过也是,你们楚氏独占半周资源,以半周之力供你父子俩人挥霍,你们也该有这样的实力。 楚也满脸大胡子一根根笔直竖起,他厉声吼道,何至于此? 江葵吐了一口血,嘶声吼道,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楚氏九代单传,今日就该断子绝孙。 四周院墙轰然坍塌,数十名浑身是血的浸庄大汉浑在无数皮包骨头的异物中缓缓向楚也父子逼来。 楚也倒抽了一口凉气。 楚风咬着牙,嘶声说道,那些移民的传说,是真的。 江葵咯咯一笑,拔出一柄雀斥刀,一马当先杀向了楚也。 院落,瞬间被刀光剑气和血雾笼罩。 过了许久,院子里一声音还啼哭响起。 第二章白蟒江的鱼档头 盖州城南,桀骜不驯的白蟒江喷吐着白沫,卷起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漩涡,桀骜疲腻的从十万蟒荒大山中蹦跳着,冲撞着,声嘶力竭的嘶吼着,犹如疯子一样穿山而过。 千里白蟒江,鹅毛沉入水,唯独在盖州城南三十里,白蟒江汇入大龙江的江口处,这条残暴桀骜的大江好似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在这里变得风平浪静,一弯百多里的碧水静谧而优美。 天还没亮,白蟒江口上就已经翻影点点,江边三座渔庄的渔夫起了个大枣,画着自家的或者租来的渔船出了江,大网小网,大沟小沟的忙活起来。 天蒙蒙亮的时候,三座渔庄中间位置的江面上就挤挤挨挨的,挤满了满载而归的渔船。 无数渔夫蹲在船头,捧着大海碗,大口大口喝着自家婆娘刚刚熬好的渔汤,粗声大气的和熟人打着招呼。 远处江面上,北乃声中,点点翻影快速靠了过来,更多的渔人返航了。 无数的渔船挤在一起,却没有一条渔船靠岸。 岸边的渔市码头上,盖州城内达官贵人府邸里的管事,各处酒楼饭庄的采办,尽穿了绫罗绸缎华美衣衫,装模作样的坐在茶馆中喝着粗茶,无聊的打发着时间。 渔市边缘的一处三进大宅子里,浑身大汗淋漓的楚天穿着一条牛鼻裤头,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一步一步踏着奇异的步伐,左掌姿势怪异的在身侧起伏,右手握着一柄两指半长,通体骨色斑斓,沉重异常的青铜八面剑,一剑一剑极其缓慢的刺出。 每一剑刺出,楚天都好似炸枝鸡中的甘蔗,浑身猛的冒出一大片汗水。 点点滴滴的汗水顺着古铜色的皮肤不断滑落,滴滴答答的滴在地上,黄沙铺成的练武场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一圈汗字,又在尘峰中迅速的干透。 三千五百九十九,三千六百。 缓慢无比的刺出一剑,楚天身体僵硬了一瞬间,他猛的张开嘴,一道白气犹如箭矢喷出七八丈远,在尘峰吹拂中硬生生凝制了三个呼吸,这才缓缓消散。 胸膛中隐隐有一声唬吼传来,楚天身周空气猛的一荡,他脚下的黄沙呼的一下向四周荡开了七八丈远,在地上形成了一个直径十几丈的清晰圆形。 手掌一翻,青铜八面剑紧紧扣在了右臂的一个牛皮护臂上,楚天走到了练武场角落里的方井旁,打了一桶水,狠狠的从头冲下。 用力的摇晃着脑袋,楚天咬着牙,努力想要遗忘脑海中残留的,昨晚梦中的恐怖画面,淋漓的血,残破的身躯,一抹淋漓的刀光当头落下,还有那面皮发紫,方正的面孔满是正气的独臂大汗朝着他不断凝笑。 快十八年了,这都什么鬼? 练武场的侧门开启,几个粗胳膊粗大腿,生得满脸横肉的大汉穿着青布禁装,袒露着胸膛,大咧咧的露出了胸口一撮黑毛,拎着扫帚和长柄照里走了进来。 他们向楚天欠了欠身,一言不发的整理起练武场,将满是脚印,汉字的黄沙打扫得平坦如底。 楚天擦干身上的水渍,抓起方井旁挂着的一套青布长衫穿在身上,在发际上扎了一朵耳粉绣球花,呲牙咧嘴的借着井水反光看了看自己的倒影。 双眉如剑,面孔方正,灰黑的面皮上几条长短不一的伤疤眼聚了最后一丝稚气。 楚天颇为自恋的朝着倒影笑了,蛮俊俏。 奈何面皮不够白,难怪每次去听琴总要花银子。 两条横肉大汉抬过来一口大锅,满满一锅白莽浆特产小银条鱼熬的鱼汤浓香扑鼻,汤锅边缘还挂着十几个苞米面饼子,半截饼子吸满了鱼汤,又被铁锅烤得焦脆了,香甜的味道扑面而来,刚刚完成早课的楚天猛地抽了抽鼻子,直接坐在方井的井栏上,甩开牙帮子大吃起来。 风卷残云般吃了一通,大半锅浓汤和五斤有余的苞米面饼子都下了肚,楚天这才抬起头来问那两条汉子,阿狗和阿雀里。 昨晚上没听到他们回来的动静。 两条汉子向楚天欠了欠身,这才答道,狗哥昨晚烧话回来,他在山里找到了一窝大青狼,正想法子收服他们,估计三五天内不得回来。 为难的看了楚天一眼,一个大汉带着一丝羡慕,带着一丝无奈,声音骤然降了三个吊门的说道,狗哥他,昨晚上田寡妇给他留门了不是。 楚天呆了呆,发际上的粉绣球花晃了晃,突然仰天叹了一口气。 低下头,稀里哗啦地将一锅子鱼汤打扫得涓滴不胜,拍了拍肚皮,楚天站起身来,随手从练武场的兵器架子上抽出了一根铁木制成的奇眉棍,扛在肩膀上大踏步走了出去。 十七八条胳膊上能跑马,拳头上能力人,个个绑大腰圆身高八尺开外,九尺左右,满脸都是横肉,面皮上满是伤疤,一看就不是好人的壮汉拎着同样的铁木齐眉棍,熊啾啾,气昂昂地跟在楚天身后,大踏步地走出了院子,顺着轻石铺成的大道向于是码头走去。 沿途好些人见了楚天一行人,远远的就盲不迭的鞠躬行礼,大声地称呼楚档头不迭。 楚天一路笑语盈盈地向路人海里。 不时地向他们打着招呼。 啊哟,老罗头,两条胳膊这两天不痛了。 怎么就补上鱼网了? 得了,我那儿还有一瓶狐骨炮的追风酒,待惠尔自己去我那里拿去呀。 嘿,钱婶子,晒鱼干脸。 咋没看到我家那大妹子呢? 对了哈,盖州城里游房做事的那小赵伙计,人品一等一的厚道结实,不堵不嫖,醉事顾家不过的,明儿我给你们两家说和说和。 狗入的中大狗,你他娘的还敢回来? 前两天你娘在家里差点饿死理。 别跑,给我抓住这丝,上次我说过,你再去盖州成都,我打断你的腿。 一个生北张头鼠目的中年男子刚刚从街角小道里转了出来,猛不丁的看到楚天,吓得浑身一机灵转身就跑。 他跑得急了,脚下一滑,啪的一下摔在地上摔了个半死。 不等这钟大狗站起身来,楚天身后的壮汉中已经有两人到了他面前,熊掌一样的大脚丫子狠狠的跺在了他背上。 钟大狗声嘶力竭的尖叫起来,两手在地上连抓乱爬的放声鬼叫。 救命啊,救命,饶命啊,饶命。 罗老爹,前大妹子,救命脸,我不敢脸,不敢脸,下次再也不赌了脸。 老娘啊,老娘啊,下次再也不敢去赌脸,快出来救命,救命啊。 楚天哈哈笑着抢了击步到了钟大狗面前,手中齐眉棍轻轻一点,恰恰点在了钟大狗的小腿上。 就听喀的一声响,钟大狗的小腿被整整齐齐震成了两截,断口匀称并无碎骨,虽然剧痛,但是稍稍包扎妥当,愈合后并无大碍。 钟大狗痛得嗷嗷惨嚎,楚天和一众大汉放声大笑。 一众路人纷纷围了上来,看着痛哭流涕的钟大狗连连摇头叹息。 大狗啊,你该痛死理,不是楚档头,你老娘早没理,你还叫你老娘救命。 大狗啊,别独理,好生找粪活计养活你老娘,再找个媳妇不好。 楚天向四周路人抱拳行了一礼,也不作声,从袖子里掏摸了一会儿,摸出了拇指大小的一块儿碎银子丢在了钟大狗的身边,钟大狗,这是你汤药费。 等你腿好了,去于世上,我给你谋个活计。 你再去盖州成都,这次是一条腿,下次就是三条腿里。 钟大狗身体一哆嗦,两手下意识地捂住了下体,两行热泪滚滚而出,犹如死了亲娘一样尖声奸气地放声嚎哭。 楚天不再搭理这丝,分开人群大步向于世走去。 日上两竿的时候,于是码头旁的茶馆里,各家各户的管事,各家酒楼饭庄的采办已经被粗裂的茶水罐的肚皮溜圆,正双手抱着肚皮乱摸呢,突然几个鱼牙子忙不迭地笑了起来。 楚荡头来了,来了,开试了,开试了哈。 诸位管事,老板,楚荡头来了,开试了。 顶好的白蟒江鱼仙啊,活生生的鱼仙,鱼也有,虾也有,鳖也有,蟹也有,蟹也有。 让开路,让开路啊,别挡着楚荡头的路。 十几个鱼牙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无比殷勤地凑到了楚天面前,为他分开了人群,顺着大道走到了鱼室码头上。 楚天向四周看了看,点了点头,也不吭声,随手将自己的那根铁木齐眉棍往码头上一插,一条随形的大汗急忙在棍头上绑了一条红色布袋。 江风吹过,七八尺长的红袋子随风飞舞,见到这一抹雁红,江面无数的渔船上那些渔夫齐声呐喊一声,纷纷摇动船桨。 一条条渔船落意靠岸,停靠在了渔室的码头上,渔雅子们站在岸边大声叫嚷,渔夫们嬉笑着将自家船上的珍贵,珍惜的水产落意报上明来,就有那些达官贵人府底上的管事,酒楼饭庄的采办大声呼喝着,纷纷竞价采购各色最新鲜的江仙水产。 码头上一座茶楼的伙计殷勤的搬了一套桌椅过来,楚天四平八稳的坐在靠椅上,端起细瓷茶壶,一边品尝茶楼老板格外八戒的香茶瓜片,一边冷眼看着喧哗的渔室。 四条大汉一字而排开站在楚天身后,吹鼻子瞪眼的看着四周来来往往的人流。 其他的大汉拎着奇眉棍,在绵延树里的渔室上往来行走,若是有人起了争执,这些大汉就是一嗓子大吼,管你是豪门大户的管事,还是身家丰厚的采办,被这些大汉一吼,他们的吊门往往降了好几个吊,声音也变得格外的轻柔温软。 过了大半个时辰,就不断的有鱼牙子捧着账本巴巴的赶过来,向楚天汇报今天大桂鱼出去了多少斤,大莲子出去了多少斤,大虾出去了多少只,大蟹又削掉了多少筐。 楚天听着这些鱼牙子的汇报,他也不做笔录,一笔一笔的账本数字他只要听一耳朵,就死死记在了心里再不会忘记。 自从他三年前占了白莽江口,做了这三家鱼装的鱼档头,他一笔账目都没出错过。 忙碌了一个多时辰,一筐筐新鲜的鱼虾龟蟹被搬上了运货的马车,心满意足的管事和采办们笑呵呵的带着采购的鱼仙返回盖州城。 有和楚天熟悉的采办还不忘特意过来,向楚天问候一声。 楚天也不做大,每当有人过来问候,他也是站起身来和颜悦色的和对方相互问候,约好了改日去盖州城内喝酒。 所有人都是笑语盈盈,颜笑间满是悦色。 哼哼,一声轻壳传来,一个身穿浅绿色绸缎长衫,袖口袖了几只蝙蝠的矮胖老人笑着向楚天拱了拱手,楚档头。 少见,少见。 楚天上下打亮了老人一眼,同样笑着拱了拱手,老人家见谅,却是眼声,您却不像是买鱼的。 矮胖老人哈哈一笑,轻轻地摸了摸下河上的三寸银须,慢悠悠地说道,今日来,却是来买鱼的。 听闻,只要楚档头开口,这白蟒江中的鱼仙,只要是世上有的,就没有得不到的。 楚天温和地笑了笑,他扫了一眼矮胖老人身后跟着的两个轻衣小帽的小丝,微笑道,谬赞,谬赞,却也不是楚天大话,若是这白蟒江中有的鱼仙,您老开口,三五日内自然给您送来。 矮胖老人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在袖子里掏摸了一会儿,啪啪啪甩出了三根蒜条金放在了楚天身边的茶桌上。 每条蒜条金长有三寸左右,每条总有十两上下。 盖州乃边荒之州,故而金贵,一两黄金总能兑换二十两银子,这三条蒜条金可是一大笔钱。 四周鱼雅子整齐划衣的倒抽了一口冷气,齐齐哀哟了一声。 这笔钱,可不好赚,这白蟒江中珍稀的鱼类固然不少,能有几个是值得用黄金付账的。 楚天眉头一挑,含笑问道,三十两黄金做定钱? 老人家想要什么? 矮胖老人笑呵呵地看着楚天,温声细语地说道,咱家少爷新晋拜入盖山书院,琢磨着邀请诸位同窗开一龙门宴,取那里于月龙门的吉利兆头。 双手比换了一个数字,矮胖老人笑道,十条一丈长的金铃大鲤鱼,三天内备妥了送去盖山书院即可。 三十两黄金的确只是定金,鱼价几何,楚档头只管开口就是。 楚天眯起了眼睛,他笑问道,敢问,您老少爷是? 矮胖老人挺起了胸膛,淡然笑道,咱家少爷,正是盖州楚氏表少爷灵月事业。 四周一片死寂,楚氏二字足以震慑在场的所有鱼雅子。 楚天却微微一笑,坐在了大靠椅上,轻描淡写的一挥手,好走,不送。 第三章鱼档头的规矩 鱼是码头上静悄悄的,没人吭声。 鱼雅子们一个个伸手捂着嘴,一脸鬼祟的相互使着眼色。 站在人群外围,已经出掉了今日所有鱼获的鱼人们更是呲牙咧嘴的坐着鬼脸,带着小百姓特有的精明奸华,偷偷的笑着,眯眼看着矮胖老人。 自从三年前楚天掀翻了原来的鱼档头,取而代之占了白蟒江口,这白蟒江的鱼人就再也没出手过哪怕一片鲤鱼林。 盖州城的达官贵人们,已经有三年时间没尝到鲤鱼的滋味了。 白蟒江的大鲤鱼,那可是好东西。 可这三年来,多少盖州城的客人拎着白花花的银子,黄灯灯的金子,脱关系,找鹿子,找了多少鱼鸦子和鱼人,可就是弄不到一条大鲤鱼。 这矮胖老人一开口就要十条一丈长的金铃大鲤鱼,嘿。 送客,这笔买卖,咱不做。 四平八稳的坐在靠椅上,楚天端起茶盏喝了一口,风轻云淡的表情颇有点盖州城内的官老爷们端茶送客的派头。 站在楚天身后的四名大汉整齐划衣的向前踏了一步,手中齐霉棍重重的点在了地上。 铁木制成的齐霉棍撞击地上铺着的石板,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矮胖老人斜了一眼四条大汉,不紧不慢的背起双手,笑呵呵的摇了摇头,小老儿灵符,是灵氏的二管家,专门负责给灵氏的少爷,小姐们做事。 灵月少爷正是我灵氏这一代最有出息的人物,他要十条一丈长的金铃大鲤鱼,就定然是要的。 冷冷一笑,灵符冷声道,若是没有,灵月少爷就要不开心,他不开心了,咱家老爷,夫人,还有太老爷,太夫人,他们都不会开心。 我灵符,自然也就没办法开心下去。 我灵符不是什么尊贵人儿,但是呢,若是我灵符不开心了,就有人会没办法继续开心。 抖抖双手,灵符从袖子里又摸出了一条蒜条金,啪的一下拍在了楚天身边的茶桌上。 啪,啪,啪,灵符挨个取出了七条蒜条金,逐次重重地拍上了茶桌,整整齐齐十条蒜条金一排而摆在那里,纯度极高的金条在阳光下就好像十条火炭一样散发出炫目的光芒。 四周的鱼牙子们缩头缩脑的不敢吭声,鱼人们纷纷屏住了呼吸,唯恐粗气惊扰了楚天和灵符。 整整十条蒜条金,一百两黄金啊。 在盖州,这可是一笔真正的巨款,楚天从上任鱼档头那而接手的,那栋三进的宅子,怕是都用不了一条蒜条金。 盖州乃边荒之地,故而黄金极贵,这么一条蒜条金结下一小段来,就足够在盖州城内找到十条八条市井之中的好汉,帮你做一些见不得人的阴私勾当。 比如说砍掉某人的肢体,拍碎某人的脑袋,将某人塞进麻袋里丢进白蟒浆。 十条蒜条金,足够让百八十条好汉腰杆发软,点头哈腰的叫你一声爷。 楚天歪着头,发际上的粉绣球花一摇一摆的,瞇着眼看着十根蒜条金。 灵符,二管家,你这是用金子压我。 灵符圆呼呼的脸蛋上满是笑容,他温和的笑道,不,我是用灵家来压你。 楚档头,你只是区区一个麦鱼的行头,猪狗一般的东西。 我灵家,却是盖州处世最亲最近的亲族,我家老爷,正是盖州城的君司马。 盖州君司马,乃盖州军务府官,可调动盖州州兵,虽然品次不高,却是正儿八经的实权人物。 尤其对楚天这种市井上私混的各行各业的档头而言,一个君司马的威慑力,甚至超过了太守。 四周的鱼雅子和鱼人们的脸色都不好看,一个个忧心忡忡的看着楚天。 灵家,招惹不起啊。 灵家身后的楚世,更是招惹不得。 楚天若是真个恼怒了他们,灵府口中的老爷随意钓一队州兵,就能凭了白蟒江的鱼势,剿灭楚天这个鱼档头和他麾下的所有势力。 这些鱼雅子和鱼人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和三年前的上任鱼档头相比,楚天简直是万家生活般的人物,他接管了白蟒江鱼势后,无论是鱼雅子还是鱼人的活迹都好了许多,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 若是楚天出了什么差错,换成三年前的那等鱼档头,大家又只能吃糠燕菜,喝西北风了。 一个皮肤离黑,生得铁塔般的鱼人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问声问气的说道,档头,白蟒江有上好的大鲤鱼里。 就在上游虎齿崖下面的窝流那儿,一窝一窝的大鲤鱼最是肥美不过。 用力拍打着胸膛,铁塔般的鱼人汉子憨厚的笑道,安带一票兄弟去,最多一天一夜,定能捉摸足够的大鲤子回来。 金铃的少见,但是这白蟒江中却也尽有。 欲,欲,一边去。 大黑子,有这力气去虎齿牙完命,不如回家抱老婆去。 楚天指着黑塔大汉欲了两声,又向灵符看了过去,二管家,你可知道。 整整三年,白蟒江于是没有出过一条鲤鱼。 灵符笑得很灿烂,咱不管这里面有什么玄虚,但是这次我家灵岳少爷要十条一丈长的金铃大鲤鱼,三天后的正午之前,你楚当头亲自带人送去盖山书院门前。 若是误了咱家少爷的兴致,喝,喝,喝。 冷笑三声,灵符背着手,昂着头,带着两个面容清秀的小丝分开人群就走。 一边走,灵符一边叙叙叨叨的咒骂着,猪狗一般的下贱人物,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 哎呀呀呀,这盖州城就没爷们了。 白蟒江的大鲤鱼,有名的鱼货,三年不出一条鲤子,盖州城这么多老爷,公子,就没一个打破这丝的脑袋。 刁民,真个是刁民,得好好的整治整治。 乖乖送上少爷要的大鲤鱼才好,不然定然打破你的脑袋,打断你的两条狗腿。 吓,区区一脉鱼的,啊呸。 就在码头的大道上,一架子檀木制成的大马车静静的候在那儿。 拉车的是四头通体雪白的脚马,遍体白毛犹如云朵一样打着卷儿,筋骨有力,吐气如雷,头顶独角有两尺长短,荧光溢溢煞是醒目。 就这四头脚马,分明是日行三千里的神骏,每体价值都在千斤以上,灵符不过是灵氏的二管家,居然用如此神骏拉车,可见灵氏的奢华。 五六个上半身披着软甲,腰间配剑,马鞍子旁挂着猎弓,剑狐的大汉骑在马上,见到灵符走了过去,骑骑在马上向灵符欠身一礼。 两个轻衣小帽的小丝搀扶着灵符上了马车,赶车的车夫一声轻喝,四头脚马迈开脚步,在五六个大汉的簇拥下一六烟的向盖州城奔去。 好华彩,真个富贵。 楚天看着远去的车队,黑黑一笑,随手将十条蒜条筋捡了起来。 散了,散了,回家玩自家婆娘,打自家娃娃去。 双眼一瞪,楚天向四周的愚人喝道,有点出喜喝,不要学阿雀,整日里爬寡妇家的墙,争个丢人现眼。 四周的鱼鸭子和愚人就齐齐地笑了起来,一个个挤鼻子弄眼的,脸上的笑容中充满了各种说不出到不明的古怪意味。 抽出插在地上的奇眉棍,扛在肩膀上,任凭棍头上的红布条随着和风摇摇摆摆。 楚天扛着棍子,顺着石板路一摇一摆地向自家院子行去。 十几条壮汉逐次汇聚了过来,甩着膀子,扛着棒子,犹如一群横行的螃蟹跟在了楚天身后。 沿途于船上不时有愚人窜了上来,拎着大大小小的鱼篓子送到楚天面前。 楚天随意往鱼篓子里扫一眼,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摇摇头,等他走出渔室的时候,身后的大汉手上就满是柳条儿串起来的新鲜江�。 几条跪鱼蹦跳得厉害,十来只大蟹拼命的吹着泡泡,两只墨盘大小的老鱼竭尽全力的伸长了脖子,在转过一个河弯的时候,楚天向江面指了指,拎着老鱼的大汉就来到江边,将两只老鱼送进了水里。 两只老鱼惊魂未定的浮在水面上,拨打着江水,伸长了脖梗呆呆愣愣的看着楚天。 楚天蹲在河边,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鳞片,用力的在两只老鱼脑袋上敲了敲,多大礼! 多大礼! 起码三百年的气候了,怎么还蠢到被愚人聊起礼? 滚,滚远点,去上游三百里外,那边好坐窝,膝身礼。 唉,那些年轻不懂事的被抓了送去汤锅里,你们可是有年纪的老货了,怎么还上这种当礼? 两条老鱼摇头晃脑的看着楚天手中的鳞片,目光突兀的多了一丝灵性。 去吧,去吧,记得,上游三百里的白蟒滩最是凶险,愚人不敢去,你们最好坐窝。 不过记得,每年来下游下几个鳖蛋,愚人也要养家糊口,我也要多吃点群鞭补补气血不适。 伸出手指在两个老鱼的脑袋上弹了弹,楚天站起身,扛着棍子一摇一摆的顺着马路走去。 两只老鞭相互看了看,伸长了脖子蹭了蹭,迅速潜入水下,一溜烟的向上游急速游去。 东的一声,楚天将奇眉棍丢在了大唐门口的兵器架子上,扯开衣巾露出胸膛,抓起大唐正中方桌上的茶壶,咕咚咚咚就是半壶凉茶灌了下去。 一个身背白白净净,轻轻秀秀,身凉比起楚天还高了半寸,身材却柔柔弱若犹如柳条儿的少年蹲在大唐里一张长凳上,左手拎着一袋松子,嘴里不断吐出松子壳来。 见到楚天,少年黑的笑了一声,天歌,有人砸场子里。 当朗朗,楚天将十根蒜条金丢在了大桌上,大步走到了大唐正中墙壁上挂着的龙王画像前。 从画像下的宫桌上抽了三根线箱,点然后向画像拘了三个弓,将线箱插在了箱炉中,这才大马金刀的坐在了宫桌前,大唐正中的交椅上。 下巴向大桌上挑了挑,楚天双手放在交椅扶手上,手指轻轻的在扶手上连连敲打。 诺,用十根金子来砸场子。 灵士喝,豪气,真他娘的阔气。 楚天瞇着眼,嘴角微微挑起,带着一丝莫名的笑意轻声说道,阿雀,你说,这十条金临大鲤鱼,我们是送去呢,还是不送呢? 阿雀嘴里不断吐出松子壳,吐得大唐里满地都是。 微微摇晃着身体,阿雀慢悠悠的问楚天,送去了,我们有什么好处? 不送去,我们有什么坏处? 楚天靠在大意上。 瞪大了眼睛看着屋顶。 送去了,不过是灵士的这些金子。 不送去,说不得,就要和灵士交恶。 楚天慢悠悠的说道,哎,你说,咱们本本纷纷的做买卖,安安心心的做良民,怎么就这么难呢? 吓! 良民! 吓死俺了。 阿雀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指了指楚天,又指了指自己,他丢下手中的松子,抱着肚子放声大笑,却望了自己蹲在长凳上,结果大头朝下的从凳子上一头栽了下去。 眼看阿雀的脑袋距离地面只有不到半寸,阿雀的身体犹如风中柳絮一样,轻飘飘浑然不着力的飘了起来,很轻盈的在空中急速旋转了十几圈,没有半点而风生的双足着地稳稳落在了地上。 那,还是送去。 阿雀眨巴着眼睛看着楚天,可是白莽将不许捞离子,这是咱们定下的规矩,这三年来所有人都认了咱们的规矩。 若是坏了规矩,这可是打了咱们的脸呢。 楚天抓了抓脸上细细的一条伤疤,疤痕微微有点泛红,让他的眼珠都带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所以里,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才是。 若是真个逼我坏了自己的规矩,也得捞回足够的好处,让所有人都见到。 要我坏自家定的规矩,这成本还是蛮高的。 轻轻叹了一口气,楚天向阿雀挥了挥手,把阿狗找回来吧,叫兄弟们准备妥当,这几天当心些,别吃了闷棍,白白吃亏。 阿雀顿时兴奋起来,他轻轻一跳就蹦到了屋顶最大的梁柱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楚天笑问道,那,要备好家伙吗? 要不要? 阿雀眸子里闪烁着莫名的金光。 准备妥当吧。 也备上。 这些年,咱们兄弟能活到今天,不就是靠着谨慎小心,大胆行事吗? 楚天笑着站起身来,将十根蒜条筋揣进了腰包。 我去城里一趟,都准备妥当了。 第四张清流小柱的红箍。 黄土垒的基础,撒上厚厚一层砂石,用碾子滚得结实了,三丈多宽的关道很是敞亮好走。 区区三十里路程,阿狗训养的老黄狼角力很好,一路撒着欢玩儿一样,不到一刻钟功夫,就驮着楚天赶到了盖州城。 高耸的城门口外,几个身穿黑衣的巡捕混在一队州兵里面,看似懒洋洋的在发呆,一对而比贼还要狠辣的眼睛,却不断的在进城出城的人流中缩寻着。 体型比大股牛还要大一圈的老黄狼吐着长舌头,咕咚一声跳出十几丈远,重重的落在了城门口,几个巡捕骤然一惊崩直了身体,锋利的目光迅速扫过楚天的面旁。 一个满脸惊悍的中年巡捕分开两个州兵,笑呵呵的走了过来,想着给楚天抱拳行礼。 楚荡头,又进城里。 哎,老黄,老黄,你可乖巧一些,上次你走在街上,张口吞了李寡妇家打名的攻击。 楚天笑着从袖子里掏了半块银子丢了出去,请兄弟们喝茶。 无妨,无妨,吞了寡妇家的大攻击,有阿雀在,天下寡妇联手也不能把老黄損底。 闻,城里有事。 中年巡捕玛丽的一抬手,半块银子正好顺着他的袖口钻了进去。 笑呵呵的晃了黄袖管,中年巡捕拍了拍气喘吁吁的老黄狼的脑袋,点起脚凑到了楚天面前,则,眉慎大势,例行的击捕盗匪。 楚氏的一个船队运了二十万匹丝段,备阵三周的那群大爷强收了五成过路税,楚氏的桑藏管事正在周府发飙不是? 五成? 案例不是二成吗? 楚天惊恶的瞪大了眼睛。 下,可不是吗? 案例都是二成的过路前,可是楚氏新任的桑藏管事拿大,端着楚氏的架子训斥那群大爷,应声声道大了,见了红,这还有好的。 中年巡捕缩了缩脖子干笑道,要咱们兄弟击捕盗匪,就看能抓几个倒霉的小贼顶刚否。 摊开双手,中年巡捕痴痴偷笑道,至于那群阵三山的大爷,楚荡头是自家兄弟,自然晓得,哪里是咱们能对付的。 楚天挥了挥手,嘻嘻笑了几声,舔了舔嘴角,十万匹丝段,乖乖,这得卖多少鱼虾礼。 老黄狼收起了杏子,卖着小碎布,驮着楚天进了盖州城。 隐隐的,楚天还能听到后面几个巡捕和周冰偷偷的窃语,下,可不是这个道理吗? 大乘分金,小乘分银,大碗吃肉,大碗喝酒,这年头,官不如贼呀。 这身官皮穿着,也就得个面子光鲜,能有多少好处。 楚天哑然失笑,轻轻摇头。 走过长达二十丈的城门洞子,是一个足足有两百亩大小的瘟城。 平日里无战事,瘟城里就是一个自发行程的市集,好些小商小贩的在这里摆了摊子,叫卖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 楚天骑着老黄狼,慢悠悠的走过瘟城,又和驻守内城门的周冰头目寒暄了几句,例行的请他们喝茶,这才正耳八经的进入了盖州城。 不用楚天指路,老黄狼熟门熟路的顺着盖州城的街向一路穿梭,前方一片滑腻腻的枝粉味飘了过来,清爽的青石板大街两旁,两列精致的小楼错落有致,临街的大门全都紧闭着。 大白天的,这条街上却也没什么人,唯有街头街尾的茶档上,坐着几个嬉皮笑脸的贤汉,一个个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着。 见到楚天过来了,几个贤汉想要凑上来打招呼,却又不敢的模样,远远的向这边含笑点头不叠。 楚天向他们微微汗手示意,老黄狼已经吐着长舌头,一路口水滴答的走到了大街尽头,硕大的狼爪朝着一户院子的青稀小门用力的推了推。 这老黄狼筋骨强横,蛮力极大,狼爪在院门上一阵推嗓,就听院门咔咔一阵响,差点连门框都被推了下来。 门楣上挂着的青柳小柱四个字的牌匾更是嘎得一声响,几缕灰尘从牌匾后坠落。 门内顿时响起了尖锐的呼喝声,哪个烂心肝的混蛋哪,光天化日的来啰嗦人。 门要坏了,门要坏了,停手,停手,混蛋哪。 逛狼一声大门敞开,一个看起来四十岁开外,红衣绿裙,手腕上套着七八个翡翠镯子,脖子上挂着两三金黄金链子,满头朱翠可以亮瞎人眼的妇人双手插在水桶腰上,恶狠狠的向楚天瞪了过来。 楚天楚档头 妇人涂得燕红的双唇极力的张开,大片口水顺势喷了出来,吓得老黄狼猛的向后一窜,这才避开了他嘴里的口水,咱们清流小柱可是正经地方,你大白天的。 吓,非要我三更半夜来不成。 楚天朝那妇人鼓了鼓眼睛,从袖子掏出了一根蒜条金晃了晃。 大白天的来喝喝茶,听听屈儿,自然也是可以的。 妇人凶巴巴的面旁骤然堆起了满脸的笑容,她强行扭动粗壮的水桶腰,犹如一头肥胖的企鹅一跃而起,玛丽无比的将楚天手中的蒜条金一手抢了下来。 右眼瞪得溜圆,左眼紧紧闭起,妇人将蒜条金塞进牙帮子里狠狠一咬,顿时眉开眼笑的轻声叫道,十足赤金,吸,楚档头发财了哈。 进来,进来,一群短命的娘皮子啊,还不赶紧打扮打扮,楚档头来了。 嬉嬉一笑,妇人扭动着圆溜溜的腰身大声叫嚷起来,乖女儿们,你们整日里最惦记的楚档头来了。 不要睡了,睡什么睡? 等你们死了有的是睡的功夫。 来几个活人啊,楚档头来了。 妇人恶狠狠地挥动着那根蒜条金,两个眼珠子瞪得圆溜溜的,恶狠狠地盯着空荡荡无人的精巧庭院。 秀妈妈只管忙去,喝,我只是来找红姑聊几句。 麻烦妈妈送胡茶过来就是。 楚天拍了拍老黄狼的脖梗,老黄狼轻轻一窜进了院子,粗壮有力的尾巴一甩将两扇院门紧紧关上,后找一台,还把门栓子给挂上了。 也不用人招呼,老黄狼顺着院子里的游郎,极其熟忍地向后院走去。 秀妈妈笑成了一朵花儿一般,急忙向楚天应了一声,将蒜条金塞进袖子里,乐颠颠地一路小蹦着去了。 绕过前面的大院子,顺着一条鹅卵石铺成的涌道行了十几丈,后面一字而排开了好几间精巧的院落。 老黄狼来到了右手侧的第一间院子门口,就沉甸甸地趴在了门外空地上,长尾巴胡乱地扫着地面。 楚天拍了拍他脑袋,整了整衣衫,轻轻地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占地不大的院子里用几块玲珑的僵石堆起了一座小山,绕着小山开凿了九曲八弯的小溪,湍急的溪水撞击着转弯处特意架设的瓷瓶,不断发出叮叮,咚咚,嗡嗡的脆响,让小小的院子顿时充满了声趣。 小山顶部种了一株四季红的枫树,小孩巴长大的红叶偶尔飘落,落在小溪中顺着溪水飘走,又给这小院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 院子一侧是六间精巧的竹舍,这是丫鬟侍女居住的地方。 院子的北边,则是一座儿竹笋形状的小楼,下面是三间厅堂,二楼是卧房,面积最小的顶楼香烟寥寥,风吹过,隐隐听到空洞的熏声传来。 反手合上了院门,楚天走到了小楼前,顺着楼梯到了二楼,一把推开了二楼卧房的房门。 红姑,起身接客了。 懒样的鞋铐在门框上,发际上的粉绣球花晃了晃,楚天笑呵呵的敲了敲门,向着卧房内那张垂下了厚厚床帘的拔布床叫了一声。 过了好半晌,一声甜蜜蜜的,好似长了无数小小的钩子,从耳朵里一直慢悠悠的钻进去,一直钻到心里勾着你的五脏六腑都痒酥酥的声音悠悠传来,楚天,楚大档头,上青楼也没有你这么勤快的。 红姑,你说青楼小柱是青楼,不怕绿姑撕你的嘴。 楚天笑得格外灿烂,晃悠悠的走到了屋子里,坐在屋子中间的圆桌边,拎起半壶残茶,洗了洗一个茶盏,给自己倒了一杯冷茶,慢悠悠的喝了一口。 红姑嘻嘻一笑,慢悠悠的说道,秦舍和青楼,有啥子不同咯? 哎,正好你来了,也少了麻烦。 床帘一动,啪啪两声,一个巴掌大小的血色封面的侧子,还有一根一尺长的玉尺同时落在了楚天面前,嗯哼,自己侧侧,又是一年了,你可有点长进。 玉尺长一尺,上面有十个长刻度,每个一寸长的刻度中,又分成了十个小刻度。 楚天眉头一挑,他笑了笑,抓起玉尺,手掌微微用力,就见玉尺上一点白光亮起,渐渐的白光越来越长,逐渐向玉尺的第一寸刻度逼近。 床帘微微拉开,一对而雪亮的美眸在缝隙里看着楚天手里的玉尺。 过了足足一盏茶时间,玉尺上的白光抵达了八分刻度左右,就再也无法前进半点。 楚天就嘻嘻笑了,他沾沾自喜的看着玉尺上亮起的刻度笑道,八十年修为,我还差几天才满十八岁里,蛮不错的嘛。 放下玉尺,楚天翻动那血色封面的册子,翻开了十几页后,笑呵呵的说道,红姑,你看,去年这时候,我才五十五年的修为,一年增长了二十五年修为,我还是蛮用功的。 一边说着,楚天一边从小册子的封皮上扯出一根极细的碳条,细细的在册子上书写了一番。 册子上并无人名,只有一个天干地支和数字组成的编号,楚天在这编号下写下了某年某月某日,八十年修为的字样。 床帘一动,那对而美眸消失不见,红姑悠悠叹道,比起寻常人是不坏了,不过也就这样。 嗨,谁让我摊上你们这群不让人省心的混账礼? 床帘一动,一个巴掌大小的玉盒飞了出来,悄无声息的落在了楚天面前。 楚天放下手中的侧子,拿起玉盒揭开盒盖,里面只有六颗拇指大小的胶黄色药丸,正散发出一股子极其刺鼻,却又极其倦勇的味道。 哇哦,六颗抱胎丹。 楚天满脸试笑的站起身来,吊儿郎当的向拔布床借身行了一礼,红姑,你是有良心的,我,阿狗,阿雀这三年在白蟒江榨油水,九成油水都用在了你身上,你果然大方。 滚。 一个带着淡淡幽香的枕头狠狠砸了出来,重重砸在了楚天脑袋上,你好意思吗? 就你那鱼盪的油水,笼共能剩下多少? 这六颗抱胎丹,是我好容易死皮赖脸给你们这群混账小子求下来的。 冷冷一哼,红姑冷喝道,回去给那两个小子说,当年你们营口剩下来的娃娃不多了,可千万别死了。 收起六颗抱胎丹,楚天肃然看着拔布床沉声道,嗯? 红姑这里是收到消息了。 轻轻一看,红姑慢悠悠的说道,拿,正叫人去找你呢,这不你就到了,也省了我的事。 你还记得当年被你丢进白蟒江的周档头吧? 周档头啊,那老鬼,怎么会不记得呢? 楚天摸了摸自己的面颊,嬉笑道,当时年轻,心软,打断了周档头的双臂,却被她的那胸婆娘在我脸上来了一匕首,要不是红姑这里有金口腹毒液的解药,我不死也毁容了,真就可惜了我这张俊俏的脸。 他儿子回来了。 红姑淡淡的说道,周档头的儿子周刘云,十二年前就去了大晋京城求学。 败入了白鹿书院洞主门下。 七天前他刚刚回了盖州,出任盖州书院监院学士,是盖州书院山主之下第一人。 乖乖,读书人的二寨主。 楚天皱起了眉头。 少说调皮话,人家正儿八经的监院学士,什么二寨主? 红姑没好气的骂了一句,轻轻说道,单单监院学士也就罢了,敢生事的话,这两人打断她的腿就是,也惹不出什么风波。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红姑没奈何的说道,偏偏她和灵氏结亲了,灵家的九小姐灵银花五天前刚刚和她定了亲,三天前灵月就被破格收入了盖州书院,更成了盖州书院山主的亲弟子。 灵氏背后是楚氏,盖州书院更是盖州文人的老寨子,呸,呸,盖州书院更是盖州文人群英汇聚之地。 红姑没好气的说道,你这不就是麻烦上门了吗? 楚天皱起了眉头,周档头的儿子啊,那肯定不是好人了。 沉思了一会儿,楚天笑着站起身来,红姑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就是。 实在不行,再请红姑出手救命泽个。 一边笑着,楚天一边转身扬长而去。 漠然的,拔布床的帘子动了动,红姑懒洋洋的问道,还做噩梦呢? 楚天身体微微哆嗦了一下,继续向外大步走去,现在换作春梦了,梦里是红姑你,偶尔有绿姑里。 拔布床的帘子里一声冷哼,红姑怒道,死去外面,姑奶奶哪天帮你收尸。 第五章 品性高洁唯有鼠爷 骑着老黄狼出了清流小柱,刚刚到了街口,一个胆大的贤汉硬是凑了上来,向楚天笑道,楚荡投好兴致。 呀,今天怎这么早离开? 楚天邪逆了贤汉一眼,抬起脚轻轻的点了点他的肩膀,锅躁,帮每家院子拉人里。 红姑嘛,这几日不爽快,所以里,下,爷们啥时候要给你这烟杂货解释了? 楚天举起右手做事要打,贤汉急忙蹲下身子双手抱头,斜着脸朝楚天陪笑,楚荡投,楚大爷,西,贼男女怎敢管您的事情? 这不是,前面新开了家秦韵哑住。 贤汉伸出手,向着前方街角的方向指了指。 那街角的一栋大院子门口,一架很是奢华的马车正停了下来,车帘子掀起,一鸣穿了宽松长袍,举止气度颇有几分威严,却又更带了几分文士风流的长须男子慢慢走出,背着手站在门口向左右张了张,微微昂着头走进了院子里。 盖州主宝王毅 楚天抬头看了看日头,太阳正高悬在天空,他不由的诧异道,大中午的,堂堂一周主宝,嘿。 这院子,啥来头? 贤汉见到楚天对这事感兴趣,就笑呵呵的站起身来,很是殷勤的巴结道,这院子原本不是万花楼的地盘吗? 就五六天前,万花楼的老板窥拾了本钱,将院子转了出去,这秦运雅筑也就是昨儿刚开张。 甜甜嘴唇,贤汉笑看着楚天不说话了。 楚天瞪了贤汉一眼,从袖子里掏了七八个大钱,用力的甩在了他怀里。 贤汉急忙抓起大钱紧紧握在手中,忙不迭的说道,秦运雅筑里面,都不是咱盖州本地的姑娘,尽是东南风流之地秦州,淮州那里来的清关,个个能搁上武,最能吟师作对。 铁言一笑,贤汉低眉顺眼的低声说道,从昨儿到今天,盖州的老爷们进进出出的不知道多少,吓都吓死个人。 听闻里面一杯清茶都得闻吟十两,也只有楚大爷您这样的风流人物,才有这底气进去里。 楚天举起拳头,做事就要打,烟渣祸色,一群官老爷去的地方,是咱们爷们能凑过去的吗? 贤汉急忙抱头蹲在了地上,楚天冷笑道,我问你,这院子是啥子来路里? 专门和红姑抢生意不成。 贤汉抬起眼来,急忙说道,正要说,正要说不是,听说,这院子里里外外都是灵市的大管家灵兽帮忙操持的,院子固然是挂在了灵家意远亲名下,但是这东家却实实在在的是灵家的新女婿周刘云周学士。 松开双手,贤汉又站了起来,他掂量了一下手中的大钱,带着一丝艳羡之意说道,楚大爷知道盖山书院呗。 周学士是书院新任的监院学士,他家的买卖,这盖州的读书人还不一窝蜂的去捧场。 楚天沉默不语,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银子丢给了贤人,用力的拍了拍老黄狼的脑袋。 老黄狼一声低沉的咆哮,撒开腿向前窜去。 后面那贤汉喜不自胜的捏着银子,大声的向楚天叫唤着,楚档头,楚大爷,您要去那院子消遣,记得给院子里的妈妈说,是俺二狗子介绍您去的,万万别忘了哈。 楚天头也不回的摆了摆手,驱动老黄狼在盖州城的大街小巷里一阵狂奔。 盖州城向来有东贵西贫,北关南商的说法,住在盖州城东边的,近是盖州的达官贵人,巨甲豪商,盖州的各处衙门,则多分布在城北。 盖州的南方,一如楚天进城路过的瓮城,是店铺云集之地。 唯有城西占地最大,却也最是混乱。 一英市井小民,乃至好些游手好闲的贤汉无赖,各色各样的底层人士都云集城西。 这里的街巷多为数尺宽的崎岖巷巷子,巫射布置也凌乱不堪,直如一个硕大的迷宫。 老黄狼从城东头窜到了城西,在这里他就放慢了速度。 楚天骑在老黄狼背上,锋利的目光不断扫过大街小巷那些不起眼的角落。 走过了三五条街巷,楚天就发现了自己要找的暗记,顺着暗记一路捉摸了过去,一刻钟后,楚天在城西城墙根下的一个大杂院门前停了下来。 大白天的,大杂院内的人全都出去讨生计了,院子里空荡荡的并无一人。 几条枯瘦的看家狗有气无力的躺在院子门口晒太阳,不时低头啃啃自己或者同伴的尾巴,体型巨大,气息彪悍的老黄狼悄无声息的走了过来,稳稳的往院子门口一站,几条狗子顿时吓得缩起了身子,浑身哆哆嗦嗦的不敢发出半点儿声音。 啊,啊,呼,呼,大白天的,却有极其微妙的喘息声,叫缓声从大杂院角落的一间瓦房里传出来,楚天歪着嘴站在老黄狼的背上,大半个身子就超过了院落围墙的墙头,眯着眼向院子各处打量起来。 静静的等了一刻钟的功夫,就听得那瓦房内转来了一声近呼歇斯底里的抽气声,过了好半场,就有男人得意的嘿嘿声传来,随后是床榻动摇声,板凳滑动声,门栓被拉开的声响传来。 一个身梁不高,但是飙肥体壮,衣襟上满是猪油痕迹的大汉挺着肚子,右手摇晃着一块油乎乎的手帕扇着风,得意洋洋的拉开屋门走了出来。 他回头向屋子里笑道,张家媳妇,嘿,过几天也养足了精神再来找你。 那条肋骨你熬汤了补补身子,那串钱你可藏好了,别又被张三哥拿去堵了。 一个带着几分沙哑的妇人声音慵懒的传了出来,省得理,赶紧滚。 别被三哥看到了,又是奴奴挨打,你这死没良心的。 肥胖汉子就笑呵呵的摸着肚皮,一脸回味的一步一回头的向院子门口走来。 离院子门口还有好远,肥胖汉子猛不丁的看到半截身子高过墙头的楚天,顿时吓得倒退了三步,气急败坏的指着楚天骂道,哪里来的男女,瞎了你的眼的,你,你,你在这里张什么? 吓,狗胆。 楚天随手抽出墙头上半块而破砖,斗手打了出去。 当的一声响,破砖打在了肥胖汉子的脑门上,将他肥胖的身体打得离得飞起来三尺高,重重的一头栽倒在地昏厥了过去。 虚而须,楚天吹了一声口哨。 刚刚肥胖汉子出来的那屋子的瓦顶上,一道荧光骤然亮起,凌空跨过十几丈的距离落在了楚天肩膀上。 之而一声,荧光在楚天肩膀上趴了下来,确实一只身体只有五寸长短,尾巴却有六七寸长,通体银毛犹如一团银色火焰一样夺目的老鼠。 银毛老鼠通体银色,唯独两颗黄豆大小的眼珠子就好像两颗红宝石,在阳光照耀下,银毛老鼠的红色眸子就好像两颗凝固的火焰,里面又浑着一丝丝血迹,深邃,静谧,却又透着一丝丝让人站立的疯狂。 大白天的,啊? 楚天摸了摸银毛老鼠的尾巴尖尖。 是风日下,人心不古。 银毛老鼠抬起头来,在楚天耳朵边悠悠叹了一口气,大白天的,白日轩银啊, 更是红杏出墙,不守妇道,真正是人心沦丧,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 银毛老鼠的语气极其的凝重,极其的严肃,更带着一丝丝沉痛之意。 看他的动作,听他的话,这银毛老鼠简直就好似一位最为保守的道学夫子,儼然站在了世间传统道德的最高峰。 大白天的,一个花信少傅,不在家里将洗衣衫,操持家务,反而趁着当家的男人出门挣钱的空子,招风引蝶,勾引男人上门。 银毛老鼠浑身都在颤抖,就好似愤怒到了极点,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王法吗? 这等事情,若不是亲眼所见,谁敢相信这朗朗乾坤之下,居然有如此肮脏污秽之事。 楚天一声不吭地坐在了老黄狼背上,一声轻喝后,老黄狼撒腿就走,带起一道而狂风瞬间掠过了一条条大街小巷,几个呼吸间就窜出了一里多地。 后面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女人哭嚎声,哪个杀千刀的呀,把赵屠夫打晕在这里。 该死的呀,这一身肥肉,姑奶奶怎么扛得动他? 该死的温货呀,快醒醒赶紧滚啊。 三哥就要回来了,你得破彩礼。 楚天和银毛老鼠的耳朵都很灵醒,听到后面妇人的哭喊声,楚天转过头,和银毛老鼠小小的红眼珠狠狠狠对视了一记。 银毛老鼠的长尾巴左右乱甩,两只前爪用力地揉搓着,黑黑地笑了起来。 楚天轻轻咳嗽了一声,他淡淡地说道,鼠爷,看得开心,啊? 银毛老鼠斜眼瞪了楚天一眼,看什么看? 开心什么开心? 啊? 我给你说呀,这世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女人留在家里,都学会了勾搭男人了,我给你说呀,这世道污秽呀,真个是肮脏下流。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银毛老鼠人立而起站在楚天肩膀上,背起两个爪子,犹如一位宝学大儒仰面看天,很是沉痛地说道,卓士滔滔,红尘污秽,奈何鼠爷我冰清玉洁,品性高洁,在这卓士,红尘中挣扎思混,这一枪子的苦楚,天下可有之音。 屁股大不大? 白不白? 圆不圆? 挺不挺? 银毛老鼠正在感慨自己是如何的品性高洁,而这个污秽的世界却又是如何的毒害了他,让他窒息简直无法活下去,楚天却随口问了他一溜而话。 痴溜一声,银毛老鼠嘴角一线而咸水掉下来半尺长,他呆呆地傻笑道,大,很大,有那田寡妇的两个大。 白,比万花楼头牌小秀儿的肚皮还白。 圆,就和盖州太守三儿媳妇的胸一样圆。 挺,比盖州书院院长的第七房小妾的竹笋奶还要挺。 小小的脑袋微微一晃,银毛老鼠轻叹道,奈何就是脸太丑,丑得和阿狗那狗头一样,否则堪称绝品。 品性高洁。 啊! 冰青玉洁。 啊! 红尘着势。 啊! 你活不下去了。 啊! 楚天斜眼盯着银毛老鼠,一连串的挖苦话语犹如毒蛇的毒液一样喷出。 银毛老鼠机灵灵地打了个寒颤,他呆呆地回头看了看楚天,突然在楚天肩膀上就是一通打滚乱叫,啊,混账小子,你学会挖苦鼠爷了。 可怜我老人家把你一把使一把尿的养大呀,你不给鼠爷找几个大屁股大乳房的小媳妇,你还要断绝鼠爷这唯一的人生乐趣。 银毛老鼠哭哭啼地干好,却没有半点儿泪水。 楚天捏了捏银毛老鼠的长尾巴,沉声道,下次带你去新开的秦韵雅柱,让你现场观摩盖州官老爷们的坦诚表演。 现在说正经事理,有仇人找上门来了。 哭哭啼啼干好不止的银毛老鼠机灵灵打了个寒颤,一对儿腥红的眼珠子里一抹极度凶残,狠辣的胸光一闪而过。 他浑身银毛猛地炸起,然后一根一根缓缓地重新贴在了身上。 仇人? 美家的。 银毛老鼠的声音也变得极其的尖锐,就好像一根针在不断地戳人的耳朵。 三年前,被咱们丢进白蟒江的周档头,他儿子回来了。 现在是盖山书院的监院学士,还在盖州城开了个专门交接文人,官员的秦韵雅柱。 大手笔,来势汹汹,毕竟他现在是灵氏的女婿了吗? 楚天将自己刚刚得来的消息向银毛老鼠说了一遍,三日后,灵月要我送去十条一丈长的金林大鲤鱼,怕是就和周刘云分不开关系。 这是直接打上门来礼,搞不好就要撕破脸。 银毛老鼠趴在楚天肩膀上,小小的老鼠脸上却充斥着极其人性化的表情,阴狠,阴险,毒辣,无耻,各种负面的情绪,几乎在他脸上凝成了实质。 则,麻烦上门,真是恼火呀。 鼠爷的长尾巴轻轻地摇晃着,他轻轻地说道,打打杀杀的事情,鼠爷洗手不干多少年了。 可怜鼠爷这等心怀慈悲,品性高洁的人,一次一次被拖下水。 突然间,鼠爷咧嘴一笑,他们要金铃大鲤鱼,给他们救世咯。 要你送鱼上门,你去救世了。 小天哪,记住鼠爷的话,吃亏是福气,我们要与人为善哪。 笑了几声,鼠爷转过头看着楚天眉头的一丝阴郁之色,眨巴着眼睛问道,又做噩梦了。 还是怎么的。 楚天摇了摇头,拍了拍鼠爷的长尾巴,低声说道,做事,做事。 金铃大鲤鱼要紧。 第六章 秘术和金铃大鲤鱼。 深夜,咆哮翻滚的白蟒江上一层浓浓的水雾扩散到岸边,侵入了树林草丛,就好像一张厚厚的蜘蛛网,笼罩住了万物。 冰冷的雾气浸润下,草丛中的虫子都不多吭声。 几只萤火虫有气无力的,挣扎着从草尖上飞起,还没闪出几点火光,翅膀就被水气润湿了,又无奈的落回了草丛。 楚天骑着老黄狼,顺着江岸快速的向西北方向,白蟒江的上游奔去。 在他身边的树林里,背后背着一柄尖锐的刺剑,手中夹着一张惊弓硬弩的阿雀轻飘飘的,犹如鬼影子一样踏着树枝悄无声息的跟随着。 更远一点的地方,三十几头最小的体型都和牛犊子一样大,最大的头狼比老黄狼还要微武几分的大青狼吐着长舌头,没发出一点而生气的在树林和草丛中快速穿梭,隐隐在楚天和阿雀的周围部下了一道封锁线。 面容疏异,下颚突出,眼眶极深,鼻头塌陷,长相有五六分和狼犬相似,身高近丈,异常鬼无强壮的阿狗扛着一柄巨大而沉重的狼牙棒,和青狼群的头狼肩并肩地快速奔走。 长近两丈的狼牙棒起码有上千斤沉重,赤脚奔走的阿狗穿梭在丛林中,脚下枯枝败叶却没发出任何声响。 他偶尔抬起头来向四周环顾一眼,深陷的眼眶里就有一丝丝野性的胸光闪烁。 狼群奔走的速度极快,短短半个时辰就奔出了两百多里,来到了白蟒江上游一个极大的回旋江湾处。 这里礁石犬崖林立,江水极深,极极,暗流冲撞礁石,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尽是湍急的漩涡,要命的陷阱。 因为凶险,这里藏匿了不知道多少大鱼,更因为凶险,白蟒江口三大鱼庄无数精通水性的鱼人,每年总有人胆大包天来这里捞鱼,总会丢下三五条性命在这里。 站在老黄狼脑袋上的鼠爷长尾巴一晃,尾巴尖尖在老黄狼的鼻头上敲了敲。 老黄狼呼呼一声,猛地杀住了脚步。 楚天和鼠爷借着老黄狼急杀的势头提升而起,一个闪身落在了江边上。 阿雀和阿狗停在了后面,一个蹲在树叉上,一个藏在草窝中,三十几头大青狼蹲在草丛里,一点而声音都没发出,只是目光凶狠地向四周张望着。 鼠爷轻轻甩动长长的尾巴,痴痴怪笑着来到了江水边。 他两只细细的爪子不知道在哪里掏了掏,就掏出了一块面盆大小,大致呈三角形,边缘满是尖锐巨齿的黑色鳞片。 厚达寸许的鳞片在朦胧的月光下闪耀着淡淡的光辉,一股极其强横,凶狠的怪异气息从鳞片上涌出,楚天身后的老黄狼,还有更远一点的三十几头大青狼身体齐齐哆嗦了一下,下意识地匍匐在地上,向这块鳞片摆出了扶手听命的姿势。 呼,呼。 呼。不怕,不怕,自家人。 阿狗放下手中狼牙棒,轻轻抚摸着大青狼的头狼搏梗,很是温和的安抚浑身肌肉绷紧的头狼。 头狼绷紧的身体缓缓放松,一根根竖起的硬毛也缓缓松弛。 他转过头,舔了舔阿狗的手掌,硕大的脑袋歪了歪,暗绿色的眸子好奇又惊恐地看着鼠爷手中的鳞片。 黑色鳞片比鼠爷的身躯大了好几倍,鼠爷有点狼狈地抱着鳞片的一脚,机里咕噜地念叨了几句,长尾巴轻轻地往江水中一点。 宽达树里的江面就骤然晃荡了一下,水面上荡起了无数细小的鱼鳞纹,无端端的江面上的水气变浓了数倍,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 哗啦,哗啦的水声从江水深处传来,有奇异的荧光在江面下流动,也就是半盏茶时间不到,一条体长三丈左右,通体金林的大鲤鱼慢悠悠地窜上了水面,将脑袋割到了鼠爷脚下的江岸上。 弱大的一条金林大鲤鱼浑身鳞甲接活,每一片金林都有小碗口大小,随着大鲤鱼的游动,浑身金林一片片此起彼伏,颇有韵律地张开闭合,一道道金光不断在他身上流转。 大鲤鱼的下颌上两条七八尺长的淡金色须子轻轻晃动,他张开大嘴,向楚天轻轻地点了三下脑袋。 楚天蹲下身体,用力地抚摸了一下大鲤鱼的脑袋,于书,有人找上门找麻烦礼。 不过,听鼠爷的办就是,你不用担心你的那群子孙。 大鲤鱼摇晃了一下身体,硕大的鱼眼翻了翻,向鼠爷看了一眼。 鼠爷放下手中鳞片,大模大样地跳到了大鲤鱼的脑袋上,长尾巴灵巧地在大鲤鱼的脑袋上扫了鸡下,放心,放心,鼠爷出手,赶找咱们麻烦的,全都得哭天喊的的回去。 诺,不废话,赶紧找你最没用的子孙,弄十颗鱼子过来。 金鳞大鲤鱼浑身鱼鳞开河了一下,一缕极细的荧光从他尾巴上喷了出去,瞬间没入了江底。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一条三尺多长的金鳞鲤鱼飞快地窜了过来,绕着大鲤鱼转了鸡圈,然后张开嘴,吐出了十颗绿豆大小晶莹剔透的鱼子。 鼠爷抓起一颗鱼子打量了一下,嬉嬉笑了起来,凑合着吧,你们这些水族,一次下蛋数千数万的,也不在乎这十颗。 诺,赶紧驱赶一批水族过来,什么鲾鱼,草鱼,桂鱼之类,估量着来个十万斤就成。 寻常的鲤鱼无法眨眼,这头金鳞大鲤鱼眼珠外却有一层形如眼瞼的透明硬翘,他眨巴了一下眼睛,转过身就潜入了江水。 过了没多少功夫,江面上啪啪跳动声不绝于耳,不知道多少一尺多长,两三尺长的江鱼莫名的齐聚江面,犹如发疯一样拼命地蹦跳着。 鼠爷将黑色的鳞片丢进了江水,看上去沉重异常的鳞片却怪异地漂浮在水面上。 鳞片刚刚碰上江水,一股莫名的威严气息凭空笼罩了整个江湾,无数江鱼齐齐安静下来,无数鱼头纷纷转过方向,朝着鳞片的方向呆呆地看着,没有一条江鱼在乱动分毫。 鼠爷将十颗金鳞里鱼子放在了鳞片上,然后怪声怪气地念诵了几声,黑色鳞片上一丝丝黑色的气息升腾而起,犹如十条鳞巧的小蛇不断地钻进鱼子中。 啪的一声响,距离鳞片最近的数十条将鱼身体骤然炸开,鱼鳞,鱼皮,鱼肉,鱼骨,鱼内脏,整条鱼炸成了一团血雾冉染飞起,快若闪电般向十颗快速膨胀的鱼子飞了过来。 江鱼炸碎所化的血雾融入鱼子,肉眼可见鱼子中十条细小的鱼影快速成形。 一股股鞋异的气息悄然扩散开来,江面上无数江鱼身体微微颤抖着,莫名的恐惧让它们想要转身逃窜。 但是先天血脉中一股可怕的压制气息逼得它们无法动弹,只能静静地留在江面上。 鱼子裂开了,十条巴掌长短的金铃鱼一跃而起,带起十条金光落在了江水中。 那灵符要多长的? 一丈啊! 鼠爷黑黑冷笑着,给他一丈二尺够不够? 但是这价钱可就得算准了,一丈二尺长的金铃大鲤鱼,这可是天地造化的灵物,它们用来开龙门宴。 则,一条怎么也要炸他一千两黄金才是? 楚天摸了摸右手牛皮护臂上扣着的青铜八面剑,笑呵呵的连连点头,鼠爷最是英明不过,这是独门买卖,一丈二尺长的金铃大鲤鱼,咱们说值这个价,那就得是这个价。 嘻嘻一笑,楚天瞇着眼看着江面上无数僵硬不动的江鱼,慢悠悠地说道,贤贵,那些不值钱的草鱼,柳条儿,各色杂鱼,它们一钱银子能买一大筐里。 鼠爷怪笑一声,他的长尾巴突然崩直,犹如一根银枪狠狠扎进了江边的泥地,将鼠爷娇小的身体稳稳地撑了起来。 鼠爷人力而起,两个小小的爪子一阵乱挥,一缕缕细细的烟气从他爪子里扩散开来,不断注入江面上漂浮的黑色鳞片。 上百条江鱼突然爆裂开来,化为大片血雾没入十条小小的金铃鲤鱼。 巴掌长短的金铃鱼顿时长大了一点儿,眨眼间就有了一尺长短。 鼠爷不断地失围,江面上一片一片的江鱼不断炸碎,不断化为血雾没入十条金铃鲤鱼。 鼠爷用秘法催生而出的十条金铃鲤鱼就好似吹气一样急速膨胀,一炷香的时间后,十条八尺多长的金铃大鲤呆呆呆地漂浮在水面上,身体无意识地缓缓摇摆着。 三炷香过后,十条一丈二尺长的金铃大鲤鱼稳稳地漂浮在江面上。 月光透过浓浓的水雾洒在这十条大鱼的鳞片上,金光溢溢犹如黄金铸成的鳞片煞事夺目。 鼠爷停下了思维,他跳到了一条大鲤鱼背上,鼻头在他身上抽了抽,用力地摇了摇头,模样是有模有样的了,欠点什么? 则,一点鲤鱼的味道都没有喝。 楚天笑得眼泪水都流了下来,一大堆草鱼,连鱼血肉堆成的假货,有点金铃大鲤鱼的模样就差不多里。 鼠爷轻哼了几声,他歪着脑袋咕嚕道,鼠爷不出手也就罢了,难得出手一次,若是被人看出了纰漏,鼠爷这老脸还要不要了。 喂,老金,赶紧上来。 那三丈多长的金铃大鲤鱼慢悠悠地浮上了水面,慢慢地游到了鼠爷面前,长长的须子轻盈地甩了起来,在鼠爷的身上轻轻地浮了浮。 本来呢,应该取你几滴精血溶进去,这十条小家伙的鲤鱼胃就有了。 鼠爷背着两只小爪子,大模大样地看着金铃大鲤鱼姿牙说道,可是你的精血,比千年老餐还金贵,还能便宜了它们。 但是呢,这没有多少鲤鱼味道的金铃大鲤鱼,哄香巴老是足够了,那周流云从大进京城回来的,怕是有几分见识。 鼠爷很认真地说道,所以,咱们还得给这十条小家伙弄点鲤鱼味出来。 金铃大鲤鱼摇摆着尾巴看着鼠爷,巨大的眼珠里满是疑惑。 不用自己的精血,怎么可能让这十条小家伙带上纯正的鲤鱼气息? 鼠爷呲哑笑了,他凑到了金铃大鲤鱼面前,语气怪异地说道,老金啊,来,你这么大的个儿,撒尿吧。 除了你的精血,你的尿,想来里面的鲤鱼味道也是足够的。 楚天黑黑笑了。 站在远处树叉上的阿雀无声地裂开了嘴。 蹲在草窝里东张西望的阿狗呆了呆,嘴角猛地拉开了老长,犹如一条真正的狗子一样笑了起来。 半个时辰后,十条浑身散发出浓郁的,纯正的,古老的鲤鱼气息,通体金色鳞片犹如火焰一样散发出淡淡金光的金铃大鲤鱼离地三尺悬浮着, 被鼠爷爪子上喷出的细细烟雾拖着,紧随着狂奔的老黄狼向鱼是飞去。 楚天坐在老黄狼背上,双手环抱胸前,看着鼠爷爪子上喷出的淡淡烟气,满是羡慕地感慨着,秘书,真是好用。 鼠爷,我们就没办法学会吗? 鼠爷一边控制着十条金铃大鲤鱼紧随在老黄狼身边,一边轻轻甩动着长长的尾巴。 这是鼠爷天生的本事,你小时候交给过你呀,差点没把你给整死,估计,是人就学不了,只能是鼠爷的鼠子鼠孙有机会学。 鼠爷也有点纳闷的摇摆着长尾巴。 活得太久了,有些事都迷迷糊糊的。 隐约记得,你们人当中,也有精通秘书,而且术法极其强大的人。 只是,盖州毕竟是穷乡僻壤的地方。 那些精通秘书的人,哪一个不是豪门大族的座上贵宾? 要修习人族的秘书,估计得去大进京城才有机会。 摇晃了一下小脑袋,鼠爷转过身看着楚天,很认真的说道,盖州是真的偏僻了一些,鼠爷这些年拜访了多少盖州的大户人家,就连一点儿秘书的影子都没找到。 但是呢,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鼠爷呲牙咧嘴的看着楚天笑着,要不要鼠爷教你两招散手,你去把那红姑真个吃干抹净,搞不好就有机会了。 痴痴笑了几声,鼠爷带着一丝不正经的怪异笑容轻轻说道,红姑也就罢了,但是那位绿姑,嘿!搞不好,就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念念叨叨的,真正修习了秘书的人。 绿姑啊! 楚天巴搭了一下嘴,惹不起啊,咱们还指望他多发点俸怒不是? 鼠爷呲了呲牙,轻轻说道,就算学了秘书,也不见得能让你不做那梦呢。 楚天闭上了嘴,温头揪着大黄浪脖梗上的毛一声不吭。 小小的队伍在树林中快速的穿梭,远远的传来了阿雀的声音。 天哥,过两天咱们一起去盖山书院。 好啊! 天哥,还有三天就是你十八岁生日,还记得吗? 耶! 我忘了理! 第七章身间两直的学士 两只野狗一追一跑,撒着欢从盖州城的街头跑过。 一只穿了厚牛津包钢板的底,靴筒式大蟒皮套钢丝网,俗名踢死牛战靴的大脚骤然飞起,一脚踢在了前面逃跑的野狗头上。 砰的一声,狗头炸开,体型不大的流浪狗飞起十几丈高,重重的一头摔在地上,鲜血洒得满地都是。 后面追赶的流浪狗下的尾巴一缩,一边撒着尿,一边转身就往最近的巷子里逃去。 鲜血味道在夜色中扩散开来,原本在追逐嬉戏的流浪猫狗,阴暗角落里的老鼠,黄皮子之类的小生灵全都停下了动作,四周一下变得安静了许多。 几名身穿黑色弓服,外衬大红披风,腰间挂着铁制腰牌,上面镀了一层红漆的壮汉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领头的大汉带着一丝肃杀之意向四周看了一眼,从身后背负的锦囊中抽出一根六尺多长的青铜棒,重重的插在了街头石板中。 青铜棒上一丝丝流动的光芒亮起,一串串奇异的纹路犹如活物一样在青铜棒上蜿蜒跳跃,一道淡青色的光幕迅速向四周扩散开来,和不远处其他三个接口的光幕帘为一体,化为一道薄薄的结界将盖周成东南角的一座前后五尽占地三十几亩的院落笼罩在内。 院落四周高处,有同样身穿进装,趁着大红披风的壮汉手持强弓硬弩,悄然无声的显出了身形。 邦邦的帮子声响,两个职业的羹夫一头闯到了街口,一鸣尽装大汉向前逼了两步,低声而极其严厉的喝道,庭卫府行事,闲人勿尽,滚。 两个羹夫吓得浑身一哆嗦,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些大汉身上血色的披风,忙不迭地转身就走。 被青涩结界笼罩的庭院内灯火摇曳,隐隐有哑板敲响,更有清脆悦耳的女音在唱着七晚多情的小调。 虽然已经是深夜了,院子里依旧人声隐隐,更有欢笑声,酒肉香气不断飘出。 一队披着血色披风,腰间配剑,手持铁毛的壮汉从四周街角走出,悄然包围了整个院子。 更有百多名壮汉一字而排开站在了院子正门前,恭恭敬敬地簇拥着正中一名身穿珠红色袍子,看似三十许人,下河续了一点点胡须,颇有几分俊朗的男子。 周大人 一名上半身套了铁甲,显然地位比普通壮汉高出一节的壮汉恭紧的像红袍男子行了一礼,是叫门,还是恭进去。 红袍男子微微一笑,轻轻说道,乱臣贼子,无庸客气,叫门怎地?恭进去吧。 话没说完,红袍男子从袖子里抽出一根黄铜制成的四棱方茧,抖手向面前空气狠狠一击。 就听啪的一声翠响,一道拳头粗细青红二色混杂的雷光从长茧上轰出,正正撞在了前方大门上。 用盖州深山中千年老铁木制成,足足有一尺后,连冲城车冲击都能抵挡几下的大木门轰然炸碎,无数巴掌大小的碎木片浑着大大小小的木刺向院子里飞去,十几个在院子里守着的精状汉子惨嚎一声,浑身被碎木扎得犹如筛子。 点点鲜血洒了满地,一个面门侥幸没有被碎木炸伤,左臂骑肘而断的四十岁许汉子猛地拔出腰间横刀,声嘶吼道,哪里来的贼子? 摸摸自己的脑袋,这里是。 红袍男子已经抢先进了院子,见到这汉子拔刀相向,二话不说就是一剪砸下。 一声脆响,雷火焦狐味四散,大汉手中摆断横刀被炸的粉碎,又比同样被炸的稀烂,胸口更是被雷火所及,被炸的骨肉横飞,整个上半身都小了一截。 大汉无声的尾顿倒地,面颊两侧垂落的长发散开,露出了左右颧骨上两枚鸡蛋大小的血色金印。 下,就说这王校尉定然不是好人。 红袍男子指着大汉脸上的金印笑道,四配三千里的贼配军,定然是在当地惹是深祸的暴民,不放在军营中谨慎看管,居然被他留在身边当心腹之人。 与贼为伍的,可有好人。 大队晋装大汉闯进了院子,顺着两侧游郎急速向内进院落侵入。 唯有身披铁甲的大汉站在红袍男子身边,笑吟吟地点头道,周大人所言即是。 这边荒之地,某些苟且小人对王法总是欠了一些敬畏之心,做出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总也难免。 话是这样说,铁甲大汉的眸子里却不免流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神色。 盖州乃边荒之地,不提四周十万莽荒中有多少危险,担当盖州和临近几州交界处的大山中,那密密麻麻的盗匪就不知道有多少,更有镇三州这样的巨扣存在。 盖州的州军,若只是从民间征召梁家子为兵,这梁家子的战斗力,哪里比得上这些犯了重罪,被流放数千里的暴徒? 这些贼配军往往有棘手不坏的本领,到了军中极容易斩露头脚,被州军校尉收为心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营中的勾当,只要能杀人,能打仗,那就是好汉。 反而遵纪手法之类的事情,呵呵,大刀当头砍下的时候,谁还记得这个? 只不过,红袍男子是刚刚从京城里空降的上官,是铁甲大汉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他可不愿意违逆他的意思,但是顺着他的口风,讨他的欢喜就是。 蛇鼠一窝,冲进去,控制所有人,但有敢反抗的,一律杀了。 红袍男子略带几分阴森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拎着铜茧,大踏步的象牙板声,女子歌声传来的后院走去。 诺的一声大吼,上百进庄大汉纷纷挺起铁毛,结成了三人一队的格杀阵行,大踏步的闯入了后院。 顿时偌大的院子里一阵机飞狗跳,吓人们嘶声怪叫,更有护院保镖拔刀相向。 空中有劲道十足的弩箭破空袭来,院子里不时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嚎,那是护院被箭矢命中。 一阵大乱,一盏茶十分后,原本灯火通明的后院里,红袍男子端端正正的坐在了一张碑盘狼级的方桌边,七八个男子被劲装大汉用铁链捆死了双臂,脖子上架着长剑,被逼跪倒在了地上。 十几个丫鬟,歌女被赶去了院子角落里,被五六条壮汉监视着,哆哆嗦嗦的也跪在了暗影中。 有胆小的丫鬟哭哭啼啼的,眼泪水不断滴落地面,谁也不知道这破家之祸从何而来。 被逼跪在地上的男子中,其中三人浑身筋骨囚结,手掌上有着厚厚的茧子,分明是平日里五刀弄枪惯了的满汉。 他们呲牙咧嘴的看着四周全副武装的金庄大汉,额头上不断有冷汗渗出。 另外四人却是衣衫华丽,体态风盈,手掌上白白净净的,一点儿磨损都没有,腰带上也都悬挂着各色金玉事物,显然身家豪富,不是普通人家出身。 他们和这些满汉混在一起,齐聚一地半夜夜饮,着实有点奇怪,双方身份,根本就不搭配吗? 剩下的一名男子则是身高将近九尺,皮肤离黑犹如煤炭,两肩后的肌肉极其发达,犹如两对儿翅膀蜷缩在肩胛骨后,正是盖州成州军里面四大领军校尉中,被人称为穿云虎的王岐。 固然胳膊,腿上都缠着铁链,又被七八个大汉用长剑架着脖子,四周高楼上还有骑马三十只弓弩锁定了自己,王岐依旧大吼连连,身体不时挣扎。 庭卫府又如何? 俺王岐从未做违法乱纪之事,你有何职权党敢拿我? 王岐看着红袍男子大声怒吼,周刘云,我认得你,你是盖山书院新来的监院学士,你怎生又是庭卫府的人。 红袍男子周刘云呵呵笑了几声,他四平八稳的坐在椅子上,看着跪在身前的王岐,有何奇怪的? 我庭卫府长大进司法刑御大权,监察天下,文武百官,黎民百姓,我是盖山书院的学士又如何? 王岐咬了咬牙,狠狠的看着周刘云挂在腰带上的一枚牙牌。 这是大进庭卫府监察使者的号牌,更有盖州庭卫府的这群杀胚跟随,周刘云的身份定然不是假的。 我王岐,奉公守法。 王岐额头上满是冷汗,干巴巴的说道。 嗯?周刘云向王岐身后跪着的三条满汗,四个妇人指了指。 王岐牙齿咬得嘎嘣作响,过了半晌,他才咬牙道,固然有些迅思舞弊之处,也只是做些银钱上的勾当,借周军的资重船队为诸位掌柜的运送些货物,免去一些税赋,这不是什么大罪。 深吸一口气,王岐眼珠一阵阵乱转,他绞尽脑汁的回想大禁律法中关于税赋的条例,过了半晌,他敢笑着向周刘云说道,最多,俺伐凤三年,打三十军棍,再上脚周库所欠的赋税即可。 重重的吐了一口气,王岐干声道,这不是什么大罪,哪里要你廷卫府出动人手?怪吓人的。 嘿嘿笑了几声,王岐突然变得神气活现起来,俺记起来了,就算要追究我私自调用资重船队的事情,他娘的,这也是盖周都卫府的事情,轮不到你廷卫府来插手。 周刘云的嘴角动了动,他微笑看着突然有了底气的王岐,淡然笑道,单单偷运一些货物,偷掉一些税赋,的确轮不到我来找你。 我来找你,也的确不是为了这些小事。 王岐顿时咧嘴大笑起来,他身后的三位满汉,四位妇人齐齐笑了起来。 王岐熊啾啾的昂起头来咧嘴笑道,那,监院学士周学士,哦,不,监察使者周大人,还不放开本官。 今日你撕闯本官宅邸,杀了本官的心腹护从,这件事情,俺都卫府要和你廷卫府好好的分说分说。 周刘云笑了笑,轻描淡写的一挥手,斩了。 王岐击凌凌打了个冷战,他身后的三名满汉突然极力的挣扎起来。 但是廷卫府的这些人个个都是好手,他们两人一组死死挟制住了这几个男子,另有一人拔出佩剑狠狠一见话下。 咚咚咚七声响,梗子里喷出的鲜血洒了王岐一倍都是,他半夜宴请的七位宾客,就在他身后被斩首。 你! 王岐又是惊恐,又是震怒的看着周刘云,不交而住,你这是酷吏,俺要去告你。 不交而住,的确是酷吏勾当。 但是我只要有足够的理由,杀几个人算什么。 周刘云缓缓站起身来,低头看着满面通红的王岐,冷声喝道,我只问你一句,十八年前,你带兵剿灭满荒移民使者一战,有一卷苍龙脱窍图,是被你撕藏了吧? 没有。 王岐毫不犹豫的大吼了一声,什么苍龙脱窍图,听都没听说过。 斩了他爹娘。 周刘云一声轻喝,一旁院子里当即传来两声苍老的惨嚎,王岐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一片。 苍龙脱窍图,在哪里? 或者,你已经修炼了。 周刘云死死盯着王岐的眼睛。 没,没听说过。 王岐的身体晃了晃,嘴角有血不断流下。 斩了他妻妾。 周刘云微微一笑,轻描淡写的挥动了一下铜简。 十几声娇滴滴的惨嚎传来,王岐身体剧烈的摇晃着,眼珠都快要从眼眶里跳出来。 没,真没有,那苍龙脱窍图,传说是蟒荒移民至高密点,我区区一周校尉,怎可能到手。 王岐浑身都在哆嗦,皮下轻轻一根根的不断突出。 去几个人,王校尉有七个女儿,挨个轮了。 周刘云咧嘴笑了起来,轻轻的看着王岐笑道,留下最年幼的那个,本官稍后亲自上。 十几条金庄大汉呵呵笑着,放下手中铁毛就向一旁院子走去。 周刘云! 你不得好死! 王岐的眼珠变得赤红一片,他嘶声尖叫,嘴里不断喷出血来。 下,不着急,随便你说不说,没想到本官还没成为灵氏的女婿,先认了你这便宜岳父。 周刘云笑呵呵的用铜简拍打着王岐的面颊,轻轻说道,对了,你有七个女儿,却只有一个独生子。 要不,我把我的便宜小舅子,送去宫里做小黄门。 今年正是公选的好日子。 王岐一口银牙咬得稀烂,他猛地抬起头来,嘶声叫道,苍龙脱窍徒,就在西门外我的猎庄假山下,密室中。 周刘云,放过我儿女,否则。 周刘云抓起铜简,一简将王岐脑袋打得稀烂。 反手一简轰出,一只公紧站在周刘云身后,身披铁甲的盖州庭卫府校尉措手不及,同样被一简打杀。 四周高楼上渐如雨下,院子里但房盖州庭卫府所属,尽被强弓硬弩杀得干干净净。 冷然一笑,周刘云抬起头看着天空,轻轻笑道,对了,还有十条一丈长的金铃大鲤。 倒是有口福了。 第八章 戴山书院 那梦又来了。 淋漓的血,紫色方面的独臂汉子撞碎房门撞了进来。 飞起来的残破尸体披头盖脸的砸下,独臂汉子凝笑着当头一刀劈下,一道细小的荧光从鞋子里撞了过来,挡在了刀光前。 浑身大汗淋漓,骤然从梦中惊醒。 天还没亮,楚天就穿着一件鱼皮水铐,出了自家院子后门,拐过几块临巡的大石,就到了白蟒江边。 这里左右都是轻松脆百挺立,江对面是高耸的悬崖峭壁,江上也无传经过,再没人能看到他的动静。 蹲在水边发了一阵呆,一条极细的波纹从江心快速向这边掠了过来。 距离岸边还有十几丈远,一只持续长短的尖锐黑脚划破水面,紧接着一个八斗大小的猙獰蛇头缓缓叹了出来。 漆黑的蛇头上两点绿色的眸子闪烁着森冷无情的寒光,当他看到楚天的时候,眸子里的冷意这才悄然消逝。 七八尺长的蛇躯从江水中伸了出来,黑蛇凑到了楚天面前,长长的蛇信子在楚天鼻头舔了舔。 天歌儿,有一阵子不见了。 黑蛇的脖梗鼓动,一道尖锐的声音传来,这么极联系有什么事吗? 正好我路过,不然怕是还要三五天才有人过来。 楚天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做工粗陋的玉瓶,他拔出了瓶塞,从中倒了一颗豹胎丹出来。 枯黄色的丹丸散发出刺鼻雀卷勇的气息,黑蛇硕大的脑袋凑了过来,惊讶道,哟! 丹药! 一共六颗! 楚天沉声道,送回去给胡老,看看能琢磨出方子部。 下次给我烧点药材过来,阿狗,阿雀最近到了关口上,需要药力帮助冲关里。 将暴胎丹塞回玉瓶,封紧了瓶塞,黑蛇信紫一卷,将药瓶含在了嘴里。 他向楚天点了点头,细声细气的说道,放心,我这就赶紧回去。 嘶,咱们库房里的药材堆积如山,奈何就是丹方子太少。 六颗暴胎丹 黑蛇转过身,长长的蛇躯慢慢的没入了江水。 吓,胡老虽说最近的手艺有长进了,你别抱太大指望。 上次你送回去的八颗回源丹,可就被他生生遭见了。 这六颗暴胎丹哪,或许能成,或许不成。 不过前些日子,你蝴蝶走运,抓死了好大一颗千年餐娃娃,我回去就给你送来。 不入丹药,药性虽会浪费六七成,总能让你三个娃娃好生的补一补。 黑蛇没入了江水,水桶粗细的蛇躯奋力一阵,头顶尖角喷出一道淡淡的黑光,江水对他的阻力顿时骤然消失。 黑蛇刷的一下顺着江底窜出了上百丈远,几个扭动就窜出了十几里地。 短短十几个呼吸间,黑蛇就已经冲出了白蟒江口,顺顺挡当的进入了水势更大了数倍的大龙江。 黑蛇顺水而下,向着大龙江的下游东南方急速游去。 顺水而下千多里地,一片苍莽山林七象万千,更是三周交界的要害之地。 楚天静静的蹲在江边发了一会耳呆,然后仰天低声的哀嚎起来,六颗抱胎丹哪。 都还没捂暖活里。 胡老,胡老,你这次再遭见了东西,琢磨不出丹方来,下次有好东西,我和阿狗,阿雀,定然是自己先吃了,再不会给你一根丹毛。 后面院子里已经传来了喧哗声,弩马的响鼻声,车轮和地面撞击声,还有被招来帮忙的利夫的惊叹声,无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楚天站起身,顺着小道回了自家院子,就看到十几个车夫,数十个利夫挤在院子里,看着院子池塘中挨挨挤挤挤的十条金林大鲤鱼惊叹不已。 爹爷,这不止一丈吧? 哎呀,白蟒江多少年没见过这般大鱼了? 可不是吗?这江口是定然存不住身的,得去上游那些水势最急,江水最深,最是凶险的地方,才有这等巨物。 乖乖,楚档头出手,果然名不虚传,这短短两天功夫,居然就弄到了这么大十条金林大鲤鱼。 齐了,也巧了,这十条金林大鲤鱼,怎么都是一般长短,长得也几乎一般无二。 难不成还是一胎同胞的十兄弟。 刚刚走进院子里的楚天步伐骤然一将,差点一脑袋处在地上。 蹲在一旁井栏上喝鱼汤的阿雀猛的打了个喷嚏,差点被鱼汤枪死。 已经吃过了早饭,拎着那条狼牙棒站在一旁的阿狗嘴角裂开,露出两根尖锐的犬牙,呲牙咧嘴的就想要发作。 原本得意洋洋站在屋檐上,笑呵呵俯瞰这群无知凡人的鼠爷身体一抽,差点没从屋檐上滚了下来。 十条金灵大鲤鱼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连长短都分毫不差。 鼠爷将自己的长尾巴塞进嘴里,两颗正亮的门牙死命的撕扯自己的尾巴,他想死的心思都有了。 失手,失手了呀,只顾着制造十条大鲤鱼,却一时间忘了这个茬儿。 楚天重重的咳嗽了一声,他跺了跺脚,背着手带着一脸的威严走到了人群后,锅造些什么?鲤鱼不都生的差不多吗? 难不成他们和人一样,谁还多生了几个猴子? 谁还是个腊力头,能让你们看出不同来? 带着一丝恼羞成怒,楚天蛮横不讲理的喝道,长得差不多长短的鲤鱼,自然是生得差不多模样,你们这群贼男女,还能看出什么不同来? 或者,让你们来做这个鱼档头? 拔出兵器架上的奇梅棍,楚天用力的挥动着棍子,赶得满院子的大汉纷纷忙活起来,干活,干活,赶紧装车送去盖山书院。 谁耽搁了事情,这个月他家的分子钱加收。 一众车夫,利夫脚步着地的忙活起来,一架一架特制的四轮马车挨刺进了院子,利夫们跳下池塘,用粗麻绳编成的大网捞起了一条有一条金林大鲤鱼,小心翼翼的将它们送进了马车上的水槽中。 饶室友楚天在一旁震慑,这些利夫依旧忍不住嘴碎,奇怪野灾,这般大的鲤鱼,怎么这么乖巧顺服? 一点跳动都没有理。 莫不是死了。 可是这鱼腮开河的却也飞快。 楚天闭上了眼。 你让这些鲤鱼如何挣扎呢? 他们就是鼠爷造出来的义务,估计脑子里一丝儿魂灵儿都没有,彻头彻尾的白痴,他们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你让他们如何挣扎? 一旁的阿狗轻轻的咳嗽了一声,一丝常人感受不到的兽性气息扩散开来。 一条正在网兜中被送上马车的大鲤鱼突然狠狠一甩尾巴,哎呀一声痛呼,七八个利夫被这条大鲤鱼一尾巴摔的摔倒在地,一个个狼狈无比的在地上滚了好几滚。 呵呵,谁说他们不挣扎的。 楚天干笑了起来,飞快的回头向屋檐上趴着啃尾巴的鼠爷看了一眼。 鼠爷颇有些恼羞成怒的点了点头,偷偷摸摸的窜下了屋檐,溜到了最前面的一架马车上。 这里距离盖山书院还有数十里地,足够鼠爷对这些金林大鲤鱼做点手脚,让他们的高矮胖瘦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总不能,真将十条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的金林大鲤鱼送上门去不是。 一丈二尺长的金林大鲤鱼颇为沉重,加上特制的水槽更是重达万斤,于是找不到神骏的碗马,依靠那些努马拉车,区区数十里硬是耗费了两个多时辰,从天没亮一直忙活到了天色大亮,楚天这才带着一群汗流加倍的车夫和利夫站在了盖山书院门前。 盖山清卷雅琪,盖州就是因为这座盖山而得名。 最高不过两百多丈的盖山矗立在盖州城的西南角,漫山遍野近是千年以上的老梅树,冬季飘雪之时满山梅花盛开,香气飘逸盖州城,香梅学景堪称盖州第一盛景。 盖州乃大进边荒心力之州,过往只有一座州府设立的府学,学中教授,博士学业平平,盖州城自然也没有几个出色的读书人。 十年前,大进义正大夫,有名的大文师巡域词官游离天下,携一众门人走到盖州,偏偏喜欢上了盖山这一山的梅花,就此流连不去,盖州于私有了盖山书院。 因为巡域的文明,盖山书院刚刚建立,周边数周官患子弟,民间良才分踏云集,纷纷想要败入巡域门下。 奈何巡域志学严谨,盖山书院门槛极高,十年来书院弟子也总计不过千人。 楚天站在盖山书院正门上下打量,顿时笑了起来,不愧是周边数周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书院,这盖山书院果然不缺钱。 坐了三年鱼档头,楚天整日里和市井中人私混,从不招惹那些阳春白雪的读书人,他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盖山书院是什么模样。 这书院分明就是一座小小的城池,正门赫然是两扇颇有古朴之色的青铜大门,院墙高有两丈,厚有六尺,这不像是书院的院墙,普通小城的城墙还比不上这书院。 更加霸道的是,这书院的院墙从山脚蜿蜒延伸出去,将整个盖山就囊括其中。 换句话说,盖山最为著名的香梅雪景,因为这道院墙的关系,却成了盖山书院独有,盖州城的平民百姓,寻常人家,以后寒冬腊月只能嗅嗅山上飘下来的梅花香气,远远的眺望山上的梅树一眼。 站在老黄狼的背上极力点起脚尖,视线看看超过院墙的高度,就看到院门后面是很大一块青石铺成的广场,左右一列列整齐的教舍宽敞明亮,青砖黑瓦,爽力明镜。 广场尽头是一栋极高的楼阁,却比盖州太守府的正殿还要高出了两丈有余。 上下七层的楼阁斗拱飞檐,眼角挂着拳头大小的风铃,远远看去数百个风铃金光灿灿,居然尽是赤金打造而成。 楚天向书院内张望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有这般雅性,那楼阁的最高一层所有门窗尽数开启,有人在弹奏琴瑟,鲜嗡鲜嗡的琴音随风传来,浑着风铃的叮咚声煞是悦耳。 更有一股淡淡的暖香随风而至,楚天,阿狗,阿雀同时抽了抽鼻子,同时咧了咧嘴。 百年沉的龙咸香,里面还混入了养神木的树心香油,真是好阔气。 盖州位于大晋西南蛮荒之地,龙咸香却只产于大晋东边沿海地带。 西南到东海之滨香隔何止十万八千里,那边的一条海鱼干运到盖州,价格都要翻上起码百倍,何况是在原本就价格极高的龙咸香呢。 至于说养神木的树心香油,这是朝廷贡品,唯一的特效就是炎年益寿,极品养神木的树心香油据说可以让人增寿六十年。 这等妙物一直被大晋朝廷死死掌控在手中,市面上难得一见,就算有,那也是天文数字的高价。 这位寻玉寻大夫子,能天天烧得起百年龙咸香和养神木香油,吓,换了我,我也不做那义正大夫了,找个风景绝力之地,找几房小妾,这比做皇上还痛快呀。 楚天站在老黄狼背上喃喃自语,就看这书院用院墙将整个盖山圈起来独占风景的霸道做派,再看看用赤巾打造风铃的阔气,以及平日里就焚烧百年龙咸香和养神木树心香油的奢华,这位寻玉老夫子,不好对付喝。 何止几房小妾? 鼠爷轻盈地窜到了楚天肩膀上,凑到他耳朵边低声嘀咕,不知道他正妻丢在哪去了,反正书院中没有他的正妻。 但是他正耳八经的小妾就有十八房,个个如花似玉呢。 小妾也就罢了,他贴身侍女就有九九八十一人。 恶狠狠地磨了磨牙,鼠爷又是极度又是羡慕地孤农道,没一个除儿了。 就这样,这老家伙隔三差五还偷偷摸摸跑去城里的青楼逍遥快活。 鼠爷恨得在楚天肩膀上直打滚,天脸,一道雷劈死这老王八八。 八十多岁的人了,他怎么不马上风抽死过去呢? 书院的两扇大门无声地开启,十几个身穿白色丝绸短打扮的同仆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了出来。 灵符笑呵呵地跟在了同仆的后面,他挟了楚天一眼,嘿嘿一声笑,啊哟,楚档头。 还说你今天不来了呢? 嘖,嘖,看来,我灵士的面子还挺好用啊。 来,让咱看看,你这一丈长的金林大鲤鱼长什么样,可有十条吗? 双手背在身后,灵符大摇大摆地带着同仆到了一架马车边,艰难地攀着车员往水槽里看了一眼。 阳光正是灿烂,水槽中一丈二尺长的金林大鲤鱼浑身金林熠熠生辉,长长的鱼须子微微抖动,同样是金光耀目,差点就刺瞎了灵符的一对儿狗眼。 哎呀,好东西呀。 灵符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快,快,快送进去,让灵月少爷也开心开心。 第九章让他永不超生 进了盖山书院的大门,走过战地近百亩的青石广场,尽头那一座高七层,每层都有三丈高下的楼阁极显微额。 楼阁的大门也极宽阔,门楣上挂着一块硫金匾额,上面是霉雪精神四个大字。 楼阁顶层是一间极大的厅堂,数十名身穿长衫,举止气度雍容优雅的男子面带微笑,腰身笔挺跪坐在雪白的瞻席上,一个个若有所思的倾听厅角落里一名绝色少女弹琴。 琴声缠缠粒粒,如八山夜雨,如雨打芭蕉,青阳悦耳,一股淡淡的悠然出沉之气四溢,让人心旷神怡,心神都未知一清。 在这厅堂后方,隔了一副宽阔的水墨雪梅大屏风,是一条不长的走道,尽头是一扇小小的木门。 在这门后,是一个面积比前方厅堂还要宽阔几分的书房,四周靠墙是一圈檀木制成的长桌,上面摆放了许多古籍,卷轴,更搁着一些摇琴,古剑,硅甲,预测之类的风雅之物。 除了四周的长桌,书房内空荡荡的,地上铺着厚厚的皮毛地毯,周刘云穿了一身整洁的青色文人长衫,背着手站在书房正中,满脸视笑看着身边的双目圆征的老人。 一幅宽三尺,长一丈八尺的巨大画卷从天花板上垂下,画卷上一条通体视血的苍龙蜷缩在一团浓浓的水云中,龙头正中的龙皮裂开,内有一道极强的金光喷勃欲出。 画卷用不知名的,厚达半寸的兽皮制成,古色斑斓显然经历了无数年岁月侵蚀,却坚韧无比,神兵利器都难以伤损分毫。 画卷上的苍龙和那一条条云彩也不知道适用什么手法绘制上去,整个画卷色彩鲜利至极,苍龙好似活物栩栩如生。 整个画卷充斥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庞大力量,好似有一条真正的飞天遁地的神龙藏在画卷中,蜷缩爪牙,收缩身躯,庞大的身躯正在默默地积蓄力量,随时可能破开画卷冲突而出,掀起一阵血雨腥风席卷世间。 头戴高官,身穿宽大宽松的喝场,脸上皱纹一条一条极其深刻鲜明,生得严厉颇有威势的老人瞪大眼睛死死盯着这幅图卷看了半晌,最终颓然摇头叹了口气。 两天一夜,居然没有丝毫头绪。 这苍龙破壳图,果真玄妙无穷。 盖山书院的山主寻玉背起了双手,皱着眉低下头低声叹道,好似有一缕灵光就在眼前,只要抓住了,就定然能解开一个极大的奥秘,得知无穷的玄妙。 一旁周刘云沉声道,就差这么临门一脚,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寻玉两条苍白的浓眉死死的促成一团,他咬着牙,又抬起头来看了看这卷苍龙破壳图,突然一口血喷出,身体踉枪着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寻尸 周刘云急忙上前两步扶住了寻玉,掏出一条血白的手卷为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寻玉不动声色的挺直了身体,目光避开苍龙破壳图,不再多看他一眼。 果然是无上神物,不愧是传说中那些莽荒移民的至高密点。 那王岐挡敢私下藏起了这等神物,堪称居心叵测。 乱臣贼子,被灭九族也是应当。 那王岐的九族,已然灭得干干净净。 周刘云收起沾了一丝血迹的手卷,笑着向寻玉点了点头。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捉之。 可怜盖周庭卫府的校尉们,为了击捕王岐,奋勇争先浴血死战,却被那王岐私藏的军用重弩击杀,这抚恤一定要落到实处,要厚厚的幽抚他们家人才是。 寻玉抬起眼,向周刘云望了一眼。 是,比平日里优厚两倍的抚恤佐尔就已经发了下去,庭卫府上下并无丝毫怨言,毕竟是为大进铲除乱贼,纵有伤损也是为国献身,大家都是明理之人。 周刘云笑得很温和,寻师放心,这盖周庭卫府,日后调动起来如闭食指,都是自家人了。 前面听堂鸟鸟鸟秦音传来,寻玉突然倾笑道,秦音曼妙,犹如天籁,银花此女却是刘云的良配。 周刘云瞇了瞇眼,摇了摇头,银花琴艺的确不凡,却不知道和那清流小柱的绿姑相比又如何。 说到绿姑一鸣,周刘云眸自身处寒光闪烁,那是一种明知为贪婪的,充满了暴虐的战有欲的胸艳。 寻玉甩了一下袖子,最后恋恋不舍的看了一眼挂在空中的苍龙脱鞘图,感慨万分道,那绿姑门槛极高,自他一区成名后,两年来老夫多次亲自登门拜访,却也只听了一区仙音,品了一盏清茶就被赶了出来。 带着几分忧怨之意叹了一口气,寻玉走到通往外面厅堂的门边,拉开房门轻声道,安排妥当人手,将这苍龙脱鞘图送去白鹿书院。 若是白鹿师兄也参悟不透这其中奥秘,就献给当今天子。 晒然一笑,寻玉眯着眼,狭长的眼缝中一缕寒光一闪而逝,当今天子醉喜这些神神秘秘,玄虚莫测之物。 单方,密钥,藏于民间的高人隐士,为了长生,弄得大进乌烟瘴气,嘿。 周刘云笑着跟在寻玉身后,两人一前一后走到了前方大堂中,数十名静静跪坐的青年男子纷纷长身而起,肃然向寻玉深深鞠躬行礼,口口声声参见夫子。 大厅角落里正在弹琴的绝色少女也站起身来,她笑盈盈地走到了寻玉身边,心热异常地拉着寻玉的袖子用力地晃了两下,夫子怎声不来听弟子弹琴里。 这一拘踏雪寻玉区夫子谱的好生艰难,银花可是足足练了数月,这才好容易练熟了。 灵银花固然是拉着寻玉的袖子在撒娇,但是她一对儿秋水般的眸子却是不眨眼地落在周刘云身上。 作为盖州处世的殷亲,灵氏这些年好生兴亡,家族财力,势力比以往壮大了何止十倍。 在盖州早就踏入了顶尖豪门之列。 灵银花出身灵氏,更艰生得貌美如花,极有才情,她的目光自然是极高的,寻常权贵子弟哪里能入了她的眼。 周刘云的家门出身是低了一些,她的亲生父亲不过是白蟒江口的鱼档头,撑死一个卖鱼的大头目而已。 但周刘云自己争气啊,当年一进大晋京城,就败入白露书院山主门下。 三十刚出头,就在大晋京城闯下了极高的名望,数篇治国策论振动京城,被好几位上大夫联名宝剑义正大夫之职。 周刘云却不愿守着那清贵的义正大夫官位蹉跎了岁月,毅然决然地带领一众门人,追随者返回盖州,入盖山书院做监院学士,据文明,养文望,凝聚周边数周声望,看似清闲度日,灵银花却知晓,这个胸藏雄心的未婚夫,却是朝着盖州太守的封疆大力职位去的。 只要在盖山书院做两年监院学士,养足了民间声望,有大晋京城白鹿书院一派大臣推波助澜,再有盖州甚至是周边数周之地众多豪门大族的推荐,周刘云有九成九的指望能取代如今的盖州太守。 一周实权太守,却比朝堂上那清贵却无实权的义正大夫强出了何止十倍? 灵银花看着气宇宣扬,双眸顾盼盼生辉的周刘云,只觉浑身发软,眼波如水,恨不得一口将他吞了下去。 她灵氏姐妹众多,其他几个早已出嫁的姐妹,进嫁的是各家富商,尽是一些整日里盈盈狗狗,绑大妖元的无趣庸碌之人。 那些姐妹的夫婿,哪里比得上年轻有为,俊朗风流的周刘云。 就算周刘云的家世出身卑贱了一些,和他身上耀目的光辉相比,那家世出身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灵银花是个极其机灵的女子,她数次窥视周刘云,听到她在几个亲近门人面前长欲短叹,探查得知周刘云的父亲却是因为竞争白蟒江于档头的位置,被人全家沉入了白蟒江。 真心实意的说,灵银花心中颇为感激将周刘云的父亲和他全家亲戚陈江的楚天。 若是前任周档头还活着,未来周刘云当上了盖周太守,人前人后威风扒面的时候,那老死鬼突然蹦打出来,然后天下人都知道,原来周刘云是一个臭卖鱼的档头家出身。 嘖嘖,想到那等当众丢脸的酸爽滋味,灵银花死的心思都有了。 所以,他颇为感激楚天灭了周刘云满门亲卷,那些下贱之人还是死光光了的好。 但是呢,周刘云既然心里惦记着楚天的灭门之恨,他却碍于自己的身份,不好意思亲自出面和楚天这下贱,卑微的于档头为难,那么灵银花就只能缩使自家兄弟出手。 眉目传情的向周刘云瞥了一眼,灵银花斜眼向人群中自家兄弟灵月望了过去。 生的身长玉立,俊雅风流,犹如一根白玉杆子一般处在人群中的灵月微微一笑,向灵银花轻轻的点了点头。 不就是对付一个下三滥的鱼档头吗? 那些苦力渔夫的头目,相对灵氏而言诸狗不如的人物,随手就能踩死的蝼蚁。 灵月心中对灵银花求他的这点事情不屑一顾。 灵月可是灵氏少主,在盖州,除了他表弟,也就是楚氏少主人储邪能压过他一头,灵月何腾将其他人看在眼里。 区区一个楚天,手下有着百八十条壮汉打瘦的鱼档头目而已,灵氏随便抽掉一只家丁护卫就把能将他打死。 小娘儿外相,这还没嫁人,就一门心思朝着夫家。 灵月颇为不屑的歪了歪嘴,打死区区异于行荡头,银花非要说什么顾忌周刘云的清明,不能不交而诛。 下,我灵是要打死一众猪狗般的下贱男女,还有哪个混账感过躁不成? 麻烦,真个是麻烦。 灵月走出人群,笑呵呵的向寻玉下跪行了参拜大礼。 只不过,这周刘云未来的前途的确惊人,听寻夫子和祖父大人对以时的闲话,这周刘云在京城底蕴深厚,未来是要被大用的,就算猎毛风将也有七八分的机会。 灵月暗自私存,既然如此,为了他完美无暇的清明,使用一点小小手段算什么? 满脸带着笑,灵月跪在地上向寻玉大声笑道,夫子,弟子得蒙夫子青睐,或许列入门墙,实乃天大的喜事。 弟子不才,特特寻觅了一些奇物,准备开依龙门宴以为庆贺。 寻玉和周刘云相互望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 以他们的地位和身份,灵月,灵吟花,灵符这几日的一些小动作,他们如何不知晓? 寻玉根本没把这事当回事,周刘云有心找楚天的晦气,但他这些天多忙啊? 哪里有那个空闲功夫? 灵月,灵吟花主动为他出气,这是好事啊。 笑看了貌美如花的灵吟花一眼,周刘云满意的点了点头,龙门宴,徐里月龙门的好兆头,好,好,好,正合乎我书院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招成名天下之的一头。 灵月,你准备的是什么奇物? 若是普通玩意儿,可不要拿来污了夫子的眼目。 周刘云笑着向寻玉点了点头,夫子当年在京城,可是顶顶金贵的人物,何等奇物没有见过? 灵月,你可不要拿一些粗俗繁物来丢人。 灵月笑着站起身来,信心十足的说道,学师放心,定然是世间罕见的真奇之物。 夫子定然知道,这城南三十里的白蟒江口鱼产极多,其中颇有一些罕见真奇。 比如说,那一丈长短的金林大鲤鱼。 寻玉很配合的笑了起来,他笑呵呵的背着手说道,金林大鲤鱼常见,但是一丈长短的金林大鲤鱼,就算是在秦州,淮州那种雾华天宝高鱼之的也是听都没听过的。 若是真有一丈长短的金林大鲤鱼,这龙门宴就堪称完美了。 一个青衣小童子咚咚咚的顺着楼梯跑了上来,气喘吁吁的跑进了厅堂,鲤鱼,金林大鲤鱼,好大好大的十条金林大鲤鱼。 寻玉眉头一挑,真个被这群小子弄来了十条一丈长的金林大鲤鱼。 这等奇物,拿去做贡品献给天子也是够格了呀。 想不到这盖州固然蛮荒,却的确有他独特的价值。 周刘云则是眉头微微一皱,短短两三日的时间,那杀千刀的楚天,争个暗制暗量的弄了这么多金林大鲤鱼过来。 不过很快周刘云的眉头就舒展了。 区区异于荡头,猪狗不如的东西,以周刘云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以他掌握的人脉权势,想要为亲父报仇,随时可以让楚天万劫不复。 就算楚天熬过了灵月,灵吟花布置的小手段,他也是死定的人了。 灵吟花则是快步到了周刘云身边,压低了声音轻轻的笑着。 刘云,且下去看看纳斯送来的金林大鲤鱼。 就是今日,不管他有多少手段,总是让他永不超生,为周老伯报仇血恨择个。 说这话的时候,灵吟花银牙紧咬,全身都透着一股子森森杀意。 第十章 重重砍你一刀 美雪精神 好字 楚天站在高高的楼阁门前,身后一字而排开了十个特制的水槽。 数十个利夫好似呆头鹅一样站在水槽旁,缩手缩脚无比拘紧地打量着四周的书院教舍。 好些身穿长衫,面皮白嫩,双手细致光洁美有一点而老简的青年书生站在教舍屋檐下,好奇地看着这群身穿短衫进装,甚至袒露胸膛,露出两条粗壮胳膊的利夫。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时在盖山书院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水槽中的金林大鲤鱼不安分地甩动着尾巴,大片大片的水花飞溅起来,喷得水槽旁的利夫满身都是。 利夫们极力露出憨厚而本分的笑容,小心翼翼地将双手谨慎地垂在身旁,任凭大鲤鱼甩出的水花打湿了身体,却不敢抬手擦一下湿漉漉的脸颊。 咚咚咚,楼内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不多时,寻玉就把玩着一只小小的蜡洞石雕如意,带着数十名风流倜傥的门人弟子走出了楼阁。 寻玉的目光越过了楚天的肩膀,静直看向了后面石口硕大的水槽。 他知晓楚天的名字,知道楚天是周刘云的杀父仇人,甚至在周刘云还在千里跋涉,赶来盖州的路途上时,寻玉就调动了相关的暗阵,知道了一切他想要知道的信息。 对楚天,寻玉自诩了解极深,区区市井暴徒,下见烟渣的贼男女一个,根本不值得他寻玉多做关心。 甚至,寻玉觉得,就算是多看楚天一眼,那都是污了自己的眼。 周刘云也好似没看到站在水槽前的楚天一般,笑盈盈的跟着寻玉,缓步到了一口大水槽旁,定睛向水槽中拘束着的金林大鲤鱼看了过去。 灵月,灵吟花则是目不转睛的上下打量着楚天。 灵月轻蔑而不屑一顾的扫了楚天一眼,重重的冷哼了一声,只高气扬的从楚天身边走过。 灵吟花则是目光如水,轻轻的在楚天身上一扫。 楚天微黑的皮肤,带着伤疤的面孔,在灵吟花看来着实丑陋,卑贱至极。 想想看,就是这么一个下剑之人灭了周刘云满门,灵吟花心中一阵莫名的火气冲了上来,火气中却又偏偏带着几分极其复杂的情绪。 实在的,还得感谢他杀了刘云的那烟渣父亲。 灵吟花精巧的嘴唇微微一撇,好似楚天是一块烂肉,正散发出可怕的臭气一般,无比闲技的隔着一丈多远绕过了他。 呵,好大的金林大鲤鱼。 巡玉突然重重的拍了一下手掌,骇然惊叹道,果真是奇真之物,这怕是不止一丈吧。 楚天转过身,走到了巡玉身边,指着水槽中的大鲤鱼笑道,夫子目光如炬,这十条金林大鲤鱼最短的长有一丈二尺,最长的有一丈二尺又八寸,为了它们,可是耗费了小子天大的力气。 巡玉也不看楚天一眼,而是挨个将水槽中的金林大鲤鱼审视了一番,不由的摇头晃脑的赞叹道,果真是天地生成的绝品,这十条大鲤鱼各个神郡非凡,金林开河,目光眨动,赫然有蛟龙之气。 若是再给它们一些时间,让它们养足了气候,怕是能化成蛟龙也不可知。 如此妙物,就是在那大晋京城之中,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巡玉不断的摇头感慨道,这白蟒江怎么就有这么大的造化,能养出这等真奇。 感慨了一阵,巡玉转过身向周刘云笑道,刘云,亏一般而见全暴,这白蟒江不过是大龙江一条之流,大龙江在这盖州周边十万蟒荒之中也只是稀松平常。 这白蟒江都能养育如此奇真,可见这十万蟒荒果真是有大气韵,大造化,大福泽,却也不枉老夫在此辛劳十年。 周刘云也笑了起来,他向盖山四周指了指,愁愁满志的背起双手笑道,凤凰落地之处,定有至宝隐藏。 这白蟒江能蕴养如此妙物,这十万蟒荒一如巡师所言,当值得我等全力示威,大展手脚。 楚天在一旁眼睛眨巴了几下,巡玉和周刘云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看中了这十万蟒荒大山。 想要在这里大展拳脚。 哎呦呵,这可是大事件。 轻轻咳嗽了一声,楚天笑着说道,诸位贵人,既然对小子这十条金铃大鲤鱼满意,还请速速结清了钱款才好。 小子是实在人,从来不报虚头价钱,这十条金铃大鲤鱼,每条价值赤金一千五百两。 盾都不打一下,楚天随口开出了一个天价。 灵月,灵银花,灵符三人吓了一大跳,他们身后的数十个书院书生更是吓得面皮铁青,一个个说不出话来。 十条金铃大鲤鱼,每条罕价赤金一千五百两,这实实在在就是一万五千两金子。 盖州边荒之地,黄金最贵不过,一两黄金在平常年份也值白银二十两,这十条鱼,楚天居然敢开口索要三十万两白银。 不提灵事如何,这些败入了书院的书生固然各个家事不凡,好些所谓的富商家中,整个家当加起来,也不到三十万两白银的一个零头。 十条白蟒江也生得大鱼而已,如何值得这么高的价钱? 明码标价,老少无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若是二管家对小子开出的价钱有任何不满,小子也不是强买强卖的强盗,您对价钱不满意,小子这就带了这十条大鲤鱼回去,将它们放生白蟒江中就是。 楚天笑得很灿烂,两片嘴皮子玛丽的上下飞舞,无比熟练地说出了一大串生意惊。 毕竟嘛,这么大的金铃大鲤鱼,小子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得见,捕捞他们的时候,着实吓了小子一大跳哑,小子手下最得力的几个属下,还被他们冲撞,伤势不轻。 这可不是普通鲤鱼,已经是有了气候的灵物,小子还担心抓了他们卖钱,未来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嘻嘻一笑,楚天像脸色极其难看的灵符伸出了手,所以,要么淫或两气,要么,您若是闲价钱太高,灵氏给不起这个价,小子巴布地将他们运回白蟒江里。 灵符阴沉着脸不吭声,楚天继续叙续叨叨地咕农道,诸位贵人怕是都知道,我们这些水面上讨生活的男女,平日里供的是龙王礼。 虽说谁也没见过龙王是什么模样,但是这般大的金铃大鲤鱼,怕不就是白蟒江龙王的亲戚。 说到底,如果不是卖灵氏的面子,如果不是灵符二管家亲自出面,如果不是灵月少主的面子摆在这里,小子我就是包了天的狗胆,也万万不敢去缩寻了这十条宝贝,还将他们带来这里的。 十条一丈多长的金铃大鲤鱼,一条一千五百两赤金,白蟒将天地生成的灵物,真心不贵。 楚天笑呵呵地看着灵符,然后目光逐渐离开了他,凝聚在了已经冲着自己散发出一丝丝杀意的灵月和灵吟花身上。 楚档头? 灵月和灵吟花没吭声,灵符已经无法沉默下去,被逼得开口了,你这金铃大鲤鱼,是金子打造的吗? 固然这是稀罕物件,你这价钱,简直是岂有此理。 明码标价,不瞒不骗。 楚天笑得很和蔼,还是刚才那话,灵氏愿意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十条大鲤鱼我留下,带着金子走。 如果灵氏不愿意买,那我带着这十条宝贝回去放生,但是那一百两定金,却是万万不能归还了。 楚天向四周围观的书院学生拱手致意,笑着说道,还请诸位做个见证,小子不才,乃是井下贱男女,占了白蟒江口,做了盖州鱼形的档头。 小子固然出身卑贱,却是名理守法之人,这鱼货买卖,乃是你请我愿的事情,小子绝不虚报价码,却也绝对不承担任何不守契约的黑名。 向着十口水槽指了指,楚天沉声道,鱼,是在这里了,驾码,就是这个驾。 灵符二管家,买还是不买,您给个实在化。 水槽里的金林大鲤鱼突然有好几条剧烈的拍打了一下尾巴,溅起了大片水花,更震的水槽乱动。 楚天笑着向这些大鲤鱼指了指,大声说道,诸位贵人请看,十条金林大鲤鱼,一丈二尺多长,鱼须子完美无缺,浑身上下金色鳞片一片不缺, 更是精力充沛,活力无穷,小子可没有用死鱼臭虾来欺瞒顾客,这可实实在在是白蟒江土生土长的金林大鲤鱼。 找不出任何瑕疵的大鲤鱼。 寻狱站得远远的,这种讨价还价的事情,哪怕稍微靠近一点,都有辱他轻贵的身份。 周刘云站在寻狱身边,瞇着眼看着楚天低声笑道,鱼的确是好鱼,就这鱼若是送去大晋京城,价钱怕是还要翻上十倍。 大晋的那些顶级门阀世家,可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金子。 寻狱微微一笑,淡然说道,这楚天好一张利嘴,听他说话,却不是没读过书的纯粹满汉子。 你的这个杀父仇人,有点意思。 周刘云就不吭声了。 寻狱笑了几声,缓缓点头道,的确是罕见的天地灵物,不错,不错。 大秀一甩,寻狱转过身诗诗然走进了楼阁。 他可不耐烦听楚天和灵符讨价还价,他这里是清贵的书院,又不是盖州的菜场。 寻狱转身离开,这就代表了他的意思。 灵银花伸出手,狠狠的在灵月的胳膊上拧了一把。 灵月皱起了眉头,凑到了灵符的耳朵边低声问了两句。 灵符圆呼呼的胖脸先是一鼓,无奈何的点了点头。 寻狱已经不耐烦离开了,他更是明确表示这十条金灵大鲤鱼很不错,他很喜欢这十条宝贝。 灵月,灵符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管如何,既然寻狱表示了这个态度,这十条大鲤鱼他们是定然要留下的了。 不仅仅是为了寻狱的欢喜,他们更掉不起灵士的面子。 众目睽睽之下交了定金,当着众多人的面,使灵符强行威逼楚天去捕了这十条金灵大鲤鱼。 现在楚天了,货品质量没有丝毫瑕疵,灵士无论如何也要将这十条大鲤鱼收下。 灵吟花在一旁低声的自言自语,原本以为他做不到,正好找个借口将他打死,没想到他居然真各送了十条大鲤鱼过来,嘻嘻,一万五千两吃斤,你这是自寻死路。 灵符挺起了胸膛,当着众多书院学生的面放声笑道,果然是好鱼,果然是罕见的珍奇之物,这等宝贝,也只有我灵士的大少爷设宴,才能用得起,才能有这样的福气。 双手背在身后,灵符抬头看了看天色,淡淡的说道,十条一丈二尺长的金铃大鲤鱼是吧?一万五千两吃斤的总价。 这笔金子要从库房中提出来,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还请楚档头烧等几个时辰,黄昏之前,金子定然送到楚档头面前。 楚天笑得花儿一般灿烂,他笑着向四周惊叹声不绝的书院学生拱了拱手,大笑道,如此甚好。 那,稍后准备好了金子,还有劳二管家送去清流小柱,小子在那里听红姑唱举子,顺便等二管家过来。 大笑了几声,楚天看了一眼十个水槽中的金铃大鲤鱼,招呼了一声那些气都不敢出的利夫一声,大步走出了盖山书院。 无数人目光炯炯的盯着楚天的背影,好些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书院学生眼睛里,都流露出了几年盗匪才有的凶藏和贪婪之色。 一万五千两次金啊,一如灵银花所说,楚天这是自寻死路,还不知道多少人盯上了这笔天文数字般的财富。 楚天好似浑然没感受到背后犹如刀剑一样锋利的目光,他一路说笑着带着利夫,车夫们出了书院,大声宣布回去于是后个个都有利钱。 利夫,车夫们离开了书院数百丈远,这才回复了平日里的胆气,一个个放声大笑起来。 楚天许诺给他们利钱,更许诺他们今日在城内的一切开销花费都是楚天承担了,这些利夫,车夫嘻嘻哈哈的笑着,心满意足的讨论着等会要去哪里去找自己的老乡好,或者去哪个酒楼唱饮几杯。 楚天一如他在书院所说,和一众利夫,车夫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他就一个人骑着老黄狼去了清流小住,敲开门后整整一个白天就留在了里面。 灵世财力雄厚,也是极要脸的人家,一如灵符许诺的那般,快要黄昏的时候,整整十架大车运载着一万五千两赤金,准时的送到了清流小住的门前。 一时间整个盖州城都为之轰动,清流小住的门前人山人海,起码有数千闲人堵在了门前,目光火热的看着那十架装满了黄金的大车。 在无数人的窃窃私语声中,楚天面孔驼红,带着满身的酒气湿湿然的走出了清流小住的大门,像已经等在门外的利夫,车夫们用力的挥了挥手,走,出城,回去,回去。 第十一张鞋重金,而招摇过势。 楚天是真喝得多了,不仅满面通红。 发际凌乱,往日喜欢插在发际上的花朵也不知去向,衣衫更是乱糟糟好似一团抹布,也不在地上打滚了多少次才折腾成这样。 众多围观的闲人抬头看看清流小住的扁鹅,纷纷别有韵味的痴痴笑着。 有胆大的闲汉垫着脚在人群中怪声怪气的叫了起来,楚当投好个风月无边。 真正风流。 楚天熙熙打了个酒阁,浑身毛孔里都喷出了一股浓浓的酒气。 他的动作比往日里迟缓了许多,有点僵硬的翻身爬上了一脸嫌弃的老黄狼的背,再次用力挥了一下胳膊。 出城,出城,金子到手了,出城回家去。 你们这群烟渣满货用心些,丢了一块金子,就打断了你们的腿。 回去了,一个个都有力钱,稀,够你们再养一房小的。 十几个车夫,数十个利夫咬着牙,发着狠看着十架满载的大车。 他们和楚天一样,在盖州城内的乡好处撕混了大半个白天,早就喝得有了七八分酒意。 又都是市井上撕混的江湖汉子,一个个脑筋简单的货色。 被这十架马车上整整齐骑马放着的小箱子刺激到了,这些家伙一个个眼珠冲血,面皮通红,大口大口的喷着酒气,拎着不知道从哪里寻摸的棍棒,短刀,大咧咧的吼叫起来。 回去,回去,回家分力钱。 下,楚档头大手笔下。 一群身体摇摇晃晃,浑身酒气逼人,眼珠通红犹如疯狗的车夫,利夫驱赶着马车,顺着大道慢慢向盖州城的南门走去。 沿途无数围观人纷纷让开一条路来,一个一个都用恶狼见到小白兔的目光恶狠狠的盯着这十架马车。 人群中,盖州城屠夫行当的档头蓝屠夫突然探出了半个身体,楚档头,楚档头,这都快入夜的时分,你出城做啥子? 不如等得明儿各天大量,召集了伙鸡们一并回去。 蓝屠夫皱着眉头,看着这群乌合之重的车夫和利夫,嘴巴一啼冷哼道,就这群贼私鸟,能顶个什么用? 楚天眨巴了一下眼睛,众多围观的人,里面好些楚天平日里谁的面孔,都是盖州城各行各业的档头,垄断了某个行榜的市井豪雄人物。 偏偏这些人,就一个蓝屠夫出来劝解自己。 不枉了两年前蓝屠夫的女婿闹事,火同了外人想要夺了蓝屠夫的档头之位,还想害了他一家的时候,楚天拔刀相助,带着几个伙计把蓝屠夫的女婿和他勾结的人手沉了僵。 蓝屠夫这个时候能出面叫唤一声,这就是真正讲义气的人了。 将蓝屠夫那张圆乎乎的胖脸剂在心里,楚天故意用力的打了个酒格,带着几分呆傻之意向蓝屠夫拍打着胸膛大声叫唤起来,怕肾!怕肾! 区区三十里地,一抛尿的功夫就到了,还能出什么差错不成? 我楚天,在盖州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保不住这点东西。 大手一挥,楚天向蓝屠夫笑道,蓝荡头,改日找你喝酒。 蓝屠夫脸色微微一变,他还要说些什么,但是人群中好些不善的目光就已经向他落了过来。 他身边有三四个心腹的弟子跟着,尽是绑大妖元敢用杀猪刀划拉人肚皮的凶悍之人,但是人群中隐隐有十几个同样满脸凶悍之气的大汉隐隐围了上来。 蓝屠夫,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向楚天挥了挥手,一脸死挥不再吭声。 十架大车,还有前面楚天运金林大鲤鱼回来的十架特制的四轮大货车,一共二十架大车分开人群,慢悠悠地向盖州城南门行去。 盖州城四边城门的方向已经响起了苍凉的号角声。 这是驻守城门的周兵在通知城内,城外的行商和居民,不管要出城的还是进城的,都要加紧了,天色晚了,三轮号角之后,这城门就要关闭了。 按照大晋朝的规矩,各地城池夜间一旦关闭了门户,除非是大晋天子千里加急的尚遇到了,这城门是谁都无法开启的。 快,快,要关城门里。 楚天忙不迭地拍了一下老黄狼的驳梗。 老黄狼嗷呜一声,迈着小碎步一路快步向前。 十几个车夫急忙赶着大车跟了上来,那些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的利夫跟不上车行的速度,正好有十架四轮大货车空着,他们七手八脚地爬上了货车,一个个嘻嘻哈哈地坐在上面大吼大叫。 二十架大车,其中十架马车满载了一万五千两黄金,就这么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盖州城南门。 刚刚清流小柱门口围观的数千闲人已经散去大半,好些闲人只是看一个热闹,真个要他们对楚天动心思,他们是没有这个胆量的。 但是隐隐着着还有百多条人影远远地跟在了后面,这些人一个个藏头缩围,动作谨慎。 已经是黄昏时分,大街上光线极其昏暗,他们很熟忍地借助街头巷尾,屋檐斗拱的阴影演去了自己的身形。 偶尔楚天回头望一眼,这些人当中有轻衣小帽的大户人家下人装束,也有坦胸漏怀,腰带上插着小刀的市井好汉打扮,更让楚天诧异的是,他居然还看到了几个外面套着一件粗麻衣,偶尔一金飞舞,露出下面黑色紧身功夫的寻补。 一群狗肉的混账玩意儿,平日里没少给你们好处,居然想着这时候捅我一刀。 楚天呲牙咧嘴的冷笑着,感情平日里的茶水钱,都喂了狗了。 又是一轮号角响起,车队已经到了盖州城南门。 今日里驻守在这里的州兵们看到楚天的车队行了过来,他们的脸色都有点不对。 尤其是那两个捅侠城门口州兵队伍的百人小校,更是手背上青筋突起,双手下意识的不断在自己的佩刀刀柄上乱摸。 明摆着,如果这里不是城门口的话,他们已经按捺不住拔刀狠狠的给楚天一下。 一众州兵,还有城门口的几个寻补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楚天身后的马车,一个个面皮发红,呼吸沉重,举手投足肩动作极其僵硬,就好像被绑上了数千斤重的大石头。 楚天突然微微抬起头来,向城门上的城门娄子望了一眼。 上面黑漆漆的不见灯火,看不到人影,但是楚天绝对没听错,他听到了隐隐的铁甲摩擦声。 盖州乃边荒之州,州兵的装备堪称简陋,驻守城门的这些州兵就是一套战衣,一柄腰刀,一杆木杆的长枪。 唯有州府太守麾下有八百精锐战士身披铁甲,四大领军校尉麾下各有三百铁甲战士,整个盖州拢共也就两千套铁甲。 平日里这些铁甲精锐都是拱卫自家主官的敬卫,轻易不会抛头露面。 城门娄子上的这一只铁甲精锐会是谁家的?盖州太守想要改行当强盗。 还是其他几个校尉像浑水摸鱼搏一把。 楚天咧了咧嘴,校尉王岐刚刚因为大逆罪名被涂了满门,剩下的三位校尉谁都有可能出手。 嘻嘻一笑,楚天从袖子里掏出了两钉二十两重的大银子,用力的塞进了看守城门的两个百人小校手里,两位老哥,请兄弟们喝茶,哈哈,改日,还有孝敬送上。 两个百人小校颠了颠手中的大银子,换成平日礼,漠然得了这门两钉银子,几乎是他们麾下一百周兵士族小半个月的响银,他们早就屁颠屁颠的围着楚天献殷勤了。 但是今天嘛,两个百人小校收起了银子,好艰难才挤出了几丝笑容。 他们在心里将楚天骂得狗血淋头,好一个吝啬小气的楚档头,身后马车里有整整一万五千两赤金,你也不拿个百八十两出来给兄弟们分润分润。 这消息赶在正午前就已经传出了盖州城,你这么吝啬小气家伙,活该死绝里。 一众周兵,巡捕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是目光炯炯的盯着楚天身后的马车,平日礼罪和楚天相熟的几个巡捕,也没有一个人凑上来。 所有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淡淡的金光,所有人的心都被这些赤金给沾满了。 这些金子若是在楚氏手中,或者在灵氏的车队里,整个盖州都没人敢动心思。 奈何这些金子到了楚天手里,楚天是什么人? 区区一百莽疆的鱼档头,在市井中他颇有几分威名,但是在很多自诩为人上人的眼里,下,区区一鱼档头,那是随手可以打杀的猪狗。 这么下贱的人物,你也配挣这一万五千两黄金? 你也敢带着这些金子离开盖州城? 哒哒提声突然响起,带着一丝奇异韵律的提声打破了城门口怪异的僵硬的气氛,好几个寻补,数十名州兵机零零打了个寒战,纷纷向提声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一六七八盏气死风琉璃瓦大马灯放出明亮的光芒,照得方圆七八丈的范围一片雪亮。 在明晃晃的油灯照耀下,一头神骏非凡的白马慢悠悠的迈着小碎步,犹如一道儿流风一样来到了城门口。 一个清脆异常的声音从马背上传来,敢问,这里就是盖山所在的盖州城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头神骏的白马所吸引。 这白马比楚天坐下的老黄狼还要大了许多,从头到尾骑马有两丈长短,从脚到尖也有一丈高下,通体白毛犹如一匹顶级的段子,极其柔顺的随风飘扬。 更加神异的是,这头白马的头顶生了两根三尺长的金角,灯光照耀下,金角一一声挥煞式夺目,这白马居然带有蛟龙血脉,而且看这金角的气势,它的蛟龙血脉还颇为浓郁。 刚刚开口发问的,正是坐在白马背上,一名身穿紫衣的俊秀青年。 无论是楚天,或者城门口的巡捕,还有那些周兵,甚至是黑漆漆一片的城门楼子上隐藏的那些人,猛不丁地看到紫衣青年的面孔,都觉得心头一致,好似被人当面打了一拳。 这世间,怎会有如此人物?怎能生得如此好看? 这青年的面旁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就好似一块儿绞节无瑕的白玉雕成的九龙玉壁,通体闪耀着润泽的宝光,完美无缺却又尊贵大气,一团阴晕宝气环绕他全身,众人分明看清了他的面孔,但是一眨眼,却又记不清他究竟长得什么模样。 楚天也曾经见过好些厉害人物,但是他从未见过如此精彩之人。 这青年单单是坐在马背上,冷冷清清地向众人望了一眼,就好似九天之上的云端上,高高在上的天神端坐在自己的宝座中,估计,清冷,平平淡淡地向红尘众生瞥了一眼。 被这青年看了这么一眼,楚天只觉自残行贿,自己就好像一滩发臭的黑水,而这青年就是一朵洁净至极的神莲,两者身份天差得远,根本不应该同存于世间。 妖孽 楚天在心里大吼,盖州城的小娘儿们,你们要遭劫了。 吓,这小白脸进了盖州城,那些公子哥儿,书生才子全都得去跳白蟒江。 有了这小白脸,那些小娘儿们哪里还会搭理你们。 楚天更注意到,紫衣青年似乎对紫色有着格外的喜好,他左手五指上居然戴了四枚亮晶晶的紫玉戒指,以楚天自幼接受严苛训练,能轻松辨识世间九成以上材质的眼力,他居然看不出这四枚紫玉戒指究竟属于每一类玉才。 尤其紫衣青年左手大拇指上还套着一枚硕大的紫玉扳指,古色斑斓的扳指上闻了密密麻麻的云纹,精美绝伦,楚天却本能地从这四枚紫玉戒指和那硕大的紫玉扳指上感受到了浓浓的危险。 青年腰间还挂着一只三尺多长的紫玉霄,长销上刻了几片精巧的竹叶,几朵细嫩的梅花,手艺也是精妙绝伦,在灯光下,玉霄周边赫然包裹着一团三寸厚的紫细,可见这玉霄绝对是一箭之宝。 提升阵阵,几盏灯笼靠了过来。 那是七头身材高大,神俊非凡,通体白毛的大骡子,第一头骡子上,一名看似三十岁许的妇人目光如电,恶狠狠地审视着城门口的众人。 这妇人虽然有了点年纪,但是容貌绝美,细致出尘,同样一身紫衣的她看上去却好似九天之上的折仙,在她气机逼灵下,众人居然不敢正视她。 后面的六头大骡子上,则坐着六名身材高大,面无表情,气息犹如大山一样厚重雄浑的壮汉。 在灯光照耀下,六尊大汉的皮肤上反射出淡淡寒光,乍一看去还以为是金属铸成的皮肤。 好精彩的人儿,好精彩的随从。 楚天倾咳了一声,笑呵呵的向紫衣青年拱了拱手,这位公子,这里正是盖州城。 您是来盖山书院求学的吧? 耶,也不对,盖山书院容不下您这般精彩的人物,您是来游历看风景的。 拱了拱手,楚天笑呵呵的带着大队马车出了城门,他回头向紫衣青年拱手笑道,赶紧进城吧,这城门就要关闭了。 如是进不了城,盖州城的晚上不太平,还是不要野地里露营的好。 楚天笑容满面的带人离去,紫衣青年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眼,轻轻的点了点头,有点意思。 第十二章 月黑风高虎牙口 车队出了盖州城南门,各种视耳就多了。 有车夫突然要急,跑到路边草丛中轻松一下,有利夫喝多了酒,被叶峰一吹肠胃翻腾,跑到路边呕吐不止,更有利夫站在货车上手舞足蹈的唱起了山歌小调,车架一个颠簸,利夫一头从车上栽了下来,摔了个头破血流,又是一阵包扎救治。 如此行了快三个时辰,半轮月亮已经高高挂在了天穷正中位置,车队才来到了距离百蟒江于是码头还有五六里的地方。 关道到了这里骤然缩近,左右都是黑漆漆的黑松林,林子里乱草杂生,隐隐还能看到几点灵火闪烁。 一左一右,两座高有十几丈的石山对峙,犹如两颗大虎牙死死潜住了关道。 这里地势凶险,周边地形复杂,往日里也多有一些胆大的毛肥在这里呼啸竭略单身的客人,故而盖州城的百姓都称这里虎牙口。 楚天骑在老黄狼背上,用力的摇晃着脑袋,呆呆的看着月光下反射出淡淡白光的两座小石山,呀喝,到了虎牙口了,烟渣货们,家把利器,还有五六里的就到家了,给你们厚厚的一笔利钱。 车夫,利夫们同时呵呵笑了起来。 笑声中,有七八个利夫突然大吼一声,从腰间拔出明晃晃的短刀,二话不说冲着身边的同伴就是乱刀砍下。 十几个利夫被砍得满身是血,大声叫骂着从货车上倒头翻了下来,连滚带爬的向两侧的黑松林逃窜。 两侧黑松林中乱草大响,密集的脚步声中,两三百条黑布蒙面,穿着各色紧装短打扮,手里拎着棍棒,长刀的大汉乱砸砸的冲了出来。 一眼看去,这些大汉起码分成了七八伙人,每一伙人从二三十人到三五十人不等,分别在一个头领的带领下,嗷嗷吼着冲向了车队。 货车上抱起伤人的那几个利夫手持血淋淋的刀子,朝着四周目瞪口呆的车夫,利夫立声喝道,贼男女,跪下,跪下,江湖上的规矩,抱头跪地不反抗者不杀。 敢乱动的,看看野手中血拉拉的刀子。 家里有老婆,瓦尔等着你回家,别自己找死。 车夫,利夫们哆哆嗦嗦地爬下了马车,一声不吭地抱着脑袋,紧紧贴着车轮蹲在了地上。 楚天呆了呆,坐下老黄狼突然发出一声高亢如云的狼笑声,嗷嗷一声长啸,老黄狼硕大的爪子一拍黄沙地面,就要像最近的一个手持力刀的利夫扑杀过去。 楚天急忙一把拍了一下老黄狼的脑袋,他一把抓住了老黄狼的顶瓜皮,自己摇摇摆摆地翻身滚落地面,一边强行拉拽老黄狼,一边乖巧地蹲在了路边。 诸位好汉,好,好,你们蒙了面,好得很。 车上的金子只管拿去,那几架大车可是几位车夫兄弟吃饭的行头,还请诸位好汉留下。 咱楚天时的规矩,下,咱不还手,还请诸位好汉拿稳了手上兵器,千万别措手给咱来上一刀一棒,这就伤了和气。 由七八火人组成的大汉们齐声笑了,楚天如此知情识趣的按照江湖规矩形势,他们和楚天本无私仇,谁会往死里招惹他。 楚荡头好汉子,知道江湖规矩,兄弟们手稳些,可别伤了楚荡头。 吓,楚荡头,对不住了,这是咱们东家硬要咱们过来走这一趟,谁让楚荡头这笔横财太惹眼里? 哈,少废话,搬金子,搬金子。 乖乖不得了,这一万五千两次金,咱们东家都没有这么大本钱。 一群乌合之众乱糟糟的越过了楚天,忙不迭的像装满了黄金的大车奔去。 楚天搂着气喘吁吁陷入疯狂边缘的老黄狼,慢悠悠的扯起了嗓子吼了一声,诸位好汉, 金子总共就一万五千两。 诸位喝,你们谁拿多一些,谁拿少一些礼。 正火急火辽乱冲的大汉们全傻眼了,他们几乎是同时停下了脚步,目光凶狠的像四周的同行张望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动手,就听一声呐喊,一个身穿黑衣的大汉被一根长矛冻穿了胸膛。 杀,杀,杀,喊杀声四起,七八火大汉,两三百号满火犹如疯狗一样绞成了一团,刀枪齐下,俯光月影,鼓猎声,开唐声绵绵不绝,凄厉的吼声叫声咒骂声不断传来。 短短一盏茶时间,两三百号大汉横击数八躺了一地,当场阵亡的就有七八十号人,其他人有大半重伤,只有五六十号人要么大腿上挨了刀子,要么胸膛上被剑捅了,浑身鲜血模糊的,却还能挣扎着爬起来。 一个手持锯齿大刀,发色有点发红的大汉单膝跪地,指着对面一个面门上挨了一枪,两侠差点被捅了个洞穿的大汉怒声谩骂,林大雄,别装了,老子认出你了。 混蛋啊,你们林家自诩师叔传家,居然也来做这节道的买卖。 面颊挨了一枪的林大雄呜呜连声说不出话来,鞋刺里一个脸上黑色蒙面部脱落,露出了满是疤痕的丑陋面孔的大汉怒声咆哮,红毛鬼,你东家肖大善人,嘿,仁义持家,击善有得的肖大善人啊,你们这群十斤稻米就换一个黄花大闺女的大善人喝,你不也来了? 一个手持长枪,身上起码有十几条伤口的高挑汉子艰难的站起身来,他一把拉下了黑色的蒙面巾,呲牙咧嘴的笑道,还蒙着脸做什么? 嘿,都是老朋友啊,嘖嘖,少废话,咱东家陈掌柜开的是当铺,做的就是抽筋扒皮炸骨髓的买卖,截到抢钱,不是最应该的吗? 楚天搂着被血腥味刺激的浑身乱抖,几乎要发狂冲出去的老黄狼,怪声怪气的叫了起来,哎呀,林家,萧家,陈家,喝,话说,诸位好汉,打完了吗?赶紧喝,这金子到底是归谁? 赶紧忙活完了,也好回去家里喝一壶酒压压惊。 满地的呻吟声中,五六十条勉强还能站得起来的大汉哆哆嗦嗦的挺直了身体,他们同时向楚天看了过来。 头发泛红的红毛鬼扯下脸上黑金,呲牙咧嘴的向楚天笑着,楚档头,不好意思了,既然大家照了面,你楚档头也不是什么善良人物,今儿个就怪不得咱们兄弟心狠手辣。 楚天苦笑一声,双手用力抱住了老黄狼的脖梗。 盖州城的方向,突然有细微的提升和铁甲摩擦声传来,几个身受重伤,反而越发激紧的壮汉盲不迭的回头向关道的方向看去。 高空一阵狂风吹来,大片黑云翻滚着淹没了月亮,地面上顿时一片漆黑。 嗖嗖破空声传来,数十只箭矢带着点点火光重重落在地上。 箭矢上拳头大小的游步团熊熊燃烧着,数十只火箭的光芒照亮了这一片战场。 这些遍体鳞伤的大汉齐声惊呼,还不等他们节鎮自保,沉重的马蹄声骤然响起,紧锣密鼓的眨眼间就到了面前。 五人一排,前后六排,整整三十名身披铁甲,马匹都挂着厚厚马甲的铁甲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犹如一股黑色的浪潮占据了整个关道,呼啸着向这边冲了过来。 铿枪声中,常有两丈五尺的马朔被铁甲骑兵架起,三尺长的剑形朔头微微颤抖着,带起一片青色光影穿透了小小的战团。 首当其冲的七八个壮汉被朔头穿心而过,铁甲骑兵手腕微微一震,长朔将他们当胸披成了两半,铁骑呼啸而过,七八巨半截身体高高抛起,鲜血,长度洒了一地。 红毛鬼这时候才终于吼出了一嗓子,黑吃黑啊,粥冰铁骑。 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朗朗乾坤啊。 排得整整齐齐的铁骑席卷而过,瞬间扫过了红毛鬼一行人。 沉重的铁朔穿透了他们的身体,身强力壮的铁甲骑兵有意卖弄,手腕微微提起,长朔就挑着五六具尸体举了起来。 暗淡的火箭光芒照耀下,通体漆黑的铁甲骑兵犹如地狱中闯出来的幽灵,被他们用长朔挑在半空的尸体喷洒出大量粘稠,腥臭的鲜血,凄厉的喊声,嘶吼声,咒骂声响彻松林。 三十骑铁甲骑兵侧骑席卷整个战团,沉重的马蹄毫不留情地踏过了地面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大汉,将他们踏得脑僵蹦剑,古断净裂。 原本重伤不起的百多条壮汉硬生生被这些骑兵踏死,反而是那些车夫,利夫钻到了马车下面,这才侥幸保住了性命。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一排一排身披铁甲的精锐战士手持长刀大踏步涌来。 楚天芒抬头,这些面孔都被面甲遮挡的铁甲战士数量足足有两百人,他们身披沉重的甲咒,动作却依旧矫健敏捷,一步轻松就能迈出七八尺远。 这些铁甲战士显然是精锐中的精锐,他们身上的煞气弥漫开来,在他们头顶凝成了一团朦胧的白气。 茫茫白气中,隐隐可见一头面容争鸣的白虎若隐若现,这是大进朝廷正规军特有的沙场征战军阵白虎沙阵独有的气象。 隐士兵杀伐之气,凝聚白虎真身,最少也能增加士兵三成的敏捷,三成的力量,更能让士族不知道痛苦,汗不畏死,变成彻头彻尾的只知道杀戮的机器。 盖州城的州兵数量众多,铁甲战士却仅仅掌握在盖州太守和四大校尉手中。 而唯一掌握了白虎沙阵的,唯有盖州太守。 四大校尉的直属兵马也拥有沙阵,却是比白虎沙阵弱了一截的苍狼沙阵。 老子何其荣幸,盖州太守派人抢我。 楚天搂着浑身长矛一根根竖起的老黄狼,突然放生笑了起来,盖州司马太守平日里何等风流儒雅的人物, 老子在清流小柱也曾见他偷偷摸摸变装约会律孤的。 想不到,居然也能做出这拦路杀人,劫掠民财的勾当。 那些步行而来的铁甲战士当中,一名身高过丈,手持一柄铁挤的将领一声大吼,身体蹦跳如飞,几个起落就到了楚天面前。 楚天距离这将领原本有五六十丈元,他只是起落了三次就到了楚天面前,身披沉重的铁甲却落地无声,这将领的修为堪称强横。 铿枪一声,将领掀开了面甲,露出了一张淡青色的马脸。 李都尉,你亲自来打劫呀。 楚天似笑非笑地看着马脸将领,还是,司马太守太缺银子了。 盖州都卫府都为李孝陵嘎嘎一声怪笑,轻蔑地瞥了一眼楚天,楚档头,你太蠢。 区区鱼形档头,猪狗不如的人物,你怎可能保住这一万五千两赤金? 你得了金子的时候,若是去太守府走一趟,太守定然护得你周全,你还能留下几百两赤金逍遥度日。 奈何你太贪心,你太愚昧,你以为你能靠着你那百八十条人手护住这么多金子? 你平日里也是知情识趣的人,往太守府上下的孝敬也不少,这才坐稳了这鱼档的位置。 你这次怎么就蠢到了这个地步? 李孝陵摇摇头,常叹道,太守不缺银子,但是谁会嫌弃银子太多呢? 更不要说,这是灵家的银子,太守就更不能放过。 高高举起手中长挤,李孝陵全力一挤向楚天胸膛赐下。 盖州于荡投楚天勾结阵三州巨扣,魏阵三州巨扣筹筹筹筹筹购买军械,图谋不轨,罪大恶极,某今日击杀楚天,正是为大晋除奸,维护大晋国法。 长挤重重刺下的同时,李孝陵大声吼出了司马太守为楚天准备的罪名。 楚天眼珠一瞪,一口老血差点眉吐了出来,这是司马太守为他准备的罪名。 关道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松林内,整整齐齐站着数百名铁甲汉醋。 他们身上同样披着铁甲,却是比李孝陵捅侠的铁甲精锐身上的甲咒更加轻便,防御力更强,打造更加费事费劲的龙林甲。 数百汉醋悄然无声地站在密林中,手中长刀涂上了黑漆,没有反射出半点而寒光。 一排二十名身躯高大的壮汉站在汉醋队伍前方,他们肩膀上分别扛着一根长有八尺,胳膊粗细的黑色铁筒。 黑漆漆的铁筒上密布着复杂而精细的纹路,有些纹路的回勾处还镶嵌了红色的晶石。 壮汉们紧握着铁筒下的把手,小心翼翼地瞅准了密林外正在往来冲杀的铁甲骑兵和步促战士。 身穿青色长衫,面孔溜圆的灵符背着手站在一旁轻声笑道,这楚天,周学士不愿意为他脏了手,却也不能让他死在别人手上。 亲手斩杀楚天,这也是我们灵士的一番心意。 灵符一挥手,轻喝了一声放。 二十根铁筒上,从尾部逐渐有红色的光纹亮起,瞬息间光纹从铁筒底部蔓延到了口部,随后咚咚咚连续二十声巨响,铁筒内逐次喷出长达数丈的红色烈焰,烈焰裹着二十根婴孩胳膊粗细,六尺长短的铁毛呼啸着击射而出。 区区百多丈距离,烈焰中的铁毛瞬息而至,李孝灵手中长几距离楚天胸膛还有半尺距离,三根铁毛几乎是同时到了他身后,已然碰到了他后背的铁甲。 第十三章楚天的逆袭 好一个李孝灵,不愧被称为盖州军中第一好汉,在这电光石火的紧要关头,他粗壮的牛腰硬生生的扭了过去,已经快要刺穿楚天胸膛的铁脊狠狠一个横斩,重重的劈在了三根铁毛上。 当狼巨响,震得楚天耳膜隐隐生痛。 楚天搂着低沉咆哮的老黄狼脑袋,强行压着他趴在了地上。 数十块碎裂的铁片四箭,擦着楚天和老黄狼的身体嗖嗖落在了地上,打得黄沙四箭,沙石打在楚天脸蛋上好生刺痛。 李孝灵手中铁脊背硬生生打成了四截,可怕的距离震得他身体离得飞起,越过楚天的头顶,狼狈不堪地飞出了十几丈远,一头撞在了一株三人和暴粗的黑松树上,这才勉强稳住了身形。 一声大响,李孝灵撞得大黑松剧烈摇晃,松针,松塔犹如雨点一样坠落。 他肩膀上两个虎头护肩被撞得扁平,他用力地摇晃着撞击树干的左肩,肩头骨骼咔咔一阵脆响,显然刚刚这一撞很是沉重,撞得他肩甲都脱旧了,硬是被他用军中战场上应急的秘法强行将骨头关节又接了上去。 怒艳冲 来者何人? 可知道,这怒艳冲乃管制军械,私藏怒艳冲者乃谋逆大罪,当诛杀九族。 李孝灵食指微微颤抖,紧握着小半截长脊的铁杆怒声呵斥。 李孝灵乃盖州山中猎户出身,自幼在山林中翻山过剑,食用了无数强壮金骨的草药,更猎杀了无数的虎豹之类,取其金骨以家传方子熬至成高达磨利器,小小年纪就生得一副钢筋铁骨,双臂更有数千金神力。 后来李孝灵加入盖州州兵,得上任老兜卫赏时,不仅将自家女儿嫁给了他,更将祖传的军中功法倾囊相授。 李孝灵和这一套军中杀法极为和气,修炼一年,就有寻常人七八年的苦功所得。 随着他接掌了州兵都卫一职,官职高了,得到的朝廷俸禄也自然水涨船高,逐渐接触了各种辅助修炼的神奇丹药。 虽然掌握都未一直不过十五年,李孝灵却实实在在有着五六百年的强横修为,双臂神力飙升至数万金。 他手中铁挤,更是军中大将用将心寒全粹炼了数千年的寒铁锻造而成,坚韧异常,寻常物件难以摧毁。 以他的修为,他的神力,更有一条堪称宝物的铁挤,居然被三只数尺长的铁矛打得如此狼狈,李孝灵不用想,就知道这定然是严格管控的军中大杀器怒焰冲所为。 盖州军中仅有一百只怒焰冲,全都谨慎收藏在太守抚蜜库中,非大战紧要关头不可轻易动用。 李孝灵每日里都要寻点太守抚蜜库,就是要确定这怒焰冲的妥善和安全。 猛布丁在这里挨了怒焰冲猛击,李孝灵是又惊慌,又震怒,一腔子热血差点没顺着喉管喷出来。 李孝灵在这里嘶声怒骂,官道上那些铁甲骑兵,铁甲不促早已哀嚎声一片。 密林中手持怒焰冲的壮汉描得极准,李孝灵挥下战士部下的阵势却又极其严密,怒焰冲喷出的铁毛呼啸着穿过,有一只怒焰冲从一员骑兵后心穿进,一路穿透了五名骑兵的胸膛,这才带着大片血水重重落在了地上。 更有一只怒焰冲从不促密集的队列中穿过,就见一条血拳拉起来有十几丈长,一连洞穿了十二名铁甲不促的胸膛,带飞了无数的碎肉和鲜血,重重的扎在了路边一颗老黑松上。 厚重的铁甲面对威力强横,使用了某种超凡脱俗神秘力量的怒焰冲,就好似纸片一样脆弱,根本无法保护这些精锐州兵的安全。 十七只怒焰冲带给了州兵队伍惨重的杀伤,十二名铁甲骑兵从座骑上坠落,另有三名骑兵被铁毛撕断了胳膊,正抱着伤口嘶声哀嚎。 两百名铁甲不促被击杀了三十七人,更有八十二人伤势或重或轻,都暂时失去了战斗力。 地面上血肉狼藉,刚刚被李孝陵捅侠的州兵斩杀的丐州城各家的打手护卫躺了满地都是,现在又有百多个州兵战士倒在了地上,已经死去的自然是悄无声息,那些受伤的无不思生哀嚎,惨嚎声随着夜风传出了老远,引来了一阵阵凄厉的野狼长啸。 整军 备战 李孝陵一声大吼,朝着乱成一团的下属大吼了一声。 十五名毫发无伤的铁甲骑兵迅速排成了三排,手持长朔怒视铁矛射来的方向,八十一名战力完好的铁甲步促更是掏出了背后背着的厚木包铁的盾牌挡在了面前,同样列成了整齐的队伍。 夜风吹过小小的,残酷无比的战场,浓浓的血腥味随风飘出老远,数十只插在地上的火箭燃烧得越发欢快,由部团放出夺目的光芒,照亮了这一片方圆不过三五十丈的战场。 楚天搂着老黄狼趴在地上,出城时的满脸酒气早就无影无踪,他饶有兴致的看着整军备战的州兵队伍,轻生的自言自语,怒焰冲喝,好大的手笔,伤亡如此惨重,司马太守怕是要心痛许久。 这周刘云不回来也就罢了,他回来盖州,这是要大干一场的兆头。 阿夏,如此大手笔的人物,怎就是周档头的短命儿子。 早知道周档头有这般有出息的儿子,当年夺他的鱼形档头做什么。 这盖州城的柴头,徒头,利头,水头,牌头,对我不都一样吗? 摇摇头,楚天很笃定的,带着一丝恶毒之意凑到老黄狼耳朵边说道,这么了不起的儿子,一定不是周档头的种。 老黄狼的两眼通红,恶狠狠地盯着大踏步走到麾下士兵阵前的李孝林,从胸膛中不断发出低沉的咆哮。 李孝林丢下断折的长挤铁杆,随手向军中战士一招,来。 两名李孝林的父将在刚刚的突袭中侥幸没有受伤,他们迅速扛着一杆新的铁挤送到了李孝林手中,然后一左一右分别紧握长刀站在了李孝林身边。 是灵家的人吧? 不要躲躲藏藏的。 李孝林冷笑道,在盖州城,有这个胆子,有这个实力对周兵出手的,也只有你们灵士了。 嘿,刚刚灭了王岐满门,怎么着,现在连太守的直属周兵都不放过。 低沉的脚步声传来,大群身披龙鳞甲手持长刀的精锐战士走出了密林,站在了关道和密林的交界处。 这些汗醋犹如夜间的幽灵,被松林掩去了大半身形,盈盈捉捉地看不清。 但是他们身上比周兵更加精良的龙鳞甲却被李孝林一眼看清,他不由地怒道,好,好,好,除了怒焰冲,你们还思造甲咒,兵器,灵士是要造反不成。 别。 李兜卫千万别乱扣罪名。 穿着青布长衫,神态如常的灵符背着双手,慢悠悠地走出了密林,笑呵呵地走到了火箭灯光笼罩之处。 圆呼呼的脸蛋带着笑,灵符眯着眼笑道,李兜卫分明知道,不仅仅是盖州, 这附近的几州之内,但凡是富商豪门,只要是生意足够大的大户人家,谁不撕藏几套甲咒,谁不多藏些刀枪剑戟,强攻硬弩。 不自己防范着,什么时候被震三周那样的巨扣抄了老窝都不知道。 叹了一口气,灵符指了指地上死伤狼藉的周兵尸体还有那些重伤倒地哼哼的伤兵,带着浓浓的鸡巢之意冷笑道,指望这些废物。 就他们,还能保住我们的身家性命不成。 李孝灵怒声喝道,灵符。 少在这里巧言令色,胡说八道,人家就算私藏甲咒,也就是百八十套,私藏兵器,也只是一些普通刀剑, 相望,你这里就有数百套龙鳞甲,谁知道你灵氏库房中还私藏了多少。 咬着牙,李孝灵看着那些被怒焰冲轻松击杀的下属,心痛万分的吼道,更不要说,怒焰冲,这等军中杀气,你们也敢思造。 你们好大的胆子,好厉害的手腕,好宽广的门路。 灵符笑着点了点头,咱们灵氏胆子的确大,手腕的确厉害,要说门路们,咱们灵氏的商队走得足够远,认识的奇人意识足够多,找到一位会铸造怒焰冲的艺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嘻嘻一笑,灵符淡然道,总而言之,今日的事情也是凑巧了。 咱们要拿回这些金子,更要楚天那烟杂货的小命,顺带着,李都为的这只人马也就留在这里吧。 灵符的笑容一收,恶声恶气的说道,以后盖州太守就是咱们灵家的姑爷,你们这些对司马太守太过忠心的铁杆心腹,自然还是死绝了的好,李都为以为呢。 李孝灵紧握长脊大踏步冲向灵符,没有回答一个字。 楚天趴在地上,用小声,但是所有人都能恰恰听到的声音轻叹道,原来,老黄啊,我们是楼草打兔子,被人顺手打的倒霉蛋。 吓,没有这一万五千两金子,估计二管家还是会带人去打咱们,不是吗? 老黄狼低沉的咆哮了一声,楚天笑道,只不过今天有人陪着我们一起倒霉,李都为黑吃黑成功了一半,这就要被人包饺子了。 李孝灵已经冲到了灵符面前,干净利落的一击捅向了灵符胸膛。 长脊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狠狠扎向了灵符,身躯肥胖起码有三百斤上下的灵符嘻嘻一笑,肥胖的身体犹如一团轻柔的棉花一样向后飘起,圆滚滚肥胖如猪蹄的两手轻轻一拍,带着两道恶风拍在了长脊上。 当当两声巨响,李孝灵的长脊剧烈震荡,被灵符重击拍得偏斜了三尺多远,擦着灵符的面颊掠了过去。 好力气,好修为。 李孝灵眼珠瞪得老大,不敢置信的吼道,灵符,老子小看了你这整日里任人驱谴的老狗,想不到你灵士的一个二管家,都有这等实力。 一声大吼,李孝灵手中长脊骤然一荡,就听刺耳的破空声不断,数十道寒光带着森森杀气笼罩了灵符全身。 李孝灵一边对灵符放手大杀,一边力声喝道,而狼们,结阵,杀。 好好教训教训这些不知所谓的蠢货,让他们明白乌合之众和周冰精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灵符轻盈如灵符在李孝灵的长脊残影中往来穿梭,不时拍出沉重如山的一击。 他也放声笑道,孩儿们,杀光这群废物,回去少爷重重有赏。 下,周冰就了不起吗? 去两个人,招呼好咱们的楚档头。 整整四百名身披铁甲的汉醋从密林中一涌而出,结成了五人一组的格杀小队向周冰包围了上来。 刚刚手持怒雁冲,狠狠给了李孝灵麾下士族一个惨重教训的二十名大汉中,有六条大汉小心地将手中怒雁冲交给了同伴,然后摩拳擦掌地向楚天大步逼了过来。 六条大汉笑得很得意,楚天是周刘云的杀父仇人,周刘云是灵士的东床快婿,更是未来的盖周太守,是前途无限的大人物。 能够帮周刘云手刃杀父仇人,未来只要周刘云随口提一句,他们的前途也就是无比光明了。 所以六条大汉的笑容格外的残酷,他们拔出了腰间的小刀子,几乎是同时决定不能太痛快地杀死楚天,一定要灵敲碎寡地慢慢割了他,让他死得越惨越好。 楚档头,兄弟们送你上路。 不要怪兄弟们下手太狠毒,谁让你得罪了招惹不起的人。 下,当年楚档头来白莽江口插杆子立旗子的时候,那可是威风八面,想不到短短三年,就报应上门。 我们本来无冤无仇,楚档头,只怪你命不好,不能怪兄弟们不给你一个痛快。 六条身高八尺开外的壮汉咯咯咯怪笑着,犹如六条凶残的野狼围住了缓缓站起身的楚天,六柄牛角尖刀在他们手上散发出淡淡的寒光。 楚天站直了身体,笑呵呵的看着六条飙行大汉。 六味呵。 楚天摇了摇头。 虚张声势可没用。 一条大汉咧嘴笑道,咱们兄弟早就探明了楚档头的底细。 楚档头原本在民州私混,带着一帮兄弟和民州最大的民山帮争地盘,打输后怕人报复,这才跑来了咱们盖州找饭吃。 西,楚档头或许有一股子瞒进,也修炼了一些不入流的侍警手段,可是和咱们兄弟相比吗? 嘿。 狗崽子可没办法和野狼相比。 怪不得咱们兄弟,今天要伺候着楚档头好好吃一顿生活。 又一大汉咧嘴笑了起来。 他们是灵世自幼精心培养的大兽,手上多有人命,平日里也多和凶残野兽搏杀以增强战力。 他们可不是楚天这样的市井混混头目能对付的人物,六人联手,他们自信就算有三五十个楚天,他们也能轻松地拾动下来。 楚天的胸膛突然微微鼓起,他笑看着六条大汉,突然一声低沉雄浑的唬吼从他嘴里喷出。 关道上被热血浸透的黄沙骤然飞起,一道清晰可见的沙线呼啸着向四周扩散开七八丈远。 六条大汉身体一晃,两只耳朵里同时喷出三尺多长的血溅,他们身体一晃,手中尖刀落地,两手下意识地举起,想要捂住自己的耳朵。 楚天右手一弹,一道清蒙蒙的寒光闪过,六颗酒坛子大小的头颅冲天飞起,六个大汉居然根本来不及出手,就被楚天犹如杀鸡载羊一般斩杀当场。 第十四章五步之内皮肤之怒 李孝灵的长脊已经热得发烫。他休息的是大晋军武秘传大蛇咬,适合一切长兵器施展。李孝灵双臂数万斤神力,更将大蛇咬的威力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道水桶粗细,长有七八丈的黑气犹如一条大蛇环绕李孝灵,在他身边低沉的咆哮轰鸣,荡起一道道柔韧而可怕的巨大气波。 地面背离出了一条条水桶粗细的弧形痕迹,李孝灵手中含铁锁住的长脊却好似带有弹性的木条一样微微扭曲着,在黑气包裹下剧烈的震荡跳动,发出可怕的破空轰鸣。 灵符肥胖的身体在黑气中穿梭闪避,森森目光打亮着战场上的动静。 他突然一步横挪躲在了一棵水桶粗细的黑松树后,李孝灵手中长脊一荡,黑气席卷而来,犹如大蛇一般快若闪电绕着黑松树一个缠绕。 木头碎裂声震得人耳膜剧痛,水桶粗细,高有十几丈的大松树轰然裂开,炸成了无数巴掌大小的木片纷纷扬扬洒下。 漫天木屑飞舞,李孝灵长笑了一声大蛇出剑,长脊带起黑气犹如流星飞坠,快若闪电般刺穿了无数碎木,当心刺向灵符。 灵符双手荡起一片黄气,好似有无数黄色沙尘在黄气中急速的盘旋飞舞,他双手连连拍动,一道道柔韧而强劲,带着几分焦热气息的震荡力量随手而出,不断和大蛇咬黑气撞击。 雷鸣般爆响不断传来,身形高大魁梧,比灵符高了两尺有余,气息刚猛霸道远胜灵符的李孝灵一通猛攻猛打,居然硬是奈何不得灵符,长脊始终无法逼近灵符身体三尺之内。 漫天碎木坠落地面的一瞬间,正在观望战场上动静的灵符击零零打了个寒战,骇然看到楚天爆起,六名灵加斯兵的好手居然被楚天一箭斩杀。 好狗胆 灵符身体一抖,双手拍击的频率骤然紊乱,李孝灵放声大笑,摇头摆尾的黑气硬生生穿透灵符两掌,锋利的长脊月牙狠狠划过灵符的胸膛。 灵符一声惨嚎,肥胖的胸膛上鲜血飞溅,足足有两斤大小一块儿肥肉被李孝灵一击斩飞。 李孝灵,我入你祖宗。 去武对人,杀。 灵符嘶声怒吼,双手在腰间一拍,一条用蛇骨混合金属锻造而成的三十六节蛇骨鞭当郎郎从腰带中飞溅而出。 双手握着蛇骨鞭用力一抖,长有三丈六尺的软鞭带起一圈一圈犹如龙卷风的黄沙径风,呼啸着反客为主向李孝灵的长脊禅去。 长边轨迹怪异,抖、挡、弹、绕、震、蟹,一道道拇指粗细的黄气漫天乱飞,就好像无数条黄蛇缠住了一条黑色大蟒,双方斗得不可开交。 灵士的四百铁甲汉醋已经和周兵战士接触,长枪乱刺,长刀乱砍,更有一百名汉醋手持长矛团团围住了十五名周兵铁甲骑兵,不让他们得到冲锋起来的机会。 听到灵符怒喝,四百铁甲汉醋中奋出了五十人迅速脱离战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楚天杀来。 二十名刀斧手一字而排开,身后是一排二十名长矛手,最后是一排十名挂起了长剑,拔出了三尺脚弓的弓箭手。 六名被斩首的大汉身体还没倒地,就听一声呐喊,十名弓箭手拉开脚弓,嗖嗖声中十只狼牙剑带着一股腥风急速到了楚天面前。 楚天一声轻笑,借着地上插着的火箭散发出的昏暗光芒,他看到十只狼牙剑的箭头上带着一些绿色的粘稠胶状物,灵似的丝冰箭头上竟然脆毒。 二管家,你们灵似好生不要脸。 楚天立声喝道,明码实价的货款,你们居然半路想要劫回去。 这消息若是传了出去,你们灵似以后还要不要和人做生意了。 一边立声喝骂,楚天身体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东的一声,地面上黄沙四箭,十只箭矢几乎是擦着楚天的面门飞过,他清楚的闻到了箭头上那股极其刺鼻的腥臭味。 还不等楚天站起,二十名刀斧手已经冲到了面前,一声大喝,十名焊促手持长刀,十名焊促手持重斧,从四面八方齐齐围了上来,大刀重斧荡起一道道恶风向着楚天当头落下。 长刀,重斧上都涂了一层黑漆,火光下不见任何反光,只见一道道黑影犹如乌云一样急速落了下来。 杀 灵式焊促被操练得很是惊悍,刀斧手大力劈砍的同时,二十名长矛手已经从人缝中狠狠刺出了手中长矛。 一道道腥风袭来,这些长矛的枪头上居然也脆了剧毒。 楚天看着当头落下的大刀重斧,看着从大刀重斧缝隙中刺来的二十根长矛,胸膛突然高高鼓起,身体四周的黄沙异常诡秘的跳动起来,好似有一道道无形的风从楚天体内喷出,吹动了满地的黄沙。 敖屋一声唬哟犹如门泪响起,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泡从楚天面门喷出,四十名手持刀斧,长矛的焊促身体一晃,齐齐向后倒退了一步。 厚重的面甲护住了他们的面门,看不清他们的脸色,围见他们下巴上一行行鲜血不断的滑落。 沉闷响声不觉,大刀重斧几乎贴着楚天的身体落在了地上,深深的陷入了黄沙铺成的关道中。 二十根长矛也歪歪斜斜的狠狠刺进了地面,仓促间拔不出来。 楚天身形极其怪异的直挺挺竖起,脚下好似装了弹簧一般,刷得一下向前扑去,手中两尺半长的青铜八面剑带起一六青色寒光,直指一名刀斧手的胸膛。 被楚天虎吼声震得头昏目眩的刀斧手仓促之中拔出了腰间挂着的圆盾,齿半直径的金铁圆盾仓促的挡在了楚天剑前。 扑斥一声,好似利刀切过瓜果,半寸厚的金铁盾被楚天手中八面剑一剑洞穿,光洁如水剑身上一点而痕迹都没留下的八面剑洞穿铁甲,将这刀斧手扎了个对穿。 吓,你们这铁甲,怎和纸片一样一穿就透? 一拳闷在被击杀的刀斧手面门上,将其壮硕的身体打飞了七八尺远,楚天大声笑道,二管家,莫非你们自家打手身上的甲咒,你们还偷工减料不成。 四周刀斧手,长矛手,后面的弓手齐齐一愣。 正和李孝陵将持的灵符呆了呆,怒声骂道,颜杂颇财,说什么胡话? 我灵家护卫的龙鳞甲,每片甲片都是三百段的精品。 该死,这小子手上的短剑起码是一剑宝兵,孩儿们小心些个。 灵符的反应吃了些,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楚天身形如风,瞬间绕着七名刀斧手转了一圈。 八面剑犹如幽灵,犹如一团闪烁的鬼火,鬼秘绝伦的在他手上出没。 轻蒙蒙的剑光刚刚从他右手喷出,就骤然从他左手指缝中出现,他的身体微微一眩,剑光就从他的腰间洒出了一圈弧光,他的头微微一摆,八面剑居然诡秘异异常的从他发际一侧撕了出来。 楚天的双手,双脚,双肘,双膝,他浑身上下每一处部位,都有青色的剑光刺出。 他好似已经和八面剑融为一体,八面剑就是他身上的一处肢体,他的任何动作都能引动剑光,他的身体任何一处都能有剑光刺出。 七名刀斧手还没看清楚天究竟是动用了那一只手,他们身上最少就被八面剑洞穿了十八次,锋利无匹的八面剑轻松穿透了他们的各处要害,楚天或者肩膀一撞,或者膝盖一顶,或者肘子狠狠一击,七名刀斧手就浑身喷洒着血雾向四面八方翻滚着飞出。 楚天的身影浑在了七名刀斧手翻滚的尸体中,四周的刀斧手,长矛手,弓手只觉眼前一阵眼花缭乱,大片血雾还有惨死同伴的身体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根本没能发现楚天在哪里。 楚天踏着诡异的步伐,无声无息的从一具刀斧手的尸体后面突然闪了出来。 他弯腰快步从那尸体后冲出,一抹青色剑光从他肩膀上一闪而过,斜斜的划过一名长矛手的腰间。 两尺半长的八面剑轻松轻巧地扫过长矛手的身体,将他拦腰截断。 楚天左右手同时轰出,重拳打在了长矛手的两截身体上,大片血水飞洒,两截尸体高高飞起,四周敌人的注意力瞬间被这两截尸体吸引,下意识地抬头看了过去。 脚下好似有风托起了高挑脚剑的身体,楚天一个滑步冲到了三名长矛手面前,三团轻悠悠的剑光在他面前炸开,三个长矛手只觉下河一通,八面剑几乎同时从他们下河刺进,从他们后脑刺出。 右膝一抬,只听一声可怕的闷响,正中那长矛手的精铁护裆被楚天一膝盖顶得凹陷了下去,整个下身瞬间粉碎。 长矛手的身体重重飞起,向着身后的十名弓手砸了过去。 楚天犹如幽灵一样紧跟在长矛手的尸体后面,三步迈出了七八丈远,又一步就神鬼莫测般从长矛手的尸体后绕了出来,随后一个横跨身体带起一道弧线,腰间一道轻蒙蒙的弧光洒出,十名弓手还没能拿起近战的长剑。 就被楚天一剑腰斩。 身后三柄大幅呼啸着劈了过来,更有八柄长矛从身后和两侧刺来。 灵是刀斧手,长矛手的怒吼声震得四周黑松树一阵颤抖,无数细细的松针洒落。 楚天头也不回的横跨了一步,再斜斜的向后方退了一步,他就无比诡秘的来到了三名刀斧手的队列中。 八面剑从他右手喷出,刺穿了右手侧刀斧手的心脏,几乎是剑光穿透那刀斧手铁甲的同时,青色的剑芒就从他的左肩挥洒了出去,他左手侧的两个刀斧手齐声藏壕,被他一剑断手。 三具刀斧手的身躯还没倒地,八名长矛手几乎同时丢下手中长矛,拔出腰间短刀,亡命的向楚天冲来。 这些长矛手看得清楚,楚天的动作太快,动作太诡异,他们甚至连楚天的身形都抓不住,他们根本不可能用长矛刺杀楚天。 只能近身格杀,用人数的优势堵住楚天,以命换命,楚天刺穿他们的身体同时,他们也要在楚天身上狠狠的扎几个血窟窿。 不仅是这些长矛手,更是剩下的刀斧手,长矛手无不丢下了长兵器,拔出了腰间尺半长的短刀,嘶声吼叫着,犹如受伤的野兽一样向楚天冲来。 短短几个呼吸间,他们就损失了几乎一半人手。 楚天的杀力太惊人,杀戮的效率太可怕,他用的不是侍警豪杰应有的手段,更不是军武之人堂堂正正大开大合的杀人技巧,楚天使用的,是一种纯粹为了杀戮而成的格杀剂。 他不应该是白蟒疆的鱼档头,他更应该是一个可怕的刺客,顶级的杀手。 二十几条身披龙鳞甲的魁梧身影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楚天兴奋的浑身肌肉都微微绷紧,嘴角微微裂开,很是灿烂的笑了起来。 几条淡淡的伤疤在他脸上跳动,让他这张微黑的面孔凭空增加了几分猙獰之气。 在那无边的争鸣和肃杀之中,楚天的一对儿眸子却好似春天山剑中刚刚画动的溪水一样,清澈清洁,没有半点儿杂志。 他固然是在凝笑,但是他周身的气质却不像是刚刚杀了这么多人,还要再继续杀很多人的杀手,更像是一名穿戴一心,正要去赴家人约会的风流雅士。 人影冲了上来,楚天横跨了一步,三条人影就失去了目标,紧贴着他的身体奔了过去。 拔面剑就在他腰间突然的闪了一下,大片鲜血飞洒而出,三名长毛手被冻穿了胸膛,剑光几乎将他们的上半身整个撕成了两片。 恶风袭来,五名长毛手两左一右,一前一后同时抱了过来。 楚天脚下一动,斜斜的跨了一步,五条粗壮的人影再次擦过了他的身体,最近的一个汗促的手臂完全是紧贴着楚天的面颊划过。 楚天向那绝望的汗促微微一笑,手中八面剑一旋,五个人的脖梗上大片血水喷出,落地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半点儿动静。 前一步,后一步,左一步,右一步,见或斜跨一步。 楚天的动作不大,步伐更是看似简单到了极点,但是五步之内,没有一个灵式汗促能碰触他的身体,没有一个灵式汗促的兵器能伤到他一丝半点。 鬼魅一样的八面剑在他手中闪烁,一个又一个汗促倒地。 短短十几个呼吸的时间,五十名灵式铁甲汗促尽数倒地,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的堆放在了长宽五步左右的空间中,密密麻麻的挤在了一起。 刚刚一声,八面剑跳回袖子,扣在了牛皮护臂上。 楚天看着躺在地上的汗促尸体,淡淡地说道,五步之内,匹夫一怒,天子飙血。 我这一套剑术,就叫匹夫剑。 嘿嘿一笑,楚天很没正经地咧嘴一笑,吓,杀天子这种事情,咋可是大尽的忠臣顺民,玩笑,玩笑,玩笑喝。 瓦的一声惨嚎传来,灵符眼看着楚天杀鸡一般斩杀了五对自家的精悍私兵,一个狮神被李孝陵一挤化在了肚皮上。 骑马二十几斤肥肉撒着血高高飞起,灵符歇斯底里的喝骂了一声。 第十五章公子如玉 二管家,李都尉,今夜之事,俺楚天铭记在心。 楚天笑着拍了拍身上略微有点皱褶的衣衫,向敖战中的灵符,李孝陵拱了拱手,日后两位切记,千万不要靠近白蟒江,否则有个江心失足,坐船沉底的勾当,可怪不得咱爷们。 李孝陵,灵符的心头同时一沉。 两人手上的动作同时慢了一下,想自家下属看了过去。 灵氏三百余汉醋围住了数十周兵,十五周兵铁甲骑兵,双方正拼了个不上不下。 灵氏焊醋在人数上,装备上占了优势,但是在战斗经验和手段上却比周兵弱了一截。 火箭上的游步团已经快烧尽了,暗淡的火光照得战场一片黑影乱晃。 人影交错,吼声如雷。 刀剑撞击在一起,长矛刺在铁甲上发出刺耳的响声,大幅劈砍铁盾,沉闷的声响总伴随着鼓烈声。 不时有鲜血洒在地上,官道上的黄沙已经被鲜血浸透,在灯火下变成了一片诡异的紫黑色。 周兵的战力超出灵氏撕兵一截,双方往来交错,相互攻守,正正拼了个平手。 不时有周兵被灵氏汗簇击中,却往往只伤不死,而周兵白虎杀阵怒吼咆哮,在杀阵的加持下,士族交错间白虎虚影一闪,灵氏汗簇一旦被兵器击中,或者重伤,或者倒闭,十人中只有一二人侥幸轻伤。 双方你来我往,犹如牛皮糖一般死死缠在一起。 谁也抽不出多余的人手对付楚天,李孝灵和灵符也正纠缠在一团,同样空不出手。 如果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楚天离开,李孝灵和灵符都觉得好似大口吞了一把苍蝇,这心里面怪难受的。 灵符怒急而笑,手中蛇骨边狠狠打了几个楦而荡开了黑气弥漫的长脊,朝着密林中正在装填怒咽冲的十四条大汉立声喝道,不惜代驾,劫杀楚天。 今日若是被他逃了出去,我灵氏还有脸见人吗? 鹿燕冲每一次发射,同体急速升温,之后都要散热一会儿才能发射第二次。 密林中的大汉们心无旁骛的帮鹿冲散热,然后装填了第二发铁锚。 刚刚准备妥当,他们正准备朝着周兵阵列中轰上一轮,灵符的命令则让他们将目标锁定了楚天。 这原本是足以改变战场局势,让李孝灵挥下周兵大败亏输的机会,灵符却让这些大汉将目标对准了楚天。 李孝灵的脸剧烈的抽搐了一下,随后乐不可知的咧嘴笑了起来。 楚天已经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白莽江口奔去,说话间他已经走出了十几丈远。 黑松林中火光一闪,十四条大汉遵从灵符的命令,将怒焰冲瞄准了楚天。 就在他们激发怒焰冲的一瞬间,一条体型堪比大股牛的黑影突兀的从他们身后密林中冲出,尖牙利爪犹如暴雨一样突然降临。 平日里楚天当作作奇的老黄狼嘶吼着从密林中冲了出来,他大嘴张开,足以一口吞下两个人头的血盆大口内獠牙密布,硕大的脑袋一甩,就有三四个人头被他一口咬掉。 蒲扇大小的狼爪上弹出了将近一尺长血量如刀的爪子,老黄狼嗷嗷有声的挥动着硕大的爪子一通乱拍乱抓,每一击都有万斤距离,十几个壮汉被他狼爪一拍就古断斤裂吐血倒地,身体更被锋利的爪子撕成了碎片。 就在老黄狼发动突袭的瞬间,怒燕冲激发了。 大汉们的身体歪歪斜斜的,十四只怒燕冲没有一只对准了楚天,要么飞向了天空,要么轰在了地上,还有五只怒燕冲轰向了乱成一团的战场。 大片血水飞溅而起,不管是灵氏私兵还是周冰全都发出了怒骂声。 五只失去准头的怒燕冲在人群中肆虐,周冰的铁甲也好,灵氏汉醋的龙铃甲也罢,在怒燕冲的锋芒前都好似纸片一样被撕碎。 数十条人影喷洒着热血重重倒地,其中八成是灵氏汉醋,只有两成是周冰战士。 哈哈! 李孝陵眼看乱飞的怒燕冲打死打伤了大群灵氏汉醋,他不由的放声大笑,灵符,这是自作孽呀! 哈,还不束手投降,更呆何时! 灵符浑身肥肉气得乱抖,他恶狠狠地盯着浑身是血的老黄狼嘶声怒骂,该死的畜生,该死的畜生! 一边怒吼,灵符手中动作骤然加急,三十六节舌骨边发出刺耳的破空声,无数条拇指粗细的黄色气劲犹如海潮一样向四面八方涌出。 当当巨响阵的人耳膜剧痛,灵符的动作骤然加快了一大截,舌骨边上的力道更是变强了一倍有余。 一道道震荡极强的力道从舌骨边上涌出,无数条小小的旋风卷起了无数细小的黄色沙尘,劈头盖脸地轰向了李孝灵。 李孝灵没想到灵符此刻居然还有余力,他骇然看着灵符,想不到这死胖子和他动手的时候居然一直还有所保留。 措手不及的李孝灵被打得连连后退,几个大步就被逼退到了混乱的战团中。 灵符手中舌骨边呼啸着向四周打去,就听刺耳的尖笑声不断,舌骨边抽打空气发出啪啪脆响,弹指尖七八个周兵被舌骨边打中。 铁甲被打成了漫天碎片,狠辣无比的舌骨边打在这些周兵身上,他们的皮肤不见破损,皮肤下的筋骨血肉都被柔韧得暗尽抽得粉碎。 被大飞的周兵大口大口的吐着血,紧接着就吐出了内脏碎片,几个周兵落在地上,眼看着就不活了。 李孝灵,今天你们一个个都得死在这里。 灵符瞪大眼睛,恶狠狠的目光中闪耀着淡淡的血光,在盖州,和我灵势斗,你们也有这资格。 李孝灵沉声长笑,他猛地提了一口气,大片黑气从他体内冲出,长脊上喷出的黑气骤然变得有水缸粗细十几丈长短,硬生生将灵符蛇骨边上的黄气压下去了一大截。 长脊摩擦空气发出嘶嘶尖笑,李孝灵连续十几击将灵符打得连连后退,硬生生逼着他退出了战团。 带着一丝诡秘的笑容,李孝灵看着灵符冷笑道,看来,这就是你们灵士今天投入的所有兵力了。 灵符心中涌出了一丝不妙的感觉,他历声喝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孝灵只是冷笑了一声,他一声长笑,两侧密林中骤然又是上百只火箭化空而来,拳头大小的游步团在火箭上熊熊燃烧,明亮的灯火瞬间照亮了整个战场。 两侧黑松林中,好似有人突然扯去了一块厚厚的黑色帘子,整整齐齐两队和计四百名铁甲周兵列队站在密林边缘,火光中他们身上的铁甲熠熠升灰,无边的杀气涌出,周兵头顶隐隐有白雾凝聚,一头朦胧的白虎虚影逐渐出现。 灵符惊黄的大吼了一声,舌骨边向李孝灵一阵乱抽乱打,迅速向后撤出了战团,声嘶力竭的大吼了一声,来我这边。 混蛋,你们怎么靠过来的? 灵符凌乱了,两侧密林中的铁甲不促,身上整套的甲昼和兵器加起来沉重非常,密林中又满是枯枝落叶,寻常人行走都不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何况是这些身负重甲的战士。 偏偏他没能听到任何声音,没发现任何动静。 李孝灵冷嗖嗖的向灵符咧嘴一笑,井底之蛙,你灵士,也就只能在这盖州作威作福。 听说过秘书为我们。 灵符的身体机灵灵打了个寒战,秘书。 是了,当是秘书,除了秘书,什么法门能让四百铁甲战士,不发出任何声音的逼近战场? 铁甲铿,灵士汗促仓皇的向灵符靠拢。 原本阵是森严的四百铁甲汗促,此刻能够站直了自己行动的只有两百出头,剩下的六七十人完全依靠同伴搀扶才能行走。 地上留下了百多条灵士汗促的尸体。 相对应的,李孝灵带来的周兵精锐,此刻保持完好的只剩下了三十几人,其中还包括了五名骑在战马上摇摇欲坠的铁甲骑兵。 但是四百铁甲不促的入场,让李孝灵手上的兵力和战力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二十只怒燕冲,呵呵,若是真个被你算计到了,本将免不得大败亏输。 李孝灵凝笑望着面色惨淡的灵符,可惜,怒燕冲不是你这么用的。 嘿,用十四只怒燕冲去杀一个矛头小子。 楚天在一旁呵呵笑着,不动声色的招呼了一声老黄狼,小步向后撤退。 一声沉沉的咳嗽从楚天身后传来,一名身材和李孝灵差不多高矮,却比李孝灵更加雄壮几分的铁甲大汉带着十几名亲卫,牢牢的堵死了虎牙口官道,封死了楚天撤回白蟒江口于是码头的道路。 借着火箭的幽光,楚天看清了铁甲大汉的面孔,他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赵孝卫,是了,你一直跟司马太守走得近。 铁甲大汉呲牙咧嘴的向楚天笑了笑,楚档头,这几年,逢年过节你巴结得好,送上门的大仙与老子全家上下都很是满意。 奈何,你这次玩过火了,乖乖的去死吧。 舔了舔嘴角,盖州成州兵四大统兵校尉之一的赵校尉得意洋洋的说道, 俺可不是和太守大人走得近,俺本来就是太守大人家江出身,太守大人来盖州上任之前,俺就来替太守大人打前战礼。 老黄狼低沉的咆哮着,快步跑到了楚天身边,呲牙咧嘴的向赵孝卫发狠。 一条长长的咸水从老黄狼的嘴角挂了下来,老黄狼浑身黄毛一根根竖起,让他的体型越发显得巨大。 楚天瞇着眼,向赵孝卫拱手道,罢了,江湖人,江湖死,搅起了这次的浑水。 咱也是该死。 只是赵孝卫成全一二,让我看着灵符死透气了,再下手如何? 赵孝卫看了看楚天,大咧咧的点了点头,罢了,你不动,俺不出手。 等老李干翻了那死胖子,咱们再好好亲紧亲紧。 嘿,嘿嘿,嘿嘿嘿。 赵孝卫笑得难听,犹如夜猫子一般的笑声在密林中传出了老远。 灵符浑身肥肉乱颤的看着身边满身鲜血的铁甲汗醋,他咬着牙指着李孝灵发狠道, 李孝灵,你别得意,在这盖周城,司马太守说了不算礼。 今夜之事,谁输谁赢,你我说了都不算。 李孝灵眉头一皱,赵孝卫的脸色也变得有点难看,他们隔着数十丈远相互打了个手势,赵孝卫身边的十几个亲卫急忙窜进了两侧密林中,就听得脚步声逐渐远去。 谁还能来救你呢? 灵事? 或者,处事? 李孝灵带着浓浓的忌惮之意,终于说出了他最不愿意提起的那两个字。 盖周城外,西北方向二十几里外,仅靠着几座大山,开辟出了好大一片庄园。 绵延五六里的庄园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这一圈而护墙的规模可比盖山书院超出了一大截,比起盖周城的城墙却也不差到哪里去。 城墙上更是哨塔碉楼密布,三五步就是一个暗哨位,每隔十来步就挂着一盏气死风的琉璃灯盏,罩得整个城墙一片通明。 庄园最里面,一片小溪流水,假山花林围绕中,一栋通体用营白如玉的十万满荒大山特产铁玉竹制成的惊蛇中,一名十七八岁。 面如关玉,生得极其俊俏,周身每个毛孔都透着一股紫富贵风流气息的少年懒洋洋的躺在一张竹椅上。 夜深了,少年身边却还环绕着七八个面容星渠,一脸精明模样的管家,四周站着二十几个身穿白衣,明眸好尺的丫鬟,惊蛇外暗影中,更是有三百多号惊悍异常的护卫警惕的拱卫着。 当当当,少年从嘴里吐出了一颗果盒。 一个丫鬟熟练而精准的用一个赤巾打造的檀鱼接住了果盒,消无声息的将檀鱼传了出去。 少年懒懒的伸手在丫鬟的脸颊上摸了一把,慢调思理的说道,那边,啥动静。 一个中年管家笑着凑上前了一步,不仅是李孝灵,连召黑虎也出动了。 灵师那边,只出动了灵符和四百铁甲,怕是今晚上,他们要糟糕倒血眉。 吓,那岂不是好得很。 少年猛的一拍手,满脸是笑的坐直了身体,盈润的眸子里一抹诡诀幽光闪过,少年笑呵呵的说道,灵月黄昏前,的确是派人来打招呼,要咱家照应一二。 几个身穿青衫的管家齐齐点头。 呵,找了个好姐夫,就不把咱家放在眼里了吗? 少年眯着眼,淡淡的说道,这几年,他灵月总顶着我楚世表少爷的幌子在外招摇撞骗。 呵,娘亲生育我时难产而死,他灵家的那女人,只是一切的身份。 妾。 少年站起身来,高高举起双手大声叫道,玩乌尔,那贱人的侄儿,怎敢就在外说他是我家的表少爷? 他还想做我表哥? 他也配。 不去理他,一个家丁都不派,一个护卫都不派,让灵符和他家的四百铁甲死在那里好了。 少年放下双手,温文如玉的笑了起来。 那,灵月那边追问的话。 刚才那管家笑着问道。 嗯,就说我们派出了援兵。 少年懒散的说道,但是月黑风高,山路难行,咱家的家丁疏于操练,于山林中迷路了。 没错,迷路了,就这么说。 少年笑得很灿烂,我处邪,可是他灵是能轻松利用的。 第十六章群狼突击 周兵和灵家司军的大战再次爆发,四百多周兵四面合围,悍然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关道上,喘息声,怒吼声,谩骂声,金铁撞击声,肌肉撕裂声,骨骼断裂声,还有武器器近破空带来的奇异笑名声持续了一刻钟。 除了灵符,灵式的铁甲汉醋全都倒在了地上。 满脸凝笑的周兵战士悄无声息的举起大刀重斧,将灵式汉醋的脑袋一个接一个的砍了下来,整齐的马放在关道上。 盖州乃鞭荒之地,民风飙悍,周兵也染上了几分汉匪和满荒移民的作风。 跺下敌人的脑袋以震慑敌人,这已经是不成文的传统。 灵符面色惨白的看着李孝灵和他的两位富江,惨白的嘴唇急速的蠕动着,怎么没来呢? 怎么可能不来呢? 灵月少爷和他们说好的,这是一定要来的。 怎么能不来呢? 李孝灵呵呵笑着,他的两位富江甩了甩胳膊,江户壁上黏着的血浆抖落了一些,也放声笑了起来。 不管灵符怎么想,这一场因为一万五千两赤金引发的血战,终究是他们赢了。 除了刚开始李孝灵捅侠的周兵被怒焰冲突袭,损失大了一些,后来的四百铁甲周兵只是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轻伤,连一个重伤的都没有。 死战,可谓全胜。 李孝灵抚摸着铁挤,看着浑身是血,胸膛上,肚皮上裂开了老大伤口的灵符放声笑道,儿郎们,回去后本将重重有赏。 李孝灵放声笑着,他麾下的周兵战士也按捺不住的低声欢呼起来。 李孝灵对麾下儿郎向来慷慨,从来不会吝啬赏赏。 一万五千两赤金的战利品,每个周兵只要能得到一两金子的赏赐,就足够他们好好的潇洒老长一段时日。 哈,都未说得极是。 李孝灵的一位副将呵呵笑着,他的身体突然晃了晃,巴搭了一下嘴诧意道,怪也,我舌头怎么发麻? 还有,这火箭的光怎么暗了些? 李孝灵定睛看去,就看到两个副将的面皮上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黑气。 呃,副都未说的是,怎么,怎么咱们身子都麻木,发冷。 好几个周兵中的十夫长,百夫长齐齐惊呼出声。 刚刚一场敖战,这些周兵固然占了绝对上风,但是灵士的司兵拼死反击,多少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轻重不一的伤痕。 好些周兵拉起了面甲,大口大口的吐着黑血。 他们只觉五脏六腑都好似火烧一样,烧得浑身难受,热血不断的顺着嗓子眼涌出。 但是他们的身体却一片冰冷,肌肉筋骨都麻痹了,冷气好似无数刀子在筋骨之间乱钻,痛得他们眼前一阵阵发黑。 灵符 李孝灵突然醒悟,他弯腰抓起一柄灵士司兵使用的长矛,借着昏暗的灯火仔细的端向了一番,他气急败坏的指着灵符破口大骂,你们的兵器上,脆毒。 灵符气喘吁吁吁的看着李孝灵,眯着眼咯咯怪笑道,下,咱灵士的是司兵,只求杀人爽利,可不像大进的官兵,要照顾朝廷的颜面。 兵器脆毒算什么?只可惜那些怒焰冲霉能杀了你这群混账玩意儿。 咚咚声不绝,一个又一个周兵不断倒地。 刚刚一场敖战,所有周兵浑身血气沸腾,血液流动的速度比平日里加快了许多。 伤口上的剧毒顺着快速流动的血气瞬间流转全身,只要是被灵氏汗醋兵器所伤的周兵,短短十几个呼吸间接二连三的倒在了地上。 不多时,官道上还能站立的周兵战士只剩下了百人出头。 这些周兵运气极佳,在战斗中并没有受到半点儿皮肉伤损,这才没有被剧毒所伤。 李孝陵的两员副将艰难的扯开腰间牛皮囊,掏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丹丸塞进嘴里,一声不吭的盘坐在了地上。 不多时他们就瓦的一声吐了出来,吐出来的全都是黄汤绿水散发出刺鼻臭气的莫名玩意。 大量粘稠的汗水不断从两员副将额头上伸出,他们身上喷出了刺鼻的腥臭味,可见他们体内的毒有多么歹毒,多么猛烈。 李孝陵举起了肠脊,怒吼着向灵符冲了过去,解药,灵符,该死的下剑丝,解药。 灵符咔咔咔笑着,艰难的举起舌骨边应付着李孝陵暴风骤雨的猛攻,解药。 杀人的玩意,谁会带解药? 就算有,你伤损了这么多人,我怎可能带这么多份解药在身上? 轻叹了一口气,在李孝陵和两员副将的围攻下已经筋疲力尽的灵符突然丢下舌骨边,张开双臂向李孝陵的长脊迎了上去,反正,今日损失惨重,俺没脸回去礼。 李孝陵,陪俺一起死呗。 长脊冻穿灵符的胸膛,灵符身后喷出了大片血水。 灵符两条肥胖的胳膊怪异的膨胀着,喷出大片血雾,犹如两根工程锤,一左一右狠狠的轰在了李孝陵左右软肋上。 一声惨嚎,李孝陵双手一卷,长脊在灵符胸膛上破开了面盆大小一个透明窟窿。 随后李孝陵呲牙咧嘴的抬着头痛呼出声,灵符临死亡命一击,他左右两肋被击碎了七八根肋骨,好几根碎骨插进了肺部,痛得他嘶声惨嚎,嘴里不断喷出大片的血雾。 老李 正监视着楚天的赵黑虎赵孝位怪笑一声,拔出腰间佩剑就要赶去李孝陵那边。 杀了那小子 今日之事,不能传出去。 李孝陵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双手抱住了面目扭曲,神态猙獰的灵符脑袋用力一扭,就听咔嚓一声响,灵符的脑袋被他硬生生扭了一个三百六十度,被他一把从脖梗上扯了下来。 车厢下面的车夫,利夫,全部杀了。 李孝陵强忍着胸膛内的剧痛,咬着牙一边吐血一边冷哼道,把儿郎们的尸身带回去,有周兵铭记的兵器一件都不能拉下,战场一定要打扫干净,不能留下任何跟我们有关的蛛丝马迹。 一众周兵看着满面漆黑倒闭当场的铜袍,一个个红着眼眶忙活起来。 司马太守居然调动周兵黑吃黑,这等事情要是传出去了那还了得。 司马太守可是以清明生动鼠周的人物,平日里是那样的阳春白雪,那样的飘逸出尘,是一等一的清贵之人。 稍微和铜钱阿赌物沾边都会污了他的名气,更不要说他为了一万五千两赤金钓兵杀人。 这等臭名若是传了出去,他司马太守还有脸见人吗? 他的太守宝座,还坐得安稳吗? 司马太守的宝座不稳,死心塌地跟着他的李孝陵,赵黑虎,还有李东卫,赵校尉的这些心腹周兵,他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所以,周兵们很是小心谨慎的借着火箭暗淡的火光打扫战场,极力的清扫一切蛛丝马迹。 赵黑虎看着楚天,轻轻的摇了摇头,楚荡头,乖乖伸出脖子,我给你一个痛快。 楚天看着赵黑虎温柔的一笑,赵校未喝,今日之事,可没这么容易解决,是吧? 嗯?赵黑虎只觉心头一阵发毛,一股可怕的危险气息从他身后袭来,他顾不得斩杀楚天,身体一个大旋转,手中六尺长剑带着刺耳的尖笑声在身后撒下了一片刺目的弧光。 一根长打两杖开外,长柄就有碗口粗细,锤头更是粗大异常的狼牙棒带着一道黑气,呼啸着砸在了赵黑虎的长剑上。 只听一声巨响,赵黑虎手中长剑当当断成了十几劫,狼牙棒上也被长剑破开了一条身有寸许的剑痕。 吓,何方非子。 赵黑虎惊慌后退,却忘了此刻他身后是楚天。 楚天咯咯倾笑,一步迈出,身体几乎贴在了赵黑虎的背上。 八面剑原本紧扣在他右臂的牛皮护臂上,此刻却好似由于一样从他左手袖管里钻出,带着刺骨的含义顺着赵黑虎胸甲之间的连贯之处刺了进去。 剑锋入体三寸,赵黑虎已经怒吼一声,双臂荡起一道黑气,以极其诡诀的角度越过双肩,狠狠地向楚天的脑袋拍了下来。 楚天收剑,退后,恰恰避开了赵黑虎全力一击。 赵黑虎身前的狼牙棒卷起黑气,犹如一条摇头摆尾的大蛇,狠狠一击锤在了赵黑虎胸膛上。 狼牙棒上拇指粗细,长有半尺的狼牙钉轰碎了赵黑虎的胸甲,深深没入了他的胸膛。 赵黑虎嘶声怒嚎,双手一把抓住了几乎和他腰身一样粗细的棒头,怒视着面前那条比他还要高出一节的睽萎身影。 阿狗,你这猪狗一样的东西,平日里去老子府上送鱼的时候,你乖巧的就和一条狗一样。 赵黑虎眼力极好,虽然光线昏暗,他依旧一眼认出了身后这手持巨型狼牙棒,手上力道惊人,似乎比李孝林还要强出一节的壮硕少年正是阿狗。 平日里憨厚甚至带着一丝蠢笨,整天跟在楚天身后招摇过势,最喜欢酒后和市井闲汉私打,偶尔也去赌场玩上几手,一旦输钱就能打得整个赌场的打手,庄家哭天喊得抱头鼠窜,经常去吃霸王餐,不给钱还要打断人胳膊腿,无数次让楚天出面赔礼道歉加赔钱,盖州城里出了名的满汉阿狗。 天歌说,俺不是狗,是狼。 今日夜里,阿狗平日里憨厚,蠢笨的脸上透着可怕的野性杀意,他呲牙向赵黑虎一笑,用力扯动狼牙棒。 赵黑虎立足不稳,居然被阿狗手上蛮力拉扯的向前踉枪了几步。 赵黑虎震惊的眼珠子都差点跳了出来。 阿狗狼牙棒上的劲道蛮横霸道,却不是因为他的修为深厚,这小子的修为最多不到百年。 他狼牙棒上的力量如此蛮横,完全是因为他天生的筋骨强健,天生的一绑子神力。 李孝陵远远的发现了这边的动静,他看到了楚天剑刺赵黑虎,也看到了阿狗棒砸赵黑虎。 更让李孝陵惊骇的是,阿狗的狼牙棒上荡起的黑气,分明是军中秘传大蛇咬的露术。 一名在市井中私混的无赖汉子,他怎么可能学会大进军中秘传武技? 而且大蛇咬不是那些下层官兵能接触的秘传,唯有校尉级以上的高级军官才有资格接触。 阿狗从哪里学来的大蛇咬? 学会大蛇咬的人,又怎么可能是一个鱼档头身边的大手? 密林中传来了凄厉的惨嚎声,更有惊慌失措的叫喊声远远传来。 那是刚刚赵黑虎派去密林中警哨的亲卫,十几个亲卫的惨嚎声此起彼伏,远的有数百丈远,近的却就在密林不远处。 一点点惨绿色的幽光在密林中亮起,亲卫的惨嚎声很快就消失不见,低沉的喘息声,野性的低声咆哮快速逼近,密林中响起了枯枝落叶被践踏的折断声。 什么人? 李孝陵嘶声惊呼,而狼们被战。 赵黑虎同样嘶声痛呼,他死死抓着阿狗的狼牙棒不撒手。 狼牙棒上一股股蛮进袭来,震得他五脏六腑难受异常,被楚天刺伤的软肋不断飙血,体力正在快速的流逝。 就在这要命的关头,老黄狼扑了上来,这头早就被引爆了凶性的大家伙抡起前爪,狠狠的一掌拍在了赵黑虎的脖梗上。 持续长的锋利爪子狠狠的切割赵黑虎脖梗上的钢丝护套,溅起了大片火星。 老黄狼全力一击居然也有万多斤力量,赵黑虎的脖梗咔的一声响,被打得向前一个猎且。 不等赵黑虎抬起头来,两侧净风袭来,四头体型比老黄狼略小一点的青狼扑了上来,歹毒异常,凶狠无比的一口咬在了赵黑虎的两个手腕,两个脚踝上。 两寸多长的狼牙咬透了赵黑虎的骨头,咔嚓鼓碎声好声刺耳。 赵黑虎痛呼不断,他惊慌失措地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用力摇摆脑袋的大青狼。 为什么是狼?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群狼? 密林中狼笑声绵绵传来,过百头体型硕大的大青狼慢悠悠地从密林中显出了身形,他们搭拉着舌头,嘴角不断有咸水滴落。 狼,是狼。 盖州城外怎么会有狼? 这些鬼东西不该在深山中吗? 这狼是冲着我们来的,这些家伙是有人续养的战兽。 李孝林惊慌失措地看着这些大青狼,这些十万蟒荒深处的凶残野物,一头青狼的战斗力就堪比两员惊悍的粥兵,过百头大青狼群起而攻,没有五倍的兵力根本抵挡不住他们的冲击。 奈何自家的士族刚刚结束了一场熬战,精气神都处于最差劲的状态,而且他们刚刚在打扫战场,阵型凌乱, 相互之间隔开了老远。 迎战 李孝林嘶声大吼,嘴里不断喷出血来,楚天,你这烟杂货,你从哪里弄来的这群狼? 嘶吼声中,李孝林看向了正在疯狂拍打照黑虎后脑勺的老黄狼,他气得一口血喷出了老远。 这楚天,平日里进出盖州城的座棋都是一头老黄狼,你说这群大青狼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等李孝林问一个清楚,四周密林中突然传来一声清喝,东东弓弦震荡声犹如重骨轰鸣,数百只持许长的唇钢弩箭犹如暴风骤雨横扫战场,百多个铁甲州兵齐声哀嚎倒下了一大片。 第十七章 啊狗扑击赵黑虎,楚天背后一剑将其刺伤时,三十条禁装大汉借着狼群的脚步声,在密林中快速的穿梭着。 李孝林等周兵官兵被狼群震慑时,三十条禁装大汉站在密林边缘,借助树荫黑影藏住了身形,悄无声息的从背后抓起了一张造型奇异的强弩。 强弩形如飞鸟,下方有着硕大的弩箭匣子。 强弩弓壁长有四尺,有黑发亮的弓壁分明不是金属铸成,略微弯曲的弓壁上依稀可见一些扭曲的奇异纹路,上面镶嵌了一些细小的晶石,却唯独没有弓弦。 李孝林大声呼喝,要周兵战士迎战狼群时,大汉们手指在弓壁上重重划过,嗡嗡轻响被李孝林的大喝声掩盖了过去。 弓壁尽头同时喷出一道红色光线,急速震荡的红光发出细微声响,组成了强弩的弓弦。 不需要大汉们动手,弓壁自行弯曲,红色光线凝成的弓弦拉开到极限,东东闷响不绝,强弩剧烈的震荡着,一只又一只持续长短的金属弩使连绵不断的轰了出去。 强弩的弹射力量极强,反阵之力也强到了极点。 这些大汉一个个绑大腰圆,身材魁梧,双手紧紧抱着强弩,将弩身硬顶在腰间,壮硕的身躯被强弩阵被不断颤抖,每一发弩屎喷出,他们的身体都不受控制的向后倒退半步。 强弩下方的弩剑匣子里装满了特制的弩屎,每一发弩屎轰出,强弩弓壁上红光流转自行上弦,下一发弩屎几乎是紧追着前一发弩屎的尾巴,继续向前轰出。 反阵力量太强,大汉们根本无法用这强弩做出精准射击,他们只是将强弩顶在腰间,微微扭动腰身,将箭矢均均匀的洒出了一个硕大的扇面。 弹指尖三十张强弩分别喷出了三十支箭矢,整整九百支金属弩剑呼啸着撕裂了棺道上的一切。 有州兵举起了虫盾,盾牌被射穿了,弩屎继续穿透了铁甲,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有州兵下意识将兵器挡在了面前,无论是长枪还是大刀,重斧,所有的兵器都被弩屎一击洞穿,弩屎继续穿透了他们身上的甲皱,在他们身体上留下了碗口粗细的窟窿。 有州兵和同伴背靠背的紧紧依偎,准备应付冲上来的狼群。 箭矢呼啸而来,将他们弹葫芦一样穿透,弩屎上可怕的力道将他们的身体打飞,他们闷哼着大口吐血,身体犹如风中落叶一样重重落地。 强弩的射击速度极快,三十发弩屎只用了三个弹指的时间就已经倾泻一空。 近百名州兵倒下了,只有两个幸运儿哆哆嗦嗦的拎着兵器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李孝林的两个副将倒下了,他们正坐在地上运弓逼毒,在盖州营中也算好手的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出手,连闪避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射穿了胸膛。 李孝林立声长笑,双手紧紧的握着长脊,急赶杵在地面上,勉强撑起了他的身体。 刚刚他用长脊打飞了向他袭来的十二只弩屎,却有两只漏网之鱼穿透了他的防御,一只击穿了他的左腿,一只将他的右小腿迎面骨打得稀烂。 左腿只是肌肉被冻穿,拉出了一个极大的窟窿,李孝林平住一口气,还能勉强忍受。 右小腿的伤势却让他的脚尖都无法落地,只能勉强坚持着,将伤腿靠在了长脊上。 杀胶弩,杀胶弩。 和怒艳冲一样的管制利器,打造难度比怒艳冲还要高出两等。 李孝林看着黑油油的林子,看着那些纹丝不动的大青狼嘶声怒吼,是谁?是谁? 盖州城,谁有这么大的手笔拿出杀胶弩来? 李孝林的心中不仅仅是惊慌和疑虑,更多的是惊恐和畏惧。 和怒艳冲不同,怒艳冲堪称傻大笨粗的玩意儿,好些密术师都能打造,而且锻造的难度并不高。 灵士固然找到了一人锻造怒艳冲,司马太守出身的家族,也没少偷偷摸摸的做这等事情。 但是杀胶弩的技艺难度就不仅仅是上了一个台阶,杀胶弩的激阔精细异常,所使用的秘术技巧更是精妙精致,寻常秘术师根本难以弄清杀胶弩的结构奥秘,就算弄到了图纸,也难以找到合适的铸造师将其打造出来。 司马太守身后的家族,也没有这个力量锻造杀胶弩。 今夜居然还有第三方人,在背后做那黑吃黑的勾当。 而且他们的势力是如此的强大,他们掌握了司马太守都没能掌握的力量。 李孝陵猛的回头看向了楚天。 四条大青狼死死咬住了赵黑虎的手腕和脚踝,赵黑虎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机会,李孝陵转过头来的时候,楚天正一剑洞穿了他的胸膛。 青色剑光犹如一团流动的琉璃鬼火,刺得李孝陵的眼睛刺痛异常。 赵黑虎,司马太守背后家族的家将,对司马太守最为忠心的州兵校尉,在大晋也算是军方高级军官的一州校尉,楚天击杀他的时候,表情居然和杀死那些灵士的司兵没什么两样。 如图积压,没有丝毫情绪变化。 杀赵黑虎都是如此这般,那么杀他李孝陵呢? 李孝陵感到了一股极大的侮辱,他声嘶力竭的朝着楚天立声怒吼,楚天,楚档头! 你绝对不只是一个鱼形档头! 让本将死的明白,你究竟是什么人? 楚天收起八面剑,缓步走回了车队旁。 他向车厢下望了望,那些车夫和利夫被他刚刚连续两声唬吼轰晕了过去,此刻所有人都还是口吐白沫的昏厥在地。 满地鲜血浸透了关道上的黄沙,这些车夫,利夫身上衣衫都被鲜血浸透,看上去鲜血淋漓很是吓人,实则没有一个人受到半点儿伤。 吓,兄弟伙没事就好。 这群贼男女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死一个,咱白莽江三大鱼庄里就要多一个寡妇,阿雀又有的忙了。 楚天叹了一口气,挺起了腰身,双手拍了拍袖子,很沉稳的问李孝陵,李都未,死则死已,哪里有这么多废话呢? 楚天面带微笑,衣衫干净,风平浪静的就好像一个去舅舅家做客的少年,尽显从容大度。 他根本不像是刚刚亲手隔杀了数十名凌家的私兵,不像是刚刚手任了一员盖州校尉的人。 身边的狮山血海,灵氏和州兵近千条尸体躺在地上,血腥味浓得犹如实质,却没能在他身上沾染一丝半点。 他的气息温婉而更静,就好像一块放在檀木架子上的玉石,晶莹剔透,不染一丝半点而尘埃。 好强悍的心境。 李孝林惊恐的看着楚天,这么多死人,饶氏经历过上白场浴血厮杀的李孝林都觉得浑身气血翻滚,楚天确实面皮都不变一下,如此妖孽的心境修为,这次究竟杀过多少人? 或者,这次干脆就是天生的杀人魔王,杀戮多少生灵都不会有丝毫的表情变化的吗? 废话,的确是废话,只是老子不服啊。 李孝林咧嘴笑着,本来老子现在应该带着一万五千两金子,带着兄弟们去向太守大人交差。 哎,你,本来只是猪狗一般的市井无赖,你怎么敢,你怎么能? 然也,这个问题,老夫也颇有兴趣。 一个清朗好听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楚档头,你究竟何人? 那一套匹夫剑杀气惊人,端的是五尺之内尸横遍野,如此杀戮之际闻所未闻,敢问楚档头究竟是何等来历? 众人同时抬头,无不面色微变。 他们头顶有人。 什么时候来的? 地面上的大清狼们更是躁动不安的低声咆哮着,他们敏锐的鼻子和耳朵,居然都没能发现这人的靠近,这让大清狼们本能的躁动起来。 一株高有二十丈的大黑松顶,一个身穿青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飘飘然犹如仙人一样站在树梢头。 他只是脚尖微微碰触那极细极细的树梢,叶峰吹过,树梢摇晃,男子的身形也轻轻摇晃着。 叶峰卷起了男子长长的衣摆,哗啦啦衣衫舞动中,男子左胸上,用银色丝线刺绣的一枚小小的方形印记格外醒目,里面是一枚小小的楚字。 楚氏供奉。 李孝玲呲牙咧嘴的嚎叫着,你,来了不短时间吧。 来了有一阵子了。 中年男子笑得很灿烂,真是一幕好戏,灵士居然私下铸造怒艳冲,这是一定要禀告公子得知的,另外,盖州城内居然多了楚档头这么一只诡秘的力量,我楚氏居然一点而风声都没收到,这是不应该的。 中年男子看着楚天微笑道,楚档头可否说出自家来历? 是官。 是非。 若是官,是文。 还是武。 若是匪,是纯粹的匪,还是满荒移民。 或者,楚档头有别的来历。 楚天皱着眉,看了看中年男子立足的大黑松。 二十丈零三尺五寸六分。 楚天精准地爆出了这株大黑松的高度,你的修为,怕是比李孝玲还要高出一大截,你刚才若是插手厮杀,周冰早就败亡,灵府也不会死,你们不是和灵士是亲戚吗? 中年男子很温和的笑着,他居高临下俯瞰众人,他的实力强出了众人一大截,他背靠着盖州楚氏这一座大靠山,所以他尽可能的表现出温文尔雅的一态,而这也是他所说的那位公子对他们日常的要求。 灵士,的确是楚氏的殷亲。 但是否出手救援他们,在下说了不算,这都得公子拿主意。 在下没收到让在下出手的命令,哪怕灵士的人在这里死绝了,在下也绝对不会出手。 笑了几声,中年男子看着楚天笑道,楚档头是在计算什么呢? 这株大黑松的确是二十杖三尺五寸六分高下,在下身高七尺三寸。 楚档头莫非是在计算,你能否凌空一剑将我斩杀? 摇了摇头,中年男子自信的说道,楚档头的匹夫剑杀乏伶俐,但是楚档头修为有限,想要凌空击杀在下,似乎力有不逮。 至于密林中那些小朋友的杀娇弩们,杀娇弩全速激发一次后,要半刻钟才能重新填充弩剑,所以在下现在是安全的,不是吗? 楚天活动了一下脖子,将八面剑收起,懒洋洋的举起右手挥动了一下,废话真个忒多。 懒懒的叹了一口气,楚天拉长了声音,绿姑,绿姑,干活了,收钱了喝,则,这丝跑掉了的话,可别怪咱们兄弟撂挑子有多远跑多远。 中年男子的脸色微微一变,他迅速转身向四面八方望了一眼,然后大声的笑了起来,绿姑。 是清流小柱的绿姑吗? 楚当头可真会开玩笑,那绿姑琴一关绝盖周,淡娜等娇娇弱女。 叮咚一声琴弦响动触,没人知晓这琴音从何处传来。 中年男子身体骤然一阵,好似有一颗炮弹在他胸膛内爆发开来,他欺笑中喷出大片鲜血,身不由己的一头从高空坠落,狼狈的向地面坠下。 嗡的一声,好似有一条恶龙翻滚着身体撕裂了虚空,一道肉眼可见的绿色气劲从密林深处呼啸而出。 绿茫茫的气劲方圆七八尺,内中清晰可见五根琴弦一般的气劲剧烈的震荡着,沿途不断发出让人心烦意乱,五脏六腑都不断翻滚的嗡嗡轰鸣。 中年男子被绿色气劲一击命中,就听一声不似人类的惨嚎传来,五根琴弦版的气劲将中年男子一击轰成了六段,琴弦一阵,砰的一声巨响绿色气劲爆开,中年男子浑身炸成一团血雾,就连一片完整的衣襟都没留下。 李孝玲和仅存的两个周兵目瞪口呆的看着中年男子炸开的位置。 这青山男子刚出现的时候,神态自若,气度惊人,端得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 他能站在那么高的大黑松上,能站在那么细的树梢头,证明他的修为比李孝玲都要高出了一大截。 如此高手,还没等他显露一两手高招,就被人隔空击杀。 犹如恶龙扑杀小鸡崽子,毫无反抗之力。 这前后强烈的对比,让李孝玲心头难过的想要吐血。 百多头大青狼低沉咆哮着,不断向李孝玲和两个周兵逼近。 李孝玲紧握铁脊,声嘶力竭地朝着楚天怒吼,楚天,让本江死得有尊严些。 本江堂堂盖州都未,岂能死在一群畜生手中。 楚天笑呵呵地看着李孝玲,他开口问道,绿姑啊,四周可干净。 可别有耳目把这里的事情给说出去了。 密林中,铿锵两声琴响。 楚天心头就有了谱儿,他笑呵呵地走到了李孝玲面前,肃然向李孝玲拱手行了一礼,李兜卫自然不能死于一群野狼之口。 李孝玲惨笑着看着楚天,那,本江死于何人之手。 楚天眨巴了一下眼睛,很认真的看着李孝玲,杀你者,巨寇阵三周如何。 李孝玲呆了半晌,他咔咔一声怪笑,突然抱起,手持铁挤狠狠向楚天撕了过来。 他倾尽最后一点力气,大蛇咬带起一道五六尺长的黑气摇头摆尾的袭来。 密林中一声琴音骤然响起,李孝玲五脏六腑一阵剧痛,惨嚎一声摔倒在地。 楚天手中剑出,一抹青光扫过,李孝玲硕大的头颅高高飞起。 第十八章那个梦,梦中人 火箭上的游步团竹刺熄灭,高空黑云散去,青蓝色的月光照得官道通明。 身背杀娇弩的壮汉熟练地打扫着战场,他们尽可能地回收了发射的弩箭,将死尸上的铁甲收集起来,用牛巾制成的绳索紧紧捆绑起来,让那些大青狼背在了背上。 体型堪比古牛的大青狼身躯巨大,筋骨强劲,力量极强,一头大青狼可以轻松背起十套战士的全套甲咒,兵器轻松奔走。 套上了大车,将昏厥的车夫,力夫丢在了十架四轮货车上,楚天一声呼哨,大队人马迅速顺着官道来到白蟒江于是码头。 十条大型乌棚帆船已经等在了码头上,赤巾,甲咒,兵器全被运上了帆船,船桨划破江水,帆船顺流而下,通过白蟒江口直达大龙江。 浩浩荡荡的大龙江水奔流急急,船队顺着江水一路行了下去,不多时就在江面上茫茫水雾中消失不见。 将昏厥中的车夫,力夫在自家院落隔壁一套空宅子安置妥当,楚天若无其事地带着几个半当来到江边狠狠地洗刷了一下,洗去了身上的血腥味,洗去了心头的沙液,弄了些烧酒,牛肉之类的典型胡乱甜甜肚子,回到自己房中倒头就睡。 这两日里的事情繁琐了一些,倒也不算凶险,只是颇好精神。 楚天平日里精气旺盛的紧,越是和人动手之后越是精神抖擞,也不知道怎地这次和李孝陵,赵黑虎,灵符相互算计了一把后,就觉得自己好似灯油快要枯竭的灯斩,浑身有气无力,眼前一阵阵黑雾翻滚,雾气中无数金星乱闪。 回到自己房间,勉强将几件预警的小玩意儿安置妥当了,楚天一头栽倒在床榻上昏昏睡了过去。 这一睡,楚天就见到了无数鲜血。 轰然巨响声中,一间陈设极其华丽的宽敞房间的大门被打得粉碎,无数木屑,砖瓦碎片犹如沙胶弩喷出的箭矢,带着刺耳的笑声轰了进来。 十几名在房中事后的老妈子,侍女丫鬟的身体犹如最细嫩的豆腐脑,被漫天碎屑一冲就炸成了大团大团的血物。 带着刺鼻血腥味的血物浑着细细的肉碎喷得漫天都是,浓浓的血腥味向楚天当面撒了下来。 一只白镜细腻的手掌从楚天的身后探了出来,一道玉色的气劲从细嫩的小手上震荡而出,化为一只方圆无齿的玉色手掌挡在了楚天面前。 无数的碎肉,大片的血物,无数的木门,砖瓦的碎片被玉色手掌震得粉碎。 刺耳的尖笑声中,生了一张淡紫色的方正面孔,整个人看上去正义凛然,倒貌黯然的中年男子面色猙獰的大踏步闯入了房间。 他嘶声尖笑着,当头一刀向楚天斩下。 玉色手掌被一刀劈成两片,化为无数细小的气流四下喷溅,将屋子里华丽的桌椅,跪除轰的支离破碎。 鞋刺里一道荧光掠了过来,荧光中一只身躯小小的,尾巴足足有身躯两个长的银毛老鼠呲牙咧嘴的一头撞在了刀光上。 银毛老鼠两枚大牙张开,咔嚓一口狠狠咬在了刀口上。 千锤百炼,刀面上带着无数美丽的犹如卷云一样花纹的宝刀被银毛老鼠一口咬得粉碎。 不知道银毛老鼠的两枚大牙上有着什么神奇的力量,那等宝刀,就好像被顽童用木棒中击的琉璃花瓶一样轰然碎裂,无数碎片呼啸着向四面八方横扫而去,屋子的墙壁被冻穿了无数细小的窟窿。 两条浑身是血,胸膛上,肚皮上满是骷髅眼,五脏六腑都顺着伤口流出体外的血人怒吼着冲进了屋子。 冲在前面的那囚然大汉满身满脸都是血,他的两颗眼珠不知去向,血肉模糊的眼眶中不断有大量的血浆喷出。 他嘶声怒吼着,江葵,我处是九代单传,你敢伤我孙儿,上天下的,我和你不死不休。 囚然大汉身后一道道灵力的剑光呼啸,十二道极细,极量的剑光化为一面剑轮急速旋转着,将身后不断飞来的剑矢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暗器搅得粉碎。 他一边大声嘶吼,一边团身向江葵张开双臂冲上。 在囚然大汉的身后,一名面容俊秀的青年男子半边面颊几乎粉碎,他用剩下的独眼深深的向银毛老鼠看了一眼,伸手从自己脖子上扯下了一条银色链子抖手向银毛老鼠丢了过去。 刚刚一口咬碎了大刀,似乎耗费了许多体力,已经气喘吁吁趴在地上发抖的银毛老鼠发出一声尖锐的碑丝,他张开嘴将那条银色链子连同上面一枚婴孩拳头大小的玉色青光一口吞下,然后冲到了楚天面前。 银毛老鼠的尾巴突然变得老长,老长,刷刷刷几声响,细细的银色肠尾死缠在了楚天身上,银毛老鼠背着楚天纵身跃起,一头向房间的角落冲了过去。 楚天骇然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墙壁,坚固的,用青砖砌成的墙壁,银毛老鼠居然一头撞了上去。 眼看着就要和墙壁撞一个正着,银毛老鼠两颗血色的眼眸喷出森森血光,厚重的墙壁突然有持续方圆的一块变得朦胧透明,就好似血色的毛玻璃。 银毛老鼠带着楚天一头撞出了墙壁,在他身后,朦胧半透明的墙壁恢复了正常。 唰,唰,唰,银毛老鼠带着楚天顺着屋檐,墙角,各处隐秘之地一路逃窜,四面八方尽是凄厉的嘶吼声,惨壕声,到处都是血肉碎裂声,刀剑入体声,更有莫名的一些奇异的吼叫声传来。 一道道墙壁被银毛老鼠用莫名的秘法穿过,他带着楚天骑马穿过了上百重院墙,最终来到了一道薄薄的和月光几乎融为一体的青色光幕前。 银毛老鼠用极其难听下流的话咒骂了一声,他呲牙咧嘴地翻出两颗大门牙,无比心痛地抖了抖身体,一颗大门牙突然化为一道暗淡的流光从他嘴里喷出,狠狠轰在了光幕上。 光幕无声无息地敞开了一条三尺多长的缺口,银毛老鼠背着楚天用最快的速度穿出了光幕,亡命地向外逃窜。 狂奔,狂奔,顺着最偏僻的小巷子狂奔,一边奔走,楚天还能闻到银毛老鼠不断地放屁声。 一股奇异的臭味在银毛老鼠身后轻轻扩散开来,迅速和四周混杂的气息融合在一起。 银毛老鼠和楚天身上的气味被完美地掩饰住了,银毛老鼠带着楚天穿过了一座黑漆漆,在楚天看来比大山还要高出一大截的厚重城墙,气喘吁吁地穿过了一片黑漆漆的黑松林,一头跳进了一条奔永不息的大河中。 银毛老鼠娇小的身躯上一根根银毛快速生长,体长只有四五寸的银毛老鼠浑身长毛变得有两尺长短,化为一个厚厚的毛团裹住了楚天。 江水没能渗入矛团中,楚天静静地蜷缩在矛团中,透过长长的银毛看着青蓝色的天空。 应该醒了。 楚天轻声说道,每次,江魁闯进屋子的时候,我就该醒了。 都快十八年了,没有一天例外的。 怎么这次的梦,这么长? 咔嚓一声,楚天四周的江水,江水两侧的山崖,山崖上的古墓,古墓上空的天穷同时裂开了无数细小的裂痕,一块一块色泽鲜明的山水图卷崩解,消失,银毛老鼠也化为一道淡淡的荧光消失不见。 灰茫茫的天,灰茫茫的地,四周是灰茫茫的虚空。 楚天静静地站在这灰茫茫空无一物的世界中,一条高大的人影缓缓穿过空洞的灰色,走到他的面前。 一身华美的锦衣,淡紫色的面旁,方正的面孔上带着无边的正义凛然和道貌黯然。 气宇轩昂的江葵静静地站在楚天面前,背负着双手静静地看着他。 总算要揭开谜底了吗? 楚天冷眼看着江葵,这位兄台,让一个刚出生的婴孩,每天不断地重复那种血淋淋的梦境,你不觉得太过分了一些? 轻轻一看,楚天摊开双手看着江葵,幸好是我,换成普通娃娃,早就灵质泯灭。 心智沦丧,要么变成疯子,要么就变成了傻子了吧。 江葵上下打量着楚天,带着一丝满意之色缓缓点头,你没傻,也没疯。 十八年来,每天夜里都让你重复一次你降生之初的血腥场景,你不觉得你的心境比寻常人坚定了许多? 楚天不吭声,江葵咧嘴一笑,心境坚定,意味着你的灵魂强大,坚韧,你比寻常人的灵魂,起码强出了十倍。 精确一点说,如果一个营养良好,健康成长的十八岁少年的灵魂是一滴水,你现在的灵魂有十一滴又多一滴的三成。 你是什么? 楚天好似没听到江葵的话,他沉默了一会儿,很认真,很谨慎的询问江葵。 我是,什么? 江葵呆了呆,晒然一笑,指着自己的面孔反问,拿,江葵,这张脸,你在梦里看了快十八年,就差两天就满十八年了,你莫非不记得? 你是,什么? 楚天缓缓举起右手,八面剑悄然从他袖子里弹了出来。 我是,枕头。 江葵摊开双手,急忙笑了起来,枕头,枕头,只是,我想给你加深一点印象,哈,你不觉得,江葵这张脸,你对他的印象最深吗? 枕头。 楚天呆了呆,他下意识地抹了一下脖子上带着的那条细细的银色链子。 链子上挂着一枚婴孩拳头大小,用轻玉雕成的玉枕头。 小小的玉枕上有细腻的云纹装饰,一条条极其流畅的云纹相互缠绕,浅浅的云纹却给人一种重重叠叠,深邃莫测的奇异感觉。 你是,枕头。 楚天愕然看着江葵,鼠爷说,这个玉枕跟了我家先祖九代人,从没听说,他会让我家先祖做噩梦,而且是连续十八年不断地重复一个噩梦。 是啊,我跟了你处是先祖九代人。 江葵背着手悠悠叹道,九代人,九代单传,你是第十代,就做了十八年噩梦以淬炼灵魂。 瞇着眼,江葵看着楚天,语气中凭空多了几丝诡秘,我定下这么苛刻的传承规则时,真没想到真能碰到这样幸运的人,原本以为,我这份传承就应该和我所属的时代一样,彻底的烟消云散。 楚天静静地看着江葵,仔细地分辨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在不同人的手中,在不同家族之中颠簸流离无数年,想不到,真有一家人能够九代单传不绝其次,你受我十八年噩梦淬炼,居然还能平安长大。 江葵微笑道,这是注定的。 这份传承,必须给你。 等等。 楚天立声喝道,什么传承? 什么九代单传不绝其次? 这传承,就在这里,你受也好,不受也好,这由不得你。 江葵轻轻地笑着,很不以为然地说道,至于说我挑选传承之人的规矩呢,就是找一个运气足够好的人。 本来,我想等两日后,你正儿八经十八岁生日那一刻,给你一份惊喜。 但是没想到,你昨天出城之时,却差点给了我一个惊喜,所以我等不得,就只能在这时候将传承交给你。 反正十八年每日受噩梦淬炼灵魂,你已经有足够的基础接受。 江葵的身体微微移动,楚天手中八面剑骤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剑鸣。 等等,这一切的前因后果是。 楚天急忙出声喝止了江葵。 吓,真是小娃娃做事不干脆。 江葵狠狠地瞪了楚天一眼,他历声喝道,前因后果就是,我有一份传承想要流传下去,却又不知道将这份传承留给谁。 所以,我就炼制了这个枕头,上面留下了一丝密法气息,但凡有人见到这枕头,就会认定这是足以兴旺家族的密保重器,会谨慎地妥善收藏,贴身佩戴。 但凡得了我这枕头之人,定然久戴丹传,无论取多少妻妾,只可能有一个后裔。 若是能久戴丹传而不绝伺,而那帝时代的娃尔能够承受我十八年噩梦,当然,也有可能是春梦,启梦或者其他种种,十八年而不动心智,能平安长大者,即可继承我传承。 江葵淡然笑道,前因后果,就是这般。 提前两天和你见面,却也是被逼无奈,生怕有万一出现。 所以,楚天喝,你就是我的阁代弟子,你愿意不愿意,这传承,如今就是你的了。 哈哈一声大笑,江葵骤然化为一道狂风呼啸着向四面八方席卷。 四周灰茫茫的虚空被狂风吹开了一个直径仗许的空间,楚天只觉浑身一痛,他的身体骤然崩解,化为一片淡淡的水汽漂浮在这空间中。 从小佩戴了十八年的欲诊无声无息的融化,化为一道刺骨的寒流钻进了楚天身体,瞬间冲到了他的眉心。 一股难以形容的剧痛从灵魂深处袭来,好似有一万个雷霆同时在灵魂中乍响,楚天哼都没哼一声就昏厥了过去。 第十九章 金龙鼓声响起 天刚蒙蒙亮,盖州城南门内的大街上,就多了好些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城门洞子里,几个防风灯笼中的灯油已经快要枯竭,火光变得暗淡了许多,几个职业的周兵低声咒骂着,站在城门洞里活动着几乎僵硬的身体。 大街上那些鬼祟的身影小心翼翼的避开了几个周兵的目光,带着一丝期盼看着紧闭的城门。 城门外,关道旁的密林中,几声婉转的鸟鸣声响起。 浑身满是露水的阿雀打了个呵欠,睁开双眼,懒洋洋的在一条鹅蛋粗细的树枝上绷直了身体伸了个懒腰,身体一偏就从树枝上滑了下来。 高挑瘦削的阿雀好像棉花球一样悄无声息的落地,他在树下缩成了一团,本能而警惕的向四周张望着。 头顶树枝上几只小麻雀儿喳喳叫了两声,阿雀笑了笑,懒洋洋的站了起来。 借着朦胧的沉光,可以看到阿雀清秀的面孔上,两条长眉犹如两柄长而细的利剑,斜斜的插向了鬓角。 本来颇为阴朗的长眉,却硬是被阿雀慵懒的笑容带歪了气质,懒散得好像两条吃饱喝足的猫儿全缩在他的额头上。 再次打了个呵欠,阿雀穿过树林,来到了关道上。 回头向虎牙口的方向望了望,阿雀低声笑骂了起来,一群沙呸,吓,这血腥味,隔着二十几里地都能闻到。 为了点不能吃,不能喝的金子,至于吗? 活动了一下身体,用力抓乱了发际,长发胡乱的披散了下来,阿雀撕开了身上的紧身浸装,又拔出匕首在衣衫上切开了几条长长的裂口,整个人在黄沙铺成的关道上打了两个滚,顿时变得无比的狼狈。 东的一声钟鸣,盖州城上空淡淡的一层光幕悄然撤去,四方城门的城门楼子上传来了城门关幽长的呼喝声。 就听卡拉拉一阵铁链摩擦声响起,盖州城的四方城门同时开启。 阿雀气喘吁吁的顺着关道狂奔了过来,盖州城的南门还没完全开启,他就一头撞了进去,差点撞在了几个州兵骇然挺起的枪尖上。 什么人? 做什么? 做什么? 大清早的想死呢? 一大早的被阿雀吓了一大跳,看守城门的州兵们气急败坏的呼喝起来。 报关,报关。 阿雀面孔扭曲,两条长眉杀气腾腾的在他清秀的面孔上跳动着,他气急败坏又带着几分惊慌之色的大声嘶吼着,报关,报关,杀人了,打劫了,俺们的金子被人劫了呀。 一把推开了几根顶着胸口的长枪,阿雀一路大吼大叫的顺着大道向城内奔去。 南门内的大街两侧,好些刚刚打开店铺大门的伙计机洞而又好奇的探出了大半个身体,瞪大了眼睛死死的盯着阿雀。 报关。 杀人了。 打劫了。 哎呀,金儿个一整天就有痰子了。 那些鬼鬼祟祟的人影几乎同时笑了起来。 他们都认得楚天身边两大铁杆之一的阿雀,一大早的,衣衫蓝缕,浑身脏兮兮的阿雀跑进盖州城大叫大嚷的要去报关。 好几个人猛的一跺脚,用力的握拳挥动了一下手臂。 嘿,怕不是自家主人愁错的那件事情成了。 那可是一万五千两吃斤啊。 好些人转过身撒腿就往自家主子的宅邸跑去,一边快步小跑,这些人还要强行压制脸上的笑容,更要藏头缩尾的,不让旁边人发现。 自己的异动,他们也实在是忍得辛苦。 南门上方的城门楼子里,一名身穿青色长衫的中年纹饰推开一扇窗子,微笑着看着狂奔的阿雀背影,欣喜的点了点头,速速去禀告太守大人,里都为何照校未成了事了。 两个轻衣小打扮的长随就忙跑下城门楼子,跳上早已预备好的两匹大花马,绕路向太守府奔去。 阿雀气喘吁吁的顺着大道狂奔,一边跑,他一边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报官,报官,杀人了,打劫了,死了好多人,好多人都被杀了,天哪,死了这么多人。 金子,金子,我家大哥的金子被抢了,一万五千两黄灯灯的金子啊。 盖州城内求生活的苦哈哈多,无论是卖肉的屠夫,做早点摊的小贩,又或者收叶箱的粪头,倒垃圾的竞夫,乃至各家各户出门采办的管事下人,还有从各大衙门职业刚刚下班的捕快,衙役,文书工人等等,好些人聚集在街头巷角,喝豆浆,吃面条,啃烧饼,灌馄饨,一个个正忙活着。 阿雀一路狂奔而过,好些市井街头丝混的好汉一眼认出了他。 雀哥儿,来晚混沌。 下,别叫他,看他这模样,出事情了。 能有啥尸体? 啥尸体? 莫非,楚档头的金子被人结了? 若是被人结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下,一万多两金子,楚档头区区异于行档头,哪里有保住的力量? 则,看雀戈尔这模样,这得死了多少人? 渐渐地,就有喜欢看热闹的市井闲人往早餐摊子上丢几个大钱,兴致勃勃的跟在了阿雀身后一路小跑。 逐渐地,就有三五十个贤汉跟在了阿雀身后,一路喧哗着来到了盖州太守府前。 朱七的大门上打满了金色的门钉,左右矗立着两尊三丈高的独角酸泥石雕,大门两侧一字而排开了二十四名身披纯银甲咒的魁尾君汉,手中镀金的长歌在晨光中散发出淡淡光芒。 远远看着一大群贤汉跟着阿雀跑了过来,一名君汉猛地上前了一步,指着阿雀等人力声喝道,太守府重地,一群烟渣泼才烟敢放肆。 退下,否则一个个抓了全部打死。 瘟的一声,二十四名君汉整齐化一的手持长歌狠狠向前须撕了一下。 长歌破风,发出瘟瘟问响,声势煞是惊人。 除了阿雀,其他的闲人纷纷停在了十几帐外的街道上,不敢再上前一步。 阿雀气喘吁吁地向前跑了两步,脚下一半,无比狼狈地摔了一跤,连滚带爬地向前翻了七八步远,他喘着气爬了起来,看着那些君汉大声道,俺不是来捣乱的,俺是来报官的。 刚才发话的君汉指着阿雀立声喝道,报官。 太守府岂是你报官的地方? 有何冤情,去盖州各处衙门去,太守大任主管一周军政大事,你这丝有何事情,胆敢惊动太守。 阿雀也不吭声,他大踏步地向太守府大门右侧的一尊铜鼓跑去。 二十四个君汉眼睁睁地看着阿雀跑向那铜鼓,却硬是没一个敢吭声阻拦的。 那铜鼓下方的底座是一尊驰龙,上面的铜鼓直径足足八尺,鼓身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正是全本的大进律。 这是金龙鼓,大进所有的官府衙门口都有这么一尊铜鼓,大小规格不一,但是规矩都是一般无二。 一旦金龙鼓被敲响,衙门的主官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亲自出面审查案情。 就算是大进皇宫门前的金龙鼓若是被敲响,大进皇帝哪怕正在睡觉,也得赶紧升殿礼士,这是大进开国太祖皇帝立下的规矩,天下无人挡感违逆。 当然,如果有人挡感无事胡乱敲响金龙鼓,那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重打一百杀威棒,重则刺配,流放,冲军,乃至斩首示众都曾经有过的。 阿雀来到金龙鼓前,抓起沉甸甸的青铜鼓锤,用力砸在了金龙鼓上。 金龙鼓的鼓架上一缕缕宛如雷霆的纹路骤然亮起,东的一声巨响镇的百杖内的地面都晃悠了一下,一圈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泡从金龙鼓上喷泊而出,阿雀怪叫一声,被巨大的鼓声镇的向后飞出了十几杖,狼狈无比的摔倒在地连连翻滚。 大门口二十四名军汉也被金龙鼓巨大的响动阵的面孔发白,狼狈无比的杵着长歌,勉强稳住了身形。 那些跟着阿雀来看热闹的贤汉齐声惊呼,金龙鼓上白色气泡席卷而来,三五十条贤汉怪叫一声,犹如滚的葫芦一样被冲得满地乱滚,好几个贤汉的脑袋撞在了砖块棱角上,撞得头破血流哭喊不绝。 太守府内,盖州太守司马追风起了个大早。 在院子里打了一套养身拳法,活络了一下身体,做完每日必备的修炼早课后,叫侍女烧了香汤,舒舒服服的洗了一个早,又用了一顿格外精致的早餐。 浑身暖洋洋极其惬意,五脏六腑都急妥铁享受的司马追风站在太守府后花园里,笑呵呵的看着自家的几个小妾笑语盈盈的抱着几只长毛绿眼猫儿嬉戏打闹。 司马追风心情极好,好得不得了的那种好。 司马是乃大进旺族,乃大进开国世家,真正的忠名鼎十豪族。 作为司马是当代司马八郡之一的司马追风,才学方面自然是一等一的厉害,更有一番不弱于人的建功立业的心思。 故而以司马追风的出身,他巴巴的来到了盖州,力求做一番工业出来。 奈何这盖州的复杂程度,却远超司马追风的想象。 不提其他外部因素,单单一个风流半盖州的楚氏,就逼得司马追风束手束脚难有作为。 好几年的恩怨纠缠下来,楚氏已经是司马追风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灭其满门而后快。 奈何楚氏这条地头蛇势力太强,硬是让司马追风无可奈何。 憋了几年的火气,这一次总算是找到了泄火的机会。 周刘云,周学士。 司马追风笑得格外灿烂,心情也是极其的愉悦,你白鹿书院好大的胃口,居然看中了吴的太守之位,真当我司马世事好惹的吗? 你回转盖州不过数日功夫,就和灵氏沆瀣一气,难不成,你还妄图一口将吴的太守之位,还有楚氏若大的佳叶一口吞下。 真个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哈。 且看这次,吴取了那一万五千两吃斤,你灵氏心痛不心痛。 污蔑了你灵氏的数百铁甲司兵,你周刘云是何等感受。 司马追风笑着端起一盏香茶,慢调思理的品了一口,富裕眷勇,果然好茶,果然好水,果然好火候。 双手端着茶盏,司马追风笑看着几个追逐嬉戏的小妾,慢悠悠的感慨道,只是这唯一让吴看不透的就是,你周刘云眼巴巴的回了盖州,第一个找上王岐校尉,却是为何? 那王岐手中,有什么值得你下手的好东西吗? 正在思寸中,东的一声巨响,金龙鼓声犹如雷霆乍响,震得太守府后花园的池水无风掀起了半尺烂花,一条条黑的,白的,红的,色泽艳丽,体型富泰的大锦里下腿从池水中窜了起来,好几条珍贵的锦里一脑袋处在了池塘边的林寻湖石上,壮得脑浆崩裂惨死当场。 司马追风的几个小妾被炸响的鼓声吓得身体一哆嗦,手中抱着的绿眼猫儿嗷呜一声怪叫暴跳而起,锋利的爪子狠狠地划过他们的手臂,当即就有血水渗了出来。 几个生的花容月貌的小妾一跤摔倒在青苔斑斑的花园小道上,哭哭啼啼地看向了司马追风。 司马追风也被突然乍响的鼓声吓得浑身一哆嗦,一团红光在他掌心一闪而过,吃得一声一盏香茶连同茶叶都瞬间蒸发,没有一丝残渣留下。 吃,什么东西? 司马追风轻取的面孔微微扭曲,怒声呵斥道,什么动静? 一名身穿黑色长衫,面容枯瘦的老人快步来到司马追风身后,恭紧地回禀道,老爷,前面传来的消息,那个鱼形荡头楚天的属下,名叫阿雀地敲响了金龙鼓,说是要报官礼。 老人的眼皮一翻,深邃的眸子里闪过一团绿油油的诡诀幽光,吸,听看门的护卫说,那阿雀口口声声说什么杀人了,死了好多人,楚天的金子被人夺走了。 楚天的金子被人夺走了,杀人了,死了好多人。 司马追风呆了呆,然后哈哈一声大笑,李孝灵不愧吴对他的看重,这尸体,扮得漂亮,扮得干净利落。 将茶盏放在身边花容湿色的侍女手中,司马追风突然皱起了眉头,本身搞的。 怎么还留了活口来报官呢? 李孝灵实在是太不小心了,怎么能留下活口? 哼,看来,他颇有点是宠儿骄,吴得好好敲打敲打他才行,办事如此拖泥带水,以后还怎么敢让他承担重任? 黑衣老人笑了笑,不吭声。 司马追风慢条斯理的拍了拍身上长衫,淡淡的说道,罢了,升堂罢,吴怎么也是盖州太守,这等案子,也该出面问询一二。 第二十张福霍任你自选。 金龙骨骤响的一瞬间,楚天从梦中惊醒。 他努力想要睁开眼睛,眼皮就好像被江湖刷了厚厚一层,怎么用力都无法睁开眼皮。 惊骇下,楚天伸出双手,用力的在脸上抓了一把。 手臂的活动也变得质色了许多,楚天感觉到,他手臂上好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死皮,手臂一动,死皮破裂开,居然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指尖在脸上碰到了一层厚厚的夹壳,楚天用力一抓,一层厚壳应手而起,眼皮迅速睁开。 一咕噜翻身而起,楚天低头向自己身上看了一眼,顿时皱起了眉头。 他浑身上下都蒙上了一层黄豆厚的血壳,黑色混杂着淡红色的血壳腥气扑鼻,更有一股污浊的恶臭,熏得楚天差点昏厥。 随手一抹胸口,十八年来一直挂在胸前银色链条上的那个小小的玉石枕头,果真一如梦中感觉消失不见了。 楚天有点出神的低头看了看胸口上空荡荡的银色链条,沉没了一会儿,一把掀开了后窗,一溜烟的窜出了屋子。 顺着炎武场的后门出了宅子,沿着草木淹没的小道来到了江边,楚天小心站在其膝盖的江水中,将身上的血加一点点的清洗干净。 厚厚的血加化为一道浑浊的污水融入江水,几个翻卷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候,楚天才顾得上感知身体的变化,他站在江水中,微微闭目凝神,就感受到了浑身上下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好像负重爬山的挑夫丢下了数千斤的重担,好像壳中的小鸟终于破开了厚厚的蛋壳,又好像种子终于破开种皮,一点绿芽在清风中摇晃,感受到了世间的阳光与露。 轻松,自在,逍遥,欢喜,一种发自内心,源自每个细胞的大欢喜,大快乐满盈,楚天张开双臂,犹如要拥抱整条白蟒浆,极力的伸展身体。 一股热气从丹田而起,瞬间流变了全身所有的经络。 楚天漠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丹田中的热气是他这些年辛苦打熬出的全部修为。 他在红箍那里打了埋伏,用红箍的亮天尺测定修为,他只有标准八十年的五元修为。 实际上,楚天真正的五元修为已经达到了一百八十年,恰恰标准三甲子修为的五元。 三甲子修为,楚天奇经八脉和十二正经都只打通了一半,附近的庞之经络的浸润,打通,更是还没有影子的事情。 每日理他运功修炼时,五元路过那些还没打通的奇经八脉,十二正经,庞之经络,都会感到极大的灰色感甚至是刺痛感。 此刻丹田中五元绵绵而生,犹如一道温泉畅快异常的流转全身,随心所欲,无所不达。 楚天体内的经络,亦如一条条亮银色的宽敞隧道,居然全部开辟畅通,再无一丝一毫的阻碍。 五元惬意的在这些经络中穿梭,短短五分之一刻钟的功夫,他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大周天搬运。 而往日早刻,一次并不完整的大周天搬运,楚天都要耗费足足一刻钟。一丝丝凉气不断顺着皮肤钻进体内,五元流过浑身经络的同时,这些凉气就自然而然的融入了五元中,在丹田中转了三圈后,就化为自身修为沉淀了下来。 这感觉,比起楚天服用暴胎单后潜心修炼,暴胎单要力不断沉淀功力快速增长也只是慢了一半。 你究竟,是什么来历? 楚天赤着身体站在浆水中,手指用力抓住了胸前的银色链条。 那玉石小枕头已经不知去向,那梦中的江葵也随之烟消云散,至于江葵口中的我,楚天更是不知道他是何等人物。 我亲手炼制了玉石小枕,制定了那样苛刻的传承考验,九代单传加上十八年的噩梦折磨,那梦中的江葵,应该说就是玉石小枕的化身,他忠诚地履行了我设定的考验条件,最终挑选出了楚天这个幸运儿。 没有留下任何废话,更没有对楚天有任何的质疑,任何的盘问,他留下了一门来路不明的传承后,就和他的本体小枕一样烟消云散,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蛛丝马迹。 你并非舞蹈传承,却让我变成了疑似蝴蝶所说的天物之体,通体经络畅通,练功事半功倍,这只是你附带的功效。 那么,你留下的传承正本,又是多么的惊天动地,光耀古今。 楚天看着滚滚流淌的白莽江水,犹豫了一会儿,突然爽朗一笑,全部心神都向眉心集中了过去。 无边的灰色雾气中,直径仗许的圆形空间中,一盏造型古朴的灰白色石灯静静的悬浮在正中。 石灯的造型极其简单,上方的灯斩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前底圆碗,下面是一根拇指粗细的圆柱,在下方是一个小小的圆台底座,整个灯斩高一尺二寸,灯斩正中一点比绿豆还小的灯火静静的燃烧着。 在那小小的绿豆大小的灯火上空,静静的悬浮着数千枚拇指大小的龙头奉为金鹿神章。 这些金鹿神章楚天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与其说它们是某种字迹,不如说它们是某种玄傲的智慧结晶,某种精妙绝伦的艺术品,或者是某种大道诡计直接在灵魂中投射的投影。 每一枚金鹿神章起手笔画都是一枚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金色龙头,那精巧纤细,细致入微的龙头宛如活物,龙眼开合,龙须摇摆,龙口中更有丝丝金光仔细喷出,端得惊人。 金鹿神章收笔的最后一笔,定然是一条或者两条或者三条,最多可达九条珠红色的凤尾。 凤尾主色珠红,边缘隐隐有七彩豪光营绕,仔细看去,每一条凤尾都宛如活物轻轻摇曳,散发出的气息神意,古朴,让人不自觉的沉浸其中。 龙头,凤尾之间的金鹿神章本体,则是金色,赤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金,红二色神光熠熠生辉。 金鹿神章本体无论笔画多少,它们并非平面字体,而是结构复杂的立体文字。 小夺天宫,每轮美奂的金鹿神章静静地悬浮在楚天面前,每一枚金鹿神章都似乎隐藏了绝大的奥秘。 一丝丝紫气不断从金鹿神章中喷出,化为一团团细小的云霞围绕着金鹿神章缓缓旋转。 楚天静静地看着这辉煌数千言的金鹿神章,心中却有一丝明雾,只要他伸手触及了任何一枚金鹿神章,他就能真正获取那梦中人留下的传承。 只是传承微不足道的稍待恩泽,就让楚天通体经络畅通,修炼速度暴涨,怀疑成为了传说中最适合武道修炼的天武之体。 那么这份真正的传承,他又蕴藏了何等可怕,玄奥的天机奥秘。 楚天漠然向前走了一步,伸手向一枚金鹿神章抓去。 一个灰红如雷鸣,听不清男女老少,也听不出任何情绪变化的声音突然在楚天耳边乍响,得我传承,俘获莫怨。 纵粉身碎骨,魂飞魄散,纵万劫万事,永不超生。 而,不得怨我。 听了这话,楚天笑了,一把抓住了距离他最近的那枚金鹿神章。 既然留下了传承,还用了这么苛刻的条件戏弄人,还装这幌子吓人作甚。 我来了,我得了,一切因果,我受了。 楚天笑着说道:"难不成,还能被你这一句留言给吓住?" 虚空中一声感慨莫名的轻叹传来,数千金鹿神章画为一道道流光,带着沉闷如雷的巨响声撞了过来,彻底和楚天融为一体。 一股浩大的信息被楚天接收,他轻轻念诵道:"大梦神典。 叫人做梦地功法。 党敢以神灌名,来路想来不凡,只是这大梦二字,值得伤着。 白莽江边,楚天宅子后面荒僻无人的江边小道尽头,楚天盘膝而坐,脖子以下的身体都沉在了江水中,开始生平第一次按照大梦神典中记载的秘法,开始了第一镜幽风镜的修炼。 经过了十八年噩梦折腾,比常人强大十倍有余的灵魂力量在楚天眉心神窍中化为一团淡淡的水气。 灰蒙蒙的神窍中,响起了楚天吟诵金鹿神章的声音。 虽然不认识那些金鹿神章,偏偏楚天就明白了他们的愿意。 一声声大道伦音在神窍中乍响,犹如惊折的春雷,楚天每念诵一遍金鹿神章,神窍中灰蒙蒙的雾气就悄然的颤抖一下,向外围退缩微不足道的一丝距离。 每一遍金鹿神章念诵完成,楚天灵魂所化的水气就会悄然颤抖一下,兴致发生某些奇异的变化。 灰色雾气正中小小的圆形空间中,十字灯盏中那点暗淡的灯火,也会悄然壮大一点,放出的悠悠光芒也就略微加强了一丝半点。 随着楚天的修炼,他身边的江水表面突然有一丝丝细小的波纹凭空出现。就好像有一缕缕极其细微的幽风从楚天的毛孔中喷了出来,轻柔的拂过了水面。 这样细小的波纹最初只在楚天身体四周三尺内出现,渐渐的,波纹就扩散到了三丈开外。 以楚天的身体为原心,半径三丈内,江面上布满了细小的,肉眼极难分辨的波纹。 三丈范围内,虚空中一丝丝凉气犹如飞蛾扑火一般,在某种神异的力量驱动下,欢喜雀跃的向楚天的身体汇聚了过来。 楚天体内的五元流动的速度加快了数倍,一丝丝凉气不断沉淀在五元中,经过丹田的转化后,迅速化为楚天自身的五元修为。 楚天的身上逐渐有高温涌出,四周水面上逐渐荡起了一层淡淡的白色水气。 楚天的身体和面孔被白色水气遮盖,面孔变得朦朦胧胧的,他身上逐渐隆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气息。 东边地平线上,朝阳出生,无数道红光洒遍天地,红光顺着白莽江水一路划过,照在了楚天的身上,同时也照在了盖州城的千家万户瓦顶上,更照在了盖山书院宽敞整洁的院落书舍上。 清静,整洁的院落里,两株千年老铁梅的树荫下,周刘云席地而坐,膝盖上搁着一张古色斑斓的摇琴,双手虚抚琴弦,轻轻地摇头黄脑。 他并没有叩想琴弦,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已经如此弹奏一区区动人的古月整整一个通宵。 此刻他弹奏的正是一区慷慨激昂的战区,曲调正演绎到了最巅峰的妙境,伴随着心中激昂的驱声,周刘云好似看到了楚天被五马分尸,血淋淋的肢体被胡乱得弃之荒野,被野狼,柴狗分尸。 俊朗的脸蛋骤然扭曲,周刘云食指微微静弯,指尖划过空气,发出细微的嗖嗖声响。 白莽江的前任余档头周档头,周刘云的亲生父亲,固然他做了许多护恶不宣,最大恶极的事情,固然按照大禁律周档头也该得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他毕竟是周刘云的亲生父亲。 他毕竟是掏空了储蓄,将周刘云送去大进京城求学的亲生父亲。 他毕竟是满脸欢笑,趴在地上做牛做马,让年幼的周刘云骑在他身上扮大马的父亲。 他再是恶人,在周刘云心中,他是自己最慈祥,最可敬,最可亲的父亲,在周刘云心中,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蝼蚁一般的烟渣泼财,让你死得太容易了。 周刘云的身体微微晃动着,在心中将那一区古战区演绎的热血淋漓,真想按照大禁律,将你九足尽诛,将你千刀万剐。 只可惜,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业当前,无岂能和你这等蝼蚁计较太多。 骤然感慨了一声,周刘云猛地睁开眼,咬着牙低声叹道,让你死得太容易了。 一名身穿青色长衫的少年快步地走了过来,带着一丝愤怒,一丝不解,一丝疑惑走到了周刘云面前,肃然向周刘云行了弟子大礼,周师,那楚天的贴身半当阿雀,刚刚去了太守府鸣鼓喊冤。 听他讲,楚天的金子被人结了,但是楚天和他一众党羽,似乎逃得了性命。 嗡的一声,周刘云膝盖上摇琴琴弦齐齐断裂,无形立场笼罩了整个院落,两株老铁梅茂盛的叶片齐齐粉碎,化为大片绿云营绕头顶。 楚天和他的一众党羽,逃得了性命。 周刘云双手用力握拳,全被上青筋一根根的鼓起。 过了许久,周刘云突然笑了起来,看来,这灵世也不过如此,和他灵世结亲,似乎是无吃亏了。 可惜,可惜,楚氏时代单传,只有一个公子,却没有年龄相当的小姐,真正可惜。 莫名的感慨了一通莫名的话,周刘云从袖子里拔出了当日他强闯王岐府邸使用的方箭,随手递给了身边势力的一名白衣青年。 无弟子,持无秘术法器,去取了那楚天头颅来。 做得干净些,连那楚天的一众党羽,不得放过。 这次做得好,无一例做主,传授而等白鹿书院清明寄雷精入门雷印。 白衣青年狂喜,连同另外五名白衣青年齐齐跪倒在地,向周刘云大礼参拜。 第21章 白鹿书院的大进俊艳 深如刘云,脚下空无一物,却借着一阵轻柔的山峰,柔柔飘上了美雪精神楼。 站在楼顶最高的飞檐顶部,背负双手,周刘云带着一丝淡然,一种万事尽在掌握中的浅浅微笑,看着六名白衣弟子连妹快步走出了盖山书院。 毕竟不过一世景烟杂祸。 丝毫不在意这话连带自己的死鬼父亲一并骂了进去,周刘云轻轻笑道,无弟子敬畏大进俊艳,杀乳犹如杀一猪狗耳。 从盖州城到白莽江口,区区三十里地,一路近是宽敞的官道,六位意气风发的白衣青年甩开大秀快步行走,脚下隐隐有一道清风营绕,速度堪比奔马。 大进白禄书院,秘传雷法官决天下,秘法体系中,风雷石为一体,白禄书院的门人弟子修习雷法之前,首先入手的就是各种空封的秘术。 无论长途奔袭还是短途冲刺,空封秘术都能发挥极大辅助功效。 一路行来,短短一刻钟功夫,几人就到了虎牙口,就听得无数人嘶声惊呼,更有呕吐声,哭喊声不断传来。 昨夜爆发大战的虎牙口一带,此刻聚集了起码有数百人。 黄沙官道被鲜血染成了紫黑色,上千巨尸身整整齐齐的马放在官道两侧,路边的黑松林中倒塌了上百棵大树,碎裂的树干,折断的树枝撒得满地都是。 无数进城的,出城的人,全都被虎牙口惨力的景象震慑。 好些人蹲在路边呕吐不已,更有人被惨状吓得放声哭喊。 几个身穿丝绸袍服的男子在声嘶力竭地呼喝报官,报官,也有几个满面风霜,坐近装打扮的护卫撞着胆子,小心翼翼地在那些尸身上仔细勘测。 这是什么?这是,这是…… 一名大概有五十多岁的老护卫突然从一株老树上抓起了一块铁牌,带着几分惊慌,几分恐惧地将其高高举起,蛟龙血浪牌,这是阵三周的杀人令。 四周数百围观者哗得一声惊呼,整齐划一地向后倒退了好几步,一个个面色惨白被吓得不轻。 那些蹲在路边呕吐的行人更是吓得嘶声怪叫,一个个连滚带爬地向盖州城方向跑去,极力用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 震三周来了,震三周来盖州了。 几个身穿紧缎袍服的男子声嘶力竭地尖叫着,狼狈地带着一群护卫仓皇地赶着马车,骑着坐骑逃向盖州城。 这些人一个个黄黄然犹如漏网之鱼,浑身站立,面色惨白,显然已经被震三周的名号吓破了胆子。 六个白衣青年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看着那整整骑骑马放在路边的尸体,眼角余光不屑地扫过那些逃窜的路人。 震三周 这一家巨寇大名,这几日听的耳朵里茧子都起来了。 区区草寇,无非盖州,民州,芒州地方州府无能,令其坐大。 一名白衣青年轻蔑地笑了笑,言语之间满是不屑之意。 震三周的名号,他们追随周流云回访盖州,短短几天的时间已经听到了好多次。 震三周今天做了什么大事,昨天又惹了什么是非,今天每家巨商的商队被他们收了过路税,昨儿个又是每家大地主被他恶索了一笔粮草。 一如其名,震三周这火巨寇,实实在在威震三周,让盖州,民州,芒州三周的官民奈何不得。 只是在周流云的这些弟子看来,所谓的震三周,不过是地方草寇,实在是因为地方官府无能,这才让他们有了今日的声势。 出身大进京城大户人家的他们,哪里看得起这些穷乡僻壤的小小肥寇。 震三周这群草寇,居然敢逼近盖州城不到三十里杀人劫掠,可见这盖州太守实在是失位素餐之辈。 又以白衣青年轻蔑的冷笑道,司马追风无能之辈,窃聚盖州太守之位多年,也该退位让嫌疑。 几个白衣青年顿时满心开怀的笑了起来,他们看着这满地的尸体,只觉这每一具尸体都是一记沉甸甸的耳光,狠狠的抽在了司马追风的脸上。 每一具尸体,都是一道催命符,逼着司马追风退位,让他们追随的老师周流云上位。 休要管闲事,先将周师吩咐的事情办好。 前面几里地,就是白蟒江口里。 领头的白衣青年轻蔑一笑,带着五个同门师兄弟绕路黑松林,绕过了虎牙口,快步奔向白蟒江于世。 来自大晋京城,出身大户人家,从小养尊处优从未吃过亏,上过档的几位大晋俊艳,没有一个人将这些尸体和昨天的事情联系起来。 一块阵三周的杀人令,完全引开了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只把这件事情当做了一件普通的盗匪截掠杀人案,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上千具尸体中不仅有数百周兵精锐,就连他们周师周流云即将结亲的灵士,也有四百精锐尽丧其中。 白蟒江于世,楚天的那座院子外,一条老狗懒洋洋的趴在院门口晒太阳。 四周寂静无人,大清早的功夫,于世里的男女都在码头附近忙活,就连刚能行走的娃娃,年老体衰的老人,也都跑去了码头上寻摸活迹。 六个白衣青年一字而排开站在院门外,只高气扬的向四周打量着。 于是中,楚开楚天占据的这栋三进大院子,周边的屋设近是篱笆小院,毛顶小屋,见货有一些青砖碧瓦的小平房,这就是家里经济很不错的殷实人家。 边荒之周,果然是凋零残破的厉害。 领头的白衣青年厌恶的看了一眼四周景致,轻轻的摇了摇头。 盖州固然位属边荒之周,却是周师出身之地,怎能用凋零残破形容。 又一个白衣青年摇头晃脑的感慨赞叹了一声,言语中隐隐有影射自家师兄不尊敬周刘云出身的意思。 领头的白衣青年机灵灵打了个哆嗦,他带着一丝怨恨看了一眼刚刚说话的同门,很是严肃的点了点头,此话确然,当看眼前这栋宅子就有万千气象,不愧是周师祖宅,奈何被萧小占据。 吴李谦不才,舔为周师大弟子,当为周师除去心头这口恶气。 冷哼一声,李谦大袖一挥,呼的一声,一道恶风从他袖子里喷出,卷起院子门口趴着的老狗,将其一把丢出了十几帐外。 老狗一头撞在了一块大石上,撞得头颅粉碎血浆四溅,轻烈的尘风中就漠然多了一丝血腥气味。 还请诸位师弟同心协力泽个。 李谦目光深沉的向五个师弟看了一眼,随后向刚刚开口映射自己的白衣青年一指,赵阔师弟,师兄知你剑法精熟,还请你打个先锋。 赵阔脸色微微一抽,他干笑了一声,大袖一甩,一抹寒光从袖子里喷出,他紧握一柄三尺清风,一声轻喝向前急冲了几步,一剑斩在了楚天的院门上。 嗤嗤声响,厚重的院门犹如纸片一般被撕开,几块残破的院门重重砸在了地上,大片灰尘喷洒了出来。 赵阔左手背在身后掐了一个古怪的印诀,步伐轻快犹如蜻蜓点水,手中长剑寒光喷土,画出一道剑弧护住全身,快速的闯进了院子。 剑风破风声连续响起了七八声,赵阔冲进院子,迅速向四面八方分别踢出了几剑,这才精益出声,一,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李千和几个师弟就同时笑了起来,赵阔师弟,区区一个鱼形档头,手下最多有三五个敢拼命的市警大手,你怎么就这么小心?连应付同级敌人围攻的夜战八方剑士都施展了出来。 赵阔的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他的确是有点小心过头了。 性性然收起剑士,赵阔冷声道,师兄,周师有云,猛虎薄兔,当用全力,师弟不过是恪守周师教训罢了。 当郎一声响,一个面皮微黑,生得大手大脚的妇人拎着一个硕大的镬筐从一间厕房内走了出来,见到闯入院子的李千,赵阔等人,妇人吃了一惊,手中镬筐重重落地,几个碗碟摔了出来砸得粉碎。 来人呐,禁贼了。青天白日的,你们一个个穿得人模人样,长得细皮嫩肉的,闯进良民家做贼。 这妇人是楚天等人从于市里请的厨娘,平日里专门负责烧菜洗碗猪班杂事。 一大早的,楚天手下的一群汉子依旧去于市码头了,这妇人刚刚收拾妥当,就迎面撞上了李千一行。 锅躁。 李千皱起了眉头,手一抬,一道恶风从她袖子里席卷而出,妇人惊叫一声被恶风卷起了七八丈高,重重地摔在了院子角落里,额脚撞上了一块凸起的砖棱,脑浆蹦出,显然不活了。 香野捉妇,生得如丝丑陋郎康,简直乌人耳目。 李千厌恶地看了一眼身体还在抽搐的妇人,轻轻地哼了一声。 师兄见惯了京城的温香暖浴,自然对这些香野妇人没什么兴致。 连同赵阔在内,几个白衣青年同时笑了起来。 李千微微昂起了头,带着一丝傲然之色淡然道:"故,亦如书院诸位学师所言,如此粗本男女,当如诸狗,任凭五等屈策。 五等乃劳心之人,当为人上人,而等劳力之人,当为人下人,人上之人,御人,人下之人,御于人。 赵阔看了一眼脑部不断喷出血来的妇人尸体,淡然笑道:"师兄所言即是,只是这人下之人也要奋出等级,这等粗本丑陋的妇人,师弟却是连遇她的心情都没有的。 几个白衣青年越发笑得猖狂自意,严笑之间浑然没把这妇人性命当做一回事。 严笑中,李千,赵阔,还有另外四个白衣青年两两一组,快速地在楚天的这三进院落中搜了一个遍。 几声惨嚎传来,除了这厨娘,还有楚天聘用的两个粗食仆妇,两个端茶送水的小同仆竟被李千斩杀。 院子后门外,顺着那条隐蔽的蜿蜒小道直道江边,楚天静静地盘坐在江水中,身边三丈之内的水面上,无数绿豆大小的小小漩涡无声地旋转着。 红亮如雷的巨大声响在楚天的眉心神窍中绵绵炸开,灰蒙蒙的雾气包裹中,直径丈许的圆形空间内,小小的石灯上一团拳头大小的淡淡光影逐渐亮起。 楚天嘴角微微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在她脸上浮现。 大梦神典果然玄妙无穷,楚天刚一上手,就已经大有弊异。 盘坐在江水中,短短一小惠儿的修炼,楚天的灵魂就稳固了许多,更增强了些许。 更加奇妙的是,石灯的灯盏内,居然凝聚了一层浅浅的,比头发丝大概厚上一层的灯油。 这就是楚天修炼大梦神典,修炼出的第一丝法力。 修炼武技,吞吐天地灵髓,淬炼骨肉精血,可得五元,可以催动各种强大的武技。 比之五元,法力更加玄妙神秘,世间有无数关于法力的神奇传说,这是一种比五元神秘百倍,强大百倍,更多了百倍妙用的神奇力量。 世间修炼武技者何止亿万?亿万人中,能修炼秘术者,万中无一。 寻常人贸然修炼秘术,多蹊跷喷血,头颅爆裂而亡,更有人精神崩溃沦为疯子,或者将卧床踏成为活死人。 就算资质绝佳之人,得到秘法真传,有大能传承秘法真印,没有三五年苦功,也休想凝聚第一丝法力。 楚天修炼大梦神典,所好不过短短一两个时辰,就完成了其他人三五年苦功地功果。 嗯?这时登上,居然还能这样?幽风镜第一镜,可得天印一枚。 楚天突然睁开眼,身边三丈之内的江面上,细小如绿豆的漩涡旋转速度悄然增长了一丝。 天地万物,皆可未印。以灵欲印,可控万物。 楚天兴奋的笑了,天地万物,这可选的也太多了一些。 第一枚天印,当用何物?一枚枚金红二色闪耀的金鹿神章悄然闪现,犹如灵活的蝌蚪绕着石灯快速的盘旋飞舞。 楚天沉吟片刻,终于下定了决定,他锁定了其中一枚金鹿神章,一声清喝,就见那金鹿神章化为一道流光没入石灯,灯斩上那一团淡淡的幽光向内一脸,一道青色的风痕印记在灰白色的灯斩上悄然浮现。 三丈方圆内,江面上绿豆大小的漩涡骤然变得湍急了许多,小小的绿豆大的漩涡,悄然膨胀到了蚕豆大小,侧耳倾听,甚至能听到漩涡旋转时带动空气发出的嗖嗖细响。 身后小道尽头,突然传来了枯枝碎叶的断裂声。 楚天一惊,收起功法,一把抓起身边的衣衫快速套上。 轻快的步伐声传来,几个呼吸后,李谦,赵阔六人带着一脸的杀气,快步走到了江边。 吓,楚天,你原来躲在这里。 一眼看到楚天,赵阔急忙抢出了几步,一边大声呵斥,袖子里见光如风,刷刷几剑向楚天撕了过来。 第二十二章秘法飓风 赵阔突袭,在李谦看来,分明是抢弓的行为。 楚天屈屈于档头,称死学了三五招市井混混的散手拳法,很可能连五元都没能修出。 作为白鹿书院的弟子,李谦,赵阔等人入门的基本条件除开年龄,其宜就是百年的五元修为。 以他们的实力击杀楚天,无疑是大石砸鸡蛋,一砸一个准儿。 不仅李谦,其他四个白衣青年也心情郁问的轻哼了一声。 赵阔听到了几位同门的冷哼声,他放声大笑,出剑的力道更加强了几分。 剑光撕裂空气,发出烈泊声响,剑肩上更有一道半尺长青光吐出,青光炸裂,化为一朵寒霉在空中绽放。 大进白鹿书院进阶剑技雪梅剑绝,剑光如雪,剑气分化如寒霉五出,剑是险峻却又青雅出尘,颇有白鹿书院主张的君子风仪。 楚天站在江水中,目光如刀飞快扫过了李谦等人。 李谦手中长剑上还带着丝丝血迹,他脚上的白色段子靴面溅上了几点血珠,血水晾开,就好像白色的雪地上掉落了几朵血色的梅花。 不出意外,外面院子里有人允命。 看日头的高度,楚天手下的那些大汉早已去了渔市码头主持渔市,被杀之人,只能是楚天聘用的那些仆妇下人。 你们,该死。 楚天轻笑,右手一震,牛皮护臂中的青铜八面剑无声无息的划了出来。 铿锵几声响,楚天手中一道青光喷出,和赵阔的剑光激烈的对撞在一起。 两道青色剑光相互撞击纠,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点点火星渐落,赵阔突然一声惊呼,楚天步伐极其古怪的向前斜跨一步,再横跨一步,手中青色剑光撞碎了犹如梅花一般炫目的五道寒光,净直刺向了赵阔胸膛。 楚天的剑势极快,极狠,犹如重兵和为中的谋国刺客,每一剑都有进无退,凌凌杀意几乎凝成了实质。 在楚天杀气腾腾的剑石面前,赵阔华美,冷峻的雪梅剑爵犹如柴刀下的嫩树枝,只坚持了一坛纸的时间就被粉碎。 一道血剑喷出七八十远,楚天八面剑洞穿赵阔胸膛,明晃晃的剑风从他背后透了出来。 赵阔面孔扭曲,带着无边的绝望和惊恐死死的盯着楚天。 这步伐,这剑术,总可能是一个于世的荡头应有的手段。 楚天胸膛隆起,看着面露惊恐之色的赵阔,一声虎啸喷出,右眼可见一道白色气泡从楚天嘴里喷了出来,犹如投石机轰出的石弹众重砸在赵阔胸膛。 赵阔一口血水喷起来一丈多高,身体如风中落叶,被楚天虎啸声轰得向后急飞,沉甸甸地砸在了李千的脚下。 大片血水不断从赵阔嘴里喷出来,染得李千洁白如雪的衣白和靴子一片通红。 杀他,报仇。 赵阔左手一把死死地扣住了李千的脚脖子,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声,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双目圆征倒在了地上,没有了半点儿气息。 一股凉气从李千等人的脚底直冲脑门,他们整齐划一地初见对准了楚天,半晌没说出话来。 赵阔固然小气,喜欢表现自己,所有人都清楚他的小心思,他一直想要压过李千,成为周刘云门下第一个的受针法雷印的大弟子。 但是赵阔出身大进巨伤之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游都无法形容赵阔家族的豪富。 他五岁奠基,九岁而有气感,在无数灵药的堆积下,赵阔十岁就修出了五元。 十岁而得五元,正是积身五道,这等资质堪称优异。 赵阔家族欣喜若狂,小山一般的金银不断砸下,购买各种辅助修炼的丹药,灵药给赵阔灌了下去。 年龄比李千还要小了半岁,赵阔的五道修为却是六个人当中最强的,不足二十岁的赵阔,足足有三百四十年的五元修为,在白鹿书院的数万入门弟子中,这个年纪,这等修为也足以闯入前三百之列。 如此修为,居然被楚天一箭击杀。 你,楚天! 白莽将于是荡头。 李千小心翼翼的看着楚天,带着一丝京剧的开口询问。 楚天挥动了一下八面剑,迅速将剑交给左手,用力的活动了一下右手,尤其是舒张了一下麻木,刺痛的右手五指。 赵阔蓄力已久,纯心突袭,刚刚一轮猛攻他用尽了全力。 楚天仓促应战,只来得及动用小半修为,两人剑锋一交错,楚天手臂矩阵,八面剑差点被赵阔震飞。 幸好楚天自幼打熬力气,一身钢筋铁骨几乎是在药罐子里浸泡出来的,他勉强抓住了剑柄,更以匹夫剑直破中弓,将赵阔斩杀剑下。 见李千如此慎重的开口询问,楚天乐得有时间舒缓筋骨。 他很诚恳地回答道:"我,楚天,白莽将于是的荡头。你是觉得,你的同伴死得太轻易了?" 点点头,楚天很认真地看着李千说道:"他修为比我强了一大劫,坚决也极其精彩,显然出自极其高明的传承。 但是他似乎从未和人拼命过。生死搏杀之时,他还带着一丝卖弄的情绪,我确实要和他拼命。 摊开双手,楚天似笑非笑地说道:"所以,他死了,我活了下来。 李千和四个同门悚然动容。 赵阔带着一丝卖弄的情绪。 他们心中何曾不是如此。 他们只把这次的任务当作游山玩水一般惬意,只以为一出手就能守到擒来。 刚才若非赵阔抢先出手,如果出手的是他们,那么结果会有什么两样吗? 冷汗潺潺而下,李千觉得自己浑身的肉都僵硬了。 如果刚才是他亲自出手,那么他和赵阔的结局不会有任何两样。 他同样存了一丝卖弄的心思,他同样没把楚天当一回事,他若出手,定然也会被楚天一箭斩杀。 深吸了一口气,收起了心中的所有轻敌情绪,李千沉声说道,诸位师弟当心,此疗凶藏狠毒,并非易于之辈。 他以五指手段暗算了赵阔师弟,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否则我们还有何等脸面去见周师。 楚天敲步向后退了两步,退到了江水齐腰身的地方。 没有人,比他对附近的水情更熟悉的了,这方圆百多里的江底情况,楚天早些年就摸得清清楚楚。 脚踏一块坚硬的江底大石,楚天看着李千等人冷笑道,周流云的徒弟。 你们把大劲律当成什么?白日杖剑,强闯民宅,善杀良民,你们行径如同盗匪,个个都是杀头的罪名。 李千举起手中长剑冷声道,大劲律。 在盖州,我们代表的就是大劲律。 你楚天勾结盗匪,残害良民,无等今日特来为民除害。 楚天,看好这是什么。 李千手掌一番,一块铁牌在他掌心翻了一下。 借着阳光,楚天看清了铁牌上的廷卫府三字。 楚天嘴角抽了抽,周流云这次回转盖州,居然还和廷卫府拉上了关系。 廷卫府的人要说他们代表了大劲律,这话也说的有道理。 只不过,廷卫府又怎的? 杀! 李千手中长剑一挥,向四个师弟下了命令,今日无等已经丢人现眼,连肇阔师弟的性命都送在了这里。 若是不能斩杀此聊,我们根本无脸去见周师。 深吸了一口气,李千抖了斗左手长袖,咬着牙说道,区区异于荡头,难不成还要我动用周师秘术法器。 阳光透过小道两侧大树的枝叶照了下来,斑驳的阳光化为一道道粗粗细细的光线,凌乱的洒在了李千等人身上。 白衣如雪的他们同时举起长剑,清一色的雪梅见绝荡起一道道清丽的剑光,五个人紧紧咬着牙,绷紧了脸,步伐坚定的向楚天杀来。 白衣如雪,步伐如风,李千五人犹如踏雪寻眉的雅士,带着一身的风流飘逸冲出了小道,来到了江边。 楚天站在江水中,身形如山,星辰如水的看着五人。 他所在的位置距离岸边有两丈多远,李千五人冲到了岸边,只能一跃而起,长袍鼓起了江风,犹如五朵白云冉冉向楚天罩了下来。 你们的周师,使诸吗?看着凌空跃起向自己扑杀而来的李千五人,楚天有点不可思议的笑骂起来。 他身体一矮,犹如泥鸠一样向下一钻,施溜一声顺着江水就向外窜出了三丈多远。 李千五人身形冉冉落下,五柄长剑向下一挥,剑光如雪纷纷坠落,将方才楚天所在的江面画的支离破碎,楚天却早就窜到了一旁,灵力密集的剑光,没能伤到楚天一根汗毛。 李千头皮一炸,浑身汗毛竖起。 白鹿书院的学士们,只传授了李千等人如何用最雍容,最潇洒的姿势出剑,如何在斗剑之时保持自己的风度,保持白鹿书院的体面。 那些高居朝堂的学士们,从没有对李千他们提起,如果他们挥剑的目标突然窜进了水里该如何追击。 那些不尽烟火的学士们,更不会向自己的弟子提起,若是他们十分潇洒,万分雍容的挥剑之后,脚下不是坚固的土地,而是一江滔滔江水时该做如何应对。 李千怒笑一声,左手大袖一挥,一道恶风从袖子里冲出,卷起他的身体冲回了岸边。 另外四位书院弟子却没有李千的应变之能,他们修炼秘术时日尚浅,也无法有足够的锋力将他们送回岸边。 他们狼狈无比的落在了江水中,啊呀一声,江水瞬间没过了他们的脖梗。 这一块儿江面,除了刚才楚天立足之地,四周尽是松软的烂泥底,不要看楚天站在那块大石上,江水只在他腰间,那块大石附近的江水足足有七八尺身。 师兄,救命! 四个白衣青年仓皇的在江水中挣扎着,一身的五道修为早就望到了九霄云外。 江水扑到了他们的脸上,从他们的嘴里,鼻孔里灌了进去,他们的脚下是松软的,粘稠的,有着极大犀利的烂泥底,他们不动还好,身体移动,双脚就陷得越来越深。 江水看似流速缓慢,实则冲击力极大,四个人习惯了大进京城周边的小小河沟,何曾碰到过十万蛮荒中流出的这些蛮荒大江。 李谦落在了江岸上,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到了四个同门师弟的求救声。 他猛的抬起头,就看到楚天犹如鱼儿一样没入了水中,带着一条清晰可见的水线向自家师弟冲了过去。 楚天,你狗胆!李谦吓得头皮发炸,一时间乱了阵脚。 死了一个赵阔,周刘云还有李谦身后的家族,还能顶住赵阔家族的压力护住李谦。 若是连这四位同样出身大进高门大户的师弟也死在这里,周刘云毕竟是白鹿书院的学士,他是不会有事的。 可是他李谦们,这辈子估计就没什么前途了。 楚天心静如水,一个猛子就到了四个狼狈挣扎的白衣青年身边。 他在水中睁开眼,毫不留情的一把抓住了一个白衣青年的腰带,将他用力的拉进了水里。 这白衣青年在水中胡乱的挣扎着,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楚天一把按到了江底。 把面剑带着森森寒光,毫不留情的洞穿了他的心口,楚天松开手任凭他温热的身体飘起,又将另外一个白衣青年拉了下来。 眼看着江水中一道血水冲起,李谦吓得魂飞天外,声嘶力竭的尖叫着,楚天,我们不仅仅是白鹿书院弟子,更是廷尉府所属,你敢杀我师弟,你罪大恶极。 一个又一个白衣青年沉入水下,四道血水从江水中冒了出来。 楚天从江水中探出了半截身体,稳稳地站在那里插腰看着李谦,一对儿眸子犹如天空星辰,亮晶晶地闪烁着寒光。 我不管你们是白鹿书院的弟子,或者是廷尉府的狗腿子。 我只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我楚天做事,从来最是公平不过。 我没招惹你们,你们跑来我的院子里杀人,你们还想要杀我,这就是你们找死。 杀一群自己找死的人,我有什么不敢的。 冷笑看着满脸铁青的李谦,楚天傲然昂起了头,罪大恶极。 啊呸,我楚天所作所为,自问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却又何罪之有。 李谦死死咬着牙,面孔扭曲地看着楚天。 血水不断从江水中涌出,慢慢地,四具身穿白衣的躯体也飘了出来。 李谦看着那四具一动不动顺着江水向下流飘去的躯体,只觉眼前一阵阵发黑,脑壳里一片空白。 真个杀了。 真个死了。 这让他如何交代? 楚天,今天不是你,就是我。 李谦乱了阵脚,他咬牙切齿地丢下手中长剑,双手迅速结印,就听四周嗖嗖风声川林打叶而来,方圆十丈内枝叶摇晃,无数树叶凭空掉落,被一股股强劲地前进绞成了粉碎。 秘术,巨风,沙。 李谦猛地一跺脚,双手向前一放,一道水缸粗细的黑色封柱从他双手之中喷出,在地面上画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呼啸着向楚天卷了过来。 弹指尖,封柱就到了楚天面前不足三尺之地。 楚天只觉胸膛一闷,面皮一阵剧痛,双眼更是受到锋利压迫,眼珠差点炸碎。 第23章有什么不敢? 黑色封住当面袭来,凛冽刚锋撕扯的楚天面皮生痛,眼珠更好似被距离碾压,痛得两行热泪喷出,眼前骤然一片漆黑,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 秘术,秘术。 这就是秘术的威力。 从李千脚下一直到楚天面前,小道被撕开了一条深达树齿的钩渠,江面上更被撕开了一条深深的痕迹。 大片水雾升腾而起,黑色的钢峰犹如一条黑龙摇头摆尾的撞向了楚天。 列伯声响触,楚天身上衣衫被封住带起的钢峰撕成了碎片,只有贴身的鱼皮水铐坚韧异常,勉强抵挡着钢峰的威力,被撕开了一条一条极细的裂痕。 楚天长声轻笑,手中青铜八面剑上一缕细细的青色光芒从剑柄急速亮起,迅速攀圆到了剑尖。 他调动全身五元,孤注一致投入八面剑中,狠狠向面前封住一次。 青铜八面剑喷出一道持续长青色剑缸,剑峰剧烈震荡,和黑色封住急速的摩擦撞击,发出刺耳的撕裂声。 剑刚一丝丝被封住搅碎,楚天只觉五指剧痛,八面剑剧烈的震荡着,震得他指尖皮肉丝丝裂开,很快露出了指尖白骨。 嗖的一声,楚天倾尽全力也把握不住八面剑,短剑脱手飞出,带起一道青凌凌的剑光飞出十几帐外,深深没入了江边一株核爆粗细的古树上。 黑色封住急速靠近,凛冽刚风从四面袭来,逼得楚天身体动弹不得,只能被动得僵硬在原地迎接封住的冲击。 李谦放声凝笑,双手结成印诀不断催动秘术,额头上大片冷汗不断渗出,头顶更有一丝丝白气不断升腾而起。 白鹿书院以风为秘术闻名天下,李谦得传句封法印,正式踏入秘法修习的门槛也就五六年时间,他积攒的法力并不雄厚。 为了击杀楚天,李谦已经耗尽了全力,法力急速消耗带来的就是体力的快速流逝,更带来了精神上的极大损耗。 李谦觉得他就像磨盘中的豆子,巨蜂蜜法正不断的压榨他的精气神,好似要将他整个人彻底碾碎。 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若是不能击杀楚天,李谦就会游进灯窟瘫痪在地,再无任何反抗之力。 黑色蜂柱几乎已经扑到了楚天身上,急速旋转的蜂柱带起如刀钢锋,嗖嗖有声地切割着楚天的身体。 楚天的面颊上突然出现了几条深渴击骨的细细伤口,一缕缕鲜血不断从伤口中喷出。 这就是秘术的力量。 面对要将自己绞碎的秘法飓风,楚天放声大笑。 从小到大,楚天身边步伐掌控了玄妙力量的秘术师,他也多次见识过秘术的恐怖威力。 但是真正的亲身感受秘法之威,这还是第一次。 真的很强大,真的难以抵挡。 纯粹的武道修为,果然难以对抗秘术之威。 修为相当的情况下,一名秘术师,果然有着击杀十倍以上武道高手的实力。 楚天鼓荡全身的武员,他的胸膛高高隆起,好像有一头猙獰的怪兽要从他的胸膛中钻出来。 他紧闭双眼,双手护在小腹气海前方,倾尽全力发出了一声唬吼。 嗷乌一声大吼犹如雷鸣,楚天身边的江水轰然飞起,露出了三丈多宽的一块尔江底。 大片水雾飞溅,一道持续后的白色气墙从楚天身边席卷八方,狠狠地轰在了黑色风柱上。 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黑色风柱和白色气墙重重撞击在一起。 楚天胸膛一阵剧痛,白色气墙轰然粉碎崩塌,他亮呛着向后倒退了好几步,膝盖以下深深没入了江底烂泥。 他大口大口地吐着血,狼狈地一直退到了身后江水中。 李千也是身体矩震,白色气墙崩塌的瞬间,他也犹如被无形的重锤当面轰了一锤,鼻孔里两条血水喷出,他同样亮呛着退后了两步,好容易才勉强站稳了身体。 手中印诀几乎崩溃,李千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尖,强行运用秘法,又从自家血肉中压榨出了一份精气补充进了印诀中。 他病脚上两缕黑发骤然变得枯白,眼角突然裂开,两缕鲜血顺着面颊缓缓缓留下。 黑色风柱和白色气墙猛地撞了一下,气墙崩溃,黑色风柱也差点散碎。 李千压榨自身精血补充的力量及时来源,黑色风柱微微一致,体积越发狂野地膨胀了三圈,呼啸着向楚天当胸砸了过去。 李千声嘶力竭地咆哮着,楚天,你这猪狗一般的剑种,死。 楚天刚刚一声唬吼,已经用出了他压箱底的秘传手段,那一道持续后宛如实质的白色气墙,已经不是普通的唬吼宫应有的威力。 一声大吼,他已经耗尽了全身五元,此刻楚天正是贼去楼空,游进灯窟的状态。 眼看着黑色风柱当面袭来,楚天咬着牙宁笑道,可惜兄弟们不在,否则十张强弩定将你打成筛子。 凌厉刚风从四面八方呼啸卷来,犹如无形的钢刀在楚天身上撕开了一条条深深的伤口。 眼看黑色风柱就要吞噬楚天,将它绞成一团碎肉。 大片鲜血飞溅中,楚天突然击零零打了个寒颤。 蠢货! 真个是蠢到极点! 楚天突然一瞪双眼,双手截了个古怪的印诀。 眉心神窍中,造型古朴,简单的石灯内,那浅浅的一层,比头发丝略微厚一点的灰色法力突然化为缕缕灰雾飞起,竟直飞到了灯盏上空那一点绿豆大小的灯火中。 暗淡的灯火骤然一亮,从绿豆大小膨胀到了黄豆般大。 灯盏上那一枚青色流风天印突然亮起,一道轻柔的微风在楚天的眉心神窍中无声无息的翻卷起来。 楚天瞪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道黑色的风柱,它身边有一道道柔和的青风卷起,很快轻柔的风就凝成了一股,呼呼声中,楚天双手印绝中一道碗口粗细的风柱笔直的冲了出去。 半透明的白色风柱和大水缸粗细的黑色风柱重重的撞击在一起,让人惊恶的事情发生了,楚天发出的风柱简直犹如一头贪婪的怪兽,一口将李谦发出的飓风秘法形成的黑色风柱吞掉大半。 碗口粗细的白色风柱骤然膨胀到水缸般大,李谦放出的黑色风柱急速缩小,被迅速膨胀的白色风柱一击轰得支离破碎,化为无数黑色的风刀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在江面上切开了一条条长长的水痕。 白色风柱发出刺耳的风笑声,撕开江面一头撞到了小道上,蜿蜒如蛇向目瞪口呆的李谦绞杀过去。 李谦不可置信的看着楚天,区区一个白莽江的鱼档头居然是一个武道高手,李谦勉强能够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 毕竟十万莽荒大山广袤无边,谁知道在这大山之中隐藏了多少神秘不可测的东西。 一个猪狗一般的市井小人,在山中得到某些武道秘传,苦修多年拥有一定的武道修为,这种事情可以发生。 但是李谦不能相信,楚天居然是一个秘术师。 李谦的家族花费了多大的力气,动用了多少资源。 在他身上投下了小山一般的金银,这才让他在白鹿书院脱颖而出,得到书院的秘法传承,被书院学士灌顶凝聚法印,掌握了风之秘术。 得到法印灌顶后,李谦更是耗费了无数的资源,以各种灵药温养肉身,灵魂,日夜诵读秘术箴言打磨法印,三年前才精气神合一,侥幸凝聚了第一丝法力。 楚天不过是一个白蟒疆的鱼档头。 他只是一个市井之中私混的下剑烟杂货。 他这样的猪狗一般的下等人,他怎么可能得到秘法传承? 怎可能有那么大的资源支撑他打磨法印,熬炼肉身和灵魂,让他凝聚出法力来。 没有巨万家荡支撑着,没有海量资源硬顶着,除非有绝世资质,否则谁能轻松培养出一个秘术师来。 白色封柱摇头摆尾的向李谦呼啸袭来,沿途林木被封柱卷起的钢锋丝的支离破碎,地面上再次多出了一条身有树齿的勾曲。 无数残破的枝叶飞起,四周一片乌烟瘴气,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 我不服。 李谦吐了一口血,私生尖叫起来,我李谦出身尊贵,家族耗费无数力气,耗费无数金钱,更有白鹿书院诸位名师敦敦教训,这才有了今日修为。 楚天,你这该死一万次的烟砸贱人。 你也配成为秘术师。 李谦私生嚎叫着,猛地从袖子里扯出了当天夜里周流云杖之以轰碎王岐校尉府邸大门的铜茧。 咬破舌尖,一小块碎肉连带着大片鲜血狠狠喷喷在了铜茧上。 四棱铜茧上一道一道青色雷符逐渐亮起,李谦的身体剧烈的抽搐着,他的舌尖不断喷出鲜血,点点滴滴鲜血不断的飞入了铜茧中。 他的法力已经所剩无几,想要催发这铜茧中威力巨大的雷法,就只能用自己的精血来提供力量。 他鬓角的发丝快速变得斑白一片,甚至他白净水嫩的面皮上也多出了十几条皱纹,眼角更有深深的鱼尾纹出现。 短短一弹指的功夫,李谦就变老了三五十岁。 秘术师固然掌控了威力惊人的秘法,秘术师同样也时刻可能遭遇巨大的风险。 当法力不足以应付某个大威力秘法的消耗时,秘术师能够付出的就只有自己的精血和寿命,当精血和寿命都无法提供足够的消耗,秘术师只能献出自己的灵魂。 铜茧上一丝丝青色雷光急速跳动着,十几条头发丝一样细小的雷光足足有一尺多长,欢快的在铜茧顶端不断闪烁。 李谦面带凝笑,呲牙咧嘴的双手紧握铜茧,瞅准了白色封柱袭来的方向就要重重打下。 楚天看到了李谦手中的铜茧,更看到了铜茧上跳跃的青色雷光,一股莫大的危险气息扑面而来,这铜茧给楚天的感觉,远比他七岁的时候,蝴蝶将一头凶残的恶狼丢在他面前,让他和恶狼拼死格杀还要危险得多。 大梦神典凝聚天印,知道我为什么选择风之天印吗? 楚天暗自喃喃自语,一股无形的青风凭空而生,迅速环绕在他脚下,让他身体变得轻盈异常。 我的匹肤剑,五步之内见血丧命。 但是无论虎蝶还是绿姑都给我说,如果我能有阿雀那样灵动的身法,我的匹肤剑威力起码能提升一倍。 所以,我选择了风之天印,这也是我的运气。 楚天动了,他脚下无形的青风缠绕,他一跃而起,脚尖在水面上轻轻一点,身体犹如强弓射出的。 他的箭矢一样奔了出去。 他一步就横跨树杖江面来到了岸边小道上,他弯腰抓起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用尽全力将石头丢了出去。 楚天,你们这些市井小人,根本想不到我们白鹿书院的底蕴。 李谦志得意满的笑着,周围沙尘四起,无数残破的枝叶纷纷扬扬,他根本没看清楚楚天的动作,不知道楚天已经冲到了他面前不到三丈的地方。 白色蜂柱呼啸着碾压了过来,李谦咬着牙,挥动铜茧重重的砸了下去。 一声巨响,拇指粗细的一道雷光从铜茧上喷出,白色蜂柱被雷暴轰得粉碎,数十片巴掌大小的风刀向四周乱扫,将小到两旁的大树斩断了数十根。 雷光于是未尽,重重轰在了李谦面前两丈远的地上。 巨响声中沙尘飞溅,楚天只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一股巨力轰在他胸膛上,他身不由己的飞起,一头又栽回了江水中。 他身前的地面上,已经被雷火破开了一个直径三尺,深有齿许的大坑。 他手中石块已经飞出,李谦正手持铜茧力声狂笑,石块飞来,重重的砸在了他鼻梁上。 楚天五元耗尽,但是他的筋骨颇有力量,石块上也带了上千斤的力道,李谦高挺的鼻梁被砸的陷入了面门中,大片碎骨浑着鲜血从鼻孔里喷了出来。 李谦痛得嘶声惨叫,眼前骤然漆黑,他一头栽倒在地上,铜茧也飞出了七八尺外,落入了林中。 死! 楚天强忍着胸膛的剧痛,从江水中一跃而起,脚下还有一丝丝流风缠绕,他全速奔跑到了李谦面前,又长如刀,狠辣异常的向李谦心口刺下。 嗡的一声,楚天指尖上隐隐有一丝丝一样的气流波动,他的手掌刺下时,居然带起了利剑破空一般的呼啸声。 周流云的门徒,掌握了强大秘法的敌人,这种人,楚天绝对不会让他活下来。 从小到大,楚天接受的教育就是,敌人必须死,死得越早越好,死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要给你的敌人留下任何生存的机会。 指尖就要插进李谦胸膛时,李谦突然睁开了眼睛,血流满面,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依旧感受到了极大的危险,他几乎崩溃的哭喊起来,我是秦州李氏族人,你敢杀我。 剑掌入体,洞穿了李谦的胸膛。楚天的手掌穿透李谦身体,没入地下足足有一尺身。他看着骤然僵硬的李谦面孔,淡然冷笑,怎么不敢。 第24章大家族的争斗 盖州乃边荒之州,四面为十万蛮荒包围。 白蟒江于是向外数十里,就是重重叠叠的蛮荒山林,猛兽独虫横行,瘴气沼泽密布,深潭之中引蛟龙,悬崖之上陷麒麟,传说中更有无数的精怪之鼠藏身之中,是世间一等一的凶险之地。 几座大山环绕下,一个不大的山间盆地中,一身银毛熠熠发光的鼠爷神气活现地躺在一根木桩上,长长的尾巴快意地摇晃着。 操演起来呀,孩儿们。鼠爷北有一个月没来探视你们,可有偷懒呢。 鼠爷尖声尖气地叫嚷着,盆地中,以十几头飙肥体壮,体长将近三尺的黄毛土拨鼠为首,后面是五十多只胖的肉滚滚,圆呼呼的竹鼠,在后面则是三百多只体长持续的山鼠。 一众鼠辈犹如人间军事一般人力而起,两条后腿稳稳地支撑着身躯,两只前掌护在胸前,在鼠爷面前结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方阵。 纵然是一帮鼠辈异类,他们结成的方阵整齐工整,横竖都是一条线。所有鼠辈浑身毛发一根根竖起,小小的眼珠子里隐隐有一丝见过血的凶煞之气。 深山老林,渺无人计,这小小的鼠辈结成的方阵,莫名地让人心头一阵寒意滋生。 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这些鼠辈的胸腹之间很有韵律地上下起伏着,一道道悠长的气息不断地呼进呼出,他们身边的尘土飞扬,四周的草丛都犹如被微风吹拂一样轻轻摇晃着。 这些鼠辈不仅懂得结阵,而且他们还在修炼。 他们不仅仅在修炼,而且他们随意呼吸的气息能够引得草叶摇晃,这是五元修为已经登堂入室,起码有二三十年火候的征兆。 那些体积略小的山鼠也就罢了,他们的气机略微薄弱些。 为首的十几头土拨鼠则是气息惊人,其中一头体积最大的土拨鼠,他一次呼吸间,隐隐可见他嘴里有一道白气喷出三五尺外,犹如剑锋一样将沿途草叶全部震碎。 鼠爷乐得眉开眼笑,长尾巴拼命摇晃着连连点头赞叹,孩儿们做得好,做得好啊。 则,开通了灵智,明白了努力上进的道理,还学会了鼠爷传授的修炼之法。 滋滋叫了几声,鼠爷很认真地冲着这群鼠辈笑道:"以后啊,你们就不是普通的山间野鼠了,你们是鼠妖,是鼠怪,你们就好像老天爷放屁,不同凡响了。 一群鼠辈奇奇翘起尾巴滋滋尖叫,他们看向鼠爷的目光单纯而又赤裂,就好像最虔诚的狂信徒看到了神。 鼠爷笑了几声,甩着长尾巴,向于是的方向望了一眼。 昨晚上,绿姑那小娘儿肯定出手了。 吓,每次他一露面,鼠爷总得退避三射。 也不知道昨夜事情顺当步。 一群小崽子可没有什么损伤吧。 正轻声嘀咕着,鼠爷突然身体一僵,他的两只耳朵剧烈的如动了击下,他身体微微缩成了一团,前掌捧着自己的长尾巴,用力塞进嘴里狠狠的啃了一口。 嘻嘻,嘻嘻,送上门来的。 鼠爷异常诡决的笑着,他浑身银毛一根根竖起,犹如无数根银针。 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在他身上一闪而逝,他兴奋的身体都在微微抽搐,两颗星红色的小眼珠里几乎能喷出火来。 乐子,乐子上门了。 嘻,这群蠢货自行送上门来,可见昨晚上天割耳半的干净利落。 嘻嘻尖叫了几声,鼠爷长尾巴一甩,一群鼠辈就急匆匆的四散顿走。 鼠爷咯咯怪笑了几声,远处一座山崖下,一团脸盆大小的阴影轻盈无声的腾空飞起,很快就飞到了鼠爷面前乖乖的趴下。 这是一只足足有脸盆大小的红毛蝙蝠,是十万蟒荒中最有名的吸血蝙蝠,平日里最是胸藏狠毒不过。 在鼠爷面前,这只吸血蝙蝠就好像驯服的狗子一样乖巧,他乖乖的趴在了鼠爷脚下,亲密的用脑袋蹭了蹭鼠爷的肚子。 鼠爷跳到了吸血蝙蝠背上,掌尾巴就好像鞭子抽了一下他的脑门,吸血蝙蝠一个纵身腾空而起,驮着鼠爷按照他的指点向远处山林滑翔飞去。 距离白蟒江渝市五六里的地方,一片小小的丘陵中,三十几个一身紧缎的浸装汉子分成了精卫分明的六拨人,在一处洼地中远远的眺望着渝市里的动静。 这些汉子固然一身紧缎,但是看他们衣物下方的轮廓,他们肯定贴身穿戴了半身软甲又或者护心镜之类的玩意儿。 他们腰间半尺宽大皮带一律用犀牛皮又或者鳄鱼皮制成,腰带上无不挂着三五个鼓鼓囊囊的皮口袋,也不知道里面都装着什么。 在好些个汉子的皮带上,整整齐齐的钉着一排锁扣,上面或者挂着一排小匕首,或者是一排飞刀,或者是钢钉,三脚刺之类的玩意儿。 三十几个人,有一半人腰间配剑,剩下的人或者背负大刀,或者腰间缠着钢鞭,或者拎着长歌之类的长兵器。 总之各个全副武装,浑身充盈着喜刷不去的煞气。 朝着渝市镇子张望了一阵子,一个囚然大汉突然怪笑了一声,咱们这么偷偷跟了过来,几位公子怕是会不开心的。 区区异于行荡头,猪狗一般的人,哪里需要这么小心? 求然大汉的左胸上,用红色的丝线秀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罩字,很显然,他是赵阔的护卫。 大汉话音刚落,十几帐外一鸣胸口秀了金色的李字,显然是李千家族派出的护卫大汉顿时激嘲一笑,真可这样。 刚刚录上那些尸体,你们可见了。 几位公子江湖阅历简薄,真将那些尸体当成了镇三周盗匪劫掖杀人后留下的刑伤尸体,可是实际呢? 一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露出了只有老江湖才会懂得的怪异笑容。 虎牙口的那千来具尸身,各个筋骨强横,肌肉球节,身形体态和普通百姓完全不同。 他们身上多有伤疤,尽是刀枪剑剂留下。 他们的食指更是骨节粗大有力,食指,虎口,掌心留下了厚厚的茧子。 虽然假咒被人扒走了,但是这么多尸身贴身的衣物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制式的麻布战衣,看那式样就知道,这是大晋州兵统一颁发的制式衣物。 虎牙口那边,身穿这种麻布战衣的尸体足足有六七百人。 剩下的那四百来具尸体,他们身上的衣物是比麻布精细了许多的棉布战衣。 这些棉布战衣同样是统一的制式,而且式样分明是模仿周兵的贴身战衣制成。 数百人身穿统一式样的战衣,这当为某个大户人家的私兵军队。 这些人,不管他们是怎么死的,一夜之间死伤了上千训练有素的军士,区区异于行的档头,还有他的那些半当,怎么从战团脱身的。 李千家的这位护卫怪笑了一声,看着白莽将于是方向冷声道,持浅王八多,这盖州城,有意思。 一行人相互看了几眼,赵家的那求然大汉突然开口道,不管如何,这楚天就算身上有些古怪,也不可能是几位公子的对手。 他的脑袋们,定然是我家公子亲手取下。 求然大汉挑衅的向四周其他五家的护卫看了一眼,第一个得到清明寄雷精雷印传承的,定然是我家赵阔公子。 李家的那护卫立刻笑了起来,他指着求然大汉冷笑道,喝,赵老虎,打个赌步。 求然大汉赵老虎一跃而起,兴奋得搓了搓手掌,赌就赌,哈,就赌谁家公子取下楚天那丝的脑袋。 嘿,咱这里有金票两百两。 手一动,赵老虎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巴掌大小的但金色纸片,用力的丢在了地上。 李家护卫没开口,一旁的胸口嗅了个林子的白眉大汉已经大声嘲笑起来,赵老虎,你赵家是大尽有数的巨伤,嘿,嘿,你这次带队护着你家赵阔少爷来盖州建功立业,怎的,身上就这么点碎金烂银。 赵老虎怪眼一番,指着白眉大汉冷笑道,林白眉,还有李老实,你们知道俺的脾气,身上存不得金银,就这两百两,爱赌不赌。 六家护卫纷纷一动。 他们都是追随自家少爷万里迢迢赶来盖州,之前大家都在大进京城私混,在街面上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之间有点交情,但是更多的是各种明里暗里的争斗。 这些大户人家出身的公子戈尔,哪个是省油的灯? 为了某个美女的倾心一笑,为了一匹神骏宝马,为了一柄千段利剑,赵阔,李谦等人在大进京城没少兴风作浪,他们这些贴身护卫自然为了自家的公子少爷没少在明里暗里的动手。 这次来盖州,大家都是抱着同一个墓地而来,各家的家主也谨慎叮嘱了,要他们以和为贵。 家主都发话了,继续大打出手是不行的,也只能在金子、银子的赌局上占一点面子。 一时间各家护卫纷纷掏出随身携带的金票、银票,三十几个护卫,居然凑起来了七八千两金票,四五万两银票。 对这些大家族出身的护卫头领而言,这笔钱不算什么大钱,却也足够让他们花天酒地逍遥快活许久,一时间所有人都目光炯炯的盯着这一堆金票、银票,暗暗着急自家公子这一次一定要争口气,一定要是自家公子将楚天的脑袋斩下。 钱博动人心,一群人在这里呼啸剧毒,于是内,江边上传来的一点若有若无的动静,就被他们忽略过去了。 他们更是没注意到,就在他们藏身的洼地四周,密密麻麻的小灌木丛中,几朵掩耳悄无声息的绽放开了。 掩耳,一种第一,苔藓的近亲,枯死时就好似一层薄薄的壳贴在地上,一旦有露水,雨水,生命力顽强的掩耳就能快速的膨胀,复生,在极短的时间内蔓延出一大片来。 和苔藓一样,掩耳在野外随处可见,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自己的脚下,或者身边的灌木丛中,是不是又有一片新的掩耳生长了出来。 这些掩耳一如其名,灰白色,灰褐色的掩耳肥厚多肉,大概拇指大小,形如耳朵,又多生长在岩石上,顾名掩耳。 但是正常自然界的掩耳,绝对不会像这几朵掩耳一样,不仅快速的生长绽放开了,它们还有如动物的耳朵一样,轻轻的蠕动了击下,将耳孔对准了这些护卫大汉的方向。 一小堆金票,银票放在面前,一众大汉热血上头,就有点口不择言了。 这次我们各家联手,辅佐周学士开辟新州,若是功成,说不得也能驳一个风起因子。 成,这是肯定成的。不提周学士其他那些弟子身后的家族背景,就咱们眼前六家人联手,再大进半步成的事情也就真没多上了。 可不是吗?不就是夺了司马追风的太守之位,借用盖州的人力,物力,再去开辟新州吗?这尸体也就繁琐了些,说难真心不难。 嘿嘿,希望司马太守能聪明一些,若是能自动辞官而聚,还能保住几分脸面。 可不是吗?司马家可是我大进的真正豪门世家,司马太守可是司马八郡之一,真个和他撕破了脸皮,固然不怕,却也是麻烦。 说来也奇怪耶,这司马太守怎么也是司马家的嫡系,怎生到了盖州这几年,司马家怎么对他一点而助力都没有?连盖州处事都没能对付。 吓,你们这就不知道了,司马太守固然是司马家嫡系,但是处事也不是没有靠山的人啊。 司马家再厉害,强龙不压地头蛇漏。 七八里外的山林中,吸血蝙蝠倒挂在一根大树叉上。 鼠爷人立而起,站在大树之上,闭着眼侧耳倾听着。 那几枚掩耳接收到的声音,直接就在鼠爷耳朵边响起,一众护卫大汉的交谈声就好像近在眼前一样,被鼠爷一丝不漏地听了个清清楚楚。 任凭这些大汉有再丰富的江湖经验,他们只是注意着四周没有闲人靠近,他们就当作一切平安无事。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世间还有如此诡异的秘书,隔着七八里远,通过几枚自然声出的眼耳,他们的话居然会被一只小小的银毛老鼠偷听了个干干净净。 六大家族的人,为了开辟新洲之势而来。 鼠爷双手捧着自己的尾巴塞进嘴里用力地啃着,嘴角一丝咸水不断滴落,两颗星红的小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红光。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呜呜,我闻到了浓浓的阴谋诡计的味道。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嘻嘻,赶紧和天歌尔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把你们坑得尸骨无存又欲哭无泪呢? 第25章那些看热闹的。 杀,杀,杀人了。 歇斯底里的哭喊声突然撕碎了盖州城的宁静。 十几个进庄大汉骑着快马,面孔扭曲的侧骑狂奔而来,一路烟尘喧哗,大汉们歇斯底里的尖叫着,扭曲而布满冷汗的脸上,更多的充斥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惊喜和兴奋。 杀人了,死人了,死了好多人,不祥的消息犹如寒风,从盖州城南门呼啸着冲了进来,在极短的时间内急速发酵,用一种莫名的可怕效率向整个盖州城传去。 无数市井中私混的闲人无比兴奋的大声嘶吼着,向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宣扬着从虎牙口传来的消息。 杀人了,死人了,死了很多人,而且好些人都是周冰营的熟面孔。 消息迅速化为流言,流言急速发酵成了谣言,一刻钟后,十几骑快马来到了盖州太守府门前,几个收到消息的太守府护卫面色骤变,一路狂奔冲进了太守府。 整个盖州城的气氛变得极其的紧张,极其的诡秘。 就好像一口蜜蜂的高压锅,锅内的西周已经沸腾,锅内的压力在急速的增强,莫名的危险气息笼罩着整个盖州城,但是从表面看来,盖州城宁静如故。 在这宁静的表皮下面,盖州城内所有人,只要有一点手段,有一点势力的,无论是有关的还是无关的,都探出了自己的触手和耳目,仔细的打探着所有相关的消息。 平日里藏在各处阴暗小巷子里,从不轻易在大街上露面的城湖射鼠,牛鬼蛇神纷纷在光天白日下溜上了大街。 无数面目可憎,形迹鬼祟的男女在街头巷尾探头探脑,各色消息不断的在他们中间快速流转。 李孝灵和赵黑虎的府底前,已经有形迹鬼秘的闲人张望。 州兵的大营门前,也已经有市井闲人和卫兵套进虎,询问州兵的调动情况。 盖州城内好几家大户人家突然变得一片混乱,不时有进庄大汉进进出出,更有富人,孩童的哭喊声从高高的院墙里飘了出来。 盖州城内,最为高档的酒楼荒月楼顶楼的雅间内,昨天傍晚楚天出城时碰到的紫衣公子背着手站在窗前,俯瞰着大街上往来的行人。 这盖州城,就好像一口安静的鱼塘,被人丢下去了一条肉食性的大鱼。 虽然池塘水面安静如故,但是鱼塘下面的鱼儿,已经骚动起来了。 紫衣公子嘴角含笑,看着几个腰间插着匕首,形色匆匆从不远处一个巷子口转出来的大汉。 有趣,真有趣。 紫衣公子转过身来,像站在身后的美妇笑道:"风仪,你能感受到,那些人的惊慌,恐惧,甚至有绝望,但是真奇怪,还有人很兴奋,很高兴,他们心中拥有一种扭曲的快乐。 紫衣公子白皙如玉的剧面上,漠然有一种奇异的光滑流露出来。 她兴奋地向紫衣美妇笑道:"真是精彩,我从未想过,世间会有如此精彩的,人心。 紫衣美妇微笑着看着紫衣公子,目光中满是溺爱,人心固然精彩,人心却也最为误会,危险,公子只要稍稍见识一二即可,却万万不可让人心动摇了公子心境。 紫衣公子不以为然地甩手一笑,转过身继续俯瞰着下方变得有点乱糟糟的大街。 她微微侧耳,荒月楼四周,十几条大街小巷中的所有动静被她听得清清楚楚,她听到了藏在最阴暗的小巷子里,那些行为举止最为不堪的市井混混最为危险,最为无耻的算计。 她也听到了荒月楼四周的高门大院中,那些衣冠楚楚的体面人物们各种下作,龌龊,超出人心底线的谋划。 那些混混们,他们盘算着造谣声势,煽风点火,编造一些惊悚吓人的消息,比如说镇三周巨寇准备血洗盖周城之类的消息。 最好能引得市井大乱,胆小怕事的大户人家出城躲栽,他们就能趁机闹事,纠集一批党羽洗劫几家店铺,或者劫掠几个他们早就盯上的富家小姐。 而那些体面人物,盖周城各行各样的大人物们,他们同样在谋算如何趁机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 此次周冰精锐损失了数百人,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扛? 这空下来的官位应该谁上位? 是否可以趁机对司马太守做点什么? 各种阴谋,各种算计,各种陷害,各种栽赃,尽情地排除一击,打压对手,毫无底线,毫无节操,其阴损歹毒之处,比那些市井混混更加狠辣五尺百倍。 紫衣公子的面孔微微泛红,目光闪烁中,清澈如水的眸子中不时有复杂的光芒闪过。 盖周城的这一次大乱,将人心中最危险,最无耻,最污秘,最肮脏的一面,毫无保留,毫无征兆地直接袒露在他的面前。 活生生的一副红尘众生图,就这么血淋淋地缓缓展开。 太,太精彩了。 紫衣公子突然耳朵微微跳动,他欣然从窗口探出了大半截身体,兴奋地指向了盖周太守府的方向,风仪,快,快,准备做起。 呀哈,盖周太守恼羞成怒,要带人去勘探现场。 有趣,有趣,居然是他的心腹打手被人杀了。 真是有趣,想不到应周流云之妖前来盖周,居然能见识如此奇特,精彩之势。 紫衣公子一挥手,笑盈盈地向紫衣美妇柔声求道,风仪,一起去看个热闹。 紫衣美妇无奈何地看了紫衣公子一眼,很认真的说道,只看热闹,不惹麻烦。 紫衣公子呆了呆,面孔微微僵硬地看着紫衣美妇傻笑,呵呵,呵呵,呵呵。 紫衣美妇无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手指向他指了指,无奈地拉开了雅间的房门,像站在门外的六条标形大汉冷冷地挥了挥手,被骂。 一刻钟后,盖州太守司马追风面色铁青,穿了一套暗金色的锁子甲,骑着一匹独角丝丰兽,腰间悬着一柄香金欠玉的古剑,手上持了一张古色斑斓的长弓,带着数百护卫犹如一团狂风,呼啸着卷过了荒月楼下的大街。 整整一千名州兵精锐已经等候在盖州南门,司马追风带着数百护卫会合了这一支州兵,急匆匆地带着他们出了城,顺着官道赶向虎牙口。 紫衣公子轻松地笑着,骑着金角龙马,带着紫衣美副和六条镖形大汉冲出荒月楼,毫不掩饰地跟在了州兵队伍的后面。 州兵大队中,殿后的几个军官不时回过头来恶狠狠盯着紫衣公子。 他们何曾见过如此胆大之人? 州兵行军的时候,就这么大咧咧地跟在大队后面。 紫衣公子对几个军官凶狠的目光浑然无视,他温文尔雅地笑着,干脆侧骑追上了州兵队伍,和几个狠狠盯着他的军官赶了个肩并肩。 笑着抬手向一个百夫长打了个招呼,紫衣公子很是人来熟地笑问道,哎哟,几位大人这是出城哪? 哈哈,听说死了好多人。 吓,真吓人哪,这盖州地界,真不太平。 几个军官没吭声,咬着牙带着下属加快了脚步。 紫衣公子坐下马快,金角龙马慢条斯理,雍容有度地踏着小碎步,就很轻松地跟在了队伍旁,哎,看司马太守这么火急火燎的出城,就和死了亲爹一样,想来出大事了。 几个军官抬头来,再次恶狠狠地盯了紫衣公子一眼。 如果不是在急刑军中,事情又紧急得很,根本没空闲计较,就凭紫衣公子说司马追风死了亲爹这句话,几个军官哪里肯和他善罢甘休。 见到几个军官一言不发地向前挤走,紫衣公子拍了拍金角龙马,笑呵呵地俯下了身子,司马太守观声如何。 不过,他骑马在前,诸位大人在后面靠两条腿追赶,可见他是个不体恤下面人的,如此行径堪称酷利也。 几个军官和他们身边的周兵士兵差点没一头摔倒在地。 太守老爷骑马在前,他们这些周兵在后靠两条腿行军,这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这一千周兵士不促,又不是骑兵,他们不靠两条腿赶路,哪里来的做骑给他们? 公子慎言,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一个百夫长按捺不住情绪,恶狠狠地指着紫衣公子威胁了他一声。 我不怕麻烦哪。 紫衣公子笑得越发灿烂,此番前来盖周,是应在京城节时的师友周刘云周学士的邀请而来。 周兄对我说,来了盖周,我不用惧怕任何麻烦。 周兄是实在人,定然不会用虚言狂我。 周刘云 几个军官脸色微微一变,飞快地相互望了一眼。 就是周刘云周兄咯。 紫衣公子兴致勃勃地看着几个军官笑道,听周兄说,他这次回访盖周,是要做一番大事的。 嘿嘿,你们知道他要做什么大事吗? 几个军官的脸色瞬间百变,说不出有多精彩。 周刘云虽然回访盖周才十天不到,但是他折腾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哪怕是盖周城的乞丐都知道,周刘云回来盖周,是来抢盖周太守之位的。 这件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谁敢说出来。 紫衣公子看着几个军官瞬息变化的表情,感受着他们心绪澎湃引发的气血波动,俊逸飞人的脸上笑容跃盛,俊美如神灵的笑容中,更隐藏了一丝促暇的邪气。 你们知道周兄要做的大事。 紫衣公子笑语盈盈地向几个军官说道,您说嘛,遮遮掩掩的怕什么呢? 嘿嘿,不如这样,我做中介人,几位干脆改其意志,投靠了周兄。 紫衣公子一脸严肃地说道,周兄正是用人之计,求贤若渴呀,几位若是能及时的弃暗投明,未来前途无量,可比跟着刚刚死了心腹手下的司马太守前途光明多了。 几个军官欲哭无泪地相互看了一眼。 这个身穿紫衣,俊美得犹如妖孽的妖孽啊,每一句话都大逆不道,每一句话都好似闷雷轰顶,吓得他们小心肝都在乱颤。 这妖孽和周刘云有交情,他定然是不怕司马追风的。 但是这妖孽和他们几个的对话一旦落入司马太守而里,不要说什么前途无量,搞不好司马太守能直接派他们几个去刺杀巨寇镇三周的魁首,那才真是前途无量了。 几个军官不再开口,一个个绷紧了脸,咬牙切齿得快步小跑。 紫衣公子又在他们耳朵边锅造了许久,几个军官打死不敢再开口。 一路急行军了大半个时辰,一众周兵都跑得气喘吁吁,汗流加倍的时候,虎牙口到了。 眼看司马追风亲自带人来了,战场附近围观的闲人哗啦啦散开,更有一些过路的刑伤之类的盲不迭跪倒在地,向司马追风行礼参拜。 司马追风哪里有心情搭理这些人,他火急火燎的跳下马,大踏步到了李孝陵和赵黑虎的尸体旁,呆呆的看着被斩首的两员心腹大将,突然犹如巴山老园一般私生长啸。 司马追风长思良久,好容易才平复了心情,猛的转过身去看向了远处。 查验清楚,看看到底折损了多少人,详查一切蛛丝马迹,不许放过任何可疑之处。 司马追风咬着牙利声喝道,无不相信,这事情,还真是镇三周做的。 十几个盖州州兵军营中的老侍后,七八个盖州庭卫府所属的老五座,二十几个精通追踪,查案的老手急忙向司马追风行了一礼,仔细的围着战场缓步游走。 一千州兵精锐四散开来,将整个战场团团围住,不许那些过路的行人再靠近。 刚刚勘察了现场的几个刑伤护卫被人带了上来,哆哆嗦嗦地跪在了司马追风面前。 他们一五一时地讲述了自己勘察现场的经过,更将他们发现的那块蛟龙血浪牌呈给了司马追风。 司马追风仔细审视着手上沉甸甸甸的蛟龙血浪牌,一个字一个字地冷笑道,震三周,嘿。 紫衣公子骑着金角龙马大咧咧地向司马追风这边行了过来,隔着老远的距离,他笑呵呵地向司马追风拱手行了一礼, 司马太守,敢问你现在心情如何? 吓,看你脸色,好吓人。 司马追风面孔一阵抽搐,他猛地转过身看向了紫衣公子,眸子里几乎能喷出火来。 现在心情如何? 现在的司马追风想杀人? 看太守大人脸色,看来心情是很不好的了。 紫衣公子丝毫不在意司马追风眸子里的怒火,他笑着说道,在大进京城时,听周刘云周兄说,盖周乃风景秀丽,民风淳朴之地。 但是眼下看来,这地头上不怎么宁静礼。 司马追风暴怒,他手指紫衣公子正要下令将他拿下,关道上尘土骤起,一只兵马气势汹汹的及时而来。 远远的,就听到了一声清朗的长啸,司马太守何在? 呵呵,听说,死了不少人喝。 第二十六章碰触 烟尘翻滚,大骑飞扬。 人如虎气吞万里,马如龙行云卷雾。 数百重骑呼啸而来,沉重的马蹄阵的地面隐隐颤抖,吓得围观的闲人连滚带爬的逃向关道两侧的密林。 饶是这些人逃得快,冲在最前面的数十骑士挥动长长马鞭一通乱打,依旧有十几个倒霉弹被长鞭狠狠抽在背脊上,痛得他们嘶声哀嚎满地打滚。 一名州兵百夫长手持长哥,猛地向前踏了三步,手持长哥指向了奔袭而来的骑士。 烟尘中,长哥熠熠声辉,百夫长力声喝道,来人止步,好大的胆子,烟敢冲撞太守大人本阵。 四周突然响起了惊呼声,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一骑重骑当面撞了上来。 马上骑士怪叫了一声,一只覆盖着厚厚长甲的大手挥出,重重拍在了长哥锋利的鸽头上。 当的一声巨响,百段金刚铸成的鸽头居然被一掌拍得九十度扭曲,百夫长双手剧痛,长哥被一掌打飞了出去。 身披牛皮甲皱的百夫长痛呼一声,被重骑撞飞,一头扎进了身后的周兵队伍中。 被撞飞的百夫长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血,他身边的周兵大队气急怒喝,纷纷挺起手中兵器对准了奔驰而来的大队骑士。 员,员。 距离周兵大队还有一丈多远,大队骑兵勒住了座骑。 一个白色段子制成的钱袋从大队骑兵中飞出,重重落在了被撞飞的百夫长面前。 钱袋没有扎紧,十几枚铸造精良的金币,百多枚白花花的银币从钱袋里洒了出来,在地上叮叮咚咚跳动着。 这位大人,抱歉,座骑受惊了,一时没管住。 刚刚出手的骑士在座骑上微微抬起屁股,低头向群情激愤的周兵点了点头,随手一指地上的钱袋,淡然道,些许汤要费,这位大人回去找个好大夫看看,千万别落下了病根,弄个英年早逝就是我的罪过了。 被撞飞的百夫长气的脸色发赤,他身边的同袍也一个个气得浑身直哆嗦。 座骑撞人,你能说没有管住座骑? 但是刚刚那一掌,鹅蛋粗细的摆断金刚铸成的鸽头都被你一掌拍弯,百夫长两手虎口被震得稀烂,鲜血淋里洒得满身都是,你敢说不是故意的。 好好好 百夫长咬牙冷笑,他看了看这些骑兵身后飘扬的大骑,看着那用纯银铸成的骑杆,集上品织锦制成的大骑,以及骑面上用纯金线绣的豆大杵字,满腔怒火的百夫长却不敢多说一句气话。 纯银旗杆红底金字楚字旗,坐旗不是普通骏马,而是山中野牛和蛟龙沟河生出的蟒牛兽,身披铁浮屠中甲,气焰又如此嚣张跋扈,这些家伙是楚式的司军。 丐州楚式占尽半周风流,财大气粗的楚式司军,无论装备还是军事素质,强出丐州州兵何止十倍。 司马追风早就看到了这边的动静,眼看自己麾下军官被人如此放肆的撞飞,他气得脸色骤然铁青。 当那撞人的骑士丢出那个钱袋子,用打法叫花子的语气,吩咐被撞伤的百夫长回去找大夫的时候,司马追风的脸色却已经平静如初,甚至脸上还多了一层淡淡的笑容。 是,除少主当面吗?司马追风笑语盈盈的侧骑迎了上来。 大队骑兵左右一分,盯得一声玉庆清明,一架用十二匹毛发色泽成淡金色的龙马拉拽,整体用一大块黄玉雕琢而成的车缅亮了出来。 这架车缅长有五丈许,宽有三丈开外,半条关道都被这车缅占据。 车缅四周的沙连撩起,内部情状一览无疑。 就见洁白如雪的地毯上,身着一球白衣,腰间竖着一条玉带的储鞋席地而坐,把玩着一柄锋芒内脸,通体色泽暗淡的赤铜骨剑。 十几名身穿白色长裙,披散长发,头上戴着鲜花制成花冠的少女静静地跪坐在她身后,目光默默寒情地看着她。 这些少女各个生的温柔秀美,端的是天香果色,犹如花朵一样娇滴滴的。 只有真正修为足够高深,经验足够丰富的武道高手才能发现,这些娇俏如花的少女双眸终神光深邃,身形挺拔如修竹,柔和如水的气息中却透着灵力异常的锐气。 他们居然各个都是见到好手。 人群中,紫衣公子饶有兴致地上下扫了储鞋一眼,有点意思。 不过,总觉得还欠缺些什么? 是个风流公子,却还算不上一个争争男儿。 紫衣公子说有点意思四个字的时候,他身后的风仪目光骤然一凝。 他说还欠缺什么的时候,风仪顿时嘴唇微微一瞧微微一笑,就好似一朵绽放的勺药花一般娇艳欲滴。 四周围观的闲人有人不小心看到了风仪的笑颜,就只觉一股热气从小腹直冲脑门,当场昏厥倒地。 吓,这些人好生无礼。 风仪眼角跳了跳,有点恼怒,却又不无得意地向那几个昏厥的闲汉扫了一眼。 咚,储鞋将手中古剑随意丢在了身边掌岸上,他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来,缓步走出了车面,站在车架上爱理不理地向司马追风点了点头。 哟,是司马太守亲自出城了。 听说,这里死了不少人,难不成,有司马太守的熟人吗? 司马追风心头一阵恼怒,他深沉地看了楚鞋一眼,脸上笑容却是越发赤裂了,楚少主,这话就没意思了。 以你处世在盖州的势力,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难不成楚少主还不知道吗? 楚鞋点了点头,巨傲地笑着,理所当然地说道,当然,这里发生了什么,我怎能不知道。 周冰死了人,凌家死了人,盖州城内十几户大户人家的户院,亲随,在这里也死伤了两三百号。 冷哼一声,楚鞋大袖一甩,冷笑道,这些废物死也死了,吴不关心。 吴只想知道,楚氏供奉公白路,是哪位下的手。 司马追风悚然动容,满脸的笑容中突然多了很多莫名的东西。 四周围观的闲人则是一个接一个的偷偷溜走,有的是赶着去通风报信,有的则是明智抽身。 楚氏的供奉,那都是盖州顶尖的好手,一等一的大人物。 龚白路在楚氏众多供奉中也是名人,昨夜居然连他都死在了这里,这件事情要闹大。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四周围观的闲人散尽,周冰当中的老侍后,庭卫府的老五座,还有楚鞋带来的十几名精通追踪,所记住般密法的供奉联手勘测现场。 不时有一些昨夜楚天来不及打扫干净的东西被找了出来,比如说怒雁冲的大铁矛,杀娇弩特制的弩使,以及龚白路被绿姑击杀,他全身炸成了一团血雾,却有不少衣衫碎片撒得满地都是,这都被一一找了出来。 楚氏的下人在关道上铺了三层厚厚的地毯,迅速摆上了一套桌椅,茶器。 楚鞋和司马追风端做品茶,静静地看着下属在密林中心勤的忙活。 他们的工作很快就有了成绩,关道上铺上了一张宽大的油布,三根扭曲的大铁矛,二十九只杀娇弩弩使,还有三百多片弓白路留下的衣衫碎片,以及他身上一些配饰物件的碎片,一一被找了出来,整齐摆放在了油布上。 司马追风面沉似水看着油布上的东西。 出身大进世家,司马追风一眼就认出了这些大铁矛和弩使的来历。 怒彦冲,杀娇弩。 怒彦冲也就罢了,只要有钱有势,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就能找到秘书师司助怒彦冲。 偌大的盖州,楚氏之下,起码有三五户人家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胆量私自铸造怒彦冲。 比如说楚氏的殷亲,这些年好生兴旺发达的灵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是杀娇弩呢? 司马追风看了楚氏一眼。 楚氏也目光炯炯的看着他。 两人目光对视了一记,同时转过了头去。 他们的眉头同时一皱,这里的杀娇弩,不是对方拿出来的,那么会是谁呢? 灵士肯定没这个实力,没这个底蕴,如果不是司马太守,也不是楚氏,会是谁? 一鸣身材枯瘦,面容难看犹如一头老猎狗的楚氏供奉趴在游布上,仔细的在公白鹿的衣衫残片上嗅来嗅去。 有一块拇指大小的衣衫碎片上,粘了大概绿豆大小的一片儿血肉,这位供奉小心翼翼的粘起公白鹿留下的这一小块皮肉,用舌尖仔细的舔了舔,细细的品尝了一番。 高手,可怕呀。 过了足足一刻钟,这供奉抬起头来,肃然来到了楚邪面前。 少主,击杀白鹿兄的,是一位极其可怕的高手。 一击毙命,粉身碎骨,白鹿兄的血肉中并无五元急速流动后流下的气息,证明他连运气护身都来不及,对方只是一击就要了他的命。 古老以为,这人的修为到了何等层次? 楚邪白皙如玉的俊俏面旁上划过一缕阴云,他讨厌这种不受控的事情。 龚白鹿是楚氏供奉中有数的好手,能够将他一击必杀的人,那得是多高明的存在。 天品,且至少为天军级高手。 古供奉难看的老脸抽了抽,很肃然的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司马追风的脸色顿时一将。 楚邪轻轻的哼了一声,脸色同样不怎么好看。 大进对武道修为的品级化定为,单纯淬炼筋骨,没能修炼出五元的,尽是繁品。 修炼出五元,修为从一年到九十九年的,世卫人品。 五元修为突破百年,还没达到千年修为的,世卫地品。 五元修为突破千年大关的,则是天品高手,任何一尊天品高手,都能霸占一方,呼风唤雨。 天、地、人三品五道修为中,一至三为师级,四至六为君级,七至九为尊级。 所谓天君级的高手,就是五元修为在三千年以上,六千年以下的可怕人物。 一株千年古墓,都能腰为石暴,雷霆难伤,一个人渺小的身躯中若是容纳了千年修为,不难想象他能拥有多么可怕的力量。 天君,天君,嘿嘿,天君。 司马追风手指快速地弹动着桌面,阴沉着脸说道,这几日,盖州真个是风云际会,真个是英雄豪杰备出。 楚少主,你以为呢? 楚邪沉吟了片刻,这才反问司马追风,太守所言,所谓何事? 司马追风的声音骤然降低了三个语调,他压着嗓音沉声道,起码,无论是楚氏身后的那位,还是我司马世家,大家固然有利益之争,却都是自己人喝。 司马追风目光炯炯地看着楚邪,本太守上任以来,楚氏为了那位的缘故,压制了本官这些年,本官可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回应。 但是,某些人可不同。 楚邪端起茶盏,小小的喝了一口香茶,轻轻笑道,不过,这件事情还得再理顺一下。 为何太守的人,灵士的人,还有我的人,会同时死在这里? 这前因后果,我们总要弄明白才好。 紫衣公子在那些老侍后,老五座,供奉高手忙碌的时候,他也好奇的跟在了这些人身后探头探脑。 周冰老侍后,廷卫府的老五座,还有楚氏的供奉们被紫衣公子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各种大逆不道的不训话语弄得火冒三丈。 但是紫衣公子超凡脱俗的气质,俊朗非人的容貌,还有跟在他身后的风仪那绝世的芳华,六个随从大汉可怕的气息,诸般因素加在一起,让紫衣公子身上无形中多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没人敢开口呵斥他,也没人敢说重话冒犯他,只能容忍紫衣公子跟在自己身边,和一个好奇宝宝一样蓄刀个不停。 最终,紫衣公子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他心满意足地拍打了一下袖子上挂着的树枝碎叶,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楚鞋和司马追风面前。 很不客气的,一副自来熟的,紫衣公子指了直楚鞋和司马追风之间的茶桌,向楚鞋身后的白衣侍女们呵斥了起来,一群没眼力见的蠢丫头,贵客上门了,还不快点摆上桌椅。 诺,记住了,本公子有洁体,他人用过的茶器是肯定不能碰的。赶紧换一个新茶盏,我喜欢细词带点小撒花的茶盏,若是能勾勒点紫色花边的最好不过。若是没有,就细白词也勉强吧。 紫衣公子大咧咧的发号施令,司马追风和楚鞋同时一愣,然后同时笑了起来。 楚鞋抢先向紫衣公子拱手行了一礼,敢问公子尊姓大名,为何来到盖州蛮荒之地? 第27章 楚天动了 看着死不瞑目的李谦扭曲的面孔,楚天只觉浑身一松,毛孔骤然发散开,大片热气腾腾的汗水从毛孔中冲出,带走了他最后一丝体力。 有气无力地靠着一段倒下的树干坐下,楚天伸出右手,向空气抓了一把,青椒,回。 十几帐外,一株古墓上青光一闪,青铜八面剑带起一道三尺长青光击射而回,在楚天五指前转了一个剑花,自行跳进了右臂上的牛皮护臂。 收回八面剑,楚天四仰八叉的斜铐在了树干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空,脑子里一片空白。 眉心神窍中,灯盏内的那一丝法力已经消耗一空,细小如绿豆的灯火微微摇曳,楚天的灵魂化为朦胧的人影盘坐在石灯下,自然而然地开始诵读大梦神典中的玄傲经文。 一缕缕凉气从四面八方空气中不断渗出,化为一缕缕急速旋转的流风不断注入楚天体内。 丹田中一股淡淡的暖流腾腾升起,细小的暖流顺着通畅的经络快速流动,丝丝凉气不断融入暖流中,消耗殆尽的五元正在快速恢复。 一 只要这样静修一天一夜,就能恢复所有五元。 楚天震惊地发现了自己的五元回复速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他也有大战之后耗尽五元的精力,但是那一战后,就算服用了辅助回气的丹药,也用了足足三天三夜才补完五元。 这一次没有服用辅助丹药,只依靠自身掉膝精修,只要一天一夜就能补完五元。 嘿,好事情,真是好事情。 楚天黑黑笑了几声,艰难地拉起鱼皮水靠的衣领,用力咬破坚韧的鱼皮,将仔细缝在衣领中的一颗黄豆大小补气丹吞了下去。 用十几种珍贵药材用秘法炼制的补气丹入喉后就化为一条炽热的火线,一路顺着喉管烧了下去,烫得楚天都轻轻哼哼了几声。 火线在腹中迅猛地爆发开来,好似有一团火炭在腹中熊熊燃烧,烧得楚天浑身大汗淋漓。 体内暖流运转的速度又快了几分,补气丹的药力不断融入暖流中,每运转一个大周天,暖流的强度都增加倍率。 这一下最多三个时辰,楚天就能补完消耗的五元。 五元超乎寻常的恢复速度已经让楚天欣喜若狂,更大的惊喜却来自于神窍中的石灯。 风之天印在石灯上熠熠生辉,一团淡淡的清光从天印中扩散开来,照亮了神窍中仗许方圆的圆形空间。 莫名的,楚天就觉得浑身的每一根汗毛,每一根头发都轻轻地动了起来。 有一缕缕极细的,肉眼看不到的风凭空而生,一缕缕沁沁的风裹挟着浓度极高的天地灵髓,迅速涌向了楚天的眉心神窍。 楚天只觉得自己眉心好似开了一个透明窟窿,大概拇指粗细的透明窟窿中不断响起嗖嗖风啸声。 一股让他浑身骨髓都几乎冻结的寒流不断顺着这个窟窿快速涌入,随着他灵魂的诵经声不断被石灯吸收。 刚刚损耗的精力在快速回复。 一缕缕灰色的雾气在石灯的灯斩上凝聚,缕缕雾气不断向灯斩沉淀下去,眼看着石灯灯斩的底部有极薄极薄的一层法力蓄积了起来。 楚天只觉七窍中都凉嗖嗖的,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对他的七窍进行细微的改造。 他的眼睛更亮,耳朵更加敏锐,鼻子隐隐闻到了平日里没注意到的一些细微味道,口腔中更有一丝丝冰冷的金叶声出,带着一丝甜味不断流下喉咙。 这些金叶源自楚天自身,却蕴藏了极其奇妙的力量。 随着这些金叶不断流入腹中,补气丹爆发的热力越发雄浑炽烈,楚天的五元回复速度又莫名的提升了一丝。 白蟒江于是码头上,几个袒露胸膛,浑身横肉滋生的壮汉正站在岸边倾点杖本,猛不丁的他们看到江水中隐隐混入了一丝丝不正常的色泽。 他们脸色同时一变,打了几个哈哈,将杖本丢给了几个鱼牙子,拎起棍棒就快步顺着江岸向楚天宅子方向小步快跑。 楚天在江边吊吸了大概半课中的功夫,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几个浑身湿漉漉的壮汉拎着四具白露书院弟子的尸体走了过来。 将几具尸体马放在了李迁,赵阔的尸体旁,几条大汉围在了楚天身边,恼怒的问道,天哥,这几个杂碎是你拾跺下来的。 好大的狗胆,他们居然敢大白天的来杀人。 壮汉们气恼的低声咆哮着,同时他们目光不断扫过四周折断的大树,还有地上两条深达树尺的痕迹。 更有李迁用铜茧一击,雷火在地上破开的那个大坑,坑里还在往外冒热气。 壮汉们骇然失色看着楚天,闹不清楚刚刚楚天究竟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何等惊人的大战。 周刘云有点恼羞成怒了。 把这几个家伙处理得干净些,他们都有盖州廷卫府的校尉身份,身上的东西一件都不能留下来。 楚天镇定自若地继续运功掉膝,向几个壮汉吩咐道,鼠爷跑去哪里了? 又去寡妇家窜门子去了。 找他回来,让他去盖山书院盯紧了周刘云。 几个大汉眸子里胸光闪烁,他们看着楚天,一条大汉沉声道,天哥,你是想。 楚天若无其事地笑了笑,满不在乎地说道,人家都打上门来了,咱们是能吃亏的人吗? 总北一报还一报才是。 盖山书院的监院学士,下,能下唬谁呢? 盖州城,每年这么多人死得不明不白的,也不多他一个。 轻咳了一声,楚天揉了揉鼻子,有点无奈的苦笑道,当然咯,你们知道的,绿姑那边肯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大动干戈。 所以,能够栽赃嫁祸那是最好不过了。 一众大汉就忙碌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条不大的乌棚船从下游驶了上来,李千,赵阔六人的尸体,连同他们身上的所有零碎玩意儿全都被丢进了乌棚船中,两个大汉驾着船继续向上游行去。 白蟒江上游胡齿崖,白蟒滩等等凶险之地很多,下面藏了很多千年王八,千年鲤鱼之类的水族。 只要将李千等人往那些凶险之地一丢,神仙也别想找到一丁点儿蛛丝马迹。 十几个大汉一起动手,刚刚被楚天和李千大战,封住撕扯绞碎的大树被连根挖了起来,击下功夫就劈成了整齐的柴火,马放在了院子的屋檐下。 沾血的土壤全部铲了起来,丢进了白蟒江心,江水一卷就冲得无影无踪。 从江边挖来了新鲜的泥土,数十株折断的大树被清理干净后,原本的隐蔽小道就变成了一个直径十几丈的圆形平地。 大汉们挑来了一筐一筐的江沙,厚厚的在平地上铺了一层,又在这里摆下了几个兵器架子,上面胡乱丢了一些棍棒之类的器械,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很是隐秘的炼武场。 外面院子被斩碎的院门也更换妥当,被斩杀的厨娘,仆妇和同仆的尸体也妥善安葬了,大汉们给他们的家人厚厚的一笔抚恤,用了一条大船,丝毫不浪费时间地将他们顺着白蟒江一路到了大龙江,顺着大龙江送去了明州地界。 楚天手下的这些大汉训练有素,办事效率极高,一个个都有一身不弱的修为,更是筋骨强健都有一把子好力气。 只用了短短两个时辰,一切事情都已经处理妥当,院子里李谦等人留下的痕迹也都被抹得干干净净。 这些大汉很是精通一些旁门左道的手段,偌大的一个院子,他们只用了三五个人就打理得清清爽爽。 不要说普通人,就算是盖州城内那些七年的老五座,他们也别想在这个院子里找到任何发生过凶杀案的证据。 就算最精良的猎犬,也别想在这院子里嗅到一丝半点而不对劲的味道。 楚天盘坐在江边吊膝,手下人将所有手尾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后,他的武员也回复了八成,精气神更是补充完全,整个人精气澎湃,浑身都充斥着无穷的力气。 更让他惊喜,激动的是,石灯中那薄薄的一层法力,已经有十根头发并排这么深的一浅层。 若是他在发动刚才的密法风柱,无论是威力还是持久度,都将是刚刚的数倍以上。 石灯上的风知天印色则更鲜明了一些,隐隐有一丝无形的风围绕着石灯轻盈的旋转着。 楚天站起身来,几个腰间暗藏力气的大汉一字而排开站在他身后,目光炯炯的看着他。 一道荧光突然从天而降,鼠爷从一株大树的烧头一跃而下,轻盈的落在了楚天肩膀上,鼓着两颗星红的小眼珠凶巴巴的尖叫着,咋了? 咋了? 俺只是出门绕个弯儿,嗓个腿儿,就有人上门捣乱。 双目圆争,鼠爷恶狠狠的说道,人呢? 人呢? 来捣乱的人呢? 哎呀,混小子,你这脸上又多了几条伤疤,这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哟? 鼠爷长长的尾巴狠狠的抽打着楚天多了几条血印子的脸蛋,抽得他面颊啪啪啪直响。 鼠爷歪过身体,凑到楚天面前仔细端向着他的脸,扯着嗓子尖叫道,杀千刀的,那些混账玩意儿呢? 拖出来,让鼠爷啃掉他们的头盖骨出口恶气。 楚天手指弹了一下鼠爷的脑门,懒懒的说道,现在估计都在江底了,老金和他的那群儿孙不知道吃得多开心呢? 六个修卫都在两三百年的武道高手,还都修炼了秘书,想来他们的血肉滋味儿一定很好。 鼠爷兴兴然的磨了磨牙,尖声尖气的说道,便宜这群小子了。 是周刘云的狗仔子啊。 要不,鼠爷今天就去盖山书院,把他整个书院从上到下,全给放翻了。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鼠爷长长的尾巴猛的转了过来,他两个前爪将自己尾巴塞进嘴里,牙齿死死咬着细细的尾巴,浑身抽风一样哆嗦着,痴痴痴痴的傻笑起来。 和我们有仇的是周刘云,何必连累其他人? 楚天转过身,带着人从后门回到了院子里,侧头看着鼠爷问道,您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碍眼的人? 楚天是鼠爷自举为一把屎一把尿从小带大的,他深知这银毛老鼠体型娇小,性格恶劣,但是他有着层出不穷的诡秘手段,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楚天依旧没弄清鼠爷的根底,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本领。 鼠爷刚刚从外溜达回来,楚天也就是顺口这么一问。 有,怎么没有? 鼠爷的兴致一下窜起来老高,他张牙舞爪的私生叫道,就庄子外面,五六里的地方,好几十条标形大汉哪,五刀弄枪的想要杀人里。 鼠爷的眼珠子直放光,标形大汉也就罢了,他们手上有好多的金票,好多的银票。 嘖嘖,不愧是大进大户人家出身的大兽头子,各个富的流油啊。 鼠爷将自己偷听到,偷看到的详详细细的说了出来,摇摆着细长的尾巴,鼠爷鬼鬼祟祟的说道,不能惯着这群无法无天的混账哪。 他们都打上门来了,咱们总要做点什么。 要不,还是鼠爷去盖山书院,把他们满门上下全部弄死。 鼠爷眯着眼,语气深长的说道,最近天气闷热,山中下了好几场大雨,好些滋味鲜美的蘑菇都长出来了。 十万莽荒大山中,滋味鲜美的蘑菇就和剧毒蘑菇是同一个意思。 楚天仔细思索了一阵,摇了摇头。 他毫不怀疑鼠爷如果争个出手,盖山书院上下不说死绝,起码也要死掉七八成。 可是盖山书院中好些门人弟子和他楚天无冤无仇的,没事造那个孽做什么。 他楚天固然杀人无数,但是他所杀之人都有取死之道,他从来不是乱杀无辜之人。 拉着鼠爷的尾巴尖尖,楚天和鼠爷仔细的商量起来。 独死盖山书院满门这种事情做不得,但是他们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手段,给很多人一个好看。 娄草打兔子,完全可以一箭双雕,顺带着把某些事情给办了。 或者,也能用打草惊蛇来形容吧。 太阳升起来老高老高,炽烈的阳光烤得地面发烫的时候,等候在于是庄子外的六大家族的护卫们颇有点不耐烦了。 林白眉恼怒的喝道,怎么回事? 几位少爷在玩什么呢? 怎么还没有动静? 要不,我们过去接应。 赵老虎急忙摇了摇头,白眉,你别乱来。 几位少爷的脾气你知道,那位周学士更是智学严谨,若是我们出手帮忙,他定然会对少爷们严加惩罚,若是耽搁了几位少爷传承雷印,你我吃罪不起。 李家的李老师站在一个小土包的顶部,直勾勾的盯着于是庄子的方向打量着。 突然间,楚天骑着老黄狼仓皇出了庄子。 在楚天身后,七八个衣衫破烂的汉子拎着棍棒,同样一脸金黄的骑着几头骡子,猎马,紧紧的跟在了楚天身后。 有动静了,有动静了。 楚天纳斯逃了出来,可是几位公子呢? 第二十八章楚世矿山 赵老虎,林白眉,李老师带着属下,隔着五里多地,几乎和楚天平行的快速奔走。 六大家族分别派了一名精悍的护卫狂奔冲进庄子,放肆的破门而入,闯入了楚天的宅子。 李里外外的翻了一通,他们没能找到任何不对劲的蛛丝马迹,更没能发现任何战斗过的痕迹。 没有痕迹? 怎可能没留下任何痕迹? 李谦,赵阔六位公子气势汹汹的来取楚天的人头,他们怎可能没留下任何痕迹? 几个护卫都是老江湖,看到楚天整洁如新,纹丝不乱的宅子,他们只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坏了,坏了,几位公子出事了。 糟了,糟了,这次我们都得死。 六个护卫手软脚软的冲出了庄子,哆哆嗦嗦的提起五元,比普通奔马还快了一倍以上,一路狂奔追上了赵老虎一行人,结结巴巴的将他们的发现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紧盯着楚天和他身后几个大汉,一路挤走的赵老虎,林白眉,李老师几个护卫头领骤然一脚踏空,一咕噜摔倒在地,又无比麻利的一跃而起。 固步的拍打身上的尘土,落叶,林白眉嘶声道,糟了。 我们这次,糟了。 六大家族的护卫一个个面色惨白,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衣。 看看楚天仓皇离开庄子的驾驶,看看他身后几条大汉破烂的衣衫,以及身上隐隐可见的血迹,他们定然和人发生了冲突。 这惠尔能去找楚天麻烦的,除了他们负责保护的自家公子,还能有谁? 楚天出逃,他们的公子呢? 没人敢往最糟糕的那一处想,他们也不敢,更不愿相信一个盖州蛮荒之地的鱼行偷子,有这个能耐坑了六位出身白鹿书院的精英弟子。 但是,他们的公子呢? 六大家族的公子呢? 负责这一次辅助周刘云进行大计划,为家族开辟新地盘,争夺新利益的公子呢? 那可是六大家族耗费了无数金钱,无数资源,用金山银海堆积起来的天才笛子,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家族继承人。 追上去,追上去。 李老师面色惨白的嘶声道,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地步,或许公子们去击杀楚天的那些狗腿子去了,所以才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深吸一口气,李老师自我安慰地说道,定然如此,公子们刚刚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击杀楚天的狗腿子,楚天这丝收到了风声,这才仓皇出逃。 公子们定然不会有事,定然在四处搜寻楚天。 赵老虎等人呵呵干笑,脸上可没有半点儿笑意,只是脚下越发加了一把力。 三十几个护卫死死咬着牙,一路紧追着楚天一行人撒腿狂奔,逐渐地就从丘陵地带追进了山里。 他们也没有留下人去等待李迁,赵阔等人,六位公子若是安然无恙,他们找不到楚天,自然会回去盖山书院复命,若是他们已经出事了,他们只有生擒活捉楚天,这才有一丝将功赎罪的机会。 但是所有人也都心知肚明,若是李迁等人争个出事了,他们就算将楚天千刀万剐,将他的手下全部用最残酷的手段处死,他们能够幸免的机会也不大。 六大家族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这些保护不利的废物。 生擒楚天,将他的势力一网打尽,只是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让他们所属的家族不至于怪罪到他们的家人身上,让他们的妻儿老小不至于被牵连太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白眉的嗓子骤然变得沙哑异常,好似吞了一口烧红的火炭一般。 他悲声道,六位公子修为强大,又修习了书院秘书,区区异于行荡头。 何至如此? 楚天带着几个下属一路奔进了山林中,那几头骡子,猎马到了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用处。 楚天呵斥一声,几个大汉跳下坐骑,将几头骡子,猎马的缰绳绑在了树上,同时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 悠长的狼笑声远远传来,楚天等人顺着崎岖南行的山脚向前奔走了一段距离,十几头体形撞硕堪比撞牛的青狼悄然从浓密的草丛中窜了出来,嘀嘀地向楚天咆哮了几声。 几条壮汉分别选了一头青狼跨城了上去,楚天骑成的老黄狼长笑一声,一群青狼驮着楚天一行人,奔行如风的冲向了深山。 在楚天的指挥下,狼群在群山中左拐右绕,奔走了大概一个多时辰后,前方就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楚天一行人丢下骡子和猎马的时候,紧跟在他们身后的六大家族护卫心头一喜,加紧脚步追了上来,准备就在这群山边缘将楚天一行人一网打尽。 单论角力,楚天手下的几条大汉,可不是这些精锐护卫的对手。 短短一展查时间,护卫们就已经追到了他们身后不到百丈的地方。 但是楚天突然召唤出了一群体形硕大,耐力悠久的青狼,这让林白梅等人同时低声咒骂起来。 山林中崎岖难行,饶是这些护卫都有一身好功夫,可也难以追上这些山林中天生地养,筋骨强健,奔行如风的青狼。 原本他们已经追到了楚天身后百丈内,但是青狼一出,他们之间的距离又逐渐拉大。 十万莽荒山是雄级,地势复杂至极,山林更是浓密异常,稍有不小心就会跟丢了人。 林白梅等人只能无奈的激发五元,施展身法紧追在楚天等人身后,一个个跑得汗流加倍。 体内气血沸腾如汤。 在山中狂奔了一个多时辰,他们体内的五元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一个个胸膛不断起伏扯起了风箱。 眼看着楚天一行人骤然停了下来,林白梅等几个修为精湛的护卫头领还好,他们站直了身体缓缓回气, 他们身后的护卫中,有七八个人压制不住体内沸腾的血气,刚一停下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若是在平地,以他们的修为断然不至于这样,奈何这里是深山中,一路过沟越剑,翻山越岭,对体力和五元的消耗起码是平地奔跑的十倍。 可,可逮住这小子了。 照老虎面孔赤红,头顶一缕热气腾腾冲起,呲牙咧嘴地朝着楚天发狠。 骄骄围上去,不能让他们再跑了。 林白梅咬牙切齿地看着楚天,这群该死的狼,怎么这么能跑? 楚天骑在老黄狼背上,好似没注意到后方两三里外悄然无声,踏着小碎步急速靠近的一众护卫,只是低头向下方俯瞰着。 他所在的位置是一座断崖,高有近百丈的悬崖下面,是一条绵延近百里的山谷。 陡峭的山崖形成了天然的护墙,将山谷彻底封锁,只留下了谷口是唯一的出入通道。 数里外的谷口上修建了一座长达里许的牧墙,高有十丈,宽达丈许的牧墙上,大群身披野牛皮甲,手持钢刀,强弩的护卫肃肃然站立,目光炯炯警惕地观察着山谷中的动静。 一根纯银齐甘柱在牧墙上,一面红底金字大旗随风烈烈舞动,上面若大的一个处字清晰可见。 数以万计的衣衫蓝绿的男女在山谷中忙碌着,他们从山崖上开凿的矿洞中拖出一筐一筐沉重的矿石,顺着地面上铺设的铁制轨道拖拽到山谷口附近的广场上称重、技术,然后再次返回矿洞继续劳作。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从深深的矿洞中传出,在山谷两侧山崖上不断撞击盘旋,整个山谷内充斥着让人心烦意乱的刺耳敲击声。 楚氏垄断了盖州的矿业,这里只是楚氏名下一处中型的矿场。 这三年来,楚氏已经摸清了这处矿场的底细,楚氏对外宣称这里只是一处普通的铜矿,实则这里是一处储量极大的半生金矿,金矿时品位极高。 每年楚氏都能从这矿场中,提炼出超过百万两的黄金。 私自开采黄金,这是强大进黄氏的买卖。 楚氏指着下方密密麻麻犹如蚁群的矿工,淡然笑道,楚氏太谨慎,每天提炼出来的金子都即刻运回了盖州城。 不然的话,真想告诉蝴蝶,让他带人来洗了这里。 几个壮汉同时咧嘴笑了起来,一个个犹如猎杀前的猛兽一样,目不转睛的盯着下方的矿场。 楚氏,真肥喝。 一条大汉用力的揉搓着手掌,指关节不断发出咔咔脆响,这等狗大户,就该给他们找点麻烦。 嘿嘿,天哥,后面的人上来了。 楚天跳下老黄狼,转过身来,镇定自若地看着百丈外成一条弧线快步包围上来的林白眉一行人。 诸位,一路辛苦了。 楚天笑得很灿烂,两排白瓷一样洁白光亮的大牙在阳光下很是刺人眼睛。 林白眉两条浓浓的白眉骤然促起,他拎着兵器,一边向前快步挤走,一边吝声喝道,你知道我们在后面追赶。 你故意引我们来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 你想要做什么? 赵老虎抢出了两步,大手猛的一挥,大声喝道,老白眉闭嘴,这些闲话等抓住了他们在问不迟。 我们公子呢? 赵阔公子何在? 他去杀你们,为何你们能够安然逃出? 楚天双手自然下垂,眉心神俏中,石灯上的风之天印闪耀着淡淡的清光。 一缕缕细小的,寻常人几乎察觉不到的微风环绕着楚天的身体,楚天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格外的轻巧灵活。 细细的风往来回旋,通过这些细风传回来的信息,楚天更是弄清了身边三丈方圆内,浓密的茅草丛下,崎岖不平的地面上每一处细节。 哪里有一块凸起,哪里有一块凹陷,哪里有一个吐蕃鼠拨拉出来的坑洞,这一切在战斗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细节,都通过身边细细的风反馈到了楚天的脑海中。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楚天甚至有点陶醉地瞇了瞇眼睛,这就好像他多了一只无形的眼睛,帮助他掌控了身边三丈内的一切。 鼠爷趴在楚天的肩膀上,有点诧异,更多是惊喜地邪逆了他一眼。 鼠爷对自己的灵觉非常有信心,他的感知绝对不会错,楚天身上虽然没有半点儿法力的气息,但是在楚天的身体四周,的确出现了一种唯有秘术才能造成的奇异力量。 如果不是看到了楚天身边长长的茅草叶片发生了不自然的摇晃,鼠爷甚至都会忽略楚天身边这种无形而隐晦至极的力量。 让老子都察觉不到半点儿法力波动。 只能通过草叶的异动,才能发现这小子施展了秘术。 鼠爷呲牙一笑,长尾巴快活的甩了甩,小子的造化不小。 这秘法传承,好生可怕。 好,好,越可怕越好。 鼠爷可懒得询问楚天的秘法传承从何而来。 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娃儿,楚天越强,底牌越多,鼠爷只会越开心。 毕竟,这是他一把使一把尿拉扯起来的娃娃呀。 突然间,鼠爷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让他心血澎湃的事情,他猛的抓起自己的尾巴塞进嘴里,狠狠的啃了一口,眼眶里顿时充满了朦胧的水气。 楚天诧异的看了鼠爷一眼,没事啃自己尾巴作肾。 你老糊涂了。 林白眉,赵老虎等人震怒,楚天居然不搭理他们的问题,反而去和一只宠物老鼠说话。 楚天? 老子在问你。 赵老虎一挥手中沉重的八尺钢枪,一道灰色钢锋从枪间席卷而出,将他身前树杖方圆内的茅草阵的齐根碎裂,无数草叶纷纷扬扬的飞了起来。 我家公子何在? 他和一众同门去杀你,为何你没有死,反而逃了出来。 赵老虎双手握枪,摆了一个举火烧天的枪架子,右脚重重的往地上一摺。 东的一声响,方圆树杖内的地面都微微晃悠了一下。 无数草叶纷纷落下,赵老虎身上冲起一道灰白色的雾气,一声声低沉的虎啸声不断从雾气中传出,隐隐可见一头掉精白鹅大虎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凭空给赵老虎增加了无穷威势。 你走的是魂武的路子。 以自身灵魂融合兽魂,获取兽魂的某些天赋本领。 楚天看着赵老虎身后的大虎虚影,冷声道,你的兽魂,若是让我蝴蝶见了,他一定会一根一根舔干净你的骨头。 赵老虎被楚天的话激怒了。 他在问楚天自家公子的下落,而楚天居然在点评他的兽魂。 小而无礼,施暗一枪。 赵老虎仰天咆哮一声,他身后灰白色雾气中的猛虎同时仰天怒吼,一声虎啸化为肉眼可见的灰色气浪向四面八方冲去,更有一波波弧形波纹当面向楚天轰了过来。 虎吼! 我也会呀! 楚天大笑一声,胸膛高高鼓起,同样一声虎吼喷出,化为一道白色气浪向赵老虎冲去。 一声巨响,白色,灰色气浪重重撞在一起,无数草叶被震得粉碎,化为一片绿色烟尘腾起来十几丈高。 绿色烟尘中,楚天向前急冲。 赵老虎手中钢枪带着一声尖锐的破空声,犹如流星向楚天当心疾刺。 第29章 唯楚式挖坑 赵老虎虎啸连连,钢枪上一道灰气跳动咆哮,在枪头上凝成了痘大的虎头虚影。 钢枪犹如火雾,摇头摆尾拖拽着找老虎的身体向前猛冲,所过之处茅草丛被劈开了一条宽达树齿的痕迹,无数草叶纷纷被钢猛的气劲震成粉碎。 楚天双手下垂,周身缠绕着细细的无形的风,犹如初弦的利剑向前击齿。 轻柔的风卷动楚天前方和左右的草丛,楚天所过之处,所有草叶都轻柔的翻卷,为楚天让开了去路。 和赵老虎识破天惊的猛烈一击迥异,楚天所过之处风轻云淡,一根草叶都没有折断。 在他身体周围,无形的风化为一个柔和的气场,将浓密的草丛压成了一个半径三丈的圆形。 钢枪带着爆炸性的气劲,轰然闯入了这个无形的圆。 楚天闭上了眼睛,一缕缕细细的风拍打着赵老虎的钢枪,楚天不用眼也能精准把握住钢枪的轨迹,把握住钢枪内气劲的每一次跳动,每一次爆发,清楚的感知到钢枪下一步会来到何处,攻向哪里。 一道青光闪过,青铜八面剑从楚天右手袖子里跳了出来,犹如一团灵动的青色火焰,撕开空气,狠狠披向赵老虎的钢枪。 赵老虎咔咔宁笑,他的钢枪乃耗费重金,精弓锻造的宝枪,用千锤百炼的含铁为主体,融入了数十种珍稀金属成分,坚韧,沉重,万难伤损。 楚天手中八面剑只有区区两尺半长,和他八尺钢枪硬碰,赵老虎似乎已经看到了楚天宝剑脱手飞出。 长枪穿透他胸膛,带起大片血水的残酷景象。 区区一个打鱼的荡头,能有几分修为。 曾岗和他赵老虎硬碰。 后面传来了林白眉的怒吼声,六位公子下落不明,留活口,不能杀。 杀意冲头的赵老虎心脏骤然一抽,他手上的力道骤然一轻,原本刺向楚天心口的钢枪一荡,变成向楚天的肩膀刺下。 就是这一瞬间的延误,楚天八面剑狠狠劈在了钢枪的枪头上。 吃的一声响如利刀切纸,赵老虎只觉双手一轻,钢枪的枪头被楚天一箭劈断。 一尺八寸长的枪头打着炫而飞起,赵老虎清楚的看到枪头的断面光滑如镜,清晰的反射出了他因为震惊而张大嘴的大脸。 古兵 赵老虎脑海中闪过一线灵光。 楚天的速度骤然加快了一倍有余,他的身形边缘甚至变得朦朦胧胧的,好似隔着毛玻璃看人一般。 他从比自己高了一个头的赵老虎身边窜了过去,右手八面剑轻轻的划过了赵老虎的软肋。 剑尖上喷出了持续长的一道清光,灵力的剑刚斩断了赵老虎的身体,一片薄薄的血雾顺着剑锋向后喷出了三丈多远。 赵老虎的上半身打针绚而飞了起来,他呲牙咧嘴的凝笑了一声,老子,死脸!好快的剑! 林白眉,李老师等护卫头领悚然动容,骇然瞪大了眼睛看向楚天,他们惊惧的表情,就好像一只老鼠变成了一头老虎,突然抱起吃人一般不可思议。 赵老虎在他们当中,实力足以排进前三位,是帝军巅峰级的高手,更融合了一头一虎兽魂,北兽魂之力滋养,一身筋骨犹如钢铁铸成,刀匹斧垮都难以伤损,更为他带来了两膀子惊人神力。 自身修卫加上兽魂之力,赵老虎足以对抗的尊级的高手。 如此厉害的人物,居然被楚天一箭击杀。 区区异于行荡头。 林白梅,李老实齐声谩骂,他们赶到自己被愚弄了,更觉得周刘云就是一头猪。 不,猪都比周刘云聪明几分。 他连杀死自家老爹的人究竟是什么人都没弄清,就派出了六位弟子妄图击杀楚天。 林白梅,李老实心中突然涌上了极大的不安,区区一个鱼形荡头,市井中私混的下贱之人,他绝对不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楚天的身份有问题,他肯定有问题。 他们甚至怀疑,他们今早上出城的时候,在虎牙口见到的那些尸体,莫不成是楚天下的手。 杀 楚天脚下踏着一缕流风,一个呼吸间冲出了数十丈远,在林白梅和李老实等人还在思索他身份的时候,楚天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 但是比楚天速度更快的,是他手下的几条大汉。 楚天斩杀赵老虎的一瞬间,几条大汉已经从腰间骨囊囊的牛皮囊中掏出了一具折叠强弩。 用力掰开了弓壁。 赵老虎身体飞起,大片鲜血随着楚天剑锋飞剑的时候,大汉们已经拉开弓弦,在强弩上装上了一只拇指粗细,两尺四寸长的骑行盾头箭矢。 楚天距离林白梅,李老实等人只有不到两丈远的时候,强弩激发,七八只骑行弩使呼啸着追上了楚天,从他身边一掠而过,向着林白梅等人射了过去。 林白梅,李老实等人都是高手,这些弩屎固然比楚天的速度快了许多,却没快到让他们反应不过来的程度。 战斗经验丰富的他们几乎发自本能的一挥手,刀剑齐出狠狠劈在了当面射来的弩屎上。 哦哟,蠢货。 蜀爷稳稳地站在急速扑击的楚天肩膀上,呲牙咧嘴地坏笑着。 七八只骑行弩使被刀剑中击,咔嚓一声响,弩使爆裂开来,骤然化为无数指甲大小的三角铁片向前轰来。 每一只弩使都炸开成了三百六十片边缘锋利无比的铁片,两千多片铁片带着刺耳的嘻嘻笑声,犹如暴风骤雨一般笼罩了楚天身前的所有敌人。 更加诡秘的是,这些铁片飞出的速度,比弩使的速度快了一倍有余,饶势林白眉等人在警醒,也没能躲开这些细细铁片的斩射。 细细的铁片尖笑着飞过,三十几个六大家族的护卫分分钟招,铁片划过他们的身体,在他们面孔上,胳膊上,大腿上拉出了一条条极细的血痕。 这些护卫的衣衫内都衬着软甲,护心镜,铁片的分量轻巧,没能击穿他们身上的护具,只是在不致命的地方拉开了细小的伤口。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林白眉等人吓了一跳,但是感受一下身上的伤势,一行护卫纷纷笑了起来。 虽然每个人都被铁片划出了数量不等的伤口,但是这些伤口最长不过三寸,最深也只是皮开剑血,对这些刀头淫血的护卫而言,这点皮肉伤也算是伤。 联手,拿下它。 林白眉长笑一声拔剑而起,一道赤红色蛇形剑气从剑风中喷出,摇头白尾轰向了楚天。 道也,道也。 鼠爷站在楚天肩膀上,笑呵呵的尖声尖气的叫嚷起来。 林白眉,李老师等护卫下意识的向楚天看了过去,发现了身体不过三寸多长的鼠爷。 好几个护卫同时惊呼出声,楚天的这头宠物老鼠,居然能口出人言。 这银毛老鼠,难不成是精怪一流。 能够随身带着一只精怪,楚天怎可能是区区异于行荡头。 楚天八面剑击刺,剑尖精准无比的点在了林白眉手中宝剑的剑尖上。 一声刺耳的炸鸣声响起,林白眉惊恐的看着自己的宝剑犹如一根竹条,被楚天八面剑从剑尖视如破竹地劈开。 无数火星蹦射,八面剑劈开林白眉的长剑,连带她的手臂一路劈开。 青色的剑光犹如火焰闪烁,林白眉的赤红色蛇形剑气粉碎,大片鲜血飞洒,林白眉眼看着自己的半边手臂飞起,她还没感受到痛苦,已惊吓得尖叫了起来。 叫声刚刚到了嗓子眼,楚天左手成胡爪,一击拍在了林白眉的喉咙上。 楚天的指尖有朦胧的剑盲闪烁,她的胡爪犹如五柄宝剑划过林白眉的脖梗,好大一颗头颅带着大片鲜血腾空而起,痴痴声中,楚天的左手五指上五条锐气喷出一尺多元,在空气中留下了肉眼依稀能见的朦胧轨迹。 好霸道的找尽。 李老师嘶声惊呼,面孔抽搐地看着楚天左手五指上的异象。 这定然是某种极其高明的奇门爪弓修炼到某个境界才有的异照,这种奇门传承,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普普通通的鱼形荡头身上。 拥有这种奇门传承,只要修炼出几分火后,楚天去哪里不能浑出一个局面? 何必做一个市井中的下剑之人,从事这种打鱼卖鱼的烟渣行当? 你是什么人? 李老师拔刀,当头一刀向楚天劈下。 楚天收剑,停下了脚步,镇定自若地看着李老师手中寒光四射的长刀。 道。 楚天和鼠爷同时笑了起来。 李老师只觉浑身骤然麻木,再也没有半点而知觉,他浑身僵硬,犹如一根木头,沉甸甸地倒在了地上。 四周不断传来沉重的倒地声,不仅是李老师,其他三十几个六大家族的护卫都好似木头一样倒了下来。 不仅仅是身体动弹不得,失去了所有知觉,李老师等护卫眼皮也都彻底僵硬,连转动眼珠都不能,他们的舌头更好像变成了一根木头,无法发出半点而声音,紧接着咸水不断从他们嘴角流淌下来,他们连吞咽,呼吸的功能都失去了。 让他们死个痛快。楚天看着面皮憋得赤红的一众人等,向身后大步走来的几条壮汉吩咐了一声。 死个痛快作甚。 鼠爷很是不快的咕拢着,鼠爷精心打造的弩剑,鼠爷好容易配置的麻药,看他们浑身麻木活生生憋死,何等赏心悦目。 干嘛让他们死个痛快? 趁他们活着,赶紧造出合适的伤口不适。 楚天知道鼠爷的某些怪癖,急忙拉着他的尾巴劝解。 啊哟,对呀,我们是来栽赃陷害的。 鼠爷机灵灵跳了起来,手舞足蹈的向着几个大汉发号施令,赶紧的,麻溜的,用楚氏司军的制式砍刀,仔细点劈砍呐。 孩儿们小心一些,劈砍的时候,一定要用楚氏司军的杀场三绝刀的刀路,嘖嘖,这可是独门刀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被楚氏的人杀死的。 鼠爷兴奋的摇摆着长长的尾巴,指点着几个大汉将地上僵硬的护卫们扶起。 一人扶着他们的身体,另外一人则是拔出了早就备好的长刀,刀光闪烁中,仔细的在这些护卫身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浅不一,位置各有不同的伤口。 更有两个大汉拎着长刀,在附近的草丛中快步挤走,刀光闪烁中向着四周一阵乱砍乱劈,将草丛劈得一团糟。 乱劈乱砍了一通后,他们又脱下护卫们的靴子穿在了自己脚上,拎着护卫们的兵器在四周乱跑乱跳了一通,用护卫们的兵器在附近的山石上,树木上留下了大量战斗过的痕迹。 一具又一具护卫的尸体被惊心地丢弃在了四周山林中,大量鲜血洒得满地都是。 鼠爷呼呼呵呵地跳上了老黄狼的驳梗,指挥着一群大青狼在四周一通乱跑乱跳,大青狼们又是时又是妙地在战场附近折腾了许久,将战场遭剑得一团糟。 李老师怒目如火看着楚天等人的布置,他想要破口大骂,却一点而声音都无法发出。 楚天要将他们的死扣在楚氏的头上。 楚氏,独霸盖州的庞然大物,真正的地头蛇,实力雄厚。 若是真个因为楚天的关系,让他们身后的家族和楚氏爆发冲突,李老师也无法想象那等后果。 最起码,周流云的大忌会受到沉重的打击,他在盖州的一举一动,都会遭遇极大的阻力吧。 李老师绝望地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楚天,这是何等的妖孽,为何他们会招惹上他? 李老师更是愤怒无比地看着楚天,你有这么强悍的实力,有如此诡秘的力量,你干嘛要装模作样地做一个鱼形档头? 扮猪吃老虎,你太过分了,你实在太过分了。 楚天看着手下大汉们在尽情地折腾,他突然低头看了目光如火的李老师一眼,他看出了李老师眸子里的绝望,愤怒和不甘,他不由地笑了起来。 你很好奇,我为什么要给楚氏栽赃是不是? 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你都是要死的人了,我何必告诉你呢? 楚天干脆蹲了下来,认真的看着李老师说道,有条老狐狸教过我,他说,如果想要保守秘密,那就对谁都不要说。 就算是死人也不可靠。 谁知道,是否有什么秘术秘法,能够从死人嘴里问出话来呢?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我这么做,是因为好玩。 楚天笑得很鬼祟,就好像一条刚刚偷到了小母鸡的小狐狸。 李老师气急败坏地看着楚天,又气又急地他差点被气晕过去,但是被鼠爷配置的麻药放倒后,他连昏厥的能力都失去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天坏笑。 一条壮汉快步地跑到了楚天身边,天哥,楚市矿场的巡逻队过来了。 标准的十一个人的队伍。 楚天眉头一扬,笑了起来,好,这口黑锅的最后一块就能补齐了。 他用力一挥手,做了一个斩尽杀绝的手势。 第三十章乍起风波 虎牙口 紫衣公子大咧咧地坐在了楚市侍女端来的椅子上,很惬意地活动了一下胳膊腿儿。 太守大人,楚少主,你们叫我紫霄生就是。 紫衣公子瞧起了二郎腿,很轻松地摇晃着小腿,一把抓过侍女送上来的斩心茶斩,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里里外外地仔细擦拭起来。 将茶斩细细地擦拭了一番,紫霄生随手将手绢一丢,拎着桌上的茶壶,带着一丝审视之色上下打量着。 楚鞋的笑容有点僵硬了,身为楚市少主,他日常起居堪比王侯,使用的器具也尽是顶级货色。 他身边伺候的侍女,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干净体面的丫头,方方面面都挑不出半点而瑕疵的。 紫霄生如此举止,似乎是在嫌弃他楚鞋,脏。 轻咳了一声,楚鞋干笑道,子兄放心,这茶壶,是干净的。 说这话的时候,楚鞋心里一阵腻歪歪,他干嘛要向一个不请自来的家伙解释这个。 紫霄生嗷了一声,他抬起手,举起茶壶,弯下头仔细地看了看茶壶底,这才勉强点了点头,罢了,将就罢。 不请自来,打扰了,打扰了。 说是打扰了,紫霄生脸上可没有半点而不好意思的表情,他晃了晃茶壶,给自己倒了一盏热茶,双手捧着茶盏细细地抿了一口,眼睛里微微一亮。 有点意思,茶味寡淡了一些,却也有几分天地灵髓融入其中。 闻,茶汤中的天地灵髓凝而不散,眷勇而悠长,气息绵绵绵薄薄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当靠虚空中的天地灵髓,断然不至于凝聚到如此程度。 是的了,这茶的母猪,当生长在一条极大的灵晶矿脉上才对。 闻,这条灵晶矿脉,应当还是木。 紫霄生一句话没能说完,司马追风和楚鞋的脸色同时一变。 司马追风犹如剑道新鲜血肉的恶狼一样,目光极其深邃地向楚鞋看了一眼。 楚鞋则是脸色僵硬地看着紫霄生,急忙开口打断了他的话,子兄若是觉得这茶尚可入口,稍后小弟给您包上十斤八斤。 哈,子兄从何而来? 盖州可没有您这般精彩人物。 司马追风瞇着眼看看楚鞋,楚鞋同样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两人目光如见,在虚空中交错了击下,隐隐见起了几点无形的火光。 楚鞋眉头一挑,冷冷一笑,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的意思就是,太守大人,您不想争个和我处事翻脸吧? 尤其是这个时候。 司马追风抿了抿嘴,端起茶掌喝了一口清茶,微微点了点头。 不动声色中,司马追风也明确表示出了他的态度,此事暂且放下,一条灵晶矿脉,你处是好大的胆子。 若不是非常时期,本官岂能善罢甘休? 司马追风和楚鞋同时一笑,然后目光炯炯看向了紫霄生。 这是哪里来的妖孽? 只是喝了一口茶水,就能判断出这茶叶母猪的生长环境。 这一手本领,可不是寻常人能够掌握的。 再看他的衣饰和举止气度,还有他身边跟着的封怡那倾国倾城的怡荣,以及站在一旁的六尊护卫的逼人气势,紫霄生定然是出身世家豪门。 但是司马追风和楚鞋,从未听闻大进有哪个世家世姓子的。 或许这是化名。 那他们就更加要弄清紫霄生的来历了。 因为周流云的返回,盖州未来定然风起云涌不得太平,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是会要命的。 紫霄生慢悠悠的喝了一口茶,不紧不慢的笑道,从何处来,当然是从来处来,稀,咱是穷极无聊,随便到处闲散心了。 这不,前些日子在大进京城碰到白鹿书院和苍鹤书院打擂台,吓,那血花花的直冒啊,太精彩了。 一道莫名的光华在紫霄生脸上升起,他兴奋的一拳砸在了茶桌上,笑着说道,尤其是周流云周兄的几个弟子下手贼狠,打得苍鹤书院的那些书生断胳膊断腿的好生过瘾,咱这不是喜欢看热闹吗? 赶紧就和周兄拉上了交情。 司马追风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所以,子公子是周流云周学士邀请来到盖州的。 紫霄生笑呵呵的看着司马追风,咱只是来看热闹的,纯看热闹不插手,太守大人尽管放心。 除非? 楚鞋在一旁笑盈盈的问道,除非什么? 紫霄生很认真的对楚鞋说道,除非这热闹太好玩了,否则我绝对不插手就是。 司马追风和楚鞋半晌没吭声,这紫霄生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们总感觉,这小子有点飞扬跳脱,和他说话,真的好累。 什么叫做这热闹太好玩了? 司马追风心中一股恶气冲了起来,他邪逆了紫霄生一眼,这小子这般说话,感情根本没把他这个盖州太守,还有盖州的这一场风云变幻当回事啊。 你也未免太自高自大了一些。 但是很快司马追风就散去了心中火气,他想起了刚刚紫霄生跟着那些老斥后,老五座在林子里窜来窜去的模样,这小子分明就还是孩童心性,完全是在瞎凑热闹。 这等心性尚未成熟的小家伙,他司马追风何等人物,何必和他计较? 固然他是周刘云邀请来盖州的,但是只要他不是周刘云阵营的人,那么一切都好说,一切都有可能。 轻轻一拍茶桌,司马追风淡然道,来人哪,将方才敲响金龙谷的报案之人带上来。 昨夜之事,他是亲历者,让他当着众人之面,将昨夜之事说个清楚。 数十名太守府的护卫一声大吼,几个护卫就一路推仿着阿雀行了上来。 阿雀清秀的小脸皱成了一团,高挑瘦削的身躯微微勾搂着,到了司马追风面前,他二话不说就跪倒在地,正耳巴惊的向司马追风大力参拜,草民阿雀,见过太守大人。 太守大人要为草民做主啊,一万五千两金子,都被那些杀千刀的王八蛋给抢走了。 阿雀抬起头来看着面沉如水的司马追风,带着一丝而哭音涅如道,太守大人,咱们当头还说,得了这笔金子,就给兄弟们挨个取亲讨媳妇礼,现在咱们的媳妇本都被抢走了,您一定要为咱做主啊。 司马追风心头恼怒的看着阿雀。 为你做主。 追回那一万五千两金子。 你小子可知道,这地上的尸体中,就有司马追风派出的人手,昨晚上,司马追风这位太守大人,可是想要黑吃黑的呀。 听着阿雀的哭诉,司马追风半嗓没吭声。 楚邪似笑非笑的看着阿雀,端着茶盏,微笑着向司马追风看了一眼。 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楚邪自然是掌握了八九成。 太守大人想要玩一把黑吃黑,消灭一波灵氏的司兵之鱼,再捞一笔外快。 结果灵氏的司兵固然全军覆没,太守大人派出来的两位心腹下属连同大队州兵精锐也被击杀。 这可是一笔糊涂账,这里面的水伸着呢。 如果不是公白鹿莫名的死在了这里,楚邪的心情会更好,会更有好心情看热闹。 紫霄声已惊笑的合不拢嘴,他双手死死的捂着嘴,浑身微微抽搐着,竭尽全力控制着自己不至于笑出声来。 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目光不断的在处邪,司马追风和阿雀之间游走。 风一见到紫霄声差点没笑的背过气去的样子,又好气又无奈的摇摇头,快步到了紫霄声身后,右手轻轻的抚摸他的后心,好容易才帮他顺过了这口气。 猛的放下双手,紫霄声瞪大了眼睛,面孔微微扭曲的向司马追风笑着,司马太守,您可一定要为这位小兄弟主持公道。 嘻,他们的媳妇本儿都被抢走了。 没有了媳妇儿,好可怜的。 阿雀抬起头来,眼泪巴搭的向紫霄声深深的看了一眼,这位公子说的是啊,我们这些鱼形的苦哈哈,得存多少年私房钱,才能存足一万五千两金子啊。 也不知道是哪些杀千刀的,昨晚上他们动刀动枪的就来抢啊。 幸好咱们荡头明智,带着咱们兄弟们撒腿就跑嘛。 要不是咱们跑得快,这里的死鬼们,可就多了咱们兄弟伙了。 劫财还害命呢,这些家伙连江湖道义都不讲了。 阿雀只着地上的尸体恶狠狠的说道,太守大人,一定要找出他们的幕后指使之人,追回咱们的金子啊。 薄薄的嘴唇啪啪啪的玛丽磕碰着,阿雀翻来覆去的向众人讲述着昨夜数百个彪形大汉明火指掌拦路抢劫,他们是如何仓皇逃窜的故事。 总之,在阿雀的讲述中,昨夜的第一批劫匪出现时,他们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至于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没看到,完全不明白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司马追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颇有点恼怒的看着阿雀。 昨夜的事情复杂吗? 真不复杂。 灵士想要用盗贼劫掠的借口,杀死楚天一行人为周刘云出祭,同时收回他们购买金林大鲤鱼的金子。 司马追风则是调派周兵,想要将灵士的司军一网打尽,给周刘云一个下马威,同时给盖州所有的大户人家一个震慑,告诫他们不要和周刘云勾勾搭搭的。 顺带着,司马追风也能弄点意外的小财,补贴补贴他太首府的吃喝用度。 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情。 事情麻烦就麻烦在,有不明身份的人出手了。 一尊疑似天军级的高手,带着一支莫名的武装,全监了灵士司军,司马太首的周兵,以及十几个剑裁起义的大户人家派出来的护卫。 捎带着,这位疑似天军级的高手,还把楚氏派来打探消息的供奉公白鹿顺手给灭杀了。 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找到那位天军级高手,或者找到他的属下也可以。 这案子真个不复杂,围坐在这茶桌边的三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明了其中的前因后果。 但无论楚邪还是司马追风,他们都不能,也不愿说出他们知道的真相。 沉吟许久,司马追风轻轻一挥手,向阿雀呵斥了一声,此案,本太首受理了。 这案子,简单明白,又是镇三周巨寇做下的血案。 你家的金子,也是那伙巨寇劫走了。 阿雀眨巴着眼睛,带着一丝恐惧,一丝震惊,一丝不可置信,满脸泪水朦胧的看着司马追风。 他好似已经被司马追风说出来的这个事实给震惊了,给吓住了。 本官舔为盖州太守,自有守土安民之责。 那阵三周巨寇党敢侵入盖州境内,犯下如此血案,本太守定然不肯与他们善罢甘休。 司马追风站起身来,背着手,摆出了一副极其威严,极其恼怒的嘴脸,一股莫名的气息化为沉重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了周围所有人的身上。 阿雀好似承受不住司马追风身上散发出的威压,他扑的一下趴在了地上,额头死死的贴住了地面,那太守大人,咱家的金子呢。 司马追风厌恶的看了阿雀一眼,就好像翱翔在天空的神龙俯瞰地面上的一滩狗屎一样厌恶的扫了他一眼,等剿灭了阵三山巨寇,查抄了他们的赃物,你们被劫走的金子,自有分说。 大秀一挥,一道恶风贴着地面席卷而来,掀起阿雀瘦削的身体,将他吹得向后滚出了七八丈远,这里,没你的事情了,回去好生修养吧。 作为案子人证,在这件案子破案之前,你不许离开盖州地界,可明白了吗? 阿雀抬起头来还要说些什么,几个太守府的护卫拎着棍棒冲着他一通乱打,打得阿雀嗷嗷惨叫,忙不迭地抱头鼠窜而去。 无知小民,只知道惦记着那些许阿赌物,却不知道,那阵三州巨寇居然侵入盖州,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情。 司马追风悲天悯人的长叹了一声,转过身肃然向储协拱了拱手,储少主,这件案子,怕是要储少主多多配合才是。 储协把玩着手中查斩,过了许久才缓缓点头,是关公供奉之死,这件事情,我储是义不容辞。 一旁紫霄生手指灵巧地把玩着手上的大扳指,笑呵呵地开口问道,可是,储少主,司马太守,这案子摆明了是阵三州巨寇干的,太守大人何不统侠大军,离亭扫穴,剿灭这群汉匪呢? 储协和司马追风同时一致,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又同时看向了紫霄生,同时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这紫霄生,究竟是真个痴呆,还是故意挑逝呢? 盖州城方向,突然一阵沉闷的提声传来,大群身穿黑衣,外照大红披风的廷尉府所属阴沉着脸,在周刘云的带领下侧骑狂奔而来。 滚开!周刘云一声怒吼,手中马鞭用力一挥,两个想要拦下他的周兵百夫掌就打着转而飞了出去。 储协,司马追风的面孔骤然铁青,眼睁睁地看着周刘云带着大队人马在他们面前狂奔而过。 无数烟尘飞起,纷纷洋洋洒在了茶桌上,落进了茶盏中。 紫霄生呆呆地看了看茶盏中的尘土,突然抬起头来笑着叫了一声,喂,周兄!喂!周兄!跑这么快干嘛?死人了呀! 第31章 诱敌 草木摧折,满地狼挤。 到处都是野兽出没的痕迹,更有大量的狼群粪便残留。 几头被击杀的灰狼胡乱地丢弃在一旁,在这些灰狼身边,是一块块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残骸。 身穿大红袍服,周身气息森严的周刘云看着地上的尸体,只觉眼前一黑,身体骤然晃了晃。 李老实,赵老虎,林白梅。 这些护卫首领死在了这里,那么他们负责保护的人呢? 他的弟子李千和赵阔等人呢? 百多名从大进京城追随周刘云回到盖州,前两日刚刚补进盖州廷卫府任职的惊汉大汉悄无声息地站在周刘云身后,一个个绷紧了脸不敢发出半点儿声音。 在他们对面近百战外,数百名楚氏私兵手持强弓硬弩,摇摇和他们对峙。 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过了许久,周刘云沙哑着嗓子立声喝问。 灵月哆哆嗦嗦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恭紧地向周刘云身身鞠躬行了一礼,周师,这里是楚氏的一处矿场。 这些人,都是楚氏的矿场护卫,实则就是楚氏的私兵。 灵月飞快地看了脸色惨白的周刘云一眼,指了指地上几具被灰狼扯得稀烂,身上的野牛皮甲被拉得七零八落的尸体。 地上的野牛皮甲,和对面那些楚氏私兵身上的甲咒完全是一模一样。 周刘云还想要问些什么,后方脚步声响起,楚鞋带着大群护卫气冲冲地赶了过来。 怎么回事? 周刘云,你们来我楚氏的矿场做什么? 灵月,你怎么也在这里? 刚刚周刘云火急火辽地带着大队人马狂奔而过,楚鞋和司马追风又是诧异又是好奇,他们纷纷带人跟了上来。 这一路尾随,眼看着周刘云居然是闯到了自家矿场外,楚鞋顿时又是着急又是恼怒。 着急的是,这个矿场对外宣称是铜矿,实则是楚氏秘密开采的金矿,这消息若是传了出去,他们楚氏党敢抢大进皇室的独门买卖,他们会有很大的麻烦。 恼怒的是,他居然在这里看到了灵月。 你,为何在这里? 楚鞋大步到了灵月面前,一把拎起了他的衣领力声呵斥,这里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吗? 是谁给你的胆子? 周刘云猛地转过身来,他朝着楚鞋立声喝道,楚鞋,难道你不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周刘云门下弟子的护卫,会死在这里? 楚鞋用力一推,灵月一声惊呼,被楚鞋一把推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楚鞋阴沉着脸,白皙如玉的俊俏面孔上阴云密布,他毫不畏惧地凑到了周刘云面前,面旁几乎触到了周刘云的脸上,声色俱立的喝道,什么护卫? 什么东西? 这里是我处事的矿场,这里是我处事的地盘,谁给你们的胆子,让你们闯进这里? 周刘云猛地一挺脖子,他力声喝道,我是。 楚鞋突然一声长啸,众拳如雷轰然爆发,狠辣无比的一拳轰在了周刘云的小腹上。 措手不及的周刘云闻得一声痛呼,被一拳打得离得飞起三丈多高,身躯蜷缩着向后飞出了七八丈外,一头撞倒在地连连翻滚。 大群庭卫府笑为其声怒喝,纷纷拔出兵器向楚鞋逼了过来。 铿枪声不绝于耳,楚鞋身后数百身劈中甲的护卫同样拔出兵器,结成冲杀阵势毫不犹豫地迎向了庭卫府所属。 百丈外那些楚市矿场的私兵中更有人一声长啸,他们平举强弩,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周刘云的下属快步逼了过来。 周刘云双手抱着肚子,单膝跪在地上,无比狼狈地抬起头立声怒喝,楚鞋,我是大进庭卫府监察使者,你敢伤我。 伤你之人,镇三周巨寇事也,和我楚市有甚关系。 楚鞋晃了晃又拳,满脸煞气地朝着周刘云立声喝道,伤人之人,是镇三周巨寇,杀你之人,也定然是镇三周巨寇。 司马太守以为如何? 在大群护卫的簇拥下,司马追风也快步向这边走了过来。 见到剑拔弩张的两方人马,司马追风微微一愣神,突然晒然一笑,楚少主,周大人,我们不如心平气和,坐下来讲道理如何。 周刘云摇摇摆摆地站起身来,嘴角挂下了一缕血迹。 他举起袖子,用力地擦了擦嘴角血水,带着一分骇然之色看向了楚鞋。 这小子小小年纪,好重的拳头。 刚刚那一拳,周刘云脏腑都被震动了,不轻不重地受了点内伤。 更让周刘云心惊的是,这小子居然真敢出手。 看似周处是司兵剑拔弩张的架势,周刘云毫不怀疑,只要处邪一声令下,这些骄纵的司兵真个胆敢把他和他的所有下属斩杀当场。 在这深山老林中,真个被杀了,周刘云找谁说道理去。 干笑了几声,周刘云摆了摆手,收起兵器,一个个想要干什么? 今日之事大有蹊跷,咱们可不能中了他人挑拨之计。 周刘云身边的庭卫府校尉们收起了兵器,储邪冷哼一声,微微抬了抬下巴,他身边的重甲护卫们同样放下兵器,但是已经逼近到二十帐外的那些矿场护卫,手中的重弩依旧对准了周刘云等人。 哎呀,真的死人了。 呵,周兄啊,难怪你跑得好似死了亲爹一般,感情真死人了。 远远的一声惊叹传来,周刘云的脸色骤然一黑,储邪和司马追风的表情也变得极其古怪。 就看到紫霄生身边的六条标形大汉不知道从哪里弄了几根毛竹,绑了两架椅子制成了划杆,抬着紫霄生和风一块弱奔马的狂奔而来。 这六条大汉奔跑的速度好生惊人,紫霄生说话的时候他们还在两三里外,一句话没说完,他们就已经跑到了储邪等人面前。 不等六条大汉停下脚步,紫霄生已经轻飘飘的腾空而起,脚下好似踏着无形的台阶一样,虚空跨了几步,轻轻落在了地上。 他笑呵呵的向周刘云抱拳行了一礼,周兄,数月不见,你这气色不怎么好,眉心发黑,头顶一道黑气冲起来有七八丈高,你这几天喝凉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否则会被枪死。 周刘云呆了一呆,带着一丝无法形容的尴尬之色,抱拳向紫霄生含了一礼,紫霄,你真来盖周了。 紫霄生顿时很不快的皱起了眉头,周兄喝,周兄,我可是特意跟着你来盖周看热闹,哦,不, 特意来盖周帮你摇旗呐喊,鼓气助威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欢迎我?刚刚在虎牙口关道上,我这么个大活人坐在那里,你居然都没看到我。 周刘云的脸色极其怪异,他干笑了几声,转过身来向楚邪,司马追风介绍道,楚少主,司马太守,这位子兄,是本官在京城结石的一位文友。 子兄实在是聪慧无双,极顶的风流富贵之人。 呵,呵,呵。 周刘云对子霄声的介绍颇为有趣,尤其最后的三声干笑,更是意味深长至极。 楚邪和司马追风再次深深的望了子霄声一眼,几个人凑在一起,指点着荒草丛中的那些尸体,开始交流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说了没几句,楚邪突然问道,周大人,这里荒山野地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人死在这里的? 楚邪问的是周刘云,他的目光却看向了灵月。 刚刚从地上爬起来,正在拍打衣衫上灰尘的灵月身体一僵,有点心虚的抬起头笑了笑。 说是心虚,灵月的笑容中,却又混杂了其他更多意味深长的,让人无法揣摩的东西。 楚邪看向灵月的眼神就有点不对了,他轻轻笑道,原来,这个矿场的管事之人,已经不是我们处世的人,而是你们灵世的心腹了。 好,好,好,好的很。 灵月低下头,不吭声,这种事情,总是越描越黑。 楚邪笑得越发的灿烂,难怪,就连我都还没收到半点儿消息,周大人你们,却什么都知道了。 哎,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我们说正经事。 带着满脸笑意,楚邪双手揣进了宽大的袍袖中,他很认真地看着周刘云问他,周大人,周学士,我只好奇一点,为什么你的门人弟子的护卫,会出现在我楚市的矿场中的。 轻叹了一口气,楚邪继续问道,不要说只是凑巧路过。 我楚市的矿场,近在十万莽荒大山深处,又不是什么通渠大道,不要说外地人,就是盖州土生土长的猎户,采药人,也极少有人能这么凑巧路过的。 楚邪问得认真,周刘云看了一眼那些手持重弩,丝毫没有放松的楚市矿场护卫,面色沉肃地摇了摇头。 楚少主,你可相信,本官真各对此一无所知。 周刘云同样疑惑不解,他只是派了李迁,赵阔等人去击杀楚天以及楚天的一众党羽,林白梅等人定然是私下里行动,偷偷摸摸地跟在了自家公子身后尾随保护。 但是这些蠢货,他们怎么会跑到楚市的矿场边上来? 而且看这痕迹,似乎还是他们和楚市的私兵爆发了冲突,结果被楚市的人击杀了。 周刘云的心脏在打战,林白梅他们死在了这里,那么他们的公子,他周刘云的门人呢? 李迁,赵阔,他们不仅是周刘云的门人,更是周刘云和他们身后家族的纽带,是周刘云和那些大家族合作的基础。 咬着牙,周刘云再次艰难地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他们为何来此,为何与楚市互卫发生冲突,本官,真个不知道,不明白,不理解。 楚邪狐疑地看着周刘云,你是真的不知道,不明白,不理解。 他又看向了灵月,目光中充满了不信任。 突然间,楚邪笑了起来,他亲热地拍了拍灵月的肩膀,笑着说道,灵月呀,是谁给你通风报信的? 请他出来吧。 他是如何发现这里的情况的,他发现这里情况的时候,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总得弄个明白才是。 楚邪温和地笑道,这里是我家的矿场,关系重大。 不能出任何的纰漏,你懂吗? 司马追风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满脸试笑的楚邪,以及满脸漆黑的周刘云。 如果不是氧气的功夫足够,司马追风已经放声大笑起来。 周刘云的追随者死在了楚市的矿场外。 这简直,太精彩了,这简直,太美妙了。 只可惜,周刘云身后的白鹿书院影响力巨大,他绝对不能死在盖州,不然的话,刚才司马追风才不会劝阻楚邪,他八部的楚邪悍然下令,将周刘云剁成肉酱喂狼。 不过,能够看到周刘云和楚邪相互生疑,这已经是最完美的成果了。 几个人在这里唇枪舌剑,紫霄生已经兴致勃勃地点着脚尖,在血腥满地的草丛中钻进钻出。 他不时惊讶地大呼小叫,只犹如过年的孩童一样兴奋。 司马追风,楚邪,周刘云麾下都有精明能干的追踪高手,这些人纷纷出动,迅速布满了方圆数十里的山林,仔细地搜索一切可疑的蛛丝马迹。 十几里外,楚天站在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上,冷眼看着一名身穿重甲,背上背着两柄之刀的楚氏所属缓缓靠近。 鼠爷站在一只小小的树枝上,轻轻地甩动着细长的尾巴,楚夜,楚氏司军千人将。 帝君修为,四百年左右的五元火候。 怎地,挑他下手。 楚天点了点头,轻声说道,绿姑不是一直想要弄明白,当年楚氏为何会一夜之间投靠了怀王,成为怀王麾下最强爪牙的原因吗? 这个理由,够不够? 鼠爷甩了甩尾巴,他抬起头,张口咬了一口头顶上的叶片。 眼看着鼠爷一身银毛迅速变成了惨绿色,娇小的身躯浑在枝叶中,身形几乎完美地掩饰了起来。 树枝动了动,鼠爷窜下了大树,向着楚夜的方向奔跑了过去。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从右手牛皮护臂的夹层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三根色泽金黄的长毛。 他将三根长毛塞进嘴里,用力地咬住。 一股狂暴,浑浊的气息从三根长毛中冲出,犹如火山爆发一样,可怕的热力迅速涌变楚天全身。 痴痴声中,楚天身上迅速生长出了一层两寸厚的金黄色毛发,他的头颅微微有点变形,乍一看去就好像一颗猛虎头颅一般。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楚天就变成了一尊人力行走的虎形生物。 他悄无声息地溜下大树,步伐无声地向远处山林窜去。 楚夜正在山中谨慎地寻找一切可疑的蛛丝马迹,他已经找到了一些可能的痕迹。 突然间,他前方的草丛微微动了一下,有极其细碎的脚步声一路急速窜了出去。 楚夜一惊,然后一喜,他撒开大步,迅速向脚步声传来的方向追了过去。 第三十二章虎扑 乱糟糟猪般事情一起来,折腾了大半天,太阳已经偏西。 一道道粗细不一的光柱穿透浓密的枝叶,照在略有些昏暗的丛林中,为这片蟒荒山林凭空增添了几分肃杀,阴寒之意。 巨木参天的丛林中,身披黑色仲甲的楚夜犹如幽灵一样快速奔走。 他身上厚重的甲咒对他的行动没有任何妨碍,任凭他一路急奔,仲甲没有发出半点而响动。 转过大树,越过草丛,跨过西剑,身形腾空飞一般掠过七八丈宽的勾股。 楚夜掀起了独角鬼面造型的面甲,兴奋的面孔扭曲的微微凝笑。 他侧耳倾听前面树十丈外草叶摇晃发出的声响,不由的伸出新红色的舌头,用力的舔了舔自己的鼻头。 哦,运气真好,被我抓住了,你逃不了了,你绝对逃不掉了,你是我的了。 呵呵,这次,没人来管我做什么了吧。 楚夜的舌头又长又细,如果不是没有分叉,简直就和蜥蜴的舌头没剩两样。 他的舌尖在空气中微微晃了晃,奔走的速度又加快了些许。 楚夜奔走速度越来越快,他身边就有一层灰色的寒雾悄然散出,他所过之处,从林中的草丛,灌木都挂上了一层薄薄的白色冰霜,那些树人核爆的巨木更被冻得树皮炸裂。 一块块厚厚的树皮脱落,露出了黄白色的树干。 狂奔了一刻多钟,距离处是矿场快有上百里的,前方林中突然亮出一块儿树母大小的林间空地。 平坦的空地正中是一根烧成了焦炭的大树桩子,地面上横七竖八躺着好些黑漆漆的黑炭头。 曾经这里有一株巨大的古墓,不幸被天雷击中,树干被雷火摧毁,只留下了这片杂草丛生的空地。 一路指引着楚夜赶来这里的细微脚步声消失了,楚夜咯咯倾笑着,毫不畏惧的大踏步走进了这块空地,反手拔出了一柄之刀握在手中。 扭曲的面孔上带着疯狂的笑意,楚夜轻声笑道,不要躲了,既然一路把我引来这里,干脆点,出来见见人呗。 痴痴一笑,楚夜手中指刀一化,一道灰色刀器喷勃而出,重重斩在了平地中间那根七八人和暴粗细的树桩上。 刀器撞击树桩后猛的爆开,碎木,碳灰洒得漫天都是,空气中不断回荡着刀器嗡嗡的震荡声。 脱去了身上衣衫,用一根细细的藤条绑了几片大树叶子遮住了身体,浑身黄毛已经长到半尺长短的楚天从一株大树后转了出来,一言不发的看着楚夜。 楚夜飞快的转过身来,呲牙咧嘴的朝着楚天笑了笑。 哟,一头,半腰。 楚夜看着犹如人力而行的猛虎形态的楚天,兴奋得直吐舌头,你爹是虎妖,还是你娘是。 妙啊,妙啊,半腰的气血可比人族浓烈许多,你的脑浆的味道定然更好。 楚天冷眼看着如同疯癫的楚夜,冷笑道,你吃人。 楚夜甜甜嘴唇,咬着牙恨恨的说道,好些年没吃了。 整天被人盯着,没机会。 嘻,这次难得出来放风,真有不怕死的找上门来,嘻,运气真好。 楚天冷声道,楚氏的司军将领,居然是吃人狂魔,这消息若是传了出去。 楚夜急忙摇头,他看着楚天笑道,不会传出去,我保证,传不出去。 咔咔一声大笑,楚夜身体骤然向前一倾,几乎是一闪之间,他身体瞬间穿过了十几丈空间,灰色的寒雾笼罩中,一道幽光无声无息的劈到了楚天面前。 刀光几乎碰到了楚天额头上的黄毛,空气中才传来一声沉闷的破空声,这是楚夜身体撞开空气发出的音爆。 楚天长笑,他斜斜的向右前方斜跨了一步,在风之天印加持下,他的动作同样快得惊人,空气在他身体边缘急速回荡,让他的身形变得朦朦胧胧,几乎变成了一条半透明的影子。 朦胧的身影中一道寒光喷出,楚天没有动用青铜八面剑青椒,左手反持一柄牛角尖刀,狠辣无比的捅向了楚夜的软肋。 执刀几乎贴着楚天的头顶划过,凌厉的刀锋震碎了他头顶大片黄毛。 叮得一声响,楚天手中尖刀狠狠刺在了楚夜的甲咒上,几点火星闪过,楚天手中金刚锻造的牛角尖刀状的粉碎,楚夜的甲咒上只是留下了一条可以忽略的浅浅痕迹。 蠢货!你们这些半腰的脑子,是不是一个个都这么蠢? 楚夜笑得满口大牙都露了出来,他紧握执刀的右手顺势砸出,刀柄带着一声沉闷的破风声撞向了楚天的脑袋。 楚天丢下断折的刀柄,双手向楚夜持刀的右手拍了过去。 一声狂暴的唬哮声从楚天嘴里发出,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泡犹如炮弹一样轰向楚夜的面门。 楚天食指成虎爪,带起十条持续长的模糊气劲狠狠扫在了楚夜的右手掌上。 楚夜低头,楚天的唬吼声撞在了他头盔上,一声闷响,楚夜的黑色独角鬼面盔飞起,他竖发的细绳被震碎,发际散乱,满头长发乱舞。 他右手更是被楚天重击,五指一松,直刀打着炫而飞了出去。 哑呆,楚夜一声大吼,他身边缠绕的灰色寒雾骤然浓郁了背叙,覆盖面积也骤然扩大到了树杖方圆。 他身体微微一颤,就听啾啾声中,一枚面盆大小的灰色爪印突然从灰色寒雾中喷出,带着刺骨的寒劲当头向楚天抓了下来。 仔细看去,这枚灰色的爪印朦朦胧胧,却能清楚看到这是一枚瘦骨临巡的骷髅爪印。 灰色的爪印不仅寒气凌人,爪印中更有一道强大的犀利扑面而来,让楚天的身体好似陷入了胶水中难以动弹。 就听擦擦声响,极短时间内,楚天的腰身以下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薄冰。 三音散魂爪 啾啾 楚夜咧嘴大笑,两个嘴角裂开,直接拉到了耳朵附近,这让他的脸看上去犹如一头恶鬼,哪里还有半点儿人味。 楚天一声冷哼,眉心神窍中,石灯上的风之天印全力发动,石灯内浅浅一层法力骤然化为朦胧雾气注入灯火中。 三道碗口粗细的白色龙卷风从楚天脚下扶摇而起,犹如三条巨蟒绕着他的身体急速旋转起来。 闻 有天赋秘法的绊腰 楚夜惊讶的看着楚天,随后惊喜万分的狂笑起来,你的脑浆滋味,定然火辣热烫,鲜美无比。 哈哈,我还没吃过秘术师的脑浆礼。 三音散魂爪呼啸落下,三条白色龙卷风带着刺耳的风啸声道卷而起,狠狠鞭挞在灰色的爪印上。 一声巨响,一股湍急的寒风向四周喷涌开,楚夜的三音散魂爪和楚天的龙卷风同时崩塌,一道狂风呼啸而生,楚天身体一晃,顺着风势向后击退。 楚夜狂笑,他反手拔出了背上的另外一柄之刀,一道刀光犹如皮链撕开了当面扑来的寒风,悍然向楚天当心疾刺而下,你的脑浆,你的血,你的骨髓,你的筋骨皮肉,全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楚夜张开嘴,满口大牙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变得又长又尖,森森白牙寒光闪烁,让他看上去就好像一头贪婪的老柴狗,吃了你的脑浆,吃了你的血肉,我的修为起码能提升三成。 楚天击退,用最快的速度击退。 他的脑子里嗡嗡直响,鼻孔里两条热乎乎的血水突然滑了下来。 楚夜的五元修为比他强出一倍有余,他的法力修为更超出楚天太多。 三道旋风和三阴散魂爪拼了个同归于尽,九成的冲击力都被楚天吃了个结结实实。 眉心神窍中石灯上风之天印光芒暗淡,石灯中所有法力消耗一空,盘坐在石灯下,楚天犹如犹如雾气凝成的朦胧人形的灵魂崩散炸开,化为一团暗淡的水雾缠绕在石灯附近。 楚天脑浆剧痛,眼前金星乱闪,浓浓的黑雾不断在眼前扩散开,要不是体内五元还算充沛,他早就一头栽倒在地。 楚夜的实力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丝的实力绝对不会是楚氏内部档案记载的区区四百年五元修为。 后退,大步后退,楚天心口一阵质闷,鼻孔里鲜血还在滴答答的流出来,他一张嘴,又是一大口血喷出了老远。 刀光闪烁,浑身寒雾奔涌的楚夜一刀劈开了楚天喷出的血水,刀尖几乎储到了楚天的心口上。 你是我的了!楚夜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两颗瞳孔深处两点惨绿色幽光骤然亮起,染得他整个眼珠都变成了冰冷无情的淡绿色。 你是我的了!楚天也笑了起来,他用力一咬牙,被他咬在牙齿中的三根金色长毛中,一根长毛突然燃烧起来,但金色的火焰带着一股狂暴,野蛮,混乱,豪放的气息充斥楚天的口腔。 楚天的脑袋变成了半透明状,隔着他的脑壳血肉,可以看到他的嘴里有一团金色的狂暴的怒焰在燃烧。 这股火焰骤然顺着他的喉管向下沉去,所过之处他的血肉都变成了半透明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道金色怒焰的路径。 好似一座火山在肚皮中爆发开来,楚天呲牙咧嘴的看着楚夜,浑身半尺长的黄毛一根根绷的笔直。 嗡嗡声不绝于耳,楚天浑身黄毛绷紧,不断的轻轻震荡着,发出钢针一样的清明声。 他肚皮中的金色怒焰顺着他的齐精八脉,十二正经急速流动,弹指间就充斥了他全身每一条经络。 痛啊! 楚天一声唬吼,浑身血肉骤然膨胀了一倍有余,就听咔咔声不绝,他的身高也在一股霸道的力量冲击下拔高了一尺多。 楚夜惊骇的看着楚天,他嘶声道,这两天盖周城的一切乱子。 都是你做的。 你身后有一位天品高手,还是天品秘术师,你动用了他赐给你的本命之物,你。 闭嘴! 老子很痛。 楚天张开嘴狂笑一声,他蹊跷中都有金色的火焰喷出来,他身上的黄毛骤然长到了三尺有余,让他看上去就好像一个黄色的毛团。 一声大吼,楚天双足狠狠跺在地上。 地面剧烈的晃悠了一下,炸开了一个树齿剑方,三丈多深的大坑,无数土石飞剑,楚天俯下身,犹如一头真正的猛虎向前猛扑了出去。 坑枪声中,楚天食指的指甲弹出来半尺多长,森森指甲上蒙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剑钢,亮晶晶的剑钢喷出来三尺有余,锐利无匹的剑钢撕裂虚空,狠狠像楚夜画了过去。 千锤百炼的千段之刀被楚天的指甲撕成了十几段,楚天双手乱舞,痴痴声中,楚夜身上的厚重甲皱就好像一层薄薄的纸片被他撕开,厚达半寸的合金甲板被拉得支离破碎,不断从楚夜身上滑落。 一声问响,楚天好似出糖的炮弹,一头撞在了楚夜的肚皮上。 楚夜痛呼一声,眼珠差点从眼眶中跳了出来。 楚天顶在他的肚皮上,两人身体同时离得飞起,向后狠狠地撞了过去。 楚夜声嘶力竭地怒骂着,双手竭尽全力地轰击着楚天的后背。 楚天浑身黄毛一根根竖起,可怕的力量贯注在细细的黄毛中,让这些黄毛变得比钢针还要坚硬锋利。 楚夜双拳砸在黄毛上,直撕得他手掌千疮百孔,无数血珠不断喷洒出来。 破! 楚天硬生生顶着楚夜向后飞出了二十几丈远,两人狠狠撞在了一珠和宝粗的古墓上。 一声巨响,古墓被拦腰撞断,碎木喷出树丈远,楚夜后背受到重击,他一口血喷出,血浆色则却是淡淡的灰绿色,更带着一股可怕的寒气。 楚天双拳如锤,不断打在楚夜小腹上。 东东巨响不绝,楚夜只挨了楚天三拳,他的丹田要害就被轰得和豆腐渣一样,浑身五元骤然一泻,楚夜大口喷血,疯狂攻击楚天的双拳也无力的垂了下来。 给我去,死。 楚夜强忍着丹田传来的剧痛,他猛的瞪大眼睛,灰色雾气向四周急速扩散,蒙蒙灰雾中六只三音嗓浑爪同时凝聚成形。 这一击,耗尽了楚夜所有的法力,丹田被毁得他此刻再无任何还手之力。 要么击杀楚天,要么他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凭楚天宰割。 楚天哈哈大笑,一股赤裂难当的兽性烈焰从他体内喷出,化为一个直径仗许的巨大金色虎头悬浮在楚天头顶。 宛如实质的巨大虎头张开嘴,一声低沉有力的唬哮声向四面八方扩散开,金色烈焰席卷方圆母许之地,灰色的寒雾和六只三音嗓浑爪被金燕一扫而空。 一把抓起楚夜的脖梗,用力的将他砸在了地上,楚天喘着气冷笑道,现在,你是我的了。 你,跑不了了。 第三十三章十八年前的事 楚市矿场外,楚邪,周刘云,司马追风带着各自下属,精卫分明的分成了三波遥遥相对。 三人的面色都很沉静,好似冬天结冰的溪水,干净而透彻,没有半点而表情变化,谁也看不出他们在想些什么。 只有紫霄生跟着一群老侍后,老五座,楚市的供奉们在草丛中穿来穿去,检查尸体,勘测战场痕迹,忙得不亦乐乎。 所有人都静默无声,唯有紫霄生不时大惊小怪的尖叫几声,显得格外快活。 偶尔这家伙会跑去一旁,要么摘下几朵剧毒的蘑菇,兴奋地递给跟在他身后的风仪,要么突然一巴掌先飞一大块地面,抓起几头瑟瑟发抖的山鼠拎在手中把玩。 每当他找到什么新奇玩意的时候,他的叫声更是惊天动地,让那些正在潜心侦查痕迹的老侍后,老五座们不由地连连皱眉,恨不得用快裹脚布让他安静下来。 日头逐渐吸血,山林中有淡淡的雾气升起,山林中的光线骤然暗了许多,一股莫名的寒意悄然出现,笼罩在所有人心头。 楚协下令,矿场的管事就取出了大量的火把插在了四周山林中。 这些专门用在矿洞中的火把亮度极高,火力极强,雪亮的白光将山林照得明晃晃的。 骤然间,楚协身边一名身披重假的大汉眉头一皱,他凑到楚协耳朵边低声咕隆了几句。 楚协一愣神,他呆了呆,很是邪意的笑了起来。 他看看端坐在远处的周刘云和司马追风,轻轻的挥了挥手,这重假大汉点点头,一言不发的打了个手势,就有十名同样身披重假的大汉跟着他离开了大队,犹如幽灵一样迅速没入了山林。 正在山林中追逐一只被吓得魂飞天外的松鼠,紫霄生默然注意到了这几个离队的大汉,他嘿嘿一笑,手指一点,那吓得乱跑的松鼠就好像中邪一样,直愣愣的朝着几个大汉离开的方向跑去。 紫霄生气喘吁吁的举起袖子擦了擦额头上莫须有的汗水,大声叫道,别跑,今天非要逮了你下油锅不可。 则,你们这些松鼠整日里吃松子长大的,虽然肉少了些,却最是清香甜美,好吃,好吃。 满口胡说八道的叫嚷着,紫霄生慢悠悠的追着松鼠没入了山林。 风仪微笑着摇了摇头,回头看了一眼坐在远处的楚鞋等人,步伐微动,就好像一团紫云冉冉升起,脚步粘地跟在了紫霄生后面。 距离楚氏的秘密金矿百多里的深山中,一道高有近百丈,宽有两百多丈的大瀑布隆隆有声地砸了下来,生震数十里,水气,水雾冲起来能有一里多高。 得了水气滋养,瀑布附近的山林中草木丰美,到处都是茂密的攀原藤蔓,真个是除了山老鼠,其他体型稍大一点的动物都无法自如地在这一片丛林中出没。 瀑布旁,在雨季受到瀑布大水冲刷,冲得干干净净的黑色山石上,楚夜嘶声谩骂着,手脚分别被一根拇指粗细的黑色木针穿透,丹田上同样被穿了一根木针,被死死地固定在山石上。 大片水花不断喷洒在楚夜头上,身上,流水迅速带走了楚夜身上的热量。 他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手掌心,脚踝处,丹田布五个被木针穿透的位置,不断有灰绿色的血水渗出,不断被瀑布冲走。 浑身长矛的楚天站在楚夜面前,慢条丝里地将他贴身的衣物一块块撕掉,最终让他整个身体都袒露了出来。 手指弹了弹固定了楚夜身体的五根黑色木针,楚天从一旁的草丛中翻了翻,找出了一个用大树叶子卷成的包裹,从中取出了摆来根手指长,火柴棒粗细的黑色木刺。 半腰蠢货,你想干什么? 楚夜嘶嘶笑着,新红色的舌头不断舔舔自己的鼻头,想要严刑拷打老子。 嘿嘿,你觉得,老子会开口吗? 不是事,怎么知道呢? 楚天拿着一把黑色木刺站了起来,走到楚夜面前,随手将两根木刺一左一右狠狠扎进了楚夜的左右肩颈穴。 木刺入体,木刺上自带的奇特毒性快速发作,楚夜精壮的身体骤然一抽,他面孔猛的扭曲,浑身青筋一根根的凸起,犹如蚯蚓一样剧烈的蠕动起来。 这是黑剑独目的木刺,寻常人被捅一下都会活活痛死。 楚天看着剧痛抽搐的楚夜,淡然说道,你的武道修为被我废了,你的承受力比普通人更弱一些。 你是秘术师,你的感觉更加敏锐,你的痛觉是普通人的数倍以上。 所以,你承受的痛苦比普通人要强出十倍不止。 慢慢将一根木刺扎进楚夜的左胸乳突穴,楚夜身体骤然绷紧犹如一张弯弓。 他浑身汗如雨下,粘稠的汗水犹如灰色的江湖一样,快速的顺着他的身体滑落,一缕缕的从他脚尖低落。 但是你的生命力比普通人要强出许多,所以,痛这么一会儿,痛不死你。 楚天冷静地看着痛得直翻白眼的楚夜,另外,我还要告诉你,黑剑毒木的毒液,会让中毒者保持绝对的清醒。 所以,想要昏厥过去,比较困难。 楚夜死死咬着牙,他的牙齿不断发出细微的碎裂声,好狠毒的小子,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手段? 楚天看着楚夜,很诚恳地说道,我从小在一群杀人放火的老混蛋当中长大,所以和他们学了不少旁门左道的东西。 黑剑毒木只是最普通的一种刑罚,他只是遭剑你的肉身,我这里还有数十种践踏你的肉体,凌辱你的灵魂的恶毒法子,你想要试试吗? 楚夜歪着头,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用一种极其诡异的目光看着楚天,能教出你这样的小混蛋,那群老混蛋肯定不是什么好人,是吧? 楚天温和地笑着,我没说他们是好人。 但是不要拖延时间,如果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你就不用承受这种痛苦了。 说真的,我小时候被那群老混蛋训练着凹行的时候,也被黑剑毒木扎过。 则,这滋味真不好受。 他指了指不远处隆隆落下的瀑布,笑道,尤其是这瀑布带起的水花极其阴寒,寒冷会让你身体静挽,极大的扩张黑剑毒木带来的痛苦。 你何必坚持呢? 楚夜沉默片刻,咬着牙宁笑道,你想要知道什么? 楚天冷静地看着楚夜淡绿色的眸子,楚夜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两个燃烧的惨绿色火球,绿光隐隐,不断从他的眼眶里流淌出来。 楚夜也静静地看着楚天,甚至他身上的抽搐都缓解了许多。 两人目光对视,就好像两柄无形的长矛在空气中相互撞击。 突然,楚夜笑了,看你眼睛如此清澈明镜,你年纪不大吧? 我,记住你的眼睛是什么模样了? 楚天笑着点了点头,又一根木刺轻轻地扎进了楚夜的右胸。 楚夜身体猛地一弹,大片汗水从他身上喷洒出来,他脖子上一条条青筋扭曲凸起,眼珠里骤然满是血丝,身体疯狂地抽搐着,喉咙里咯咯只想却没能发出半点儿声音。 那么,我想知道,十八年前的一些事情。 楚天右手按在楚夜心口,感受着他心脏急速地跳动,将他的身体死死地按在了山石上,十八年前,楚氏发生了一些事情。 楚夜的身体抽搐了许久,好容易他才回过一口气,重重地吐出了一口带着浓浓血腥味的肠气。 他歪着头,表情极其鬼邪地看着楚天直笑,十八年前的事情。 十八年前,楚氏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你想知道什么? 楚天看着楚夜淡绿色幽光闪烁的眼眸冷笑道,十八年前,楚氏还发生过很多事情吗? 我还真不知道呢。 我的问题很简单,十八年前,楚氏为何要突然投靠怀王? 楚夜骤然一呆,他愕然看着楚天,一边倒抽冷气一边冷笑道,你就,只想知道这个? 楚天神色冷肃地看着他,这件事情,难道不重要吗?难不成,你还知道更多的东西。 楚夜眨巴了一下眼睛,他咯咯地笑了起来,让我猜猜,让我猜一下,你的身份。 楚天盯着楚夜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他,有什么好猜的? 我只是曲曲一半腰。 楚夜连连摇头,他轻声笑道,曲曲一半腰,怎么可能有天品高手的本命之物护身? 你的来历不简单啊,而且你拷问我的手法,嘿,带着几分熟悉的味道。 则,你是大进朝廷的人吧? 你是哪一派的呢? 楚天轻轻摇了摇头,他又举起了一根木刺,少废话了,我的身份无关紧要,告诉我,为什么楚氏要投靠怀王? 更要紧的是,楚氏投靠怀王也就罢了,楚氏居然还杀死了江魁将军。 楚夜目光闪烁,一抹极其诡决的幽光在他瞳孔内一闪而过,他看着楚天轻轻地说道,终于有人憋不住,开始追查这件事情了呀。 只不过,你们的动作还真够慢的,效率,效率,你们懂什么叫做效率吗? 痴痴怪笑了几声,楚夜摇头晃脑地说道,江魁的骨头都能打鼓了吧? 十八年了,十八年了,你们才开始追查这件事情,这让我怎么说才好呢? 大家都曾经是一家人,我的职位,或许比你这娃娃还高了几个品阶,不是我夸口,我还真看不起你们这些嫩鸟儿,嘿嘿。 楚天手指骤然一动,楚夜熬得一声惨嚎,身体再次绷紧,抽搐,灰色的汗水犹如小瀑布一样不断从他身上滑落。 他的筋骨剧烈地抽搐着,甚至能听到他骨节发出的咔咔撞击声。 楚天将一根木刺插进了楚夜的左眼,洞穿了他的眼珠,差点就插进了他的脑子里。 让人痛不欲生的独立几乎在楚夜的脑袋中爆发,楚夜整个人痛得完全丧失了意识,他的身体疯狂地抽搐着,痛被不断私生哀嚎。 过了足足一盏茶时间,楚夜这才缓过了一口气,他看着楚天嘶声吼道,你毁了我一只眼珠子。 你知道想要修好他要花费多少力气,多大成本吗? 该死的,你毁了我一只眼珠子。 我还能毁掉你更多的东西。 楚天沉声道,相信我,我的真正手段,你绝对不会想要尝试。 全力,富贵。 楚夜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眯起了被废掉的那只眼,用剩下的眼珠子冷冰冰地盯着楚天,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怀王能够给楚氏更多,所以楚氏就投靠了怀王,就这么简单。 至于江奎,算他倒霉。 楚夜满不在乎地说道,毕竟楚氏的出身摆在这里,怀王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相信咱们是真心投靠。 他们就不怕我们反噬一口。 所以,江奎必须死,他石头名状,他的身份地位也足够充当头名状。 楚天目光森冷地看着楚夜,你再说谎。 楚夜眯起了那颗完好的眼珠,悠悠冷笑道,我何必说谎。 既然你也是那个衙门出身,你就应该知道,做一个见不得天日的暗探头子,哪里比得上在朝堂上掌控大权,呼风唤雨。 痴痴一笑,楚夜神色阴郁地说道,十八年前的楚氏固然富甲盖州,但是每年的利润有九成以上都要缴纳给上头充当经费,十八年后的楚氏依旧富甲盖州,但是所有的财富都有楚氏独享。 跟着怀王,当然是比跟着你们强出太多太多了。 楚夜看着楚天,冷声怪笑道,小兄弟,你还年轻,别被那一套中军的言辞给糊弄了,你年纪再大一点,就会明白全是何金钱的美味。 不如,你加入我们。 楚夜笑得很怪异,你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盖州的吧? 你肯定有上级,肯定有同伴,把他们交出来,让我们一网打尽,嘻嘻。 我保你锦衣玉食,享受不尽的享受。 楚天轻轻的吐了一口气,他看着面颊上满是血浆的楚夜,淡淡的问道,那么,当年你们屠戮江葵满门的时候,在江葵的府邸中,有一只过路的人马。 他们的带队大人杜玉,是谁杀的? 杜玉呀! 楚夜缓缓点头,很是猙獰的咧嘴笑了起来,原来,你们是为他而来。 杜家人,还没死绝呀? 居然还能死灰复燃。 轻叹了一声,楚夜无奈何的说道,我说,这是个误会。 你信吗? 我们要杀的是江葵满门,谁让杜玉正好带了人在他府邸中休整呢? 自然是一路杀了进去,鸡犬不流落。 楚夜很轻松的笑着,笑容满面的看着楚天说道,你看,事情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能解释的吗? 大家毕竟有一份香火情分在,小兄弟,不如你跟了我们干。 嘿嘿,咱们这衙门下分三只,你是哪一只所属? 嗯? 楚天冷眼看着楚夜,半晌没有说话。 楚夜满脸是血的看着楚天直笑,同样不说话。 突然间,山林中传来了尖锐的口哨声,楚天身体微微一颤,看着楚夜冷笑道,你的伙计,居然找了过来。 倒有几分本领,可惜的是,他们来了,你就要死了。 反手一掌劈下,楚天一掌将楚夜的颈骨劈得粉碎。 震天的长啸声从密林中传来,十一名身穿重甲,周身挥舞缭绕的高大人影穿铃而出,身形如龙,带起漫天岁叶腾空而起二十几丈高,呼啸着向楚天这边急速掠来。 第34章 再见 身形魁梧,全身黑甲,猙獰的独角鬼面造型面甲,面甲额头部位一根半尺长的弯曲尖角斜斜挑向天空,可怕扭曲的鬼面上带着一丝邪意的笑容。 十一名楚氏司军的将领腾空二十几丈高,一步横略上百丈,周身裹着灰色寒雾,犹如惊天之龙猛冲而来。 寒气森森的灰雾在他们身后拉起了十几丈长的尾迹,因为靠近瀑布水气浓重的关系,灰雾冻结了空气中的水气,空气中有无数白色冰晶滑落。 这些将领距离楚天还有李徐距离,他们的黑黑凝笑声已经绵绵传来。 楚天身后的瀑布骤然震荡,方圆十几丈的一节瀑布轰然炸开,无数水珠化为一朵巨大的白色水花炸飞了数十丈外。 这些楚氏将领远远一笑,威力却如此惊人。 哈哈哈哈,楚天也发出了一声绵绵长笑,金色的怒焰在他体内疯狂流转,他的身形越发拔高了一尺左右。 滚滚声波化为低沉的唬哨声喷出,和十一名楚氏将领的笑声撞在了一起。 楚天身前七八丈远的地方,空气中出现了肉眼清晰可见的扭曲波纹。 他的笑声和对方的笑声剧烈的冲撞,空气中不断传出声波震荡发出的低沉闷响,就好像打雷一般。 呼的风笑声一掠而过,楚氏的司军将领从高空重重坠落,狠狠砸在楚天前方七八丈外。 老七 一尊楚氏将领看了一样被木针固定在山石上的楚夜,目光不善的看着楚天,小子,你下手真有够狠。 你刚才怎么对老七的,我们会一五一十的加上十倍的还给你。 楚天呵呵笑着,他微微俯下身体,一股狂暴,混乱的热力不断从他体内扩散开来。 刚刚那根金毛所化的怒烟已然熄灭,但是金毛中蕴藏的大半力量精粹却残留在他体内。 一股超乎想象的庞大力量充斥他全身每个细胞。 楚天默默运转他自幼修习的秘传功法,就感到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变成了一头快要恶风的猛虎,正在贪婪的吞噬空气中不断涌出的天地灵水。 冰凉沁骨的天地灵水不断从毛孔中钻进身体,迅速融入他经络中快速奔走的金色热流中,弹指尖就化为楚天自身的武道修为,和他的五元融为一体。 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一名极强的高手在为他灌顶传功,舒爽的楚天不断的低沉咆哮,嘴里不断喷出一道道蕴藏了绝大兽性的热气。 还给我。 楚天的腰身越发勾搂了下去,他的双手几乎垂到了地上,语气低沉的怪笑道,不客气,真心不要你们还了。 不仅如此,我还会送给你们更多,更多,多得让你们想象不到。 刚刚开口的楚氏将领凝笑一声,他猛的一步向前跨出,他脚下坚硬的山石轰然炸开了一个三尺剑方的大坑,他的身体犹如怒射而出的剑矢一样直奔楚天。 嗡的一声响,楚氏将领前冲的同时,他拔出腰间配剑,灰色雾气中,一抹宛如鬼火的剑光闪烁不定的荡起数十点剑光,发出鬼哭一般的啾啾笑声向楚天袭来。 楚天浑身热气袭人,一根根黄毛笔直的竖起,他好像一颗圆滚滚的黄色毛球,骤然蹦跳了起来,带着几条黄色残影正面迎向了对方。 食指成虎爪,一道道凌厉的找进凌空击射,毫不畏惧的和对方的配剑正面扛上。 当当巨响不绝,楚天双臂巨震,对方长剑上一道道阴柔至极,阴寒刺骨的剑气透体袭来,逼得他不断向后倒退。 这丝比楚夜还要强出一截,武道修为极其可怕。 如果不是用秘法调动那根金毛留在体内的力量,迅速吞噬天地灵髓融入自身,快速地增长着自己的武道修为,更临时增加了强大的战斗力,楚天毫不怀疑就这几次撞击,他的双臂肯定保不住了。 双臂上隐隐有一层淡淡金光涌现,轰进体内的阴寒剑气在体内澎湃的热流中不断消融,楚天身形如虎左右扑击,双臂连挥动,一道道虎爪形气劲犹如落花一般轰下,在对方长剑上荡起了一道道刺目的火星。 骤然将铿锵一声响,楚天双手用力一撕,对方手中撕齿重剑被虎爪撕成了七八段,断剑碎片带着刺耳的笑声左右乱飞,和楚天硬碰硬的楚氏将领骤然失去平衡,身体一个亮枪向一旁歪斜了一下。 楚天长笑一声,左手虎爪狠狠一画,在对方软肋上带起了一道血剑,同时他右手一挥,两根黑剑独目刺无声无息地飞出,精准无比地射进了对方的眼眶。 一声惨嚎,眼珠被黑剑独目刺中,楚氏将领眼前一黑,剧痛席卷全身,他当即舍弃楚天,昏头昏脑地向后击退。 楚天发出低沉的唬哨声猛地扑了上去,双手抱住对方的脑袋用力一扭,就听咔咔鼓碎声不绝于耳,差点将对方的脑袋整个扯了下来。 随手丢下击杀的敌人,楚天向剩下的十名楚氏将领勾了勾手指,继续。 嗯? 好狠辣的小子。 十名楚氏将领对自己同伴的死似乎毫无反应,一名楚氏将领上前了两步,扯下腰间佩剑的剑鞘丢在地上,将自己头盔扯了下来,用力地丢下。 活动了一下将近九尺高的魁梧身形,这尊楚氏将领握紧双拳向楚天冷笑了一声,来,我们笔划笔划拳脚。 呵呵,小子,我要一根一根捏碎你浑身的骨头。 一声长啸,这尊楚氏将领大步向楚天冲了过来,他双拳挥动,在他的拳头上出现了两个朦胧的灰色狼头。 距离楚天还有五六丈远,这人双拳一挥,两颗狼头带着丈许长的灰气,相互急速盘旋缠绕着向楚天当胸轰了过来。 楚天周身都有淡淡的金光闪烁,他胸膛快速的起伏着,此刻的楚天就好像一头蜷缩在山林中打盹的猛虎,在他胸膛中不断有猫科动物特有的嗡嗡沉闷呼吸声传来。 犹如闷雷的呼吸声震荡五脏六腑,震荡全身经络,血肉,空气中涌来的天地灵髓数量越来越多,和楚天五元融合的效率也越来越快。 咬咬牙,楚天轻喝一声,还被他咬在牙齿中的两根金毛,又有一根猛的燃烧成了一团金色怒烟。 蝴蝶给我这些宝贝,是让我保命用的。 楚天握紧双拳,他的拳头上隐隐浮现了两枚面盆大小的金色胡爪,金光灿灿就好像用黄铜铸成一般宛如实质。 只不过,现在正是拼命的时候,稍微奢侈些也顾不得了。 楚天看着正面冲来的楚氏将领,满是黄毛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不怎么明显的怪异笑容,反正,虎爹浑身这么多毛,多拔几根,他也就是多吃点,多喝点也就补回来了。 金色怒烟从口腔滑入腹中,可怕的热浪宛如火山在腹中爆发,楚天放声长啸,一声唬吼震动山林,方圆数十里的山林中都隐隐传来了他唬响声的回音。 一个虎扑上前,楚天食指喷出尺许长的淡黄色爪劲,狠狠抓在了对方轰出的灰色狼头拳劲上。 吃的一声,两个灰色的狼头拳劲被抓得支离破碎,楚天飞扑撞进了对方怀中,双拳如奔雷连续轰下。 对方体表挥霧盘旋,死死抵挡着楚天的重拳轰击。 但是仅仅三拳,楚天就轰碎了对方护体挥霧,一拳将他身上甲皱打得支离破碎,随后一拳轰穿了对方的胸膛。 灰绿色阴寒刺骨的血浆喷出,楚天的重拳轰穿了对方的身体,从他身后探了出来。 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人,还是什么鬼东西? 楚天一脚踹飞了身体急速冰冷僵硬的敌人,冷笑看着剩下的九个楚氏将领。 九个楚氏将领齐齐咆哮一声,他们同时向楚天扑了上来。 灰色的寒雾凝成了一团,无数灰色的爪印在灰雾中往来飞舞盘旋,带起一道道刀刺耳的笑声狠狠向楚天轰下。 他们施展的都是刚刚楚夜使用过的三阴散魂爪,树石团爪印纵横飞舞,空气中满是刺骨的寒气奔涌。 楚天浑身黄毛笔直的竖起,因为第二根金毛爆发的缘故,他体表的黄毛还在不断的长长,根根竖起的黄毛变成了一套天然的甲咒,牢牢护住了他的身体。 灰色爪印狠狠拍在他的身上,只打得一根根绷紧笔直的黄毛钉钉作响,却无法伤到他的半点儿皮肉。 刺骨的寒流冲刷着楚天的身体,却都被他体内奔涌的热力化解为无形。 五步之地,帝王剑血。 楚天和九尊楚氏将领僵僵持了一阵,在对方的联手轰击下,他被逼得一步步后退,从瀑布边光节的大岩石上,逐渐逼到了山林旁的草丛中。 突然他一声轻笑,把面渐轻交化为一道寒光从他身后三尺不到的草丛中飞出,精准无比地落入了楚天手中。 楚天向前,向后,左右横移,上下斜步,依旧是那简简单单的五步,但是在风之天印的加持下,在这一瞬间方圆丈许内突然出现了五条楚天的朦胧身影。 速度快到了极致,楚天的身体居然分化出了五条残影。 这是得到大梦神典秘传之前,楚天就算燃烧一根金毛全力发动,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青椒剑带着尖锐的破空声横扫,九尊楚氏将领仓促中纷纷拔出佩刀,佩剑挡向了这一抹清淋淋犹如火焰的剑光。 痴痴声中,九柄千锤百炼的千段利器被青椒剑一箭斩断,九颗豆大的头颅飞起,九条灰绿色的血柱喷起来七八丈高,犹如九道喷泉楚在楚天面前。 楚天仰天长啸,体内金色怒焰在急速的消耗,天地零水不断地从空气中涌出,快速地流入楚天体内。 他的身体俨然一个小小的黑洞,急速吞噬着山林中浓郁的天地零水。 在他头顶,甚至出现了一道高有丈许的小小旋风,一点点亮晶晶肉眼可见的天地零水就好似一道小小的瀑布,不断从天灵盖注入楚天体内。 如果不是大梦神典大通,强化了楚天全身经络,他若是敢如此施展和那金毛配套的秘传功法,他早就被称爆了全身经络,暴体而亡。 过去几年,楚天也曾经用过好几根金毛,但是每次他运起秘法,借助金毛中蕴藏的精粹力量提升修为时,效率连今天的百分之一都没有。 金毛中最终能够融入他全身的精粹力量,更是联液成都不到。 浑身热气滚滚,化为一道白色雾气冲起来七八丈高,楚天浑身皮肤长红如涂了一层血浆,他的胸膛快速地起伏着,不断发出一声声低沉射人的唬响声。 每一声低沉的唬响声传出,楚天身体四周都有一圈圈灰白色的气浪喷出,带着细微的爆炸声冲出十几丈外,震得四周的草丛起伏不定,更有一些扎根不深的小灌木被白色气浪硬生生拔起。 如此过了足足一刻钟功夫,楚天双手缓缓下垂到了身边,身上的猪斑翼壮这才缓缓消失。 浑身奔涌的热流最终纳入丹田,楚天双手按在小腹部位,感受了一下内中的状态,不由得心满意足的咧嘴一笑,亏了虎蝶两根毫毛,这五元修为足足提升了一倍。 原本楚天只是一百八十年的五元修为,康勘一个帝师级的小高手。 实力翻了一倍,三百六十年的五元修为,楚天的五到十力已经追上了打上门的李迁,赵阔等世家公子,在帝师级的高手中,也算是顶尖的存在。 只不过,这毕竟是蝴蝶耗尽了吃奶的力气,好容易凝聚的本命毫毛,让我用来救急保命的。 可不能就这么浪费了。 楚天小心翼翼的从牙齿缝里抽出了剩下的一根金毛。 将它绕在了指头上。 耶,你嘴里都长毛的。 真古怪。 一个清朗好听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而且听说话人的位置,距离楚天最多不过三丈远。 楚天吓得浑身黄毛直竖,他猛的一个要子翻身转过身来快速的向后连退了十八步。 一道紫色人影闪过,一道冷沁沁的香气逼来,一道人影几乎凑到了楚天面前,紧跟着楚天向后击退了十八步,任凭楚天便换了好几种步伐, 却始终无法摆脱这道人影。 你杀人了。 楚天心一横,站定了身体,正要挥剑和这人分一个生死,那人却又犹如鬼魅一般向后退了三步,恰好退出了楚天的攻击范围。 楚天定睛看去,就看到紫霄生背着手,带着一丝不可揣测的微笑,静静的站在身前八尺外。 做贼心虚哦。 想要杀人灭口哦。 这可不对哦。 紫霄生面带微笑,目光流转上下打亮着浑身黄毛的楚天,昨天傍晚,你出城的时候,那模样还顺眼些,怎生现在变得和一黄毛毛儿一样。 楚天心脏骤然一沉。 他也认出了紫霄生。 但是这个昨天傍晚在城门口出见的家伙,他怎可能认出楚天。 第三十五章给我一个理由。 兄台,你认错人了。 楚天指着自己的鼻子,竭尽全力用极认真,极严肃的口气对紫霄生说道,无声于山林之中,从小在山中长大,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活人,兄台怎可能认识我。 紫霄生背着手,仔细端向着楚天右手紧握的八面剑,慢悠悠的摇了摇头,满口胡说八道,当我是瞎子不成。 虽然脸上长满了黄毛,面部轮廓也变了些许,但是楚天楚档头啊,金子被劫,盖州州兵死伤惨重的案子,是你做下的吧? 楚天的心又是一沉,他瞇着眼,很认真的看着紫霄生比寻常人有神许多的双眸,胸台,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楚天楚档头是谁? 什么金子被劫的案子? 吸得一声笑,紫霄生突然化为一道朦胧的紫影向楚天扑来。 楚天一声长啸,八面剑骤然化为一团两尺方圆的青色火焰,轻淋淋的火光冉染飞起,在离地掌许的空中无声的裂开。 无数条灵巧犹如灵里的青色剑光从青色火光中喷出,无声的笼罩了方圆树杖的空间。 猎临沙 楚天五元奔勇,这一激剑光分化,足足有数百道剑光同时蹦裂,足足耗去了他六成的五元。 这还是他修为翻背后的结果,换成一刻钟之前,他根本没有足够的修为使出这一招。 哈哈,紫气迷罗。 紫霄生轻声笑着,对头顶落下的数百道剑光视若无睹。 他周身紫气弥漫,绵绵勃勃,柔韧厚重的紫气犹如东方红日出生前的红泥弥漫四方,一个直径数丈的紫云气罩笼罩全身,一道道青色剑光落在紫云气罩中,就好似石子丢进了无底的沼泽中无声无息的彻底消失。 紫霄生的手指划过楚天的手掌,一股柔韧,却无法阻挡的可步力量袭来,楚天的五指不由自主的张开,青椒剑和缠在他手指上的金毛同时被紫霄生一把抓走。 还不等楚天回过神来,一道紫影闪过,紫霄生已经退到了八尺之外,手中拎着楚天的八面剑和那根金毛仔细的端向着。 细细的,散发出淡淡金芒的金毛极其柔韧,紫霄生将金毛凑到鼻头前秀了秀,又放在眼前仔细的端向了一阵。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真是奇思妙想。 这毛发的主人,将自己的一点精血和一道力量注入这毛发中,用某种天赋秘术封印了。 只要以秘咒激发,这里面蕴藏的力量就能转移到外人身上。 紫霄生抬起头来,看着浑身绷紧的楚天笑道,难怪楚氏的那些家将,修为起码比你强出一倍有余,结果一个个都被你给斩杀了。 这毛发上的天赋秘术虽然粗陋,倒也方便,快捷,尤其独特之处。 叹了口气,紫霄生摇头晃脑的说道,果然家中那几个老鬼说的有道理,世间万事皆学问,哪怕是泥泞中的蝼蚁,都有其独特之处,值得我们学习。 这跟毛发的主人,这份奇思妙想,了不起。 楚天目光深沉的看着紫霄生,他从紫霄生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大的危险,但是并没有感受到半点威胁。 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恐怖家伙,但是他对楚天并无恶意。 刚刚被震的有点发麻的右掌挥动了一下,楚天做了一个手势。 数十战外,站在一丛茅草中的鼠爷眸子里闪过一抹凶光,深深的看了一眼紫霄生。 鼠爷眸子里杀意肆虐,但是紫霄生却并没有任何警觉。 鼠爷完美地掩饰了自己所有的气息,他就好像一抹不存在的虚影,站在草丛中静静地看着紫霄生。 每隔一个呼吸的时间,鼠爷就会猛地回头,斜眼看看斜次里白杖开外,笑生生站在山林中满脸是笑的风仪。 一身紫衣翻飞的风仪站在昏暗的山林中,就好似传说中的山中神女一般美艳倾果。 他身边六尊身高过丈的护卫,则好似六尊铁塔,肖无声息地处在树下,浑身同样没有半点儿气机外泻。 这是家中长辈怕我夭折,所以赐下的保命的宝贝。 楚天看了看紫霄生,继续很认真的说道,这本命毫毛凝聚不易,那长辈得暴隐暴食一个多月,才能勉强凝聚一根,如今我身上剩余不多,还请兄台小心,不要弄坏了他。 一根毛而已,还你。 紫霄生手指一弹,轻飘飘宛如无误的金毛化为一道金光,刷得一下到了楚天面前,轻巧地落在了他手中。 这柄剑,不错呀。 紫霄生抓着八面剑挥动了一下,仔细地看了看剑身靠近剑柄的位置,用重于古转雕刻的黄豆大小的两个古字,青椒。 这是这剑的名字。 两尺五寸长的短剑,重达近千斤,这剑真不错。 楚天嘴角抽了抽,他微笑着说道,这青椒剑来历非凡,是我探索前朝古秦一处地攻一计,从一觅酷真阁中得来。 他不仅沉重非常,而且颇有灵性,更尖切金断玉,极其锋利,这是我保命的家伙,兄台出身富贵,相比不会看上青椒吧。 紫霄声举起青椒,将剑尖对准自己的一只眼珠,将剑柄对准了已经挂在西边山头上的那一轮红日,逆着阳光仔细地端向起来。 过了大概一盏茶时间,紫霄声这才点了点头,好剑哪,真不错,想不到在这荒芜之地,能见到这等宝贝。 这剑,恐怕还不是你所说的古秦之物,它的年代,可比万年前的古秦还要久远多了。 楚天干笑起来,他看着青椒剑尘声道,这剑是我护身之宝,还请兄台归还。 紫霄声携腻了楚天一眼,随手将青椒往他一丢。 青椒剑打着旋而飞到了楚天面前,被他一把握在手中。 感受到这熟悉的沉甸甸的剑身,楚天这才松了一大口气,笑着向紫霄声拱了拱手,兄台。 紫霄声摆了摆手,一脸嫌弃的向楚天看了一眼,本来还想告诉你,这剑里面很有一些玄妙,但是看你这小气巴拉的模样,小家子气得紧,我也就懒得给你说了,自己慢慢去琢磨吧。 楚天顿时一致,这青椒剑自幼伴随他长大,他自然知道这剑颇有不凡,但是青椒剑究竟有多少秘密,他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才摸清了让青椒剑自行飞回手中的功能。 这紫霄声,未免太小气了一些。 这天就要黑了,山林中多有凶险,家中还有长辈等候,兄台,咱们有缘再见哈。 楚天不愿和紫霄声啰嗦,向他抱了抱拳,转身就要离开。 一道紫影猛的闪过,笑盈盈的紫霄声犹如鬼魅一样横挪到了楚天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不急,不急,急什么呢? 紫霄声饶有兴致的看着楚天,笑呵呵的说道,你的毛我看了,你的剑我也看了。 但是这事情还没说清楚呢。 那金子被劫,周兵死伤惨重,灵世司兵全军覆没的案子,闹得整个盖州城乱成一团,这案子,是你做的吧? 贼喊抓贼。 紫霄声目露其光,指着楚天笑道,你贼喊抓贼。 哈哈,你能瞒过其他人,怎可能瞒过我。 楚天的心一抽,越过紫霄声的肩膀,他看到了站在远处山林中的风仪和那六尊大汉。 风仪也就罢了,他就好像盛开在山林中的一朵勺药花,绚烂无比,美艳闲静,楚天没能从他身上感到太多的威胁。 但是那六尊大汉们,楚天看着他们,就觉得这是六尊非人的异类,楚天每多看他们一眼,就觉得浑身难受,对他们有一种发自骨髓的经济。 紫霄声,不好对付我。 轻轻咳嗽了一声,楚天看着紫霄声那奇异的笑容,脑子里瞬间闪过了无数的念头,最终他点了点头,一如兄台所言,击杀李孝林,赵黑虎,击杀那些周冰精锐和灵世司军的人,是我。 但是兄台以为,我有错吗? 他们想要抢我的金子,想要杀我灭口,那么我杀他们,是天经地义的。 欲杀忍者,人横杀之。 我杀他们,完全合乎情理。 楚天手指轻轻抚摸着青椒剑光滑冰冷的剑身。 这,似乎有理。 紫霄声呆了呆,仔细地思索了一阵楚天的话,认真的点了点头,我这一路行来,从大晋京城到盖州城,沿途碰到了无数盗匪,他们想要打劫我,结果他们都被杀了。 没错,你这件事,做得合乎情理,完全没错。 不等楚天开口,紫霄声又指了纸地上的那些楚氏司军将领的尸体,那么,这些人,你为什么杀他们呢? 他们是楚氏嘉疆,楚氏乃盖州首富,他们总不可能打劫你吧? 楚天沉吟不语。 紫霄声看到楚天不开口,他琢磨了一会儿,眼珠一短,笑道,楚档头,不要以为我是在盘问你,我只是好奇,纯粹好奇而已。 你看,深山老林里,原本还生得有点人模人样的你,变得这般古怪模样,在这里偷袭杀人,你能否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楚天无语看着紫霄声。 这家伙是装模作样呢? 还是真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好奇宝宝。 仔细的撕存了一阵,楚天抱拳向紫霄声苦笑了一声,敢问公子尊姓大名,来自何方,出身哪家,又是哪一派人物? 公子何处事,莫非有什么牵扯不成? 紫霄声很快活的笑着,他学着楚天的模样向他保拳行了一礼,笑呵呵的说道,尊姓大名就不说了,你叫我紫霄声就行。 我来自何方,出身没家吗,反正你放心,我和楚氏没牵扯,我和周刘云也没瓜葛,我更不认识你们的司马太守。 紫霄声满脸失笑的看着楚天,我来盖州,就是看热闹的。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和你心中的任何人有牵扯,有瓜葛,只要你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杀死这些楚氏的家将,我保证不缠着你,我保证转身就走让你离开。 突然间,紫霄声测了侧耳朵,指着楚氏矿场的方向笑道,嘻嘻,来得好快,听到他们气急败坏的笑声了吗? 二十里外,楚氏的援兵可是来了。 楚天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他向远处指了指,沉声道,先避开楚氏的援兵,我再向紫公子仔细解释如何。 今日,确实不再适合跟他们碰面了。 紫霄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深点了点头,骤然化为一道紫影向楚氏所指的方向掠去。 楚天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楚氏将领尸体,嘴角微微一瞧,露出一个极其怪异的笑容,身体一晃,紧跟在了紫霄声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一路狂奔,风仪带着六尊护卫跟在他们身后百多丈的地方,在风仪身后,鼠爷鬼鬼祟祟的一路尾随,如此向山岭深处奔走了十几里,楚天就听到瀑布那边突然传来了几声高亢如云的愤怒笑声。 好了,就这里吧,不要浪费时间了,赶紧说,快说,你为什么要和楚氏为难? 紫霄声停下脚步,很好奇的看着楚天,这盖州的事情,还真有趣,赶紧给我说说明白。 楚天无奈的看着紫霄声,他沉吟片刻,这才问他,紫公子真的和大晋朝堂任何一方都无关系。 紫霄声急忙举起右手赌咒发誓,我绝对和你大晋朝堂任何一方都绝无关系,若是我说谎,就让除了我亲娘之外的所有亲戚,一个个长川渡烂而死,而且死得魂飞魄散永不超声就是。 楚天的脸狠狠的抽了抽,一脸无奈的看着紫霄声。 紫霄声善善然笑了笑,干巴巴的说道,我这都市可算有诚意。 嘿,赶紧说吧。 紫公子的都市,果然颇有诚意,而且果然够狠,够毒。 楚天苦笑了一声,无奈的点了点头,无名楚天,是盖州城白蟒将鱼式的鱼档头。 我实际上的身份是。 紫霄声急忙打断了楚天的话,我猜猜,你别急着说。 嗯,你和楚氏有仇? 你也姓楚,莫非你是楚氏亲戚? 楚天的脸剧烈的抽搐了一下,他甘巴巴的说道,盖州楚氏时代单传,这是盖州土著都知道的事情,楚氏哪里有什么亲戚。 他们家除了楚也,楚风,楚邪爷孙三个,其他姓楚的,都是他们家的世代家谱。 紫公子,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说话? 紫霄声急忙笑着点头,眨巴着眼睛向楚天笑道,听,听,我不插嘴,不插嘴,你赶紧说,嘻嘻,赶紧。 楚天美好气的瞪了一眼这个犹如牛皮糖一眼难缠的紫霄声,甘巴巴的说道,吴是明州孤儿出身,十年前,吴被明州新开的善堂收养,那善堂,是大进大御寺所辖。 深吸了一口气,楚天沉声道,紫公子定然听说过大御寺的名字,吴在大御寺受训七年,三年前被派来盖州扎下根基,取白蟒将于是为据点,秘密调查盖州楚氏十八年前被判大御寺一案。 大御寺啊!紫霄声的眼睛几乎粘在了楚天身上,比大进庭卫府权力更大,隐形权力凌驾大进百官之上,专门做各种见不得人勾当的大御寺啊。 我来盖州,真来对了。 果然,你杀那些楚氏家将是理所当然的。 追杀叛徒吗? 呵呵,呵呵,呵呵,太有趣了。 紫霄声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莫名的在他脸上就有一股银荡之意悄然流露。 远处长啸连连,近百名身披黑色重甲的楚氏斯君如同疯狗一样连连笑叫,突然从一片山石后转了出来。 第36章 请大家刀枪见血 半个日头都被西山遮挡,山林中越发昏暗。 山势复杂,草木森森,更有浓雾在山林中浮荡,楚天和紫霄声抽身就走,气势汹汹追杀而来的楚氏斯君跟在他们身后追了不到三里地,就彻底追丢了。 山林中,楚氏斯君愤怒的吼声吓得无数鸟儿在树梢盘旋,不敢落回自家鸟巢。 远处深山中,传来了不耐烦的兽性咆哮,瞬间就让楚氏斯君的怒吼声降低了三个吊门。 这里是十万满荒,深山藏虎豹,幽谈尹蛟龙,谁知道他们的吼叫声会否触怒某个莫名的强大存在,引得他离开巢穴大杀一通。 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的楚氏斯君返回瀑布,脸色难看的楚鞋已经带着人将这里团团包围。 被钉在山石上的楚夜被放了下来,五根木针被取出,楚鞋戴了一双薄薄的蛇皮手套,拿着腥味扑鼻的黑色木针仔细地端向着。 好狠的手段。 楚鞋咬着牙,气急败坏地将五根木针狠狠一丢。 刺耳的尖笑声中,五根两尺多长的木针犹如强弩射出的弩屎,被楚鞋随手丢出了数十丈外,击中了一株树人核爆粗细的参天古墓。 那是一株老檀木,能长到树人核爆粗细,它起码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 檀木质地致密,沉重,这么老的老檀木,几乎比普通的生铁还要坚固。 可怕的碎裂声响起,木针轻易洞穿了古墓,在树干上打穿了五个水缸粗细的透明窟窿。 受此重击,古墓树干发出巨大的碎裂声,大半截树干倒下,沉重的树干压碎了旁边的好几棵大树。 楚鞋随手一击威势如斯,他的修为比楚夜等人强出了何止两三等。 还有旧吗? 狠狠一击发泄了一点心头怒火,楚鞋咬着牙沉声发问。 不等身边人回答,他又猛地转过身,朝着矿场方向指了指,一路派人盯紧了,不管是周流云的人,还是司马追风的人,水港靠近,全部堕碎了喂狗。 大群身披黑色重甲,脸色扭曲难看的楚氏司军战士应诺一声,大踏步的向来时的道路走去。 一名身形比同伴高出一个头,身高将近一丈,骨架子极大,但是瘦得皮包骨头犹如骷髅的大汉脱下头盔,正俯身端详九个被楚天初见消首的楚氏将领。 绿油油犹如绿宝石的眸子里幽光闪烁,形如骷髅,体格一人的楚氏司军大统领楚铁图微微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这九个,没救了。 魂河彻底崩解,完全没救了。 击杀他们的兵器,有破魂特效,当是一柄威力极大的古兵。 很可能,是前朝古秦陆天秘阁流传下来的玩意。 楚铁图声的那般高大,他的声音却极其尖锐,就好像两根细细的铁丝相互拉扯摩擦发出的声音,刺得人耳朵剧痛难当。 尤其他说话的时候,十几帐外的瀑布下方深潭水面上,更有无数针尖大小的水点被声波震的剧烈跳起来一尺多高。 露天秘阁 楚鞋眯了眯眼睛,难不成是古秦于念。 楚铁图摇了摇头,他直起身体,双手在九具头颅被斩下的尸体上空轻轻一挥,指节怪异的扭曲着,形成了一个极其古怪的指印。 他低沉的念诵了一声秘言,九具已经冰冷僵硬,体表蒙上了一层淡淡薄冰的尸体剧烈的抽搐了一下。 尸体的血肉变成了淡淡的灰绿色,变成了类似于水晶一样的半透明状。 透过半透明的水晶,可以看到在这九具尸体中,隐隐有九具灰色的奇异人形。 去吧,去吧,来自于天地,归诸于天地。 除铁图轻声地吟唱着,附近的数百杵士丝军同时放下兵器,单膝跪倒在地上,微微俯下了上半身,用力地低下了头。 咔咔碎裂声不绝于耳,九具尸体表面的薄冰崩裂,尸体内的,通体灰蒙蒙,受削临寻的奇异人形突然化为一团灰茫茫的寒气,呼呼有声地顺着尸体的毛孔喷了出来。 九条碗口粗细的灰色气柱直冲高空,离地数十丈后被黄昏的山风一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九具尸体表面的薄冰消散,尸体上残存的一股莫名的猙獰气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的消失了。 楚铁图低头看着九具尸体,沉沉地冷哼了一声,大步走到了楚夜和另外一名被楚天用拳头打杀的楚氏将领身边。 他蹲在两人身旁,手指在两人眉心轻轻碰触了一下,犹如骷髅一样可怕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小二,小七还有救。 兄弟们,来吧。 楚铁图清喝了一声,他双手一拍,一股灰茫茫的寒雾从他指尖喷出,将两具尸体拖了起来。 数百楚氏司军抬起头来,眸子骤然变成了一片暗绿色,他们举起双手,身体微微一颤,一缕缕灰色寒雾不断从他们指尖喷出,化为一片浓浓的灰雾向两人身体汇聚而去。 楚夜的脖梗被楚天一掌劈成粉碎,另外一名楚氏将领更是被楚天重拳轰穿了胸膛。 这样的伤势换成正常人,绝对是不可能幸免的。 但是随着一缕缕灰色雾气不断渗入两人身体,楚夜的脖梗上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凸起剧烈的蠕动着,他粉碎的颈鼓相互摩擦发出沙哑的声响,颈鼓居然在快速的重组愈合。 另外一名楚氏将领被击穿的胸膛上,无数肉芽从他的伤口边缘生长出来,肉芽相互拉扯,编织,很快新生的肉芽就把伤口修复得完美无瑕。 该死的,他们来调查十八年前江魁被灭门一案。 楚夜突然睁开眼睛,两道墨绿色的光芒从他眸子里喷出三尺多远,他一跃而起,稳稳地站在了地上。 大口喘息了几声,楚夜嘶声吼道,当年江魁府上,有大御寺监察判官杜玉带人暂歇,被我们一并斩尽杀绝。 这些人,是为了杜玉而来。 该死,当年杜氏不是只剩下了一些孤儿寡母吗? 楚铁徒冷哼了一声,江魁! 有趣! 杜氏! 该死! 他们有多少人! 楚夜呆了呆,他大声道,我见到的,只有一头半腰,应该是虎妖。 我被击杀后,魂和沉睡,对外界动静一无所知,是否还有其他人,就要问小二了。 胸膛伤口修复完成,胸口开始剧烈起伏的小二猛地抽了一口凉气,狠狠地睁开了双眼。 树里外,一座断崖临寻触立,断崖上生长了数百株大大小小的松柏之类的树木,楚天双手抱在胸前,远远地观察着楚鞋等人的一举一动。 楚天的头上,戴着一个用整张狐狸皮制成的怪异头盔,长长的狐狸皮从他脑后一直拖到了脚踝部位,白色的狐狸皮裹住了他大半个身体,让他看上去就好像一头人力而行的白毛狐狸精。 一股奇异的淡淡香味环绕楚天全身,遮掩了他全部的气息,更让他身边的光线发生了细微的扭曲,一层淡淡,若有若无的雾气在他身边流荡,就算近在咫尺,寻常人也无法发现站在大树上的楚天。 戴着这怪异的狐狸皮面具,楚天肆无忌惮地审视着楚鞋和他身边的那些楚氏丝菌,更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冷笑声。 就是他的冷笑声,都被这狐狸皮放出的奇异力量扭曲,模糊,离他三尺远,就无法听到他的笑声。 不是人哪,这些楚氏的丝菌,都不是人哪。 楚天用力握紧双拳,鼠爷,你说我们要不要感谢周刘云? 不是他折腾出这些事情,我们哪里有机会把楚鞋从楚氏的城堡中引出来,哪里有机会击杀他的这些近身护卫。 浑身惨绿色的鼠爷懒洋洋的四脚朝天的躺在楚天脚下,长长的尾巴笔直的竖起,很是惬意地左右摇晃着。 要不要现在就给绿姑娜丫头知会一声。 鼠爷歪着脑袋,斜眼看着树里外的楚鞋一众人,这接下来,就该是大玉寺的活儿了。 尾巴一卷,自行绑成了一个精巧的蝴蝶结,鼠爷慢悠悠地说道,大玉寺下辖三玉,赵玉对付天下官员和释迦门阀,铁玉监察天下武道高手,陆林豪强,而血玉们,对付的就是这些不是人的玩意儿。 绿丫头要为他大哥报仇,要给他度视深渊。 那,这是多好的机会。 鼠爷尾巴一抖,蝴蝶结散开,又是一条光洁笔顶的细细尾巴笔直地处向了天空,快刀斩乱麻,调兵前将,大军围城,破了楚家城堡,涂光这些楚氏私君,哈哈,哈哈,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楚天一脸扭曲地低头看着鼠爷,狐狸皮面具遮住了他的脸,鼠爷没能看清楚楚天猙獰的面色。 鼠爷,你没老糊涂吧? 破了楚家城堡,涂了楚氏私君。 楚天咬着牙低声喝道,那么,楚鞋怎么办? 还有,那几位。 鼠爷呆了呆,他一咕噜地翻过身,蹦跳了好几下,一溜烟地爬到了楚天的肩膀上。 他呲牙咧嘴地向楚天闪笑了一声,细细地尾巴轻轻地抽了抽自己的脑袋,哎,老糊涂了,只顾着杀个痛快,差点忘了俺也是楚家人了。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鼠爷的两个腮帮子也搭来了下来,他呆呆地看着远处正在仔细盘问楚夜两人的楚鞋。 低声问道,楚鞋呀,楚鞋,他是真的楚鞋,还是假的呢? 在楚家宝内闭关前修的楚野,是野小子,还是不是野小子? 如今正在淮王身边任职的楚疯小子,是真的疯小子,还是,这些不是人的家伙? 还有。 楚天闷闷地哼了一声。 你娘。 鼠爷歪着脑袋,越发郁闷地叹了一口气,楚鞋说他娘亲生她的时候难产而死,你娘,她真死了,还是活着呢? 摇晃着脑袋,鼠爷苦笑道,三年里,咱们没能探查到任何楚家宝内宝的消息,在你之前,整整十年时间,绿丫头调动这么多人力物力,也没能查到半点而有用的东西。 楚天阴郁地看着远处整队返回的楚鞋,绿姑压力贼大礼,咱就不给他添麻烦了。 今天的事情,就我们知道就好。 他要为他大哥报仇,要给杜氏洗刷冤情,反正这些事情都和楚氏有关,咱们自己动手就好。 鼠爷歪着头看着楚天,瞒着他。 楚天挺起了胸膛,大声笑道,瞒着他。 女人嘛,打打杀杀的事情少碰,他就弹弹琴啊,喝喝茶呀,趁着还没成为老姑娘,赶紧找个顺眼的男人嫁了。 这打打杀杀,报仇血恨之类的事情,让我们来做救事。 鼠爷轻哼了一声,你看着办,反正,天歌儿,别忘了。 楚天狐狸皮面具下的脸色变得极其狼狈,他干笑道,是啊,这事情我们的办得圆满些,不然以后被绿姑,红姑发现了咱们的真正来路,我可不想被他们的绿姑。 他们打死。 长叹了一口气,楚天悠悠叹息道,胡老说得好,宁可被一万个刀头填写的杀胚惦记着,千万不要被一个女人记恨。 女人哪,则,可是天底下最可怕,最凶残的生物。 鼠爷呆了呆,悠悠叹道,那老狐狸,他是不懂女人的好处。 女人哪,又大又白又圆又乔,多好吗? 十几里外的一株参天古树半腰上,紫枭声坐在树叉上,五指轻巧的舞动一根紫玉枭。 山风悠悠吹过,吹过玉枭,就有如气如素的呜呜声悄然响起。 隔着十几里地,更是光线昏暗,山雾弥漫的入夜时分,紫枭声却将十几里外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就连杵鞋的每一根眉毛都被他看得无比清晰。 风仪,很有趣哦。 这盖州的热闹,真是热闹得很。 紫枭声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若是在家里,一潭死水的,哪里有这样的热闹看? 原本以为,这是周刘云代表的大晋爆发护势力,和司马追风的大晋权贵世家的权力斗争,加上一个处事,更是地头蛇和过江龙的争斗,可是真没想到,居然还混入了六道的血迹之争。 紫枭声激动得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真想不到,这一方天地,红尘众生,为了生存,可以做出这样精彩的事情。 风仪溺爱的看着紫枭声,她悠悠说道,可是,我们的时间不多里,过不多久,就要回去了。 紫枭声的脸色骤然一僵,她缓缓转过头来,深深的看了一眼风仪。 风仪无奈的看着紫枭声,很认真的点了点头,你不想,老爷派人来抓你回去吧? 紫枭声的脸色骤然变得极其阴沉,她低声咒骂道,那老不死的。 要不是打不过她,好想弄死她呀。 满脸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紫枭声面沉如水,缓缓站起身来,静静地看着远处收队返回的楚鞋等人。 一缕清澈冰冷的气息从紫枭声身上悄然扩散开来,这股气息让风仪都击凌凌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向后倒退了几步,溺爱,却又万分尊重地看着紫枭声的背影。 那,盖州的这一堂浑水,就不要让他们相互暗中插刀试来试去了。 紫枭声嘴角微微一扯,阴冷刺骨地笑了,让我天把火,让他们直接刀枪见血罢。 第37章 随忧封入你梦 夜幕笼罩大地 盖州城蜷缩在黑夜中,看似安静的城池中隐藏着莫名的骚动,就好像一头假妹的巨兽。 白天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消息灵通人士掌握。 诸般细节,也从各种渠道流入了市井之中,令得盖州城内人心沸腾,掀起了无数的淤泥污垢,惊动了无数的城湖射鼠。 黑油油的城墙上,巡逻的州兵队伍有气无力地走过。 城内远远近近响起了暴食的帮子声,偶尔一阵狂风吹过,城门楼子上悬挂的灯笼一阵乱晃,白惨惨的灯笼就好像灵堂前挂着的灯火,让人不自觉地打心里冷了起来。 沉闷如雷的提声远远传来,城墙上驻守的州兵顿时变得异常紧张。 顺着南方官道的方向,一六尔绵延树里的火把犹如一条火龙翻卷而来,大队身披黑色重甲的骑兵在盖州南门口转了个弯而,顺着大道直奔西北,朝着楚氏城堡的方向去了。 在火把的照耀下,楚氏的司军将士各个放下了面甲,猙獰可怖的独角鬼脸面甲在灯火中一一发光,就好像一头真正的鬼怪来到了人间。 大雾弥漫,灯火暗淡,城头上探出半截身体张望的州兵军官呆呆地看着这些一言不发的楚氏司军,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楚天依旧带着那张由一整张白狐皮制成面具,长长的狐狸皮包裹着他的半截身躯,他在黑夜的山林中快速地奔跑着,没有半点而气味外泄,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白狐皮上散发出淡淡的莫名气息,楚天所过之处,虫子如常凝叫,鸟儿毫无惊动,草丛中,地洞里的各种夜间出行的小兽自如地行动着,就好像从他们身边掠过的楚天是一条鬼影子。 眉心神窍内,石灯上的风之天印微微闪耀着青色光芒,一缕缕无形的风环绕着楚天的身体,他几乎是离第三寸的向前飘行,奔驰的速度比以往快了足足三倍,比阿雀还要快了几分。 楚邪捅侠的大队人马来到楚市城堡门前时,楚天也紧追着他们来到了城堡附近的山林中。 站在高高的茅草丛中,楚天透过茅草缝隙,静静地看着百丈外灯火通明的城堡正门。 唇钢铸造的吊桥正滋滋哑哑地放下,沉重的狼牙万金闸缓慢地升起,万金闸后面厚达一尺半的合金城门伴随着隆隆巨响,在机关的驱动下慢悠悠地开启。 整级的步伐声从城堡内转来,一队身披重甲,手持长歌,长挤的重步兵小步跑了出来。 十几名身穿长衫,容貌各异,气息迥异于常人的楚市供奉快步走出,毕恭毕敬地左右一分,在城门前排成了两列。 少主 十几名楚市供奉,数百重步兵齐齐像坐在巨大车面中的楚鞋行礼。 秦先生,派得利人手,监视盖州城内的一举一动。 盖州大小府,县,庄子,村子里的眼线,也全部发动,我要掌控盖州境内发生的一切风吹草动。 楚鞋的声音从厚厚的车面帘子后传来。 钉死太守府和盖山书院,里面的那些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包括司马追风今天宠幸了他的第几房小妾,寻遇那老东西又勾搭了他的哪个丫鬟,全都给我弄清楚,弄明白。 楚鞋的声音冰冷,坚硬,透着一股子莫名的暴虐气息。 车面中不像是坐着一个少年,反而像是一头凶残的暴龙藏在了里面。 诺 十几名楚氏供奉齐齐应诺了一声,他们簇拥着车面,在大队骑兵,重步兵的护送下,迅速进了城门。 吊桥缓缓拉起,万斤闸慢慢落下,东的一声巨响,厚重的城门缓缓闭上。 来这里做什么呢? 鼠爷摇晃着脑袋,趴在楚天的肩膀上轻轻甩着尾巴,咱们进不去。 楚氏修建这座城堡,可下了大力气,真个是水泄不通,鼠爷的孰子鼠孙都找不到进去的路子。 鼠爷说话时,一只体形硕大的夜霄张开翅膀,悄无声息的从西边山里飞来,离地大概有三十几丈高下,悄无声息的滑翔着路过了楚氏城堡的城墙。 啪的一声响,楚氏城堡上空突然有一道方圆丈许的灰色连衣荡起,无数细细的电光在这道连衣中剧烈的跳跃碰撞。 一盏超过八尺的夜霄发出一声尖叫,偌大的一只鸟儿,在弹指间就炸成了一缕青烟。 呼呼声中,十几名身形灵巧。 身穿黑色紧身衣的人影从城墙后面翻了出来,迅速绕着城墙游走了起来。 其中三个黑衣人的手中拎着一盏小小的青色灯盏,绿油油的光芒照在城墙上,城墙居然在绿光中变得近乎半透明。 防御森严啊! 鼠爷看着那灯盏,低声咕咙道,这些鬼灯笼,上次鼠爷丢了两条变色龙过去,被这灯光一照都陷了原形。 除非硬打进去,否则想要混进楚氏城堡,不容易。 我还是想试试。 楚天皱起了眉头,他低声说道,或许,我这里有办法。 鼠爷尾巴一甩,歪着脑袋看了看楚天,不知可否的点了点头,那,你试试。 被发现了也无所谓,有人追出来,咱们把他们引到盖山书院,这得有多好。 楚天笑了笑,他悄无声息的向后倒退了几步,然后一步一步离开了楚氏城堡。 他默默计数,暗自盘算着自己和楚氏城堡之间的距离。 过了一会儿,他退到了距离城堡城墙大概有五里多的山林深处,就在一株古墓下面找了一个草窝子,双腿盘绕坐了下来。 鼠爷静静的趴在楚天肩膀上一言不发,他星红色的眼珠子在黑夜中一一发光,好些深夜里出来到处乱逛的恶狼,猛虎之类的野兽,还有几条到处乱窜的毒蛇莫名的浑身一哆嗦,隔着百多丈园就下意识的绕开了楚天所在的草窝。 三年来,楚天一直想要知道楚氏城堡中是个什么模样。 但是防卫森严的楚氏城堡外人根本无法入内,鼠爷为了侵入这座城堡,不知道损失了多少属子属孙。 莫名幸运的是,楚天得了一份古怪的传承,这传承中有一门秘术,正好是他在幽风镜就能施展的。 楚天很想试试,希望这门秘术能够帮他解决三年来的最大难题。 双手交叉,放在胸口,楚天的呼吸变得格外的幽长,纤细。 丛林中,一股莫名的气息悄然扩散开,方圆百丈内,一切虫子,小兽,鸟儿,包括土壤中的蚯蚓之类的小生物,同时陷入了最深沉的甜梦中。 鼠爷突然浑身银毛竖起,小小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极度惊骇,极度猙獰的表情。 他人立而起,一下子跳到了楚天的脑袋上左顾右盼,小小的眼珠子里两道星红色的幽光喷出足足一尺多远,看上去好生射人。 谁在暗算你家鼠爷? 这是,这是,臭小子。 鼠爷只用了一弹纸的时间,就弄清了这股莫名气息的来源。 他猛的低下头,张大嘴吐出了细细的小舌头,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楚天。 这是什么古怪秘术? 粉地让鼠爷都一阵阵的心惊肉跳。 奇怪,楚家祖传的小枕头呢? 鼠爷对楚天堪称是了如指掌,从小就是他一把使一把尿养大的,楚天身上多了什么,少了什么,就算一时间疏忽了,鼠爷也能很快的发现异常。 啊? 那玩意,难不成还是什么宝贝? 鼠爷干脆趴在了楚天脑袋上,歪着脑袋低声的自言自语,好小子,难怪突然成了秘术师。 嘻,这事情现在就鼠爷一人知道,得怎么想个办法,坑那老狐狸,老黄猫一把。 哎呀呀,怎么弄个赌局,才能让他们上当呢? 牟子里的血光收敛,鼠爷长长的尾巴勾了起来,被他一口咬在嘴里,两颗大牙慢慢的啃着长尾巴,他浑身一抽一抽的,不时发出古怪的笑声,显然是得意到了极点。 楚天闭幕,冥想,眉心神俏众数千枚子鹿神章盘旋飞舞,大放光明。 一缕缕轻柔的,寻常人感受不到的幽风从楚天体内缓缓吹出,时灯下,楚天的灵魂逐渐凝成了淡淡的如水汽一样朦胧的人形。 在紫路神张金色,赤色二色光芒照耀下,他的灵魂突然向外移跃,就从眉心神窍中跳了出来。 叶风袭袭吹在楚天灵魂上,让楚天灵魂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寒意深沉,楚天就好像赤身行走在冰天雪地中,浑身上下都冻得厉害。 只不过同样有一缕缕细细的幽风环绕周身,这一缕缕的幽风抵挡住了外界叶风的侵蚀,让楚天只是冻得厉害,行动却不受任何阻碍。 心念一动。 楚天的身体就猛地向前滑去。 无声无息的,地面上有几根极其轻薄的草叶微微动了动,弹指间,楚天就已经滑过了无理多地,来到了楚氏城堡的城墙外。 肉眼看不清楚,楚天的灵魂睁眼看去,就看到偌大的楚氏城堡被一口灰白色的气罩笼罩在内。 气罩中密密麻麻的无数灰色电芒往来飞舞,就连一颗灰尘都别想从密集的电网中穿过。 楚天本能地对这一层灰色气罩感到了一丝畏惧,但是莫名的,他心底却又生出了莫大的信心和勇气。 本能告诉他这一层灰色气罩很危险,但是楚天的直觉却对他说,他可以无视这一层灰色的气罩。 无论这层气罩有多大的威力,都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楚天悄然向前走了几步,灰色气罩就在他面前不到一尺。 看着持续后的气罩中密密麻麻的无数灰色电芒,楚天犹豫了一会儿,他小心地将手臂伸了出去。 一道淡淡的金色,红色混杂的光芒从楚天的身体内涌出,他的手臂丝毫无损地伸进了气罩。 无数灰色电芒在靠近楚天手臂时,就自行绕了一个弯而,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他。 好。 楚天心头狂喜,他猛地向前一冲,整个人就悄无声息地闯入了楚氏城堡。 林木葱龙中,一片片乌射层层叠叠叠地排列开,一处处园林,一栋栋院子,宽敞整洁的石板大道上,一对一对身披软甲的楚氏丝兵往来寻意,一头头虎头敖悄无声息地在黑暗中往来穿梭,随时准备着攻击一切陌生人。 楚天轻盈地飘上了一株大松树,脚尖点在了树梢最细小的枝条上,急目眺望这座战地广阔的楚氏城堡。 楚氏 心中涌起了一层莫名的情绪,楚天摇了摇头,沉声道,且试试,看看这秘法是否有效。 这楚氏城堡中这么多人,他们总不至于一个做梦的都没有。 双手截了个古怪的印诀,楚天轻声念诵起大梦神典中的一段经文。 无声的诵读声引发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楚天的视野中出现了一道道强弱不等,色泽不同的光芒。 这些光芒是橙黄绿青蓝紫珠般都有,强大的光团足足覆盖百丈之地。 烈焰熊熊宛如一颗小太阳,弱小的光团却只有拳头大小,光芒暗淡就好像灯油快要枯竭的灯火。 在楚氏庄园的核心处,楚天更看到了十几团光焰夺目,流光四射的光团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光芒交错在一起,让楚天只是远远地看着就觉得一阵阵的胆战心惊。 而且这些光团核心处都有珠般异象引线,有的光团正中是一团烈焰喷涌,有的光团正中是一座雪山冰川,有的光团核心是一团飓风呼啸,更有光团中间是雷霆奔涌,电光怒射。 好强大的灵魂之力,楚氏的城堡中,居然藏了这么多的秘术师。 楚天远远地看着这些强大异常的光团,不由得嘖嘖惊叹。 不愧是盖州第一的楚氏,家族中的底蕴实在强得可怕。 这些秘术师的灵魂力量太过于强大,楚天不敢贸然招惹,他向四周缩寻了一阵,目光就放在了那些比较弱小的光团上。 当然,同样弱小的光团,他的首选目标自然是那些靠近城堡和新地带的光团。 精挑细选了许久,楚天锁定了一团大概水缸大小,色泽淡青,外表蒙着一层淡淡青色水雾,不断有一道道青色光芒犹如飘带一样从光团中喷出,向着四面八方急速挥舞的光团。 就是他了。 按照大梦神典中的记载,光团外表有铜色的水雾环绕,这样的光团代表他的主人已经陷入了沉睡中。 而光团内却有大量的光带喷勇挥舞,这人正陷入了梦境,他的潜意识正在剧烈活动。 目光锁定了这团青光,楚天身体往前一倾,下一瞬间,楚天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清蒙蒙的小小空间中。 四周都是朦胧的青色雾气,唯有正中一间精致的书房内转来了人声。 嘻,小炎儿乖乖让我摸两把,下个月就抬举你,让你去巴夫人身边伺候。 别躲呀,别躲,嘿,小炎儿的乖乖,别躲呀。 楚天的脸色骤然一僵,这丝感情正在做这等好梦。 不过听他的声音,他似乎在楚氏城堡中,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 第38章 破开魂田之梦种 梦境中,楚安兴奋异常的看着蜷缩在两个书架之间的娇小身影。 他兴奋,他激动,他亢奋,他激昂。 这小炎儿,终于是落到了他的手里,这一次,可容不得他再用那些小手段逃走,他一定要好好的品尝品尝这块小嫩肉的滋味。 三魂七魄犹如飓风来临之时,在海面巨浪之巅跳动的雷火,无比的活跃,无比的激荡。 灵魂力量剧烈震荡,梦境中的楚安那微小的灵魂,此刻犹如一团小小的太阳,迸射出让人目眩神迷的强光。 楚天站在书房的窗口,透过敞开的窗子看着身影朦胧,不断有一道道青色激光喷涌而出的楚安。 这里是楚安的梦境,楚安的灵魂就是这个梦境的创造者,掌控者,在自己的梦境中,楚安可以实现自己白日里只能想想,却没机会争个去做的事情。 他的灵魂波动频率是白天的二十倍以上,他的三魂七魄都在向外喷涌强大的灵魂激流。 大梦神典关于梦境的内容在楚天心头缓缓流过,他的眸子里有金红二色的神光闪烁,在他的视野中,书房消失了,楚安和那个小炎儿的身体也崩解了,只有一道道青色的奇异光芒在急速的跳动。 每一条最细小的清光,都是楚安的一个念头。 在梦境里,楚安谈指尖能有数千个甚至是上万个念头随生随灭,他的灵魂活动比白日里要强出许多,游离出的灵魂力量更是强大异常。 无数个稀奇古怪的不受自我意识控制的念头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或者疑你,或者诡异,或者恐怖,或者肃杀的梦境。 而此刻楚安享受的,毫无疑问是美梦,让他心旷神怡的美梦。 在无数条急速跳动的清光中,楚天听到了小炎儿尖锐的哭喊声,听到了楚安得意的浪笑声,随后是各种无法名状,不可描述的声音犹如暴风骤雨,一波波的袭来。 楚世城堡建立在一处风水堡地上,城堡下方就有一条天地灵髓凝聚而成的灵晶矿脉,这里的空气中游离的天地灵髓比丐洲其他地方浓郁和止十倍。 楚安现实中的身体不安分地扭动着,他的身体温度上升,眼珠急速地旋转着,他的身体机能在以一种超出白日里急速奔跑时还要剧烈的状态运转。 一丝丝天地灵髓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钻进楚安的身体,融入他的灵魂,然后又化为无数条青色的激光从楚安的灵魂中游离散失。 原来如此。 楚天微笑着,他通过观察陷入梦境的楚安身体和灵魂的变化,大致弄清了大梦神典入梦的玄妙。 侵入他人梦境,不仅仅是好玩的游戏,更是大梦神典最重要的辅助秘法。 开! 看着四周青萌萌一片的混沌虚空,楚天一声清喝,双手向前一挥,一道金红二色纠缠的雷霆狠狠破开了青色的朦胧雾气,炸开了一块方圆丈许的空间。 青色的朦胧雾气下沉,在这里凝成了一块小小的闪耀着青色灵光的土地。 楚天清笑,他快速送读大梦神典中的皱纹,双手连连结印,凭空一点金红二色的神光在他指尖凝聚,快速凝成了一颗绿豆大小,光洁如玉的宝珠。 破开魂田,直入梦中。 楚天清喝一声,指尖隐隐被一层淡淡雾气缠绕的金红二色宝珠低落,重重落在了那块小小的闪耀着青色灵光的土地中。 啪的一声,宝珠张开,青色的土地上有两片金红二色的嫩芽无风自动,冉冉从土中钻了出来。 小小的嫩芽根系发达无比,无数笔头发丝还要细小百万倍的金红二色根精急速的攀缘生长,迅速将这块青色灵光闪烁的土地裹得结结实实。 现实中,躺在踏上的楚安呼吸变得悠长有力,一丝丝天地零碎不断钻进他的身体,融入他的灵魂,他青色的灵魂光团中,再也没有一丝激光涌出。 每一弹指尖,楚安有上万个念头滋生,这些念头纷纷化为一点点青色的光雨飘落,无声无息的落在了两片刚刚生出的嫩芽上。 小小的嫩芽轻轻的摇晃着,眼看着就长大了这么一丁点儿。 楚天站在魂田边缘,静静的看着这两片嫩芽。 心头颇有感悟。 人的灵魂玄妙无比,就算在鱼顿之人,他在做梦的时候,剧烈波动的灵魂都会自行吸纳天地零碎,构成一个个大大小小奇妙无比的梦境。 这些天地灵髓在构成梦境后,有一小部分会沉淀在灵魂中,但是更多的却是化为强烈的情绪波动,化为各色灵魂激光重新回归天地。 在这过程中,这些灵魂激光还会带走一部分人体的精气,所以常年累月做噩梦的人,他的身体比起常人就会虚弱许多。 大梦神典,破开魂田种梦种,就是在被侵入的人灵魂中开辟一块奇妙的无形的,无可捉摸的田地,种下独属于楚天的梦种,吸收这些游离散尸的力量,灌溉梦种,强大梦种,只待楚天来收割的那一天。 楚天其实已经亲身感受过梦种的威力。 从他出生以来,他每天夜里都会做噩梦,在他的魂田中,实则就已经被那小小枕头种下了梦种,他每天夜间散尸的所有情绪力量,都被梦种彻底吸收,没有一丝半点的遗漏。 十八年的梦境力量,让楚天接收大梦神典传承的那一瞬间,不仅仅让他的灵魂比常人强大了十倍以上,这股力量乃凝成了修炼大梦神典所需的那一盏石灯,更直接改造楚天的身体,让他从一个武道资质只能算优良的普通人,变成了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天武之体。 这就是梦种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十八年噩梦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就能做到如此神奇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八年中,楚天从一个婴孩成长为一个少年,而婴孩和儿童的灵魂力量无法和成年人相比,他在人生最初的十一二年的时间内,他的梦种能够得到的力量极其有限。 就这样,他做了十八年噩梦凝聚起来的力量,都让他脱胎换骨,超出凡人。 你是第一个。 楚天看着青色灵光闪烁的魂田,很满足的微笑着。 青色的雾气中,不断传来楚安得意洋洋的咆哮声,不断传来他声嘶力竭的辱骂声,更有小颜而淒厉的哭喊声和绝望的呻吟声不断传来。 楚安的情绪波动得极其厉害,梦境中他的情绪波动越剧烈,他的灵魂和天地灵髓之间的交流就越强烈,他的灵魂在单位时间内吸收的天地灵髓就越发浓郁。 大片大片细小的青色光雨从天而降,不断落在魂田中小小的嫩芽上。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两片小小的嫩芽之中就长出了第三片嫩芽,魂田中的根系又增长了些许。 楚天手一挥,四周青色的雾气剧烈的震荡了一下,刚刚崩解的梦境又在他面前重新凝聚。 小小的书房中,两排书架间,身躯强壮的楚安压着身形娇小的小炎儿,正气喘如牛的疯狂冲击。 乖,叫大声些,让安爷爽过了,明天安爷就给你好处。 楚安嘎嘎怪笑着,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那张被淡淡雾气笼罩的小小脸蛋。 嘻,你知道我是八夫人的心腹,一句话的功夫,就能让你去八夫人身边伺候。 不比你整天打扫这书房来得快活。 楚安志德意满的剧烈运动着,气喘吁吁的说道,等你讨了八夫人的欢心,让你家几个弟弟,妹妹都来楚家宝做事,不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楚天站在窗口,静静的看着楚安。 这里是楚安的梦境,一切都由楚安的念头组成,按理说楚安是这里的主宰,一切风吹草动都会被他无数个翻滚的念头立刻感知到。 楚天却好像高高在上俯瞰红尘的神灵,楚安这个梦境的主人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 真是一个美梦。 只不过,你这种家伙,这美梦也未免太便宜了你。 楚天眯着眼笑呵呵的点着头,梦中情绪变化越是激烈,灵魂吐纳天地零髓的效率就越高。 那么魂田得到的情绪力量也越多。 那么,试试这个。 双手轻轻挥动,楚天开始翻阅楚安从出生开始的记忆。 在白日里,每个人的心灵都被自我意识上了枷锁,好些事情他们不会想,好些东西他们不会说,他们本能的在自己的心头设下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 但是在梦境中,普通人的心境毫不设防。 就算有这么一些人,在梦境中依旧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这对楚天来说也没什么用。 楚天飞快地翻阅着楚安的记忆,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的所有人生历程,好些楚安自己都已经遗忘了的事情,此刻一五一时的暴露在楚天面前。 嗯?上述五代,都是楚氏的家生子,所以深得信任。 十八年前,楚安是负责楚氏在外一片桑残庄园的小管事,十八年后才突然调回楚氏本部出任管事一职。 嗯,十八年前调回来的。 一边翻阅楚安的记忆,楚天一边将一些可能有用的信息寄了下来。 最终,楚天找到了楚安这辈子最害怕的东西。 那还是楚安年幼时,跟着自家长辈去巡视楚氏的桑林,在山中突然见到了一个被野兽扑杀,吃掉了大半的楚氏奴隶的尸体。 血淋淋残破不堪,已经腐烂发臭,上面还有各种蠕虫钻进钻出的尸体,让楚安足足做了大半年的噩梦。 楚安花费了好长的时间,才将那可怕的记忆封锁了起来,强行遗忘了这一段记忆。 这几年来,随着他的地位水涨船高,他养尊楚优享受惯了,这一段年轻时的记忆,更是被他丢去了九霄云外。 做人不能忘本,纵然你现在身处高位,也要时刻想起年轻时的痛啊。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楚安,所以,小炎儿这种小丫头,以后就不要在你梦里出现了。 以后在梦里陪伴你的,就是这具尸体了。 大梦神典最为猥琐的地方,就是能够强行操控他人的梦境,并且为他人的梦境设定各种环境,各种事情的经过,各种各样的人物等等乱七八糟的条件。 尤其是,大梦神典能够让一个梦重复数年,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更久。 犹如复古之躯,你根本找不到驱散的办法。 楚天呵呵怪笑着,他双手轻轻一点,就将他在楚安记忆深处,最角落里的那恐怖画面丢了出去。 在两排书架中,正在努力冲杀的楚安突然击零零打了个寒颤,被他压在身下的软玉温香的小炎儿,居然突然变成了半截血肉模糊,面容猙獰,形容极其可怕的尸体。 安爷,好好疼爱奴家。 那半截而腐烂的尸体嘎嘎笑着,两个血肉模糊的眼眶一抖,向楚安抛了个眉眼。 两条已经被野兽啃得乱七八糟的手臂突然移动,用力的搂住了楚安的身体。 我的!爹呀! 梦境中,楚安突然声嘶力竭的大吼了一声。 现实中,楚安的身体骤然喷出了大量粘稠的冷汗,他胸膛剧烈起伏着,灵魂的波动幅度比白天里起码增强了上百倍,一缕缕常人无法感知的天地灵髓犹如潮水一样涌入他的身体,迅速填充进了他的灵魂,弹指间化为上百万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盘旋。 梦境不受控制,瞬息间楚安滋生的上百万个念头千奇百怪,乱七八糟,好些念头都匪夷所思,简直超出常人想象。 七情六欲情绪波动犹如海啸一般席卷楚安的脑海,他的魂田上空不再是一点点青色的光雨飘落,而是一道青色的瀑布呼啸着当头砸了下来,重重落在了三片稚嫩的梦种嫩芽上。 三片梦种嫩芽好似无底洞一般,直径丈许的青色瀑布呼啸砸下,被他们毫无压力的一口吞下。 眼看着嫩芽啪啪啪的生长了出来,眨眼间嫩芽就长高到了一尺高下,抽出了七八根细嫩的枝条,长出了上百片嫩叶。 十几片拇指大小的金红二色交织而成的雾气盘绕着小小的树苗,雾气中隐隐有龙头凤尾子路神章若隐若现,散发出让人心魂荡漾的神奇魅力。 那腐烂的尸体还死死的搂着楚安。 楚安还在哭天喊得的嘶吼着,惊恐万分的尖叫着。 换成普通人,此刻他们早已因为受惊过度从噩梦中惊醒。 但是楚天稍微用了点小手段,让梦境的吸引力稍微大了一点,大概还要有一盏茶时间,楚安才能脱离这个可怕的梦境。 好好享受吧。 楚天笑了笑,手一招,梦种树苗上的上百叶片轻盈的飞起,迅速融入了他的身体。 楚天脱离了楚安的梦境,迅速侵入了下一个目标的梦里面。 一个,一个,又一个。 短短一个时辰内,楚天侵入了上百楚氏所属的梦境中,突然他很欣然的笑了起来。 抓到大鱼了。 第39章龙门宴的情铁 东边山头被一缕朝霞染红石,一缕幽风穿林打叶,裹着楚天回到了草窝中。 肉眼不可见的灵魂像盘坐在地的身躯一扑,草窝四周方圆树杖内的草叶微微一晃,百杖内沉睡的虫质,鸟雀之类的小生物同时从最香甜的梦境中苏醒。 鸟儿开始欢快的鸣叫,拍打着翅膀冲上了天空。 几头小兽从自家巢穴中窜了出来,欢快的抖动着身体。 地下的蚯蚓,虫子快活的行动着,蚯蚓继续钻地,虫子继续蹦跶。 楚天四周百丈内的山林,突然充满了鲜活的生机活力。 肉眼看不到,但是只要感知稍微灵敏一些的人,都能察觉到这一片山林和附近其他山林的迥然不同。 其他山林好似灰色的,唯有这一小片山林鲜嫩轻松,散发出绿莹莹惹人喜爱的生气。 这些鸟儿,小兽,虫子,它们一夜无梦,它们的灵魂静密如古井,一丝丝天地零碎融入了它们的身体,没有丝毫外泄。 它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一定的增强,却没有任何消耗。 所以它们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强壮了一些,精神充沛而精灵,状态好的无以复加。 一丝丝奇异,充满某种神奇韵味的力量从方圆百丈内的小生物体内飞跃而出,悄然融入了楚天的灵魂。 楚天感受到了这些力量的存在,也感受到了这些力量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但是它并没有直观地察觉到,这些力量对它有什么好处。 它的五元修为并没有因为这些奇异的力量而增加一丝半点,它的法力也没有因为这些奇异的力量雄厚一丝半点。 这些力量来了,融入了楚天的灵魂,好似什么都没改变,却又好似改变了某些楚天如今还无法感知,无法碰触的奇异之物。 闻,有点意思。 楚天笑着向四周活生生,水灵灵的山林看了一眼,那些鸟雀飞上了高空,它能清楚地感知到这些小家伙心中的愉悦,感知到它们体内充沛的精力。 对了,法力。 楚天突然醒悟,它忙活了一个晚上,种下了上千个梦种,给上千个幸运的楚氏所属更改了梦境,收割了它们大量的灵魂散尸力量。 这些力量经过大梦神典的转化,可都化为了它的法力囤积了起来。 凝神内势,眉心神窍中,楚天的灵魂绕着小小的石灯转了一圈。 灰扑扑的石灯上似乎多了一丝光泽,比起楚天刚刚得到它的时候,这盏石灯似乎变得好看了一丁点儿。 巴掌大小的灯盏中,沉淀了足足有黄豆这般厚的一层灰色法力,一晚上的忙碌,收割得来的法力比楚天自己苦修三个月的所得还要丰厚得多。 灯盏上的灯火变亮了一点,悠悠灯光照耀四方,原本仗许方圆的空间似乎向外扩张了一历。 楚天的灵魂凝实了些许,虽然依旧是朦朦胧胧的水气状态,可是脸上的五官清晰了一些,隐约能辨识出它的那一对儿如同利剑的眉毛。 稍微激发了一下石灯上的风之天印,一缕缕幽风在身边盘旋缠绕,原本只能笼罩深周三丈范围的幽风,此刻已经扩张到了三丈六尺。 换言之,在战斗的时候,楚天能够完全掌控感知的范围增大了许多。 幽风环绕在身边,身体更加轻盈,楚天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缕细细的绒毛,只要一缕清风,它几乎能离得飞起。 当然,这只是错觉,现在的楚天距离腾空飞行的境界还差得远,但是它奔行的速度肯定加快了不少。 得找个机会,用根专门测试密术师法力修为的亮天池来,看看我现在的法力修为,相当于什么境界的密术师了。 楚天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身体。 在草窝中静坐了一个晚上,换成普通人早已浑身僵硬冰冷。 但是楚天浑身经络全盘通畅,五元自行流转,一夜静坐他的身体依旧充满活力,而且五元修为还增加了不少。 趴在楚天头顶上的鼠爷抖了抖尾巴,两个爪子用力的抹了抹嘴边的胡须,身体前倾,半截身体挂在了楚天的额头上尖声尖气的问道,鼠爷不管你昨晚上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去了,自己小心就是。 折腾了一晚上。 有什么发现吗? 向四周张望了一阵,楚天抓起鼠爷放在了自己左肩上,脱下了头上戴着的白狐狸皮面具,将整条长长的狐狸皮卷了起来,递到了鼠爷嘴边。 鼠爷张开嘴,一缕银色气流从他嘴里喷出,卷住了比他的身体大了数十倍的狐狸皮卷而,一道荧光闪过,弱大的狐狸皮卷被他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他摇晃了一下身体,尾巴轻轻的甩了甩,快说吧,昨晚上,难不成你还真浑了进去? 鼠爷向楚氏城堡的方向望了一眼。 嗯,我得了一门惊人的传承。 楚天想要向鼠爷述说一下大梦神典的事情。 闭嘴。 鼠爷转过身体,一尾巴抽在了楚天的脸上,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红印子,打得楚天嘶嘶到抽冷气。 这一下很是沉重,痛得很啊。 小子,鼠爷吃过的盐,比你十辈子吃过的米都多。 鼠爷摇晃着尾巴,细声细气的立声训斥道,所以,不管你得了什么,从哪里得的,是谁给你的,藏在心里,烂在肚子里,最好自己都忘记这些东西,就当这些东西是你生下来就会的。 你只要告诉我,你昨晚上弄到了一些什么。 至于说你用什么手段弄到的,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鼠爷严厉的说道,一个人,若是没有几手压相抵的本事,迟早会死无脏身之地。 我从小怎么教你的,你忘了不成。 楚天张了张嘴,看了看一脸严肃的鼠爷,最终他认真的点了点头,还真,弄到了一条大鱼。 目光凶狠的盯着楚天看了好一阵子,鼠爷甩了一下尾巴。 尖声问道,有什么发现吗? 楚天快步向盖州城的方向走去,一边快速奔走,他一边说道,楚铁徒有个二十出头的儿子,是楚鞋的心腹侍卫,他时刻跟在楚鞋身边,楚鞋做的大半事情,楚氏的风吹草动,他基本都知道。 通过他,以后楚氏的一举一动,我都会知道。 楚天手痒,用力的扯了一下鼠爷的胡须,鼠爷尾巴一动,很快活的在楚天的另外一边脸上又抽了一下。 太阳从东边山头上露出大半个脸的时候,楚天穿着一件半长布短的外套,蹬着一双牛皮底的靴子,骑着老黄狼慢悠悠的来到了盖州城南门口。 城门刚开不久,好些车马,行人正在出城,好些附近村镇的农人也正准备进城,一些认识楚天的猛不丁的见到了他,顿时一个个平住了呼吸。 各位老少爷们,嘿,怎的?都以为我楚天是死人了。 干脆在老黄狼背上盘起了双腿,楚天摆出了一副市井无赖最标准的嘴脸,嬉笑着卷起了袖子,拔出了一柄牛角尖刀握在手中,轻轻的在自己的左胳膊上画了一下。 一层油皮被锋利的尖刀切开,一缕极细的血痕气了出来。 看好喽,盖州的诸方爷们儿。 我楚天前天夜里是吃了大亏,金子被借走了,兄弟伙伤损了不少。 得,使劲起了,咱大出血了。 楚天吊儿郎当的堵在了盖州城南门口大声叫嚣着,可是呢,咱楚天还活着,留得青山在,漫山遍野都是柴火,咱不怕没柴烧。 山不转水转。 咱这次倒霉了,总有走运的那天。 楚天冷笑着,大声喝道,不要让咱找到是谁背后算计咱爷们,这事啊,咱没完。 一万五千两金子啊,他娘的。 三言两语中,一个市井泼皮,狠辣人物的嘴脸被楚天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放下了一大通一定要报仇血恨的大话,这才拍了一下老黄狼的脑袋,在无数人奇异而复杂的目光中走进了盖州城。 猛不丁的,几个市井闲人挑着大拇指大声叫了一声,楚当头好汉子。 这些最底层的市井汉子心中,楚天是一个敢担当,敢作为的好汉,但是在那些稍微有点层次,有点地位,有点人脉渠道的人眼里,楚天就是个不知道死活的蠢货。 周冰死了这么多人,灵氏死了这么多人,更要命的是,楚氏还死了一个供奉。 这笔账,真正要算起来,可都要算到楚天的头上,他是罪魁祸首啊。 他不趁早跑路,逃得越远越好,他居然还一大早的进了盖州城,还在城门口大放厥词。 他难道就不知道,前天夜里,真正想要截他金子,要他小命的,除了那十几户见钱眼开的大户人家之外,还有灵氏,还有司马太守呢? 而在更高层次的,站在盖州最高处的那些人看来,楚天无论如何都是个死人了。 李迁,赵阔等六个大家族的嫡系子弟莫名失踪,他们的护卫死在了楚氏的矿场外,这件事情已经彻底将楚氏卷进了浑水里。 以楚氏少逐楚邪一贯以来的脾气,楚天估计也就还能活个一两天吧。 对独霸盖州的楚氏而言,灭掉几个身上有点小小嫌疑的侍警满汉,这算是一回事吗? 骑着老黄狼,楚天一路熟练的说着江湖长面话,一边向路边行迹鬼秘的那些市井好汉打着招呼,宣示着自己依旧活着,而且活得很是逍遥自在,一路慢悠悠的向青柳小柱行去。 哎,蜀爷,见了洪姑,咱得怎么说呢? 楚天一边向路边的市井好汉打招呼,一边回头向自己肩头看了一眼。 肩头上空荡荡的,还没到盖州城门口,蜀爷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也不知道他去哪家大户人家去窜门子了。 楚天干笑了一声,皱起了眉头。 昨天他冒险和楚氏的人过了过手,这里面的经过,应该告诉绿姑和洪姑多少呢? 全旁告诉他们。 还是有保留的告诉他们。 真是麻烦,总感觉,这里面没这么简单。 楚天皱着眉头,有点愁眉苦脸的叹了一口气。 十八年前的事情,还有如今楚邪身边的那些楚氏司君。 这事情,没这么简单,就这样把绿姑和洪姑卷进来,好吗? 怎么说,这些年,他们对咱兄弟真心不坏。 则,虽然大家走得道而不同,但是总不能恩将仇报北。 楚天看着前方清流小柱的大门,悠悠叹了一口气,也是两个可怜的女人啊。 则,则则。 楚荡头,楚兄,真巧,在这里碰到你了。 清朗的笑声传来,一条紫色人影一晃,笑得无比淫荡的紫霄声猛的挡在了楚天面前。 老黄狼被突然出现的紫霄声吓了一条,他张开嘴就要咬紫霄声的小腿。 紫霄声黑得怪笑一声,戴满了戒指的左手一拳砸下,大拇指上戴着的那枚大班纸正好砸在了老黄狼的鼻头上。 老黄狼嗷呜一声趴在了地上,鼻头酸溜溜的胀痛,眼泪水哗哗的就冒了出来。 老黄,熟人,别乱咬。 楚天拍了拍眸子里凶光怒射的老黄狼,无可奈何地向紫霄声抱了抱拳,哈,这位公子,你认识我。 哈,哈,哈,楚兄好幽默。 你和我可不是第一次见面,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 紫霄声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手掌一翻,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份金灿灿的折子,随手丢进了楚天怀里。 拿,楚档头,就不说废话了。 紫霄声志得意满地说道,经过昨夜我苦心劝说,小只以情,动之以礼,终于让周刘云周学士同意,就在今天正午时分,在盖山书院召开龙门宴,同时也是庆祝他在盖山书院收录第一批门人弟子。 悉,昨晚上消息就已经散了出去,就连这请帖,也是连夜做好了。 在下不才,自许有几分主持调度的本领,所以特意请命,做了这次龙门宴的大总管,负责一英大小事务。 紫霄声快活地向楚天笑道,楚档头年轻有为,深藏不露,正是荒野藏麒麟的典范,所以,这请帖自然有你一份。 楚天茫然地看着手中用纯金打造的请帖,长一尺,宽六寸的请帖足足有一斤多重,这可是纯金啊。 虽然是连夜打造成的请帖,可是请帖上的花纹精美,做工精良,龙门宴三个大字更是龙飞凤舞,别有一番气势在内。 很显然,紫霄声没有吹牛,他的确很有能耐,能够在短短一夜间,做出这样精美而华贵的请帖,这份本领不小啊。 可是你盖山书院开龙门宴,一群读书的酸书生的事情,你对楚天下请帖。 楚天有点恼羞成怒,他死死盯着紫霄声冷笑道,紫兄,你是看热闹不怕事大吧? 紫霄声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果然,楚档头和我是熟人,这不就记起我的名字了吗? 嘻,难道楚档头是个怕事的人吗? 快刀斩乱麻麻。 紫霄声笑容可居的向楚天挥了挥手,期待楚档头的表现哦。 切记,切记,是今日正午,持行帖去盖山书院参加龙门宴。 若是楚档头不去,呵呵。 一道紫影一晃,紫霄声跑得无影无踪。 第四十章八方风雨会盖州 因为周刘云的回归,在司马太守和楚氏的平和相处下,显得颇为祥和宁静的盖州,已经不知不觉被一大团阴云笼罩。 楚天乐颠颠的跑来搅浑水,一通肆无忌惮的放手杀戮,更是和周刘云的回归这件事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笼罩在盖州城上空的那一团阴云,在短短几天内就发酵成了一团可怕的雷暴云团。 原本,按照周刘云、司马追风的读书人做派,这团雷暴虽然迟早会被引发,可是不会爆发得太快,破坏力也不会显得太大。 唯恐天下不乱的紫霄声漠然登场,谁也不知道他和周刘云说了什么,在这要命的时间点上召开的龙门宴,就好像一柄杵在面门上的钢刀,将好多人逼到了不得不做出抉择的绝境。 一份份纯金铸造的琴铁犹如欢快的小鸟,一大早的飞进了盖州城的头面人家宅底。 更早的时候,在天还没亮时,有更多的龙门宴琴铁,已经通过某些秘密的渠道,向四面八方散发了出去。 盖州有头有脸的人家,宁州的豪门大族,芒州的大户人家,各州,各府,各县的官员,还有统军的将领,总而言之,这三州地面上,只要是手上有点权势,库房中有点家底的人家,几乎被紫霄声一网打尽。 根据从盖山书院流出来的小道消息,如果不是周刘云和寻玉两位学士以死相抗,紫霄声甚至还专门为镇三州的巨扣魁首制作了一份情帖。 周刘云将长剑架在了脖子上,寻玉将脑门对准了一张石桌的桌子角,两人和紫霄声争吵了足足一刻钟,紫霄声才幸幸然地打消了邀请镇三州巨扣参加龙门宴的念头。 日上桑干的时候,白蟒江渔庄无数渔人画着渔船靠岸,正满脸嬉笑的和各家各户的采办管事讨价还价的时候,白蟒江口的方向,白蟒江和大龙江交汇的水域,突然传来了低沉有力的吼叫声。 江面上突然掀起了半尺高的浪花,一波波细浪拍打着江岸。 东南方向的江面上,大片水汽冲起来上百丈高,低沉的吼叫声中,一道道水柱笔直的冲起,化为大片水花坠落。 茫茫水雾中,三头通体灰褐色的巨兽在水面上露出了半个脑袋,嘴里叼着硕大的缆绳,快如奔马的像于是码头下游三里地的盖州城商货码头游去。 好大的三头江牛。 一名七八十岁的老渔人爬上了插在船头的竹高,手掌搭在眉毛上向着水雾生腾的方向望了一眼,不由的大声惊呼。 江牛,体如河马,却生了一颗大骨牛头,是十万满荒的大江中特有的水兽。 江牛平时性格温顺,体型壮硕,力大无比,尤其某些江牛一种有操控水流的天赋秘术,任凭你多凶险的大江大河都能平躺而过,而且游动的速度快得惊人,其中佼佼者一个时辰能够在江水中冲出数千里地,并且用这个速度连续游动数日夜之久。 眼前的三头大江牛体长超过十丈,在江牛中也是体型格外壮硕的存在。 他们头顶的牛角色泽清黑,不时有大片的水雾从茁壮巨大的牛角中喷出,可见他们都是觉醒了控水天赋的一种。 他们嘴里叼着持许粗的揽绳快速的游来,在他们身后数十丈外,一条蒙冲楼船犹如一座小山,快速奔驰的楼船掀起了高有丈许的白浪,哗哗有声地被三头江牛拖拽着行了上来。 高达五丈,长有三十丈开外的楼船的船头上,一左一右插着两块色泽珠红的刃牌。 左边的刃牌上用金漆书写了明州太守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使用的,是大进如今通用的工笔字体。 船头右边的刃牌上则是一个硕大的,笔记犹如刀匹斧舵,字体古朴厚重的古传诸字。 明州太守朱洁大人的作剑,乖乖,这是出什么大事了? 相距不过树里地,阳光驱散了江面上的薄雾,船头上的两个刃牌又格外的巨大,远远的于是码头上的渔人们都看清了刃牌上的字迹。 明州太守朱洁,和咱们太守的关系可不好啊。 一个年轻的渔人低声念叨着,据说当年咱们司马太守上任时路过明州。 朱太守设宴款待,被咱们司马太守当面痛斥他不学无术,残虐百姓,呵呵。 闭嘴。 年轻渔人身边,几个老城稳重些的渔人急忙呵斥。 三头江牛放慢了速度,在船上水手的操持下,巨大的楼船缓缓缓地靠在了盖州城的商货码头上,一条流金的弦梯搭在了码头上,一身赤红色长袍,只是用一根玉簪子挽了个发剂,并没有带官的明州太守朱洁背着手,慢悠悠地迈着四方不当先走下了楼船。 站在码头上,朱杰用力地跺了跺脚,惨白的马脸上露出了一丝奇异的笑容,盖州,嘿。 司马追风,嘿。 诸位呵,此番,我们可是来为周刘云周学士捧场的。 诸位可望望不可望了此行的来意。 一大裙穿着紧缎袍服,浑身珠光宝气的中年男子顺着弦踢鱼灌而下,他们嘻嘻哈哈地和朱杰一通寒暄。 不多时,一架驾精巧的马车被赶下了楼船,这些人上了马车,排成一条长龙,慢悠悠地向盖州城行去。 有消息灵通的人已经摸清了这条楼船上那些华贵男子的身份,他们尽是明州各大家族的头面人物,收了以周刘云名义发出的龙门宴请帖后,他们被朱杰召集在一起,动用了明州水师的一条战船,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在这条楼船后面,还有随行护卫的八条蒙冲战舰。 这八条体型同样巨大的战舰并没有靠上码头,而是一字而排开在了宽阔的白蟒江面上,摆出了一副严阵以带的架驶。 船上的水手解下了拉船的缆绳,二十几头拉船的江牛欢快地在江水中嬉戏,掀起了一波波高有数尺的大浪,搅扰得岸边停靠的渔船摇晃不止。 来者不善啊。 就算是最愚钝的人,都看出了朱杰大张旗鼓的带着众多民州士家的代表赶来盖州,分明有点趁机声势的味道。 朱杰的坐舰刚刚靠岸不久,就听得大龙江的方向再次传来了高亢的长啸声。 拉船的江牛有点惊慌的躁动起来,分明一副碰到了天敌的架驶。 就看白蟒江面上大片水雾升腾而起,六条满口历尺临巡的龙沙拉着一条萌冲巨剑化开水面,永远比刚才朱杰坐舰快了一倍有余的高速呼啸而来。 龙沙,同样是十万满荒水域中的独特水兽。 他们体型修长,体型如龙而舞爪,却生了一张临巡巨口犹如海沙,是十万满荒水域中最顶级的猎杀者之一。 他们游动的速度极快,耐力远不如江牛,但是在三五个时辰的短途冲刺中,他们的速度最快能达到江牛的三倍以上。 六条龙沙鸡荡拨浪而来,他们拖拽的楼船上,同样处着两面刃牌。 芒州太守,莫。 芒州太守莫与大人来了。 呵,他们的阵仗可不小,随行的护卫大船,整整三十条。 于是码头上,有渔人爬上了江边大树,一边向远处眺望,一边大声的叫嚷着。 能不多带点人吗? 芒州和民州之间的一段而江面,可算是镇三州的地盘。 不多带点护卫,芒州太守若是被镇三州的巨扣给绑票了,那才是丢人现眼。 龙沙尖锐的鸣叫声中。 芒州太守的坐舰缓缓靠上了码头,身穿一球宽大的青色长袍,手持一根藤杖,白发银须颇有出尘飘逸之姿的芒州太守莫与在两个侍女的搀扶下,颤巍巍的顺着弦踢走到了码头上。 站在码头上喘了一口气,莫与眯起小小的三角眼,左手很自然的扶在身边侍女柔嫩的腰之上。 诸位喝,喝喝,喝喝,龙门宴,一丈多长的金林大鲤鱼。 好,好,好,这次,来得对呀。 勾搂着腰身重重的咳嗽了几声,左手顺势向下滑了半指,莫与浑浊的眼珠转了两圈,慢悠悠的说道,周刘云周学士,白路书院的宝学夫子,好,好,好。 意味不明的说了几句莫名的话,莫与不再吭声,踏上了一架马车,在数十名护卫的簇拥下,马车轻快的向盖州城行去。 在莫与后面,数十个在芒州手段通天,平日里足以呼风唤雨的世家人物神色阴郁的坐上了马车,匆匆的跟在了莫与队伍的后面。 和明州的船队一样,莫与随行的三十条蒙冲战舰并没有靠岸,同样一字而排开在了白蟒江的江面上。 白蟒江于是码头,商货码头上的众人还没从明州太守,芒州太守接连到来的震惊中苏醒,空中又传来了高亢青阳的鸟鸣声。 大团阴影快速的划过地面,码头上的众人纷纷抬头,就看到一头头一展树杖的巨琴或者三五成群,或者十几头聚集在一起,犹如一块快乌云快速的划过天空。 那些巨琴的背上都坐着三五不等的人,其中有男有女,一个个衣室进阶华美。 码头上好些盖州大户人家的管事们揉了揉眼睛,隔着百多丈的距离,他们依稀认出了这些骑在巨琴上的人是什么来路。 明州,芒州的顶尖世家人物们,都跟着朱杰和墨宇,搭乘他们的作件赶来了盖州。 而那些中等,下等家族的代表,他们显然还没有资格得到朱杰和墨宇的邀请,但是他们同样收到了龙门宴的请帖。 他们只能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十万火急的赶来。 这些中小型家族没有那个财力驯服,豢养江牛,龙沙这样的巨兽,但是十万莽荒中尽有无数的巨琴可攻乘坐。 这些巨琴飞行绝迹,速度远比江牛,龙沙还要快出许多。 在十万莽荒周边,除了高空中风有点大,吹得人难受,驾驭这些巨琴长途跋涉,可比乘船安全多了。 左一波,右一波,眼看着明州,芒州数百中小家族能当家作主的代表乘着巨琴从空中飞过,码头上的众人无不平住了呼吸,今日他们所见的场面,足够他们未来大半年吹嘘,讨论的。 骤然间,一声低沉的战鼓声从白蟒江口方向传来。 还有人来。 吓,好大的船,这,这是,这是什么船? 一个趴在大树上的渔人朝着鼓声传来的方向望了过去,他身体一哆嗦,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 桂杆如林,船帆如云,色泽奇异犹如天空云霞的船帆上一枚一枚硕大的浮印闪亮,江上的风很小,这些巨大的船帆却自行鼓风,推动着巨箭逆流而上。 原本明州,芒州水师的蒙冲战舰,在十万蟒荒周边已经是顶级的巨箭,高有五丈,长达三十多丈的战舰足以横行十万蟒荒的大江大河。 可是和眼前这些并排使来,犹如大山一样的巨箭相比,两周的战舰顿时显得相行见处。 十条巨箭并成一排,高达十余杖的船头上雕刻着猙獰的兽头,也不知道这些兽头雕像有什么玄虚,他们的嘴里,眸子里不断的喷出浓烟和强光,让人望而生畏。 长达近百丈的船体通体用黑漆漆的钢板卯钉而成,厚重的钢板上铭刻了密密麻麻的古怪痕迹,不时有一道道奇异的流光顺着这些痕迹,从船头快速的流向船尾。 并成一排的巨箭犹如大山压顶,排开巨浪呼啸着逆流而来,民舟,芒舟的蒙冲战舰忙不迭的向远处避让,不敢挡在这些巨箭的航道上。 饶势他们躲闪得快,巨箭掀起的浪花依旧推着他们的船身剧烈摇晃,浪头甚至拍到了他们的甲板上。 一眼望去,大大小小的铁甲巨箭绵延近百里,大大小小起码有三百多条。 好些巨箭的船头上都处着巨大的战鼓,有光着膀子的大汉手持鼓锤,在战鼓旁蹦跳雀跃,不断敲响巨鼓,升阵百里。 在那些巨箭的船帆上,一枚枚复杂而美丽的佳辉文章迎着太阳,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在这些佳辉文章下面,是一枚枚构传字书写的家族形式,当先的数十条巨箭的船帆上,可见李、赵、林、石、乔、韩六姓。 昨日被楚天击杀的那六位大族公子李迁,赵阔一行,他们的姓氏正是这六姓。 这些巨箭来自大晋腹地。 这些巨箭是和周刘云有着合作密约的各大家族对周刘云的援助。 这些巨箭在周刘云动身返回盖州之前,就已经向盖州进发。 只不过周刘云轻装减刑,他回到盖州的时间早了几天,这些巨箭在今日才恰恰赶到。 是凑巧,或者是天意,距离龙门宴召开前两个时辰不到的关键点上,来自大晋腹地三十二家豪族的联合舰队,浩浩荡荡地抵达了盖州,来到了距离盖州城只有三十里的商货码头。 第一批十条巨箭蛮横地靠上了码头,其中一条巨箭还一头将商货码头的一条战桥撞得稀烂。 一道道钢板铸成的闲梯从敞开的船舱伸出,大队身披甲咒,全副武装的家族撕兵鱼贯而出。 哗啦啦声响,一面又一面家族战骑升起,在尘峰中烈烈飞舞。 第四十一章阿狗的战争 一队人马匆匆赶来,领头的一头独角马背上,是一尊身高八尺开外,腰围将近九尺,通体都是雪花般大白肉的大胖子。 有认识的他的人惊声叫道,呀,是灵士的大总管灵兽,他怎的亲自来了? 和两天前死在虎牙口的灵符不同,灵兽是灵士真正意义上的大管家,操持灵士的一切内外事物,实权仅在灵士当今家主之下。 若非真正重要的事情,寻常人哪里有亲眼见他的机会? 比灵符还要胖了三圈,灵兽的身形却灵动异常,带着大群护卫狂奔到了商货码头,还不等坐骑停稳,灵兽已经好四分钟的蒲公英球一样轻盈的飘起,无声无息的横掠二十几丈距离,轻盈的落在了地上。 十条巨剑靠在岸边,大队大队顶盔竖甲的私兵战士面无表情的从船舱中走出,在高亢的命令声中,他们在码头上排成了一个个整齐的百人方队。 低沉的脚步声不断响起,每当一个百人方队成行,他们就立刻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远处的空地。 一个又一个百人方阵鱼贯而动,步伐如雷,码头上杀气凛冽,烟尘逐渐荡起了十几丈高。 十几名身穿锦袍,举止气度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傲慢之气,但是眼角眉梢却又挂着一丝特有的谨慎小心之意的中年男子分别从几条巨剑上走下,步伐匆匆的到了灵兽面前。 灵兽艰难的微微弯腰,向这群人行了一礼,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份手书递了过去。 几位管事,这是周学士的亲笔书信,他正在操办龙门宴,分身不得,这是这几日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详细经过。 六位公子,怕是不幸了。 灵兽目光闪烁,情绪复杂的看着眼前的这些人。 他们是李谦,赵阔等六位公子身后六大家族的管事,他们统侠家族船队,万里迢迢赶赴盖州,为的就是配合周刘云在盖州行事。 哪知道,好容易一路奔波跋涉,顶峰茂宇航行了大半年时间,眼看就要到盖州了,他们突然收到了灵秦传书,他们六家败入周刘云门下的公子,居然莫名的失踪了。 说是失踪,但是周刘云很坦诚的告诉他们,李谦六人的护卫惨死在楚市的矿场旁,所以李谦六人很可能是遭受了不幸。 但是周刘云在书信中又告诫他们,楚市乃盖州的地头蛇,除非抓住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们谋害了李谦等六人,否则万万不能贸然的和楚市发生冲突。 大队的私兵战士不断从船舱中走出,其他的船舱中也有闲踢伸出,好些光着膀子的水手,利夫大声喊着耗子,从船舱中推出了一车车的粮草,更搬出了一滚一滚用油布裹得结结实实的不明物件。 虽然油布挡住了视线,但是这些包裹堆放在码头上时,不断发出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很显然油布包裹内尽是各色各样的沉重金属气。 看看那些面无表情,穷凶极恶的私军战士,码头上的盖州本地人当即明白,这些沉重的油布包裹,定然是各色各样的兵器,还有各种箭矢,甲咒之类的物件。 远处传来了愤怒的咒骂声,更有惊慌的尖叫声传来。 盖州的商货码头无法同时容纳这么多的巨舰,后面好几个大家族的巨舰懒得等待,干脆就蛮横的逆流而上,冲到了白蟒江于是码头上。 巨舰的船帆上光芒闪烁,这些钢板锚钉而成的巨舰掀起巨浪,肆无忌惮地向岸边撞了过来。 好些渔船被巨浪打翻,更有二十几条渔船被巨舰撵碾过,木制的渔船被撞得粉碎,船上的渔民纷纷跳船逃命。 巨舰极其蛮横的靠岸,大片渔船,十几条简陋的战桥被巨舰撞碎,木板,木桩的碎裂声不绝于耳,大片尘土飞起,无数木头碎片喷出十几丈远,犹如箭矢一样将于是码头上的渔人,渔牙子和各家各户的采办人员打翻了一大片。 有几个鱼牙子被碎裂飞起的木桩打破了脑袋,鲜血花花的从伤口中喷了出来。 更有好些人被碎木头划破了面皮,打伤了胳膊腿儿,一个个哭天喊得的,连滚带爬得四处逃窜。 巨舰上好些水手,司兵哈哈大笑着,指着码头上狼狈逃窜的人群嘲笑不止。 伴随着低沉的声响,巨舰两侧的船弦甲板开启,一条条宽阔的金属弦梯伸出,大队司军战士鱼贯而出,更有水手,利夫喊着耗子,从船舱中运出了大量的资重物资。 从那些靠岸的巨舰上,也有一些同样身穿紧袍,举指之间傲气十足,但是眼角眉梢却又带着下人特有的谨慎和精明气质的男子带着护卫匪匆赶来了这边。 一鸣两鬓斑白,面皮上尽是老人般的老人把玩着手中一枚硕大的如意玉靶剑,看着六大家族的管事放声大笑,老李,老赵,你们六家怎么回事? 李千公子,赵阔公子,他们怎么就栽在了这里? 用力的摇了摇头,这老人常叹道,你们六家人真是被孕,辛辛苦苦栽培出来的好种子,就这么蛇了。 嘖嘖,可怜了这二十几年来,他们泡澡的那些汤药,他们吃下的那些丹药。 六姓的管事脸色漆黑,一个个看着这老人直哆嗦。 老人笑呵呵的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笑道,六位公子定然是死了,没得说的。 嘿,你们还是先考虑,怎么向你们家主传信,怎么向家族交代吧? 咱们可不同,咱们就要辅佐自家公子,在这盖州建功立业里。 老人身后的各家管事哈哈笑了起来,更有人犹如市井贤汉一样高高的拔了个高音,老金说的有道理呀。 嘿,咱们这就近盖州城,去见州学士,顺带向自家的小主人请安不适。 六姓的管事一个个咬牙切齿的看着老人和其他各家的管事,理事的管事拿着灵兽递给他的手书,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又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最后他一跺脚,阴沉着脸冷笑道,那楚天是什么东西。 这次,咱们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他手下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灵兽缓缓点头,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突然看到了远处围观的人群中,一条极其魁梧的身影。 阿狗站在人群中,左手拎着一条烤野猪腿,右手拎着几个米粉制成的大瓷巴,正满口流油的大口啃食。 前两天,他带着手下兄弟,护送那些金子还有抢来的甲咒,兵器去网他们的秘密据点,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才刚刚回来。 他和手下兄弟的屋棚床刚刚靠岸,就碰到了朱节和墨宇的船队到了。 阿狗对危险有着本能的直觉,他从朱节和墨宇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危机感,这种危险虽然不是直接冲着他来的,也让他感到很是不舒服。 所以他带了几条汉子,藏在人群中张望商货码头上的勾当。 朱节来了,去了盖州城。 墨宇来了,去了盖州城。 民州,芒州的大家大户头面人物,纷纷去了盖州。 还不等阿狗派人去尾随丁梢,打探消息,规模惊人的大家族联合舰队就浩浩荡荡的驶了过来,用一种泰山压顶的蛮横气势降临盖州。 看着那些大家族的私兵上岸,看着大队的水手和利夫从船舱中卸下了堆积如山的粮草,无数的军械资重,阿狗一边大口啃食,一边含糊的咕嚕着,这些家伙,是准备来打仗吗? 几个镖匪体状的凶悍汉子双手抱在胸前,阴沉着脸死死的盯着这些大家族的巨舰。 两三百条巨舰,每条巨舰上的私兵,水手,利夫,杂役加起来,起码有一两千人。 他们又带来了这么多的粮草滋重,除开那些私兵,眼前这些强壮有力的水手和利夫,给他们发一饼钢刀,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战士。 这么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突然到来,他们想要干什么? 狗哥,得赶紧通知天歌才对。 一条大汉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吐沫,总感觉心惊肉跳的,不对劲啊。 阿狗他们这两天不在家,他们不知道楚天已经斩杀了六大家族的公子,要是他们知道的话,他们肯定不会留在码头上,早就有多远跑多远了。 正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灵兽和六姓的管事嘀咕了几声后,在其他各大家族的管事幸灾乐祸的笑声中,灵兽一眼就看到了阿狗。 以灵兽的身份地位,他和阿狗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偏偏大半年前,灵兽巡视盖州城灵市的各处产业时,在灵市的一出赌场,正好阿狗赌输了赖仗,和一群赌场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狂兴大发的阿狗凭着一双肉拳,打得上百个手持兵器的灵市赌场打手抱头鼠窜。 那一次的事情后,灵兽将赌场的打手头子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但是他也记住了阿狗这条骁勇异常,脑壳有点简单的蟒汉子。 同样,灵兽也记住了,阿狗是楚天身边的哼哈二将之一,是楚天垄断白蟒将于世的最大帮手。 李管事,那黑皮汉子,您见到了吗? 纳斯叫做阿狗,正是楚天的心腹。 灵兽作为灵市的大总管,见到六姓的管事在同行的各大家族管事面前丢脸了,他心知肚明这些大家族的成员此刻想要做什么? 他们必须做点什么,挽回自己家族的颜面,同时挽救自己的前途,自家的身家性命。 楚氏作为地头蛇,他们无法对楚氏贸然出手报复,但是他们势必要找一个替罪羊,不管是不是吧,先把很大的一部分黑锅扣他头上。 这不仅仅是对家族高层的一个交代,更是堵住所有同行大家族的嘴,让他们知道,六姓家族不是好欺负的,他们的公子不会白白的死掉。 李氏负责此次联合行动的大管事李正死死的咬着牙,恶狠狠的盯住了数十丈外,混在人群中大口吞咽的阿狗。 他突然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哨子,吹出了一连串婉转悠扬的尖锐哨声。 已经在码头上整队完成的一千名李氏司军战士机灵灵的打了个寒颤,他们纷纷转过头来,向李正望了过来。 李正脸色铁青的狠狠一指阿狗,立声喝道,打断他的四条腿,把他和他的党羽一并带来。 训练有素的李氏司军一声呐喊,十个百人队突然散开成燕灵队形,呼啦啦的向阿狗所在的方位包围了上去。 阿狗身边众多看热闹的码头水手、利夫,还有码头上一些茶馆酒楼的小二、帮贤等等齐声惊呼,哭爹喊娘的转身就跑。 他们都是本分人,谁敢和这些穷凶极恶的大家族司军对抗。 阿狗和他身边的几条壮汉则是一愣神,阿狗犹如熬犬的脸如动了几下,阴沉着脸喝道,仇人!干他娘的! 若是楚天在场,楚天会必时就须,先战略撤退后,再纠集足够的力量回来报复。 若是阿雀在这,阿雀会转身就走,凭借自己超绝的身法和对方打游击,用各种小手段尽可能的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甚至是下毒、刺杀,各种下作手段他都会施展出来。 但是换成阿狗。 随手丢下吃了大半的猪腿和瓷疤,双手用力在衣服上擦了一下,阿狗一把抓起身边一根青石打造的技码装,咔咔怪笑着奋起怪力,将一杖多长,水桶粗细的大石柱子倾尽全力砸了出去。 屋的一声怪响,青石柱子剧烈旋转着,带起一道沉闷的破风声飞出了三十几杖。 一排十名手持铁盾,右手握刀的李氏司军战士根本来不及闪避,他们只能齐声呐喊,举起了手中盾牌,希望能够递挡青石柱的冲击。 石柱狠狠砸来,十块金刚盾牌扭曲,碎裂,十个私兵战士被石柱端端正正砸在了胸口上,上半身顿时炸出了一团血雾,整个上身都被阿狗满力丢出的石柱震碎。 石柱继续向后飞去,后面的数十名司军战士齐声惊呼,狼狈闪避,石柱又砸死了七八个人,然后重重的砸在了地上,炸成了无数拳头大小的碎块。 大大小小的碎石四散蹦践,凄厉的惨嚎声不绝,当场有三十几个李氏司兵被碎石集中,石块打得他们身上的铁甲凹陷,打得他们古断精裂。 好几个司兵被打断了胸口肋骨,大口大口的吐着血,倒在地上眼看着就不成了。 双方还没有正式接触,阿狗一击,就已经让半个李氏司军的百人队失去了战力。 李正目瞪口呆的看着阿狗,他的脸皮一阵赤红,只觉身边所有大家族的管事都在无声的嘲笑他,嘲笑他们李氏的司军战力低下。 给我,杀!不要留情,不要活口,杀,杀,杀! 李正跳着脚的尖叫着,你们都是死人吗? 各队的队长,给我上去,杀! 李氏司军队伍中,那些武道修卫强大的千夫长甚至是万人将纷纷冲出,悍然向阿狗冲了过去。 第四十二章 附会 车轮临临,马思生生 通往盖山书院的大道上,装饰华美的马车犹如一条长龙鱼罐而行。路边一个小土包上,楚天懒洋洋的坐在上面,背靠着匍匐在地的老黄狼。路上的车架车门上都有族徽纹室,上面用古撰文雕刻了各家的姓氏。 短短小半个时辰,楚天就看到盖州灵氏的车架过去了,随后是盖州前氏,盖州张氏,盖州墓氏,盖州铁氏,盖州铁氏,盖州有名有姓的那些家族全来了。 这些大家族的代表,一个个面色红润,精神抖擞,毛子里都带着某种说不清的稀迹之色。 除了盖州的豪强家族,楚天还见到了盖州各府,各县的府令,县令也纷纷赶来。 和那些大家族的代表不同,这些府令,县令的脸色就复杂了许多,沉重了许多。 不多惠儿,一面吃红色大旗翻卷而来,司马追风的车架也过去了。 老黄,得了,咱们也走吧。 龙门宴,这龙门宴的鱼,可不忠吃啊。 用力揉搓了一下老黄狼的脖梗,楚天骑了上去,老黄狼一声长啸一跃而起,小碎步向盖山书院奔去。 盖山书院正门前,一大群白衣如雪的书院弟子正温文尔雅的笑着,彬彬有礼的接待参加龙门宴的客人。 一个又一个身份不凡的贵宾走出车架,拿着请帖递给负责迎宾的书院弟子,双方很是儒雅斯文的相互行礼,问候,贵宾们就被迎进了书院中。 楚天骑着老黄狼来到书院大门前,大咧咧的跳下狼狈,抽出请帖递给了身边的一名书院弟子。 盖州白蟒将于是荡头楚天。 接过请帖的书院弟子恶然念出了请帖上的内容,万分诧异的看了楚天一眼,神色之间颇为凌乱。 这是周刘云的收徒盛典,是盖山书院的一大盛事,有资格出席龙门宴的贵宾,身份最差的,也是家里面有着上万请田地的大地主,更有着大量其他的产业,富贵传承了三代以上的土豪世家。 区区一百莽江鱼形档头,市井中的混混头目,最为卑贱的人物,怎可能得到请帖。 这位兄弟,难不成我这请帖有假? 若是有假,我可就走了。 楚天咧嘴一笑,转身就走。 他是真不想参加这老十字龙门宴,他总感觉这次要出大乱子。 他总感觉,这紫销声就是在瞎折腾,八部的天下大乱的瞎折腾。 周刘云也是脑壳坏掉了,居然被紫销声说服了。 楚当,大,楚兄请留步。 站在书院门前,负责总管迎宾事宜的一位书院弟子听到了这边的话,他急忙跑了几步,拦住了准备离开的楚天。 盖山书院,何等清雅风流之地,这书院弟子实在是叫不出口楚档头这三个字,他习惯性的想要称呼楚天为楚大人,但是他转念一想,楚天是个屁的大人。 其他的尊称,诸如夫子,先生,前辈之类,楚天这个卖鱼的档头怎么都配不上啊? 干脆,这书院弟子就用了个极其江湖话的称呼,楚兄,楚兄,您可是周师亲自下帖邀请的贵客,您怎能离开呢? 请,请,请,里面请,里面给您留下了好位置呢。 书院弟子殷勤地抓住楚天的袖子,连拉带拽地将他拖进了书院大门。 老黄狼摇摆着尾巴,大模大样地跟在了楚天身后,几个书院弟子想要拦住他,老黄狼呲牙向着他们低沉地咆哮了一声,几个书院弟子吓得急忙后退,让开了道路。 无人阻拦,老黄狼就这么跟着楚天一路进了书院,顺着正中的涌道走到了美雪精神楼前。 美雪精神楼一层的所有门户都被拆去,除了支撑的柱子,整个一层大殿和外面的广场融为了一体。 一楼的大殿中摆放了三百多张条案,后面摆放了工人柜座的软垫,这楼内的座席,自然是为那些身份地位最高的贵宾准备的。 在楼外的四周广场上,则是整齐摆放了数千张条案,广场四周硕大的香炉中紫烟缭绕,一股暖洋洋的香气弥漫四方,浓郁却不熏人,反而让人精神一震。 楚兄,请,请,请,周师特意吩咐,您请进楼高坐。 带路的书院弟子笑得很是灿烂,但是楚天看得出来,这丝的灿烂笑容中隐藏着极其明显的惊讶。 是啊,楚天这麦鱼的下贱之人,怎有资格参加龙门宴? 就算他走了后门进了龙门宴会场,他怎可能被请到美雪精神楼内高坐? 有资格坐在这里面的,只有盖山书院的几个学士,盖州、民州、芒州的太守,以及三州地盘上,那些全是,财富最为拔尖的大家族的代表啊。 楚天含蓄的笑着,一言不发的跟着领路的书院弟子走进了美雪精神楼,湿湿然在西侧一张条案后坐了下来。 这个坐席极其靠前,几乎是整个楼内排名前三十的座位。 在楚天之前,已经有好些人入席了,猛不叮见到穿了一身寒酸浸装的楚天,居然座位比自己还要靠前,数十双眼睛就直勾勾的盯了过来。 在楚天的上手处,司马追风已经静静的坐在了那里,见到楚天进来了,司马追风微微愣了愣,然后很皱了皱眉,深沉的看了楚天一眼,楚天,楚档头。 楚天转过身,不卑不亢的向司马追风欠身致意,太守大人。 这是草民的福分,居然有幸的沾太守真言。 司马追风目光深邃的盯着楚天,其实他现在很想抓住楚天言行拷打,询问李迁,赵阔等人是否真个被他杀了。 但是仔细撕存了一阵,司马追风若有所思的上下打亮了楚天一眼,转过头去一言不发。 换成其他的市井中人,来到盖山书院美雪精神楼,见了司马追风,见了这么多的盖州头面人物,早就吓得双腿发软甚至屁滚尿流都有可能。 楚天能够镇定自若的和他说话,切举止气度不卑不亢,颇有大家之风,这哪里像是一个市井卖鱼的。 司马追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猛的转过头来向楚天看了一眼。 楚天身上依旧是那件寒酸的劲装,外面套着一件破烂的外衫。 但是楚天的坐姿,无论是他的脚,他的腿,他的腰身,他的肩膀,乃至他双手所放的方位,都严谨而准确,符合大进礼法规定的贵作仪态。 司马追风目光闪烁了一下,缓缓转过头去。 节节,哈哈,哈哈。 一阵嘹亮的笑声从美雪精神楼外传来,龙门宴,鲤鱼跳龙门,好名字,好兆头,哈哈,恭喜周刘云周学士,您这是要鲤鱼跳龙门啊。 哈哈,周学士路过我民州之时,本太守就有言在先先,这盖周太守的宝座,定然是周学士的。 伴随着大笑声,一身红袍,头上简单扎了个发剂,没有带官的民州太守朱节得意洋洋的背着手大步走了进来。 周学士若是成了盖周太守,咱们民州上下一心,定然是大力支持,大力支持啊。 朱节笑得满面通红,带着一道儿疾风走到了司马追风面前,放声笑道,司马,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司马追风抬起头来看着朱节,冷声说道,盖周太守之位,乃天子所授。 朱节突然一只手指在了司马追风脸上,他力声喝道,天子所授的太守之位,若是闹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再道,只要周中相老联名上书,这太守也得滚蛋。 朱节冷笑道,只要盖周相老联名上书天子,无民州子民,定然复言其上,让你有多远,滚多远。 楚天坐在一旁,看着朱节和司马追风直接撕破脸的当面交锋,不由得叹为观止。 朱节这可是直接把藏在遮羞部下的阴丝勾当,直接暴露在了众人面前。 大家都知道,周刘云想要抢司马追风的太守之位,可是司马追风身后是司马世家,他在太守之位上只要不出大的披露,他的太守之位就稳若泰山。 所以周刘云和司马追风之间固然关系紧张,大家还只是暗斗,没有当面撕破脸。 朱节如此彪悍的当众说出了要联合周刘云,赶走司马追风,他等于挑明了周刘云和司马追风之间的暗斗,周刘云和司马追风之间就想继续暗斗下去,也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卷起袖子,拿起刀子,拧刀鸣枪的干上。 司马追风缓缓站起身来,他的身凉比朱节高了一拳,长相更是比一张大马脸的朱节俊俏了许多。 目光犹如寒星,司马追风深深看着朱节,阴策策的说道,朱节,你是向我司马家挑衅吗? 朱节笑了笑,他突然凑到了司马追风耳朵边,低声笑道,我朱家,不怕你司马家。 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滚蛋,而且滚得越快越好,越狼狈越好。 知道为什么吗? 司马追风目光微微一宁,下意识的看了朱节一眼。 你的狗仔子,在京城流香河上,为了一个婊子,打断了老子幼子七根肋骨。 朱节咯咯怪笑道,子债富长,老子要打断你全部肋骨,让你像条死狗一样逃回京城。 楚天惊讶的瞪大了眼睛,司马追风和朱节的儿子,在大进京城争风吃醋,连骨头都打断了。 精彩,精彩,司马家和朱家都是大进开国世家,钟鸣鼎食的大家族,司马追风和朱节若是争个争斗起来,这场热闹有得整。 小儿辈的事情。 司马追风皱起了眉头,看着朱节冷声道,朱节,看你这疯狗一般的嘴脸,你哪里还像是堂堂一周太守。 梅雪精神楼大殿内,盖州,民州的大族代表们都又紧张,又兴奋的看着两人。 朱节刚才的说话声虽然低微,还是凑在了司马追风耳朵边说的,但是有资格坐在大殿中的这些大族代表,起码也是抵师以上级的武道高手,耳聪慕明,感应灵敏,朱节的话,可是被他们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盼着,两人能够大打出手呢。 盖州和民州的派手交恶,开始明争暗斗的话,他们这些大家族可都有了浑水摸鱼的机会。 朱节咯咯怪笑了一声,他突然张嘴,一口吐沫向司马追风的脸蛋吐了过去。 司马追风面皮上一层红气闪过,坐在两丈外的楚天只觉皮肤微微一热,一股热浪从司马追风面皮上喷出,朱节的吐沫刚刚喷出嘴,就化为一缕蒸汽飘散。 朱节呲牙咧嘴的看了司马追风一阵子,突然退后了两步,呵呵笑了起来,司马,等会一定要和你多喝两杯。 吸,刚才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只要你被赶走了,我一定会打断你全部的肋骨,亲自派人送你回京城。 司马追风温和的笑了笑,没吭声。 众目睽睽之下,身为司马八郡之一的司马追风,可没有心情和朱节火并。 朱节这司同样出身豪门世家,但是他和司马追风不同,司马追风是自愿来盖州建功立业的,而朱节却是一头彻头彻尾的疯狗,在大进京城恶名即盛。 正因为他太疯癫了一些,所以朱家人都受不了他,干脆把他打发到了民州这穷乡僻壤来。 司马追风做不出当众与疯狗撕咬的事情。 朱节却背着双手,挨个打亮起美雪精神楼大殿中的众人。 民州的大家族代表就不说了,是跟他一并乘船过来的。 盖州的大家族代表,除了楚氏少主储鞋还没来,其他的灵氏等家族代表无不微笑着向朱节点头示意。 朱节是司马追风的死对头,无形中,他就是灵氏等人的潜在盟友喝。 朱节看了一圈,目光突然集中在了楚天身上。 他看了看楚天灰扑扑的大褂,再看看他大褂下的禁装,以及他插在腰间的一柄牛角尖刀,眼睛越瞪越大,越瞪越圆。 突然间,朱节就好像在一场国宴上看到了一滩牛粪一样,指着楚天生死力竭的尖叫了起来,这,这,这是哪里来的烟渣奴才? 你们这群蠢货,瞎眼了吗?怎么能让这种下剑胚子混进龙门宴? 来人呐,来人呐,打出去,打断他的腿拉出去,打死他,给我打死他。 不要在这里打死,拖到书院门外再去打死他。 朱节跳着脚的咒骂着,声嘶力竭的咆哮着,这里是什么地方? 寻玉学是一手修建的盖山书院呢? 多清雅,多清贵的地方。 怎能有这些烟渣祸混进来? 你们盖山书院负责迎宾的人呢? 滚出来,自己滚到外面跪着去,你们是瞎了眼了? 你们是傻子吗? 还是你们爹娘都是半腰混交出来的? 怎么就蠢到让这种烟渣祸混进来? 朱节口不择言的破口大骂,美雪精神楼内,好些个大家族的代表脸色骤然变得极其阴沉。 第四十三章 琴音 朱节口莫似箭,满面通红,只顾自己骂得痛快,无意中早已得罪了一大群人。 族族有两百余书院弟子负责迎宾之事,这些弟子有一半出身寒威,有一半则是来自于三州的大家族。 朱节破口大骂,涉及了这些迎宾弟子的爹娘,亲眷,无疑将好些大家好族一并骂了进去。 只是,大家都知道朱节的脾性,没人跳出来和他理论。 楚天冉冉战起身来,突然一脚踏在了面前的条岸上,右手扶在了腰间刀柄上,皮笑肉不笑的向朱节扯了扯脸皮,朱太守骂得痛快,痛快。 是,我是烟渣市井男女,下贱之人。 不知道,朱太守可听说过民州朱八皮的名号。 一言即出,满堂死记。 朱节一张面皮变得赤红无比,好似涂了一层厚厚的生猪血。 美雪精神楼一楼的各家代表脸色变得无比精彩,一个个又惊又喜又是骇然的看着楚天。 朱节生性残暴,动辄给人入罪判刑,他又性喜奢华,最是喜欢金银珠宝珠般财物,他又是民州太守,长民州一切军,民大政,握有民州最至高无上的权柄。 所以朱节经常给人扣了罪名丢进大牢,严刑拷打让你生不如死,再栽赃陷害牵连家属,将你亲卷好友一个又一个顺藤摸瓜般请进大牢里配合调查。 如此这般,你不破损一半以上的家当,不厚厚的给朱节一份重礼,你,还有你的亲朋好友,休想离开民州那犹如妖魔巢穴的庭卫府大牢。 朱八皮这个外号,是多年来深受朱节荼毒的民州百姓背后送给朱节的,但是从没有人敢在朱节面前提起半句。 甚至连朱和皮这两个字,都没人敢在朱节面前说起。 楚天今天就这么堂而皇之,湿湿然的说出了口,风轻云淡就好似早起出门,像邻居打招呼你吃了么一样的平淡。 朱节的额头上一根根青筋凸起来老高,他呲牙咧嘴的看着楚天,头顶有一缕清晰的血气冲了出来,冉冉冲起一丈多高。 血气扩散开来,在血气中一条硕大的黑莽头生尖角,呲牙咧嘴的像楚天喷着一团团血气。 一楼大殿内的温度直线下降,已经入席的来宾面前调岸上,书院侍女奉上的香茶迅速结冰,好些细词茶盏都被冻得咔咔裂开。 小子,辱骂朝廷命官,这可是死罪。 朱节音策策的看着楚天冷笑,本太守现在怀疑,你和十万莽荒中的那些野人勾勾打打,图谋不轨,来人哪,将这丝拿下,送入民州大牢,仔细看管着。 大殿外,十几名跟着朱节进入盖山书院的护卫一声应没,大踏步的闯入大殿,张开手就要升擒楚天。 楚天嘎嘎一声怪笑,昂着头抖动着那条踩在条岸上的大腿,吕声喝道。 这里是盖州的地盘,轮得到你民州太守来这里抖威风。 下,大剑律上怎么说的? 但凡大剑官僚越境办案,最如谋反,最佳一等。 一旁司马追风重重的咳嗽了一声,猛的一跺脚阵的地面都微微晃悠了一下。 放肆。 朱节,这里是我盖州领土,轮不到你民州太守在这里显伴威风。 来人哪,将这群木无法寄的东西赶出去。 吴倒是要看,谁敢在吴盖州的地面上,抓捕吴盖州的良善子民。 楚天黑黑一笑,想司马追风挤了几眼皮。 好嘛,朱节说楚天勾结十万莽荒大山中的莽荒移民图谋不轨,司马追风立刻就给楚天定性为盖州的良善子民。 楚天很想知道,如果司马追风之小事自己干掉了李孝陵和赵黑虎,司马追风会怎么做? 三十几名司马追风府上的护卫闯入了大殿,呼喝连连地挡在了朱节的护卫面前。 吭枪声不绝,双方同时拔出了半截兵器,刀剑锋芒散发出森森寒光,大殿内顿时被一股肃杀之气笼罩。 司马追风,你非要和我作对不成。 朱节脸色已惊红得近乎发紫。 呵呵,朱节,你这猪扒皮的名声在我盖州都为市井小民所知,当年我说你残虐不仁,残民以自肥,可是有错。 司马追风轻轻摸了一把下河上的胡须,慢悠悠地说道,和你这种骇民官作对,无司马追风何惧之有。 僵持,气氛冰冷的僵持。 司马追风和朱节都不肯让步,两边的护卫也紧张地对峙着。 在场的两周大家族代表一个个紧紧闭嘴,没一个吭声的。 他们目光赤裂地看着司马追风和朱节,八部的两位太守赶紧大打出手,最好连脑僵子都打出来。 对周刘云的支持者而言,司马追风和朱节一旦动手,无论谁对谁错,司马追风都坏了名气,周刘云想要上位就更加容易了。 民州的某些大家族代表更是目光轨迫地看着朱节,这些年他们可也深受朱节之苦,每年都要被他勒索多少金银钱物。 打呀,赶紧出手打呀,把脑僵子都打出来,呵,最好同归于尽,那是最完美不过了。 若是朱节争个和司马追风在这里火并,不要说打死,就算只是一个重伤,这些民州的大家族都敢发誓,朱节绝对没命回返民州,半路上就会被他们联手干掉。 实在是,司马追风是多好的黑锅人选呢。 感受到大殿中骤然变得诡秘万分的气氛,司马追风和朱节的脸逐渐变得铁青一片。 能做到太守这个封疆大力的宝座上,就算是一头猪,也熬练出了足够的阅历和经验。 他们突然发现,感情这一楼大殿里,没一个好人。 除了他们自己,这一楼大殿里全都是一伙混账王八蛋,全都该九族抄斩的混账王一儿。 朱节头顶的血气冉冉下降,他在拼命地收敛自己的火气。 司马追风缓缓深呼吸着,他同样在冷静心绪。 两人属下的护卫不断地看向自家的太守大人,他们是该动手呢,还是这么傻不拉几地僵持下去。 嘿嘿怪笑声远远传来,气喘吁吁,手持腾杖的芒舟太守墨宇在两个侍女的搀扶下,慢悠悠地走进了一楼大殿,两位大人,有话好好说,千万别伤了和气。 朱大人,你也真是的,这里可是盖州的地盘,你怎敢不给司马大人一点面子,就和他对上了。 墨宇的手掌轻轻在侍女身上揉搓了一下,阴损异常地说道,你就不怕,你走不出盖州地界。 一楼大殿内的众多大家族代表精神骤然一阵,墨宇笑声传来的时候,好些人已经寻声望去,见到是墨宇来了,他们还以为来了一个打圆场的。 结果才发现,墨宇哪里是打圆场? 他是来挑拨是非的。 朱洁立刻接口怪笑道,哎哟,我好怕呀,我真怕司马太守一声令下,就把我给留在盖州地面上。 墨宇气喘吁吁的,一边揉搓身边侍女娇嫩的身躯,一边叹息着说道,是啊,老夫也怕,所以呢,要不,朱大人,咱们就不掺和这个龙门宴,带着自家的人赶紧离开如何。 朱洁的笑容骤然一将,明州,芒州的各大家族的代表也是恼怒万分的看着墨宇。 这老家伙打得是这般注意。 他想搅和了龙门宴。 没听说他和周刘云有矛盾啊。 但是很快,就要聪明人想清了其中的道理。 这老家伙不是和周刘云有矛盾,而是不想让周刘云主持的那个大计划进行下去。 他是害怕,周刘云不仅仅会取代司马追风的盖州太守之位,更会威胁到他盲州太守的位置。 墨宇老了,他只想尽情享受荣华富贵,不想再为了全力争来争去。 所以,在墨宇的立场上,大家都太太平平的,安分守己的,不要瞎折腾各种事情,这就是最好了。 楚天则是在一旁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很小声小气的问朱洁,朱太守,你还要抓我定罪吗? 朱洁铁青的面皮骤然变得紫红一片,几乎是蹊跷生烟的盯着楚天。 司马追风哈哈一声大笑,背起双手,微微挺着胸膛傲然笑道,楚当头放心,有本太守在,谁也不能贪赃枉法,随意定你的罪名。 墨宇在一旁看了看朱洁,再看看楚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看来,本太守到来之前,这里发生了蛮多事情。 嘿,这衣不遮体的狼狈小子,是什么来路啊? 楚天笑着向墨宇抱拳行了一礼。 墨宇呆住了,楚天居然是向他抱拳行了一礼。 这是市井中人,江湖道上的朋友们见面,相互打招呼的李洁,和大晋贵族阶层的李洁完全是两码事啊。 你?从楚天的抱拳里就能看出,这小子出身卑贱呢? 他怎能出现在盖山书院,出现在梅雪精神楼。 墨宇老了,不想惹麻烦,只想太太平平的尽情享受。 但正因为他老了,所以他很保守,很顽固,作为大晋的封疆大力,楚天这等下剑之人居然出现在梅雪精神楼,他感觉这是对他的侮辱。 脸皮迅速变红,墨宇指着楚天恶狠狠的喝问道,乌纳斯,你是何等来历? 太守大人,小民乃白蟒将于是的荡头。 楚天不卑不亢的笑看着墨宇,直白说,是井当中卖鱼的头子。 墨宇的嗓子眼里一甜,他差点没气的喷血。 他堂堂太守之尊,领地数万里,治下民众数以一计的大晋众臣,盖山书院居然弄了一个打鱼的和他平起平坐。 这是对他墨宇的极大侮辱。 但是眨眼间,墨宇的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笑容。 哈哈,盖山书院如此不尊敬他,正是多好的借口啊。 猛地挺起腰身,墨宇转过身朝着一众神色阴郁的芒州大家族代表,正要开口说话,突然叮咚几声悦耳至极,很简单的几声波弦就带着奇异频率,宛如天籁千音让人神思霞飞的琴声传来。 这波动琴弦的人,琴翼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宗师境界。 简简单单的拨动了几下琴弦,就好像大夏天的当头一缸冰水泼了下来,让在场所有人浑身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浑身汗毛竖起,心中的珠般杂念,思绪骤然被扫荡一空。 这琴,妙极。 墨宇,朱洁同时转过身,看向了琴音传来的方向。 司马追风已经是满脸堆笑,深深的向那个方向作一行了一礼,如此无双琴翼,果然是绿姑来了。 大殿深处,通往梅雪精神楼二楼的楼梯口,一条宛如风中若柳一般纤细,聘聘停停若不禁风的身影抱着一架古琴,宛如行云流水般慢悠悠的顺着楼梯走了下来。 清流小柱的绿姑,以琴一鸣杨盖州的大家,在场许多人早就听闻她的名字,但是真个能够有幸见到她,倾听她一曲琴音的,在场的人当中,十人也就两三人罢了。 好些人低声惊叹,这就是清流小柱的绿姑。 奈何,上次无缝上赤金三百两,也无缘一剑。 下,修得用那阿赌物污了绿姑的名气。 然也,绿姑大家待客,向来随缘,随性,能面见绿姑, 倾听一曲天籁,那得看你自身造化足够不。 众人窃窃私语,带着一顶小小斗笠,斗笠边缘垂下了一层青色的青纱,遮挡住了自己面容的绿姑抱着古琴慢慢走到了大殿一侧的琴台上。 绿姑也不说话,只是坐在了琴台后,将古琴放得端正,微微凝神俱气之后,先先食指拉动琴弦,一曲悠扬悦耳的琴声飘飘扬扬,引得大殿内所有人不由的微微闭上双眼,陷入了某种难以自拔的情绪之中。 分明是阳光灿烂正午时光,所有人却觉得天空好似在稀稀利利的下着小雪珠子,轻轻的寒风吹着,四周有蜡梅竹刺盛开,似乎还能闻到蜡梅淡淡的香味就在鼻头盘旋。 寻语,周刘云,还有十几位盖山书院的学士,博士身穿长袍,头戴高官,神色肃然的从二楼楼梯上鱼罐走下。 他们步伐轻松,走路无声,带着淡淡的笑容来到了司马追风,朱杰,墨宇三人面前。 绿姑一驱奏罢,他悄然无声地静坐在擒台后,犹如一尊雕像纹丝不动。 周刘云带着一丝自得,轻轻笑道,三位大人什么时候到的? 方才刘云在后方沐浴更衣,熏香解体,没能出门迎接,实在失礼。 还请三位大人见谅。 司马追风,朱杰,墨宇三人同时笑了起来,热情洋溢的和周刘云寒暄起来。 无论他们心里怀着何等念头,此刻他们都不会在周刘云面前失礼。 周刘云不算什么,但是站在他身后的那些人,可没有人愿意招惹。 一番寒暄之后,周刘云看向了楚天,楚档头,今日盛宴。 想不到楚档头居然来了。 正好,正好,稍后,还有事情向楚档头请教。 周刘云向楚天笑了笑。 楚天向周刘云笑了笑。 几个周刘云的门人突然快步的冲了进来,微微气喘的笑道,周师,各家的管事到了,咱们的船队,恰恰今日到了。 周刘云脸色微变,然后骤然狂喜大笑。 第四十四章收图 龙门宴的宾客已经到了九成以上,注目睽睽之下, 周刘云大笑声中,百多名衣室华贵,豪福样式和三周之人颇有不同,更显雍容大气,举手投足之间气度不凡的男子快步走了进来。 周师 来自大近三十二家豪族的上百名管事,一如周刘云门下的弟子,万分恭紧的向周刘云深深作一行礼,忙不迭口称周师。 诸位无庸多礼,一路辛苦了。 周刘云兴奋的看着及时赶到的各家管事,只觉浑身一股热流奔涌,体内好似凭空多了无穷力气。 目光逐个扫过各家管事,当周刘云看到李正等六姓的管事时,他的面皮微微一抽,脸色不由的有点尴尬。 但是李正等六姓管事神色坚毅的看着周刘云,无声的再次向他深深作一行礼。 周刘云顿时放下心来。 李谦,赵阔他们出事了,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六姓和他的合作。 用不了多久,当有新的六姓子弟从大晋京城不远万里而来,投入他周刘云门下。 想来也是,虽然李谦他们都是各自家族花费了天大力气培养的精英人才,但是和周刘云负责的这个计划相比,区区六个家族子弟的伤亡算得了什么? 和事成之后大家得到的回报相比,不要说六个子弟,死伤再重十倍也值当。 周刘云心神大定,他肃然挺起胸膛,沉声道,承蒙诸位盛情,远道跋涉而来,参加今日之龙门宴。 若有招待不周,礼数不全之处,还请诸位谅解一二。 说了一番场面话,在迎宾弟子的带领下,一众贵宾纷纷落座。 楚天端端正正的跪坐在条岸后,正端着书院侍女重新奉上的茶盏仔细端详,他身边的两个座席上,同时有人坐了下来。 楚档头 某,秦州理事馆是,李正。 坐在楚天右手册的中年男子皮笑肉不笑的向他扯了扯嘴角。 蜀州赵氏,赵行。 坐在楚天左手册,续了一缕山羊湖的男子目光冰冷的盯着楚天。 幸会,幸会。 楚天就好像生平第一次听说秦州理事和蜀州赵氏的名号一样,满脸是笑的向两人举起了茶盏,分别静了一下。 李正和赵行冷笑一声,端起侍女送上的茶盏,目光不离楚天的面孔,大口大口的将茶水喝得涓滴不胜。 他们从码头一路赶到盖州城,又赶来盖山书院,这一路上也的确是口渴了。 楚天端着茶盏,笑着将茶盏凑到嘴边。 他的瞳孔突然一凝,手指将茶盏眩了眩,借着天光瞥了一眼绿莹莹的茶水,笑了笑,不紧不慢的喝了一小口。 茶水入口,香甜清华,的确是好茶。 楚天瞇着眼睛,用舌尖将那一小口茶水在口腔里仔细的琢磨着,茶水依旧是香甜富裕。 他笑了笑,用牙尖咬破了一小块皮肉,一缕鲜血流了出来,混入了茶水中。 原本香甜的茶水,就突然多了一丝奇异的香味。 很淡,却很倦勇,很轻,却很绵长,好似陈年的酒酿,慢悠悠的沁入了每一个味蕾,顺着舌头上最细小的血管,慢慢的扩大他侵入的范围。 楚天阿佩一声,将喝进嘴里的茶水吐在了茶盏中,他重重的放下茶盏,轻蔑的冷笑着,盖山书院好大的名声,原来这般小气。 这么寡淡的茶水,也好意思用来代客。 还没有盖州城二麻子摊子上的大碗茶来的浓烈,都什么破玩意。 正死死盯着楚天的李正,赵行脸一抽,被楚天的一番话憋得说不出话来。 盖州城街头上的大碗茶,几十个铜钱就能买一斤的粗叶子茶,能和这等动辄上百两银子一两的上品香茶相比吗? 卑贱吓人,真正不知道好歹。 李正咬了咬牙,同样重重的放下茶盏,阴侧侧的说道,楚档头。 我们家公子去杀你,为何你没死呢? 赵行在一旁冷声道,大家都是明白人,敞开门户说罢,我们家赵阔公子何在?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今天你进了盖山书院,想出去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楚天笑了笑,向李正摇了摇头,两位说的什么? 怎么我听不懂? 你们家的公子不见了,或者是迷路了,或者是被老虎叼走了,或者是跑去哪家青楼流连忘返,这都有可能,为何来找我? 李正,赵行沉默了一会儿,李正淡淡的说道,今天,是周师的大日子,咱们暂且不和你计较。 只不过,你手下叫做阿狗的那蠢货,如今在我手上。 楚天的脸色一僵,瞳孔缩到了针尖大小,微微侧头看着李正。 李正看到楚天的表情变化,他顿时笑了,那丝是条汉子,为了掩护自己手下逃走,他一人挡住了我家十个百人队。 你的手下全都逃走了,只有这丝一人被生擒活捉。 楚天手一抖,茶盏大翻,茶水洒了一案都是。 书院的侍女急忙赶了过来,用抹布将茶水擦干净,又给楚天换了一盏茶。 楚天不去洞茶展,双手放在膝盖上正金威作,语气淡然的说道,若是阿狗有任何三长两短,你们李氏,就等着我的报复吧。 李正饶有兴致的看着楚天,他慢悠悠的说道,哦。 楚档头好大的口气。 成,待会我就让人打断他的四肢,先从他身上捏几片肉下来喂狗。 我们李氏,等着楚档头的报复。 一旁的赵行笑得整个脸都抽成了一团,楚档头,你准备如何报复李氏? 难不成,不把白蟒江的金鳞大鲤鱼卖给李氏吗? 嘻,李正,以后你们李氏可吃不上白蟒江的金鳞大鲤鱼了。 楚天不吭声,只是深深的低下头,若有所思的凝视着面前的茶盏,还有茶盏中绿莹莹的茶水。 李正,赵行看到楚天这等模样,两人笑得越发的灿烂,眸子里冰冷的杀气却是越来越浓烈。 自家公子不见了,总要找个替罪羊的。 看楚天这态度,就算不是他干的,用他来顶纲,也是极好的。 顺带着还能帮周刘云报了杀父之仇,让自家和周刘云的感情更加深厚一些,正是一举两得。 啪的一声戒齿拍击声响起,一身紫衣的紫硝声得意洋洋的迈着四方步,笑呵呵的走到了大殿中。 他兴致蛮高的向四面八方的宾客行了一礼,大声笑道,诸位大人,今日所为何来,咱就不过躁了。 粮食已至,龙门宴正式开始。 我是今日龙门宴司仪子消声,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番不伦不类的讲话后,在紫硝声的主持下,专门为周刘云而设的龙门宴开始了。 最初的一部仪式,就是寻遇老夫子带着几个书院的老学士,老博士出列,手持经卷,带着盖山书院所有的弟子大声吟唱前朝古琴时代流传下来的学规。 美雪精神楼的正门外,已经布下了一个座席,条岸上摆着名册,朱墨,毛笔等等朱班器物。 在高亢入云的学规声中,周刘云在二十六名从大进京城一路追随而来的门徒簇拥下,缓步走出美雪精神楼,端端正正的坐在了那张座席上。 一名又一名白衣如雪的书院弟子从四面八方走来,齐聚周刘云面前。 这些书院弟子,其中或有出身贫寒之人,那都是书院最顶级的人物,满腹锦绣,饱读诗书,其中大半都是盖州,民州,芒州各大家族精挑细选的读书种子,每个人身后都处着一个实力不弱的家门。 一眼望去,站在周刘云面前的白衣书生,居然超过三百之数。 面孔微微泛红的灵月,正站在所有书生的最前面,故作矜持地摆出了一副儒雅恭敬的坐牌。 那些出身豪门大族的书生,一个个都和灵月一般,矜持而骄傲,面孔泛红,鼻息粗重。 他们的心情一如金天龙门宴的名字,一旦败入周刘云门下,他们就是鲤鱼跳龙门,从此人生大不同了。 进入盖山书院读书,他们只是算是盖山书院的普通弟子。 他们随时可以离开盖山书院,撇清和盖山书院的一切关系。 但是正耳八经举办拜师典礼,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在三周太守,众多豪门大族头面人物的见证下,认真地拜周刘云为师,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从此他们和周刘云一荣共荣,一损共损,他们身后的家族,也会有极大一部分利益和周刘云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周刘云若是能够大功告成,大家就正耳八经的话里为龙,从此直冲九霄。 在龙龙学归声中,大殿内的三位太守,各家各户的代表纷纷起身,神色肃然地走出大殿认真观礼。 就连李正,赵行也带着同伴走出了大殿,速立在周刘云身侧。 楚天跪坐在条岸后,看着大殿外的众人,淡淡地笑了笑。 他站起身来,缓步走到了同样坐在擒台后纹丝不动的绿姑面前,笑着向绿姑抱拳行了一礼,绿姑,好久不见哪。 绿姑微微抬头看了楚天一眼,隔着斗笠边缘垂下的淡青色沙帘,谁也看不清他的表情变化。 他右手食指搭在鼓琴上轻轻一弹,盯得一声轻音高高跳出,悠扬的琴音证明他心情很是不错。 楚天双手搭在琴台上,凑到了绿姑面前,用戏若闻蚁的声音轻声道,事发突然,还没来得及给绿姑你说。 李氏,赵氏等六家的公子去渔庄杀我,被我拿去喂鱼了。 绿姑的身体纹丝不动,隔着薄薄的沙帘,楚天能感受到绿姑正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那六个家伙的护卫在庄子外接应,被我引去了楚氏的矿场旁载了。 所以现在司马太守,周刘云,楚氏,他们三方是互相怀疑,互不信任,绿姑你看看,能否找点机会,做点什么。 闲话少说,那紫萧生来历莫测,周刘云的龙门宴居然是他一手操持,此人行迹鬼祟,实力高深莫测,绿姑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再者,若是绿姑今日喝了这里的茶水,切记三日之内,不能食用鲤鱼、蟒蛇、大龟等带有蛟龙血脉的肉食。 这茶水,有古怪。 绿姑的手指搭在了最粗的那根琴弦上,他手指轻暗,古琴发出一声闷响,显然他的心情骤然变得质闷起来。 他狠狠地盯了楚天一眼,一缕极其轻柔动听的声音宛如潺潺溪水,轻轻飘进楚天耳朵里。 紫萧生有古怪,我已经注意到了。 那六人敢找我们的麻烦,杀了就杀了。 他们背后的家族若是敢胡作非为,自然有大鱼似为咱们撑腰,一群爆发户而已,涂掉他们九族也一如反掌,不用搭理他们。 周刘云若是再生是非,引他出来,我亲手灭杀了他,省得他在这里腥风作浪,坏了我们的事情。 我好奇的是,这茶水里有什么古怪? 臭小子,我都没察觉出来任何异常,你怎么知道茶水有鬼? 楚天咯咯一笑,他有点范畴怎么回答绿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脚步声响,今日龙门宴的司仪紫萧生拎着一根戒指,走一步用戒指拍一下掌心,慢悠悠的走了过来。 紫萧生恰好为楚天解围,他对绿姑的问题避而不谈,笑着向紫萧生招了招手,哟,紫兄。 紫萧生嘿嘿一笑,神色诡秘的在绿姑和楚天之间来回看了一阵子,笑呵呵的说道,两位,老乡好。 绿姑的斗力微微晃了晃,他转过头来,狠狠的盯了紫萧一眼。 楚天大惊小怪的连连摆手,子兄,饭可以乱吃,话不能胡说呀。 我和绿姑之间,可是清白的,我和绿姑的关系,那是纯白似血呀。 嘻,满盖周城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找红姑喝茶吗? 紫萧生很是猥琐的向楚天眨巴了一下眼睛,喝茶? 只是喝茶吗? 楚天挺起了胸膛,正气凛然的说道,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 当然,喝茶,只是喝茶。 子兄,红姑可是端庄贤淑的良家女子,你可万万不能污了她的清明。 楚天笑得很怪异,紫萧生也笑得格外古怪。 唯有绿姑微微低下头,双手按在琴弦上轻轻拨动,发出一连串若有若无的清明。 皮笑肉不笑的紫萧生,同样皮笑肉不笑的楚天,两人站在琴台旁说着毫无营养的废话。 大殿外的收徒大典气氛已经达到了高潮,周刘云从大进京城带来的二十六位门徒,正耳巴惊地和一众新入门的师弟站在一起,向周刘云大礼参拜。 无数人齐声欢笑,纷纷向周刘云连连道贺。 周刘云满脸是笑得向四周深深作一海里,偌大的广场上欢声笑语,端得是一派和气。 东的一声响,书院大门被人用极大的力量强行推开,大群众甲护卫犹如潮水一样冲进了书院。 楚刘披散着长发,披着一件宽松的懒人袍,手上拎着一根纯金铸成的链子,拉着一头斑斓大豹子一步一摇晃地走进了书院。 那!怎么的,这就完事了。 周学士,咱还没来得及给你道贺呢,你这怎么就完事了呢? 这可不行啊,你这是不给我储协面子啊,得了,赶紧的,重新来过一遍,听清楚了呀。 第四十五章 闹市的热闹 衣冠不整,手持星骚,邪暴徒直闯书院门户,更出言不逊至极。 不管怎么看,储协都是来闹市的,而不是来庆祝周刘云收徒的。 盖州境内,义英大小官员,大小家族的代表纷纷失声,一个个低眉顺眼地向后退了几步,没有一个人敢出面和储协打照面的。 民州,芒州境内的那些豪门大家的代表,只是远远地向储协微笑致意,更没有一个人出面对储协的行径有任何的意义。 毕竟,三周地界上,唯有储协能独占半周风流。 论财力,论实力,对旁根错节的潜在力量,三周境内,储协依然是最可怕的那头庞然巨兽。 储协时代单传的少主要闹事,谁没事会出面得罪他。 满脸堆笑的灵月从一众师兄弟中挤了出来,笑容可居的向储协连连作衣行礼,表。 表什么?你敢叫我一声表兄,我就让人割了你的口条子喂狗。 储协咯咯一笑,一耳光狠狠闷在了灵月脸上,打得灵月凌空飞起三尺高,打了一个炫耳,摔倒在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啊呸!别以为你亲姑姑做了我灵氏的妾,你就草鸡变凤凰了。 无数人惊呼声中,储协飞起一脚向灵月的心口踢了过去,屈屈一切的侄儿,也敢说自己是楚氏的表少爷。 你也配。 当面一窝心腿踹得结实,灵月脸色惨白的向后翻了七八个滚儿,刚刚狼狈的抬起头来,一口老血瓦的一下喷出了老远。 关里的人群当即骚动,一名身穿酱紫色长袍,头戴高官,面团团颇有富贵之气的中年男子浑身哆嗦着从人群中抢了出来,一把扶住了嘴角鲜血不断滑落的灵月,气急败坏的抬头向储协呵斥。 少主,阿月就算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再锅造一句,以后盖州再无灵事。 楚鞋手上牵着的斑斓大豹子一声咆哮,楚鞋挥出一条小小的鞭子,狠狠抽在了圆脸中年的脸上,凌卢,你们灵事有种吗?咱们楚氏的矿场管是你们都敢收买。 啊?楚铁图咯咯冷笑着,带着几尊楚世家将从楚鞋身后走了出来,将手上血淋滴答的兽皮包裹一丢,十几个血淋淋死不明目的人头就从包裹中滚了出来。 人群喧哗,诗声惊呼,周刘云,寻玉气的脸色发紫。 这是周刘云的收徒大典,是盖山书院的大好日子,楚鞋弄了这么多死人脑壳上门,这是故意处他们眉头啊。 这满地血淋淋倒有几分披红挂彩的意思,可谁家办好事的时候是这样披红挂彩的? 楚,凌卢,凌月看着地上的人头同时惊呼。 楚鞋嘿嘿一乐,朝着人群中的司马追风拱了拱手,太守大任啊,咱也向您报个案。 好惨啊,我楚市的一名矿山馆是楚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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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全家老小出城游玩,居然被震三周的巨扣给杀了全家呀。 呜呜杠毫了几声,楚鞋常叹道,可怜楚善一辈子为我楚市忠心耿耿的卖命,临死连个全尸都没有。 除了这十几个脑壳,他们全家都被野狗吃得差不多了喝。 官里的众人心头骤然一寒,一个个看着楚鞋犹如疯子一般。 大户人家对于家仆的忠诚度看得很重,有敢于背叛主家的,无不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但是像楚鞋这样做得这么狠,这么毒,这么杀人全家还让人死无全尸的,真是生平谨见。 司马追风苦笑,他看着楚鞋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震三周巨扣的名头,真的是越来越用的泛滥了。 这样不好,知道吗? 楚少主,这样不好,你这么做,给官府太大的压力了呀。 楚鞋? 楚善是我姑姑的人,他怎么也是你二娘? 灵月看着那满地乱滚的人头,有点歇斯底里的尖叫着,你简直丧心病狂。 你这! 啊呸! 楚鞋双手插腰,一口吐沫隔着一丈多远喷在了灵月脸上,灵缠儿只是一妾,记住了,他只是妾。 我心情好,叫他一生一娘,心情不好,他就是一玩物,一摆设。 妾,就要懂得分寸,知道进退。 在夫家大肆收买人心,挖夫家的墙角,让下面管事的人瞒着自家主子给他通风报信,做出各种有损夫家利益的事情。 楚鞋狠狠指了指地上的人头,力声喝道,就算是那些杀人放火的贼寇也看不下去,这些人被震三周的贼寇杀死,这是活该该死喝。 楚鞋的话太难听了,他的动作太侮辱人了,灵卢,灵月脸色惨白,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被楚鞋当众如此折辱,灵氏的脸面毁于一旦,今日若是不能挽回一些颜面,灵氏就算完了。 两人同时回过头去,眼巴巴的看着周刘云。 周刘云恼羞成怒的看着地上的人头,他知道楚鞋在报复昨日的事情。 昨日灵月赶在楚鞋之前,收到了李氏,赵氏的护卫死在楚市矿场边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了周刘云。 周刘云带着大队人马赶去矿场,楚鞋直到跟着周刘云到了现场,才收到了确切的情报。 楚善就是那个矿场的总管,他只将消息传给了灵月的姑姑灵蝉儿,却没有向楚鞋通告。 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今天楚善全家就被震三周的巨扣灭了满门。 这是楚鞋最疯狂,最直接的报复,是有意打压灵士,更有意折损周刘云的面子。 今天,此时,这里,周刘云收徒大典,三周名门汇聚于此,三周的头面人物尽在盖山书院。 若是周刘云对此不做任何应对,他刚刚通过收入门徒而聚集起来的庞大声望,庞大势力,定然会受到沉重打击,那些刚刚入门的门徒,还有他们身后的家族,很有可能生出一心。 但是周刘云不能亲自上阵。 这就如同两军对垒,作为统帅的人,怎可能轻易出动。 周刘云毫无疑问是他这边的统帅,而楚鞋们,最多能算是楚市的先锋大将,真正能当家做主的人还没出面呢。 所以,周刘云像站在一旁的,来自大进各大豪族的管事们使了一个眼色。 几个呼吸的沉默之后,李正抖了抖宽大的袍袖,端正了表情,向前走了一步,肃然作依极地,向楚鞋行了一礼。 李正行的是前朝古秦礼法,在大进朝,这是极其严肃,极其正式的礼仪。 楚鞋眯了眯眼,看了看伊氏风格和盖州、明州、芒州颇有不同的李正。 他眼尖,一眼看出李正身上的玉佩、玉钩、玉带之类的事物极其精美华丽,上面的花纹是富贵而繁复的各种花枝花满纹路,和三州之地多用大山大疆,飞禽猛兽的风格迥异。 你,不是本地人。 楚鞋冷淡地说道。 某,秦州李氏管是李正,见过楚少主。 李正直起身体,很严肃地爆出了自家的身份来历。 不是本地人,就别插嘴。 盖州,容不得外地人在这里锅造。 楚鞋也很严肃地告诫李正,白蟒浆没有盖子,白蟒浆水也很深,可以沉下去很多人。 李正不愿意纠缠于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他很严肃地质问楚鞋,楚少主,是有意和天下书院作对吗? 强闯书院,破坏书院学士收徒大典,楚少主,意欲和天下读书人作对。 天下读书人? 楚鞋一个字一个字重复了李正说的话,他瞇着眼,突然咯咯笑了一声。 寻玉和十几个盖山书院的学士,博士阴沉着脸看着楚鞋,若是楚鞋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口误,那就是自己作死了。 怎么敢呢? 楚鞋突然歇斯底里的笑了起来,他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份纯金的请帖,笑容可惧的递递了身边一名白衣的书院弟子,我可是受邀来参加龙门宴的。 可不是来捣乱的。 宽大的袍袖一挥,楚鞋只着地上的人头大惊小怪的叫道,楚铁图,怎么搞的? 让你们送去太守府报案的证据,你们怎么弄丢到地上了? 办事这么不小心,养着你们有什么用啊? 回去扣你们三天的工钱,自己记着向管家报仗啊。 呵呵笑了几声,楚鞋身后涌出一大群人,三两下就把地上的人头,鲜血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带着将楚鞋手上的斑斓大豹子也弄出了书院。 十几名气息凛冽冽的花容侍女走了上来,楚鞋当众脱掉了那件松松垮垮的懒人袍,换上了一件天青色的正式袍服,侍女帮她扎了发迹,戴上一顶白玉高官,她收敛了脸上狂傲不逊的煞气,俨然一副俗世富贵公子孝银银的出现在众人面前。 诸位,入席啊,开宴啊!多好的日子,阳光明媚,和风袭袭,又是周学士收录门徒的好日子,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傻站着?来来,开宴,开宴,把价值一万五千两赤金和四百二十一条人命的金铃大鲤鱼做好了送上来。 楚鞋笑呵呵的大声叫嚣着,刻意说出了灵士为了龙门宴准备的那些金铃大鲤鱼的代价。 一万五千两赤金,那是灵士向楚天购买金铃大鲤鱼付出的金钱。 四百二十一条人命,使灵符带人去劫杀楚天,却莫名和一众周兵精锐同归于尽在虎牙口。 为了这十条金铃大鲤鱼,灵士付出的代价极高,楚鞋这事当众打脸,故意挑破灵士伤疤。 灵卢,灵月浑身颤抖的看着楚鞋,他们生平第一次才发现,楚鞋完全就是一魔鬼一般的存在,他们以往居然一直没能认清楚鞋的真正面目。 这思,太疯狂,太放肆,太肆无忌惮,他做事,说话,完全就是一疯子。 楚鞋闯进盖山书院的时候,紫霄生已经屁颠屁颠的跑出了美雪精神楼大殿,他兴奋至极,差点就嗷嗷叫了起来。 热闹来了,乐子来了,楚鞋开始闹事了。 看热闹的不怕是大雅,紫霄生恨不得仰天长笑,让楚鞋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嘛。 但是李正一出面,说了一句威胁性的话语,楚鞋就突然软了下去,这让紫霄生恨得直咬牙。 他站在人群中,咬牙切齿的看着李正,肩祸看看楚鞋,他们怎么就没有撕打起来呢? 若是楚鞋就像打灵月一样,给李正一个窝心脚,那才叫精彩呢? 李正等三十二家豪门的司军已经上岸,正在盖州城外安营扎寨,若是楚鞋和李正撕破了脸,三十二家外地来得过江猛龙,不知道能不能干营楚氏的司军,压下这条地头蛇。 行了,绿姑,我先到处去逛逛。 紫霄生一走,一楼大殿内空无一人,楚天立刻压低了声音向绿姑说道,这丝诡异得紧,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连我这个卖鱼的都硬生生塞了张琴铁。 不过,他现在跑去看楚鞋的热闹了,我趁机到处逛逛。 有什么不对劲吗? 绿姑手指轻按琴弦,语气轻忧的问他。 有点不对劲,心里有点慌。 楚天皱了皱眉,沉声道,那李氏的管事李正说,他们抓了阿狗,绿姑赶紧让人查证一下。 若是阿狗真被抓了,呵呵。 怪笑一声,楚天转身就走,几个剑步就窜出了大殿。 绿姑轻喝了一声不许轻举妄动,结果话刚出口,楚天就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他手指轻按琴弦,一名书院侍女捧着一壶茶锹步走了上来,为他琴台上的茶盏重新加了一杯热茶。 绿姑微微低下头,轻轻呵斥道,出动城内所有人手,查清阿狗现在的下落。 有机会,带他出来,没机会,抓捕秦州李氏足够分量的人质,准备交换阿狗。 书院侍女小心的为绿姑加了热茶,微微向绿姑欠身一礼,步伐轻快犹如行云流水般走出了一楼大殿。 心里有点慌。 绿姑微微抬起头,轻轻说道,臭小子不说不知道,你这一说,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周刘云的援兵来了,他准备用强的。 白鹿书院的名声放在那里,他自己的名声摆在那里,用强的,不至于。 那么,哪里不对劲呢? 绿姑端起茶盏,隔着薄薄的沙帘看着绿莹莹的茶水。 四下无人,绿姑指尖上一颗亮白色,黄豆大小的宝珠突然出现,他将宝珠飞快的在茶水中沾了沾,茶水依旧是绿莹莹的,宝珠依旧光泽成透,色泽没有任何变化。 无毒 臭小子说茶水有鬼,可茶水中并无毒性。 绿姑收起宝珠,放下茶盏,手指在茶盏上一点,茶水撕得一下沸腾起来,眨眼间就只剩下了小半盏残茶。 楚天离开梅雪精神楼,一路向书院的后院慢慢的走了过去。 盖山书院的地图早就被他记在了心里,没多久他就到了书院的膳房,这里正有大群男女忙活着。 一名身穿淡水红色长裙,眉目间极见精明,精神的少妇被几个丫鬟簇拥着,正站在一株老梅树下,指手画脚的呵斥着,将上千名杂役,侍女指挥的团团转。 第四十六章赏理 好精明能干的女人 站在墙角,探出半只眼打亮着那身穿红裙的少妇,看她将上千人指挥的团团转,但是一切都有条不紊的架势,楚天不由的开口赞叹。 这女人名叫商燕儿,是寻玉来到盖州后,从仁雅子手上买下的侍女。 因为极擅长讨人欢喜,伺候得寻玉极其舒服,一个月后寻玉就正式收她作妾,成了寻玉在盖州最亲近的贴身之人。 寻玉和盖山书院的那些学士、博士,个个都是清贵之人,每日里吟风弄月,饮酒诗词,见货去清流小柱听听琴,去几间清楼拜访几位相熟的姑娘,食指从来不沾阳春水。 所以短短一年多时间,商燕儿就掌握了盖山书院内外一英大小事物,从书院每天的吃喝用度,到各种采办购买,乃至每日里的清洁打扫,甚至是聘用人清理茅房之类的事情,全都是她亲力亲为,俨然是独揽大全的盖山书院总管。 商燕儿极擅长做人,更能做事,寻玉以下,书院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气的那些学士,博士被打理的舒舒服服,一切闲事都不用他们操心,故而所有人都心安理得的享受商燕儿带给他们的惬意生活,所有人都默认了商燕儿在盖山书院的特殊地位。 今日龙门宴,是周刘云收录门徒,整合三周势力的大日子,对盖山书院,以及盖山书院身后的那些势力而言,也都是极其重要的好日子。 商燕儿自然是亲自统筹全局,款待客人的茶水、点心,以及稍后宴席所需的各色菜肴,各种新鲜瓜果之类,全都是她亲自在后院打理。 三周之地广大,府县数以百计,每一个府县都有数家或者数十家背下了情帖的家族。 今日参加龙门宴的宾客数以千计,加上书院的学生弟子,总人数上万。 为这么多人准备宴席,不说其他,单单需要的柴心就是一个极大的数字。 就看到盖山书院的后门敞开,好些皮肤离黑,满面风霜之色,浑身筋骨囚结的大汉挑着一滚一滚的柴火不断地走了进来,将柴火送入了扇房一侧的柴房中。 盖州城垄断了日用柴火这个行榜的柴火荡头马老四笑容满面地站在商燕儿身前,点头哈腰地向商燕儿笑道,夫人放心,绝对误不了书院的好事。 咱手下数千兄弟,今天就专门各给书院提供柴火了。 尽是劈砍得整整齐齐的木柴,可不是那些破烂树枝树叶儿。 商燕儿向孔武有力的马老四挥了挥手,淡淡地说道,罢了,你盯着就是,若是误了今日的好事,小心咱扒了你的皮。 多召集些人,先把柴房给装满,多出来的柴火,放在那边的空地上备用。 哟,蓝档头,你这是怎么说呢? 商燕儿又看向了站在不远处的,盖州城的肉档头蓝档头。 楚天瞇了瞇眼,蓝档头和他还是有点交情的,当年楚天还给蓝档头解决过一个大麻烦,前两天傍晚,楚天带着一万五千两赤金出城的时候,满大街的闲人,唯有蓝档头一个人开口劝阻他。 生得彪肥体壮的蓝档头黑黑笑着,连连向商燕儿插手行礼,夫人放心,商姑奶奶你就放心吧,咱怎么敢当个今天的好事。 五百口顶好的黑毛小香猪,三百口盘角山羊,一百口青斑大鹿,还有脊子,袍子,兔子,更有蟒筋,雄心,豹子胆,各色珍稀山针,全都背得妥妥的。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蓝档头干笑道,幸好这些东西,平日里咱家的庄子里都背着呢,不然您一开口,要这么多的珍稀食材,咱们哪里拿得出来。 笑了几声,蓝档头又压低了声音,轻声道,只是,这山针有了,这水里面的。 商燕儿轻轻一笑,手指轻轻一点蓝档头,有了那十条大鲤鱼,比什么水仙不好。 笑了笑,商燕儿又想站在蓝档头身边树齿外,身穿绫罗袍子,比蓝档头,马老四都要富贵许多,显然身份层次大有不同的中年男子笑了笑,马掌柜的,你这里呢? 楚天瞇了瞇眼,马老四,蓝档头,一个垄断了盖州城的柴火供应,一个是盖州城所有肉铺档头的行手,这两个家伙身份和他这个白蟒浆的鱼形档头相当,平日里都是打惯了交道的。 但是这个马掌柜们,他在盖州城的地位可比楚天他们高出了一大截。 这家伙是商户,而且做的也是盖州独一份的买卖,专门从大晋东边那些靠海的富庶州府,贩卖各种咸鱼,干豹,瑶柱,海带之类的物件往盖州来。 盖州位于大晋及西之地,从极东之地运来的海里面的各种干货,到了盖州起码有二十倍以上的利润。 所以马掌柜家也是盖州有头有脸的大商家,他家的主人今日也被邀请着参加了龙门宴,马掌柜却在后院和商宴儿做买卖。 商夫人放心,您折子上所需的一英货物,咱都精挑细选,拿了最好的存货过来。 尤其是那八百对单重五斤以上的干豹,还有那三百对大海斥,以及那一千斤鲸鱼金,样样都是精品。 自得的笑了笑,马掌柜眯着眼说道,在东边,这些东西不算什么,但是在这盖州吗,咱敢说,这是独一份儿,除了楚氏的库房,嘿嘿,怕是没办法找出第二份来。 楚天认真地观察着商雁儿一行人的脸色。 当马掌柜说道楚氏一词的时候,商雁儿和他身边的几个娇俏侍女,还有蓝档头,马老四,乃至马掌柜,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极其怪异的笑容。 楚天心里顿时咯噔一声,这不对呀,这几个人似乎不仅仅是在做买卖,他们似乎是非常熟人的人。 他们在这里对账,更多的,或许只是在演给某些人看而已。 或者说,他们只是在完成一种必须要旅行的程序,不让人生出怀疑心。 楚天急忙向远处看了过去。 马老四下属的一条条精状汉子,正不断地将一条一条柴火送进盖山书院。 这些汉子个个孔武有力,步伐更是稳重如山。 远处的空地上,蓝档头盔下的精状屠夫,正带着一群同样筋骨球结的汉子在屠珠宰羊,加上一群烧开水、刮毛,清洗内脏的打杂小丝,数量也有上千之重。 楚天目光一凝,今天蓝档头带来的这些屠夫,怎么他一个都不认识呢? 梅雪精神楼一楼大殿,荀玉,周刘云一左一右,平坐在大殿主位。 无论楚邪,乃至三周太守,还是三周各大家族的代表,看到荀玉和周刘云所坐位次,眼角都狠狠一跳。 荀玉乃盖山书院的创办者,是书院山主。 周刘云只是书院的监察学士,换言之就是教导主任的角色,书院地位远不如荀玉。 大尽以左为贵,周刘云坐在寻狱左守卫,两人固然平坐,身份已经奋出了高下。 很显然,周刘云的地位,高过了年纪是他两倍有余,声望,资历也远在他之上的寻狱。 刚刚拜入周刘云门下的书院学生固然是人人雀跃鼓舞,他们背后的家族代表也是满脸笑容,一个个热情无比地看着周刘云。 朱杰呵呵轻笑不断,不时不怀好意地向司马追风瞥一眼。 周刘云的地位越高,取代司马追风的可能就越大。 朱杰用他祖先的牌位发誓,如果司马追风真的被赶下了台,他一定要亲手打断司马追风所有肋骨,让他一路哭喊着趴着回去大进京城。 司马追风脸色阴郁,不时和墨宇两人交换颜色。 楚斜大马金刀地坐在三位太守下方,不时阴狠地向周刘云扫一眼,偶尔他更气势汹汹的,像盖州的那些大家族代表投影凶狠的目光。 除了灵卢,灵岳父子俩在楚斜的目光下不时打一个哆嗦,楚斜无奈地发现,曾经对他恭恭敬敬敬的那些盖州豪门大族的头面人物,居然感知是他的目光,甚至隐隐带上了一丝挑衅之意。 曾经,这些人在他面前,都和他处事的家奴差不多,今日他们的狗胆怎么撞了许多? 恼怒的楚斜又狠狠地向李正,赵行等大进豪门的管事望了过去,这些豪门大族的管事们一个个目光不屑,隐隐带着轻蔑之意看着楚斜。 对这些大进的豪门大族而言,楚斜只是一个乡下土财主的代表。 哪怕这个土财主的财富实在是太惊人了一些,土财主的本质绝不会变。 楚斜头顶隐隐有一层热气腾起。 看着这些大进豪族的管事,他真想拔剑而起,将这些人砍一个落花流水。 但是他谨记着寻玉的警告,他绝对不敢真各在龙门宴上撕破脸。 一如寻玉所言,如果楚斜今天真的敢破坏龙门宴,他就是大进所有读书人的死敌。 放在数百年前,大进还是门阀世家主宰一切的时候,读书人就是一个屁。 但是到了现在,以各大书院为代表的读书人已经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辉红势力,这些读书人虽然自己内部也打出脑浆子来,可是如果有人党敢挑衅他们,这些书院会立刻联合起来,将那个人碾成粉碎。 这些年,大进好些世家,豪门一夜之间颠覆,就和这些崛起的书院势力脱不开关系。 楚施不怕单单一个白鹿书院,但是一如寻玉所说,他招惹不起大进的读书人。 所以楚斜平日里在桀骜不逊,他也只能用楚善一家的脑袋威慑一下灵势,恶心一下周流云,争个让他大打出手破坏龙门宴,楚斜还下不了这个狠心。 更不要说,三十二个大进豪门的联合舰队就在白蟒江商货码头上,他们的司军已经登陆,已经在盖州城周边扎下了营寨。 楚斜恶狠狠地打量着大殿中的诸多贵宾,他无奈地发现,盖州本地的那些大户人家突然心中有了底气,已经不再畏惧他。 民州的那些大户人家,只要是有子弟败入周流云门下的,他们看向自己的目光都充满了挑衅意味。 稍微有点犹豫不决的,还是盲州的那些大户人家的代表。 盲州太守墨宇的态度暧昧,他似乎并不支持周流云的计划,所以盲州的大户人家就表现得犹犹豫豫,并没有真正死心塌地的和周流云绑在一起。 冷笑了一声,楚斜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他突然听到他身边的造型正在对李正问话,那斯呢?难不成逃走了? 李正冷笑连连,咬着牙说道,四面八方都有我们的眼线,他能跑去哪里? 除非,他不要他那兄弟的命了。 总而言之,今天楚天必须死。 楚斜眯了眯眼,楚天,他记起了这个名字。 龙门宴也好,这两天的风波也好,不都是灵月为了算计这个楚天弄出来的麻烦? 楚斜目光闪烁,在司马追风和灵月之间看了几眼,他突然一把抓碎了手中的茶盏,该死的,杀了龚白鹿的那个天品高手究竟是谁? 难不成,是这些来自大晋京城的豪门下手了? 楚斜激灵灵地打了个哆嗦,若有所思地向李正,造型看了过去。 在楚斜看来,李正,造型他们,非常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啊。 简直是一举数得的事情,削弱了司马追风,给他难看,打击了灵氏,削弱了他在周刘云心中的地位,不至于让灵月取代自家公子在周刘云心中的位置,更是直接抽了他们楚氏耳光,给他们楚氏一个下马威。 没错了,就是你们。 楚斜眸子里一缕凶光蹦出。 他认定了,前天夜里,击杀了近千周兵精锐,干掉了四百灵氏司兵,更击杀了他楚氏供奉公白鹿的,肯定是这些大晋豪门派出的天品高手。 如果是他们,一切都好解释了。 腰间有剑,是楚斜日常把玩的那柄翅红色的古铜剑。 楚斜咬着牙,手掌下意识地按在了剑柄上,目光凶恶地盯着李正和造型。 突然间,紫霄声拎着戒指,笑着从周刘云身边走了出来。 诸位贵宾,欢迎大家参加周刘云,周学士,周大人,周兄的收徒圣典。 为了回报诸位贵宾的热情,周兄今日特意背下了几条天地生成的灵物。 来人哪,将那十条金林大鲤鱼请出来,让大家好好赏见一二。 毫不夸口,就是大晋的天子,都是没有这般口福的。 嘿,这般天地灵物,大家今日有幸尝道,都是托了周兄的福气,可比大晋天子还有福得多呀。 紫霄声张口一通胡说八道,周刘云,寻遇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其难看。 大殿中众多宾客的脸色也变得极其怪异。 比大晋天子还有福得多。 这位兄台,你哪里来的胆子说这种话? 你都说出了这种话,今天谁还能理直气壮的吃下这金林大鲤鱼。 秦台后,被盖山书院盛情邀请来的绿姑拨动秦弦,一缕仙音冉冉而出。 潺潺水声中,一名盖山书院的学士,精通水云秘术的老先生手托一团白云,托着十条活蹦乱跳的金林大鲤鱼走进了大殿。 第四十七章 祥瑞乱人心 水云秘术化为数十条灵动的云气,裹着十条摇头摆尾,鳞片不断开河的金林大鲤鱼飞进大殿。 大鲤鱼嘴巴开河,不断突出一丝丝水气,双眸光芒意义,颇有灵性。 水雾升腾之中,这些大鲤鱼身体扭动,隐隐有飞龙腾空之像。 大殿内,大近三十二家豪族的管事都不由的站起身来,目露齐光看着水云中这十条妙物。 这般长的大鲤鱼,得生长多少年才有如此气象。 大鲤鱼乃及物,这般大的大鲤鱼,更是大大的祥瑞之兆。 当今大近天子走火入魔一般求长生,对各种祥瑞,稀奇之物的追索已经陷入蜂魔状态。 如果能将这十条大鲤鱼献给当今天子,得有多少好处? 很快的,李正,赵行等人看了一眼周刘云,同时微微摇头。 这是龙门宴,这些鲤鱼,是灵月花重金献给周刘云的锐物,是为了庆贺周刘云收录了这么多金传门人,庆贺大家绑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这些鲤鱼只能用在龙门宴,只能用在今日,今时,此刻,此地。 如此祥瑞之物,大善。 李正突然鼓掌大笑,好一个龙门宴,鲤鱼跳龙门,化去繁体,腾云驾舞于九天之上,成就蛟龙之躯,好吉兆,好祥瑞。 学士大计,定然能马到成功。 李正一番话说得周刘云连连点头微笑,赵行等人也急忙纷纷开口,一连串的吉祥话不住口的说出。 周刘云也好,寻狱也好,盖山书院的众多学士,博士,众多门徒,还有在场的各大家族的代表,无不喜笑颜开,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灵月更是昂首挺胸,看着十条金铃大鲤鱼得意洋洋的笑着。 这十条大鲤鱼,可是他灵月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弄来的。 那些金子也就罢了,伤不了灵家的筋骨。 但是灵符和四百精锐私兵的战死,实在是让他父亲灵卢都心痛不已。 可是一切代价,和今日的收获相比,算得了什么? 能够用这十条金铃大鲤鱼,让周刘云在三周之地这么多的头面人物面前好好的长长脸,在周刘云周施心中,他灵月的身份地位,他灵家的身份地位,定然是和其他同门有了天差得远的差距。 灵月笑看了一眼身边那些大靖豪族出身的同门师兄,不由的微笑点头。 迟早,他灵家也要从盖州区区一土豪家族,成长为真正的大靖豪门。 他灵月,也要有名动天下的一天,更是要手掌大拳,尽情享受荣华富贵。 不由的,灵月向楚刑深深的看了一眼。 他想起了刚才楚刑对自己的呵斥,对自家的侮辱。 楚是少主,嘿嘿。 楚刑把玩着酒杯,神色阴郁地看着大殿中雀跃欢呼的这些人。 三周之地的大家好族,因为自家子弟败入周刘云门下,他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 十条金林大鲤鱼,十条如此巨大神郡的金林大鲤鱼,无形中就成为了一种图腾,一种信仰,借着龙门宴的油透,将所有人心头的野心进行了纯净和升华。 他们本来只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意识。 因为这十条该死的鲤鱼,他们很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同心且协力,凝聚成一股坚实而强大,让楚事都无法,也不能,更不敢正面对抗的可怕力量。 该死的东西。 楚刑手掌一紧,酒杯无声的化为粉碎,点点碎屑不断从他指缝中露出。 司马追风阴沉着脸看着这十条金林大鲤鱼,和楚邪一样,他同样感受到了这十条大鲤鱼带来的威胁。 周刘云摆明车马是来抢他盖州太守之位的,周刘云通过收录门徒,将三州绝大多数的大家好族一网打尽,将他们凝成了一股绳。 这股力量,已经足以威胁司马追风的太守宝座。 今天周刘云突然拿出这么大的十条金林大鲤鱼开办龙门宴,在这些神异非凡的大鲤鱼引带的某些祥瑞,吉兆之类的光环刺激下,保不准勾结周刘云的那些大家族,会有某些人做出某些过激的事情。 朱捷,墨宇看着大殿中满面红光,兴奋异常的众人,两人一个笑着连连点头,一个阴沉着脸不断摇头。 朱捷欣然笑道,闹吧,闹吧。 这么大的十条金林大鲤鱼,嘿,周丽云的确是天命所归。 嘻,闹,闹,闹,赶紧闹,最好有个胆肥的,今夜就去刺杀了司马追风。 笑了几声,朱捷眯着眼低声喃喃,周刘云和这些豪族联手,是要再开新周,这笔买卖,做的呀。 有这些豪族在前面冲锋陷阵,咱在里面掺和一股,怎么也要分一块肥肉。 墨宇则是阴沉着脸暗自咒骂,敲锣打鼓,一天一天敲锣打鼓,没得个消停。 再开新周,这是要死人的。 这是要引起大乱子的。 十万莽荒的那些移民,那些蛮子,好招惹吗? 好招惹吗? 混账东西呢,太太平平过日子不成吗? 梅雪精神楼一层大殿四周的门户,窗户全部拆去,敞亮亮的四面见光。 十条金林大鲤鱼悬浮在大殿半空,大殿四周广场上的那些书院弟子,还有三周之地那些中小家族的头面人物无不凑了过来,一个个张大了嘴呆呆的看着这般大的十条金林大鲤鱼。 周师果然是有气韵的,这般大的金林大鲤鱼,寻常人怎可能到手。 跟着周学士,定然是不错的了,如此祥瑞之物,今日能得一见,可见周学士的确是福运有德之人。 下,周学士回来盖州才几日功夫,居然就能到手这般大的十条大金林子。 好福气,好气韵,周师果然非凡。 嘻嘻,看看司马太守脸色好生难看。 这木马太守嘛,他来盖州任职也有好几年了,看看这几年,他又做了什么。 整日里银师作对,银酒赏花,真个是京城来的顽固废物,百无一用的东西。 让他滚蛋呗,让周师做我们盖州太守。 让周师做我们盖州太守,在盖州之外再开新州。 嘿,到时候新开的州府,那些矿脉,山林,凉田等等,咱们可都有机会下手礼。 是急,是急,到时候,说不得我们当中,也有一个楚氏出现。 人群中无数人神态狂热的低声交谈着,嘈杂的声浪几乎将梅雪精神楼给掀了起来。 一如周流云所想,一如灵月所猜测,一如楚邪和司马追风所担心的那样,这十条笼罩着祥瑞光环的金林大鲤鱼一出现,盖山书院中无数人的人心就动了。 司马追风的太守宝座岌岌可危。 平日里不敢对楚氏多看一眼的那些盖州中小家族的首脑们,他们居然已经敢挺起胸膛,歪着脑袋,恶狠狠的,目光犹如一柄小刀的狠狠挖楚邪一眼。 千夫所指,千夫所示,楚邪只觉浑身气血质闷,好似有无数根细针从四面八方狠狠的扎在他身上,让他难受的想要吐血。 他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右手紧握腰间赤铜骨剑的剑柄,一股极其锋利,极其森寒的剑意从他手掌之间喷泊而出,震得他左右十几张条岸上的酒壶,酒杯,茶壶,茶盏之类嗡嗡振鸣,不断倾笑。 端端正正跪坐在正中条岸后,老脸上满是笑容的寻玉脸色一变,他挺直了上身,双手揣在袖子里,目光森严地向楚邪看了过来。 除少主,意欲何为? 寻玉手掌藏在了宽大的袍袖中,一股辉红浩大,堂堂正正,宛如天地之威的气息在他袍袖中缓缓荡漾开,犹如一座大山向楚邪锋利无匹地见一面压过来。 被四周无数人恶意目光刺激的血气奔涌的楚邪受此挑衅,他当即回头,目光如电狠狠地瞪了寻玉一眼。 虚空中,两人庞大的精气神话为无形无际的力量,狠狠地对撞在一起。 一声轰鸣,一声脆响,同时在两人脑海中响起。 寻玉长发,胡须同时一动,楚邪身体一晃,刚刚站起来的他好似被一座大山压了一下,狼狈地一屁股坐在了阮席上。 这一次无形的交手,寻玉以白鹿书院秘书,详视异常地镇压了楚邪,让他不大不小地吃了一点亏,丢了一点小脸面。 老家伙! 楚邪恼羞成怒地看着寻玉,他刚刚站起来,只是受到刺激后的本能所为,并没想争个在龙门宴上大打出手。 寻玉却趁着楚邪心血澎湃,心情不稳地油透,狠狠地给了他一记暗算。 他袖中不知道藏了什么秘宝,借助秘宝之力,打了楚邪一个仓促不及。 心思全放在四周那些家族首脑身上的楚邪仓促迎战,受此重击,不但全身气血倒流,筋络麻痹,差点一口血喷出来,精神更受到震荡,眼前一阵阵发黑,半天没喘过气来。 滔滔大事,逆我者死。 寻玉看着脸色青红不定的楚邪,得意地笑着,说出了白鹿书院开山祖师这句无比霸道的话来。 就坐在寻玉身边的周刘云发现了寻玉和楚邪的暗自交手,他微微一笑,向寻玉汗手道,寻师老儿迷奸,刚刚好一招万雷锋。 寻玉矜持一笑,轻贴了一眼楚邪,目光放在了在人群中乱窜的紫霄生身上。 此子所言果然有理,快刀斩乱麻,以堂堂正正之大事,横推而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才符合我白鹿书院一贯的宗旨。 寻玉轻叹道,此子大财,若是能收入书院唯我所用,当可独当一面。 周刘云微微皱起了眉头,他也看了紫霄生一眼,低声说道,紫霄生的确大财,在京城时, 无论诗词歌赋,丹青水墨,吴和几位同门师兄联手,居然比不过他一人。 除了性格喜欢胡闹一些,他的才学,是无生平谨见。 沉吟片刻,周刘云冷然道,只是他来路莫测,一直没弄清他究竟出身何处。 是否招揽进书院,还得从长计议。 寻玉缓缓点头,双手依旧揣在袖子里,目光森森看着勉强翻身做起的储鞋。 龙门宴,不仅仅是拜师宴,更是周刘云在盖州大开山门,招收附庸势力的大典,用陆林道的黑话来说,龙门宴就代表着周刘云在盖州插杆子,竖旗子,正耳八经的招兵买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了。 这不仅仅是周刘云的大事,更是白鹿书院的盛事,更干系着好些豪门大族的利益。 谁敢破坏龙门宴,就是寻玉他们的死对头。 哪怕是处事的少主又如何? 刚刚寻玉一记万雷锋打得储鞋眼前金星乱冒,他寻玉可不忌惮对储鞋在下狠手。 储鞋站起身来,他神色阴郁的看了寻玉一眼,手指轻弹腰间佩剑,面色阴冷的一言不发。 一股淡淡的寒气从储鞋身上扩散开来,坐在他身边的几个盖州大家族的代表下意识地向远处挪了挪身体。 紫霄声在人群中乱窜,他到这边嬉笑着向人介绍几句这些大鲤鱼的好处,到那边去吹嘘几句这些大鲤鱼的珍惜。 他宽大的袖子胡乱甩动,一缕缕淡淡的香氛不断从他袖子里扩散开来,逐渐波及了在场小伴的人。 原本众人的情绪就已经和干柴烈火无异,紫霄声散发出的这些香氛,就好像在干柴烈火上浇了一大桶火油,火势呼的一下冲起来了老高。 人群中,一名自家儿子刚刚败入周流云门下,家中颇有一些甜土,土地面积在盖州的大地主中排名前五的肥胖男子突然跳着脚叫了起来,周师文采风流,才华无双,更品行高洁,自律严谨,周师当为盖州太守。 肥胖男子的话当即在人群中引发了一场海啸般的骚动。 无数人齐声呐喊起来。 木马太守滚蛋,周师当为太守。 木马太守无能,周师取而代之。 司马追风,你上任数载,对盖州可有一尺一寸之功。 无能似你,当退位让贤,还请周师登临太守之位,为我盖州百姓谋斧。 周师,太守。 周师当为太守,无等当联名向朝廷见之。 联名,联名,不仅向朝廷见贤,更要谈和司马追风之无能。 无能的木马太守,滚蛋,滚蛋。 群情激愤,一下子就变得不可收拾。 周刘云面孔驮红看着众人,他真个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程度。 都是这十条金林大鲤鱼带来的好运气,周刘云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但是他还不得不约束笑容,尽量保持严肃的面孔。 司马追风气得脸色发黑,更是心头惶恐。 他惊怒焦急地看着大声呼喝的众人,怨读无比地看一眼周刘云,在意味深长地向墨宇看了一记,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抖了一下袖子大步走出。 龙门宴还没正式开始,司马追风就气得离席了。 盖山书院和太守府,算是正耳八经地撕破了脸皮。 第四十八章 风雨席盖周 面色惨淡,浑身站立的司马追风哆哆嗦嗦地走出了盖山书院,等他坐上来时的马车,下令回太守府的时候,他的心境已经平复下来,脸色平静如常,丝毫看不出他在书院内刚刚被万人所指,万人呵斥过。 木马太守 司马追风四平八稳地坐在马车里,端着一个小小茶盏轻声冷笑,清澈的眸子里一缕立芒闪烁,周身都被一层淡淡的红光笼罩。 高温的红光好似一层琉璃,紧紧贴在司马追风的身体表面,没有丝毫温度外泻。 足以容金消贴的红光,司马追风能如此精巧细致地掌控他,可见他的修为和等惊人。 盖山书院那些齐声呵斥他,驱逐他的大家好族的代表,若是见到他此刻的表现,还真不知道能有几个人有勇气开口。 木马太守 车架林林驶离盖山书院,司马追风回头看了一眼书院大门,手中茶盏连带茶水,茶叶同时化为一缕青烟。 真将我看成了木雕泥胎的废物。 我司马追风,岂能辱了我司马氏的威名。 司马追风咯咯轻笑了几声,突然闭上了眼,轻声喝道,老巫头,拿我鸣铁,去风雨酒重关,面见大开关立将军,让他调兵进城。 车架外,骑在一头青葱马背上,身穿黑衣,身形瘦削的司马追风贴身总管老巫头微微汗手,身体一晃,迎面一道清风吹来,他就好像一只大风筝冉冉飞起,在离地十几丈的空中身形骤然模糊,眨眼间不见了踪影。 盖州乃百多年前心力之州,盖州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盖州仙民从蟒荒遗族手中抢来,每一寸土壤都浸透了鲜血。 十万蟒荒无边无际,山中遗族性情彪悍,行迹诡异,极其难缠,时常有成群结队的遗族部落满子袭扰盖州府县,盖州见州之初,隔三差五总有心开辟的府县被遗族满子破城,血洗。 经盖州先代太守奏请,大进朝廷在盖州通往十万蟒荒的要害之地,设下了九座连年仪器,遥相守望的关卡防范蟒蛮子侵扰,九座关卡各有都为领兵镇守,由一位杂号将军统侠被盖州子民称之为风雨九重关的九座关卡。 风雨九重关也是大进朝廷在盖州最强大的军事存在,无论士族数量,精锐程度,装备质量,都远超司马追风麾下的州兵。 士兵精良,战力强大,风雨九重关的驻军更直属大进太尉府统侠,和盖州官府并无同属关系,一英粮草,军饷,资重等等,都由太尉府直接调拨,每年直接在盖州城的商税,粮税和猪班杂税中抵扣。 司马追风无权对风雨九重关的驻军指手画脚,但是他敢让贴身总管老巫头拿着他的铭铁,而不是他的太守公文去风雨九重关调兵,可见他对风雨九重关的影响力,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木马太守 司马追风眯着眼看着车窗外的街景,笑得极其冷翘,既然是一头木马,走不走,可就由不得你们说。 你们用鞭打,用刀砍,咱一头木马,可不听你们的使唤。 笑了几声,司马追风手一翻,从车厢的暗阁里抓出一瓶大进甘州出产的葡萄酿,从自己腰带中取出了一颗呈现金石色泽的拇指大小五蛋丹丢进酒瓶,用力的将酒瓶摇晃了几下。 司马追风掌心一股热浪冲出,裹着酒瓶熏烤,加上他的用力摇晃,五蛋丹在葡萄酿中快速溶解,一股刺鼻的浓香化为滚滚白气从瓶口喷出,他急忙一张口,将白气整个吞了下去。 司马追风白皙的面皮骤然变得赤红一片,他憋着一口气,将融入了五蛋丹的葡萄酿大口喝光,脸皮就红得快要滴出血来。 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司马追风腹中鸣叫如雷,五脏六腑都被五蛋丹的药力冲击着,很快他浑身大汗淋漓,逼得他将车架的窗帘掀起。 车架高速奔走,梁峰闯入了车厢,吹得司马追风头发,衣衫乱舞。 他脱掉了身上的大袍子,扯开衣衫露出了光溜溜的胸膛,梁峰吹在汗水不断滴落的胸膛上,司马追风依旧感到浑身燥热难当。 司!好霸道的药力,比以往的五蛋散药力更强了三倍有余。 天子新招的这批丹药方式,果然有几分本领。 司马追风微微摇晃着脑袋,眼前颈雾开始摇晃,模糊,他莫名的黑黑怪笑了起来。 当今大进天子奢求长生,丢下朝政不理,整天炼丹,服药,引得整个大进的王公贵族,世家豪门的头面人物纷纷效仿。 司马追风出身司马氏族,虽然远在盖州,但是大进京城内最流行的各色丹药,他总能及时的弄到一份。 不愧是天子耗费重金炼制的丹药,妙啊。 司马追风神色迷离的笑着,他只觉腹中滚烫如火,浑身好似火烧,五元在体内急速流动,比他日常修炼时速度快了起码一倍。 得赶紧发散药力,发散,发散。 司马追风突然从车窗探出头去,朝赶车的车夫喝道,加速,快,快,快,赶紧回府。 五旦旦的药力霸道绝伦,想要发散药力,要么是寒冬腊月赤身在雪地里奔走,要么就只能阴阳调和,用那阴阳调理调和体内霸道至极的纯阳之气。 车架的速度又快了几分,司马追风将脑袋露在车窗外,有几分呆萌的傻笑着,看着路边的风景。 离开通往盖山书院的大道,拐了几个弯而,司马追风的太守仪仗就拐到了盖州城的主干道上。 司马追风脑袋探出车窗,呆呆地看着街景,他突然皱起了眉头。 今日不知道怎地,盖州的大街上多了好些碍眼的人。 成群结队光着膀子,手里拎着各色翘棒,绳索的大汉懒洋洋地坐在街边屋檐下,嘻嘻哈哈地说着乡野村夫特有的下流笑话。 街边的小巷子里,好些城湖射署探头探脑的。 一个个脸上都带着一丝阴狠奸诈的冷笑。 更有好几支队伍拥挤在街道上,大量的货车杂乱地拥挤在一起,堵得大道水泄不通。 急着返回太守府发散的司马追风被堵死在了大道上,他顿时气急败坏地叫嚷了起来,怎么回事? 怎么把路都给堵上了? 让他们都给本太守滚开。 太守府的护卫头领急匆匆地带着人赶上前去,一通交涉,谩骂之后,前面急死的货车稍微动了击下,然后又停了下来。 人太多太杂,车太多太乱,偌大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一时半会哪里疏通得了。 更有屋檐下的大群贤汉鼓噪喧哗,一个个扶掌大笑,他们浑在街上,更平添了几分拥堵。 司马追风气急败坏地咆哮着,可是这时候他太守的威风也没什么大用。 他总不至于让他的护卫在大街上把刀杀人,再说了,就算杀掉这些堵路的人,那些货车,货物你也挪不开呀。 前面大街上堵死的货车什么的还没处理好,一大群皮肤泛黑,用黑色头巾裹着额头,并脚插着各色羽毛的汉子又扛着各色的包裹,背着大大小小的被搂涌了上来,将司马追风后撤的道路也堵死了。 司马追风原本还想下令绕道而行,这下他想要绕路返回太守府都没辙了。 他恼怒地看着那些皮肤泛黑,满口里语难懂的汉子,皱着眉头,却拿他们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些人,是盖州规划的土人,他们的先祖是十万蟒荒的遗族,开辟盖州的时候,他们的部落被大进征服,他们就留在了盖州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自成一体。 这些规划的土人自己建立了聚居的村镇,和外来的盖州大进子民老死不相往来。 他们和十万蟒荒中的遗族联系紧密,他们能够安全地出入十万蟒荒深山,采集各种珍稀的药草。 经常有规划的土人成群结队的来盖州城,贩卖自己采集到的各种药草,采购各种生活物资。 就连楚氏号称垄断了盖州的生药买卖,但是楚氏的好些珍稀货色,也是向这些规划的土人重金购买。 这些土人性格彪悍,凶猛,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而且他们极其抱团,一旦招惹他们一个人,就会引得他们整个村镇联手发难,一旦招惹他们一个村镇,他们就会十里八乡地纠集十几个村镇的人手鼓噪闹事。 司马追风在盖州,第一让他头痛的就是地头蛇处事,第二个让他头疼的,就是这个隔三差五就会闹事的土人。 他在盖州任职数年,这些土人闹出的人命案子都有近百起之多,他这几年干脆就是在为这些土人擦屁股了。 眼看着成群结队的土人扛着各色乱七八糟的山货堵住了后退的道路,浑身火热的司马追风气得直翻白眼。 他历声喝道,今天又不逢硕日,不是感激的日子,这些,乡八老进城做什么? 啊?他们来这么多人,想要干什么呢? 跑到前面去开道,却无功而返的太守府护卫统领眼巴巴的跑了回来,无奈的向司马追风苦笑,大人,都是那些外来船队惹出来的是非。 大近三十二家豪族的联合舰队靠岸了,他们的大队人马正不断涌向盖州城,通往盖州城商用码头的道路,已经被他们彻底站住了。 这些豪族行事作风极其霸道,他们占用了官道,根本不需其他人行走。 有几只盖州城内的小商队想要出城去码头,结果刚刚出了城门口,就被李氏的司军打给跑了回来。 好些盖州当地的商队就被堵在了城内出城不得,他们拥挤在大街上,自然就把路给堵死了。 商队出不得城,盖州城立行的那些利夫,杂役就散了鸭子,他们嘻嘻哈哈的聚集在大街两侧的屋檐下闲话,司马追风看到的那些光着膀子的壮汉,都是利行的利夫,杂役。 而这些土人们,他们是听说有一支极大的外来商队来到了盖州,他们立刻兴致勃勃地招呼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带着平日里囤积下来的,舍不得出售的真品商货来到了盖州城。 这些土人也不蠢啊,因为处事垄断了盖州生药买卖的关系,他们的好些珍稀药草都卖不出高价。 但是外来的商队不是处事这样的地头蛇,他们将这些商货送去商队里,起码能赚回数倍的利润。 但这些土人们也没弄清所谓商队的真实身份,兴致勃勃地到了盖州,一时半会找不到城外那支庞大队伍的管事的、李正、赵行等人正在盖山书院参加龙门宴呢。 找不到出货渠道的土人一不做二不休,大队人马就涌入了盖州城。 总而言之,今天的盖州城很热闹,各色各样的闲杂人等纷纷抛头露面,将整个盖州城挤得水泄不通,盖州城的日常彻底地乱成了一团。 简直是。 司马追风气得眼珠发绿,他想起了自己刚刚在盖山书院受到的侮辱,他对外来的三十二家豪门,还有勾结这些豪门来到盖州的周刘云已经恨到了骨子里。 前方一条小巷口突然一片骚动,就听一声淒厉的惨豪传来,一条身高八尺的睽违大汉浑身是写的从巷子里冲了出来,他手里拎着一根铁杆乱打乱敲,声嘶力竭地咆哮着,报官,报官。 有人要造反,造反。 这大汉刚刚冲出巷子,一道寒光从他身后追来,将他从顶门到胯下一击劈成了两片。 这寒光狠辣如丝,大汉被劈成两片后,身体还亮枪着向前跑出了十几步远,只跑到了大街正中,撞在了一架货车上,这才滑得一下左右分开。 司马追风愕然,当街杀人。 当着他这位盖州太守杀人。 而且,杀人的手段如此狠利凶残,那般高大魁梧的一条汉子,居然一箭就被劈成了两片。 还有,那大汉吼的是什么? 报官。 造反。 一股寒气从司马追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猛的站了起来,大步走出车厢站在了车缘上,那斯,是谁? 太守府的护卫统领拔出佩剑,看着前面一片骚乱的街道力声道,盖州力行的档头,铁胳膊铲铁汉。 这斯天赋异禀,虽不休武道,双臂有数万金神力,属下一直想招揽他为太守效力的。 哈,当街杀人。 司马追风听了自家下属的话,他猛的放声大笑起来,还有人想要造反。 嗯? 都是谁? 给本太守站出来。 面皮通红,长路胸怀的司马追风摊开双手,死死盯着孙铁汉冲出来的那个巷子口。 大街上突然一片死寂,一种莫名的怪异气氛笼罩了整条大街。 大街两侧的好歇利夫缓缓站起身,神色冷肃地看着司马追风。 那些扛着山货包裹的土人纷纷放下手中包裹,从硕大的包裹中拔出了一柄又一柄金刚锻造的六尺八面剑。 呼哈一声大吼,那些土人一脚将那些山货包裹踢飞,悍然在司马追风的车架后方结成了军阵。 他们双手紧握剑柄,脚步,身形细度严谨,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 痴痴声响中,一名身披重甲,身高超过九尺的壮汉扛着一柄八尺长的特制八面剑,慢悠悠地从刚刚那巷子口走了出来。 木马太守 久闻大名 重甲壮汉咯咯冷笑起来。 第四十九张满荒于灭 五,盖州太守司马追风 来者何人? 报上名来,休要学那不成器的侍颈小人,屠成口舌上的功夫。 司马追风神色肃然看着那重甲大汉,浑身燥热早就不知去向,满身的热汉早就化为了冷汗。 重甲大汉身上的甲皱通体漆黑,线条古朴厚重,左右肩膀是两个蛟龙吞口,胸前是一头猙獰的黑蛟浮雕。 无论蛟龙吞口还是黑蛟浮雕,工艺都精妙至极,林甲龙须先毫可变。 阳光照在大汗身上,厚重的甲皱上隐隐有一层隔离壳内层一般的润泽光芒闪现,宝光中可见大量的水汽云纹翻滚,这是一件罕见的,珍贵至极的秘符宝甲。 一件秘符宝甲不值什么,出身司马世家,司马追风见过多少好东西。 要命的是这件秘符宝甲上的黑胶图腾,还有甲皱上的几处水云暗计,都代表了这套甲皱的来历。 司马追风看着这套甲皱,不敢想象身穿这套甲皱的人出现在盖州城意味着什么。 他们怎能出现在这里? 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某,大秦军侯,迎风。 仲甲大汉举起了扛在肩膀上的八尺重剑,双手扶剑直立面前,向司马追风行了一礼,还请木马太守束手救秦,不要徒增伤亡尔。 司马追风的心缓缓的向下沉去,他看着仲甲大汉冷声笑道,大秦。 前朝古秦,已经是万年前的故事,世间只有大进,再无大秦。 而等不愿归顺本朝,自愿在那十万莽荒中自生自灭,那有的你们欢喜。 深吸一口气,司马追风立声道,但你等焉赶亲我大进州城?你们想身死足灭不成。 迎风笑着摇了摇头,淡然道,罢了,言语说不动你,那就,刀剑上剑分晓吧。 可惜了这斯,多壮士一汉子,怎么就不肯乖乖的听话呢? 某可没有坏心,只是想要招揽他投靠我大秦,统侠盖州所有的例行汉子,一起搏一个出身。 可惜,他却非要去出手报官,白费了某一番好心。 带着几分可惜的像惨死的孙铁汉望了一眼,迎风突然大吼了一声,而狼们,杀。 一声长啸,司马追风所在的这条大街,骤然就乱了。 屋檐下的利夫,杂役当中,那些站起身来,神色肃然,目光冷立看向司马追风的壮汉们突然从腰间抽出黑色的布条,用力的绑在了手臂上。 随后他们用力一扯手中的撬棍,铿锵声中拔出一柄柄寒光四射的重剑。 这些利夫,杂役只占了大街上所有利夫,杂役三成左右,他们拔出重剑后,立刻像身边震惊的好似呆头鹅一样,呆愣愣毫无反应的利夫,杂役立声咆哮。 兄弟们,咱们力行的苦哈哈们苦啊,整日里扛大包,赶中车,哪家能有余粮? 随我们一起干吧,干。 拿起家伙,干。 打破太守府,洗劫盖州城,金银珠宝,白米白面,绫罗绸缎,游得大家享受里。 有大胆的兄弟,跟着咱们一起干。 一起干,博一个荣华富贵呢。 不愿一起干的,还把我们当兄弟的,不要碍事,趴下,趴下,不从者死。 孙荡头不愿意兄弟们发财,已经被迎风军侯斩杀。 兄弟们要么跟着咱们一起干,要么就趴在地上不要碍手碍脚。 刀剑无眼,不要怪兄弟们不顾往年的情面。 挤在屋檐下的利夫,杂役们呆愣愣的看着突然变了脸的同伴们,这些平日里一起喝酒,一起做苦力的同伴,今日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的陌生。 盖州力行荡头孙铁汉的尸体血淋淋的躺在地上,那等惨烈的死法好生吓人。 大半利夫,杂役下意识的抱着脑袋趴在了地上,这是陆林道的规矩,只要他们这些利夫,杂役不乱动,不坏事,再穷凶极恶的盗匪也不会轻易伤害他们。 更有小伴的利夫,杂役,平日里就是不安分的,他们纷纷嘶吼着,被一股莫名的冲动裹挟着,傻乎乎的跟着那些胳膊上缠着黑色布条的同伴冲了出去。 他们一动,那些手持重剑的利夫就不断掏出一根根黑色布条递给他们,让他们紧紧缠在了胳膊上。 剑光闪烁,伴随着大声的嘶吼谩骂声,手当其冲倒霉的,就是堵在路上的几只商队的管事,以及这些商队的主人家聘用的护卫。 无数惊呼声中,如狼似虎的利夫,杂役冲进了商队,剑光闪过,沉重的八面剑砍瓜切菜般剁下了一颗颗人头。 那些商队的管事,护卫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些平日里任凭他们呼来喝去的苦哈哈,还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已经惨死在这些卑剑之人的剑下。 散财 迎风双手握着重剑,一步一步向司马追风的车架逼近。 随着迎风一声大吼,那些杀进商队里的利夫,杂役手中重剑乱披乱砍,大量金银铜钱,绫罗绸缎珠般珍贵之物撒了一地都是。 利夫,杂役们哈哈大小,随手抓起大把大把的钱财向路边撒去。 兄弟们,难不成真心想做一辈子扛大包的苦哈哈? 起来,起来,站起来喝,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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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碗吃肉,大碗喝酒。 兄弟们,搏一下,打下盖州城,小娘子随便兄弟们挑,宽大的瓦房随便兄弟们住。 路边趴在地上的利夫,杂役呆住了,大把大把的金银铜钱砸在他们头上,砸得他们生痛,却也把他们给砸醒了。 看着地上惨死的孙荡头,看着满地乱滚的人脑壳,看着黄灿灿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叮当响的铜钱。 突然有利夫,杂役熬的一声窜了起来,拎着翘膀就像身边狼狈逃窜的伤队护卫杂趣。 这些利夫整日里做粗众活计,一身蛮力极强,他们的撬棍坚固无比,打在人脑袋上,当即有十几个护卫被打的脑僵蹦裂而亡。 乱了,越发的乱了,无数的利夫,杂役纷纷跳了起来,嗷嗷嚷叫着跟在了那些手持重箭的同伴身后,犹如疯狂的野兽一样胡乱的冲杀起来。 迎风哈哈大笑着,一步一步走过混乱的大街,向司马追风不断破劲。 一道黑色水汽从迎风脚下升起,化为一个黑色漩涡将他腰身以下包裹在内。 黑色寒风凛冽,迎风头顶一道黑气冲起来十几丈高,黑气中隐隐可见一头黑色恶骄翻滚咆哮。 司马追风周身红光大胜,可怕的热力迅速将他的车架引燃,一团火光熊熊,逼得他身边的护卫急忙向四周散开。 堵在司马追风车架后面的土人们齐声呐喊,他们身上有黑色煞气冲出,在他们头顶迅速凝成一片黑色云矮,里面有一头黑色玄骄摇头摆尾。 前朝,古琴,进军杀阵黑龙杀阵。 首当其冲的十几名土人汉子齐声大吼,手中六尺长,沉重一长的八面剑齐齐向前一挥。 偌大的军阵上黑色玄骄长啸一声,一片黑色煞气涌入他们身体,八面剑铿枪轰鸣,十几道形如黑龙的剑气喷勃而出,瞬间笼罩了前方数十丈长的街道。 司马追风的护卫尽是精锐,个个都能以一当时。 但是他们并没有布下战阵,面对上千土人的距离一击,他们只能仓促地举起兵器,大声嘶吼着冲向当面袭来的剑光。 扑齿声不绝于耳,守护在司马追风车架后的百多名护卫被黑色剑气撕得粉身碎骨,只有一名护卫副统领司声惨嚎着从黑色剑光中冲出,他双臂的血肉被剑气撕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两条白惨惨的手骨。 组成沙阵的土人同时向前大步逼近,他们的气息连为一体,犹如一座大山巷背对着他们的司马追风碾压了过去。 司马追风周身红光骤然一致,他身后的红光剧烈地震荡了起来。 迎风浑身缠绕着逼人的寒气,他大笑着向司马追风一步一步地逼近,历声笑道,木马太守不要怪某,今日之事特殊,某就不和你一对一的较量了。 如此背负受敌,木马太守当如何是好呢? 狂笑声中,众人所在的这条大街左右的街巷中,突然有数十道浓烟冲天而起。 烈火熊熊,迅速覆盖了数十栋宅底,震天的哭喊声远远传来,更有砖墙崩塌声,木门破碎声不断响起。 迎风更是放声大笑,不仅仅是背负受敌,更是兵荒马乱。 下,整个盖州的城湖射署都被某说服了,盖州城那些市井朗汉组成的五大帮派,今日一并发难,打家劫舍,劫掠民女,嘿嘿,痛快痛快。 司马追风不顾身后破尽的土人军阵,他看着迎风力声喝道,吴盖州,尚有精锐州兵两万。 迎风昂起头来,看着司马追风笑道,太守只管发警讯,且看那两万精锐州兵,能有几个出营弹压。 不妨坦白个说,盖州城内的两万州兵精锐,此刻能爬起来行走的,百步足一里。 司马追风的一颗心沉了下去,深深的沉了下去。 盖州力行,那些扛大包,搬重物,平日专门做那些最粗笨活迹的利夫,杂役起码有万余人,盖州城的城湖射属,那些结成了帮派的市井闲人数以千计。 若个没有州兵弹压,这万多人暴起发难,整个盖州都可能毁于一旦。 看看四周熊熊的火头,冲天的浓烟,震耳的哭喊声,司马追风的一颗心顿时犹如油烹。 你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司马追风看着步步逼近的迎风,语调突然放低了几个调门,语气也变得虚弱了许多,你们,对州兵大营做了什么? 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风雨九重关的驻军,希望大开官吏将军能够统兵及时赶到。 干什么? 今天我们要干的事情,可就多了。 迎风笑得很灿烂,他向司马追风笑道,这,还得多谢盖山书院的周刘云周学士,他给了我们一个多好的,能够将三周高层一网打尽的机会。 司马追风的脸色变得犹如死人一般,盖山书院中,也有你们的人。 迎风已经逼近到司马追风面前不足五丈,他缓缓举起重剑,肃然说道,是,盖山书院中,有一位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的人。 烟火四起,盖州城的四方城门附近也是喊沙声震天。 城群截队的粗壮汉子,城群截队的土人,手持鸣黄黄的刀剑,更有人拿着强弓硬弩,呼啸着顺着阶梯冲上了城墙,冲着措手不及的守城州兵大砍大杀。 隆隆声中,盖州城的四方城门几乎是同时合拢,沉重的万金闸也用最快的速度放下。 盖山书院内,美雪精神楼的顶楼,寻玉和周刘云前几日赏见苍龙脱壳图的镜室中,一名黑衣少女静静地站在苍龙脱壳图前,泪流满面。 几名书院侍女无声地跪在少女身后,额头紧贴着地面,她们和少女一般满脸是泪。 阿爹,阿娘! 我大秦圣物,终究要回归我族。 当年被信弃义,害死你们的那些人,他们今日一个都逃不掉。 少女看着苍龙脱壳图轻声说道,今日他们自投罗网,女儿要让他们一个个都死在这里。 少女生得极其的轻力,高挑娇弱,不着一丝烟火气的她就好像深夜在山林中悄然盛开的一朵昙花,娇柔无力却又脱俗出尘。 她看着苍龙脱壳图,轻声笑道,一丈多长的金林大鲤鱼,真各是天地生成的灵物,寻常人怎能吃得到呢? 只是,这等灵物,那些人能否有足够的福气,承受得住呢? 美雪精神楼一楼大殿中,司马追风气急败坏的离席后,无数人欢声雷洞中,已经有商宴儿请来的顶级厨子,将一条金林大鲤鱼现场遍开,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鲤鱼肉平摊在直径三尺的白瓷鱼盆中,笑容娇美的书院侍女们捧着鱼盆,消不将这美轮美奂的鱼块奉到了众多贵宾面前。 周刘云笑容满面向在场所有人举起了酒杯,诸位,还请供饮。 欢笑声中,无数宾客纷纷举起酒杯和周刘云对饮,随后就有迫不及待的老涛抓起筷子,飞快的夹起几乎透明的鱼片,沾了沾新鲜炸出来的橘汁,微微感慨着,将鱼片塞进了嘴里。 楚天在盖山书院内转了一圈,发现了好些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这些不对劲的地方,他却无法向任何人说起。 他私存了一阵,又溜回了美雪精神楼。 李正,赵行眼看着楚天回到了座席上,两人顿时精神大震,胃口大开,他们一边看着楚天冷笑连连,一边夹起鱼盆中的鱼片,用力的塞进嘴里大口咀嚼,就好像在咀嚼楚天的血肉一般。 楚天看着凤到自己面前的金铃大鲤鱼的鱼片,轻轻的感慨了一声,向四周望了过去。 除了他和绿姑,在场的宾客无论身份地位高低,全都在大块朵移,尽情享受这妙不可言的妙物。 坐在上守卫的民州太守朱节狂吃了大半盘的鱼块,突然指着楚天大笑了起来。 诸位,看这呆鸟,他怕是没吃过这等珍贵的美味吧。 第五十章 莽荒惊雷 朱节并无其他本事,只是心胸极狭隘,极擅长记仇。 一百道机会,不管这么做是否和他太守的身份不相比,朱节立刻冲着楚天发难。 他指着楚天哈哈大笑,尽情嘲笑楚天是市井卑贱草民,只知道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完全不会享受他们贵族才会品鉴的,如此精致,珍贵的愉快。 李正,赵行立刻笑了起来。 李正看着楚天放声笑道,如此卑贱之人,何得何能与滚滚诸公同堂。 赵行恶狠狠的盯着楚天冷笑,这思也不怕折了福气,小心今日出了这盖山书院,他就会不幸横死。 六姓豪门的管事纷纷出言附和,风言风语犹如暴风骤语一般向楚天袭来。 其他二十六姓豪门的管事纷纷微笑摇头,不时冷言冷语的嘲笑楚天几声。 美雪精神楼一楼大殿内,但凡有资格坐在这里的豪门大族的代表,无不知道楚天和周刘云之间的仇怨。 既然知道楚天是周刘云的杀父仇敌,既然朱节挑起了对楚天的嘲笑攻击,他们自然不吝啬一声大笑,将自己的鄙夷之意尽情地宣泄出来。 一时间楚天重蹈司马追风覆辙,在大殿内为众目所示,众人所指,众口所骂,换成其他人,早就被骂得和司马追风一样恼怒顿走,或者干脆气得吐血倒地。 楚天一声不吭,脸皮红都不红一下,他静静地看着精美的三尺鱼盆中,那薄如蝉翼几乎透明的鱼片,轻轻叹道,俺是打鱼卖鱼的,这等一丈多长的金铃大离子,搞不好就是龙王爷的亲戚里,貌貌然然地吃下。 俺可不敢。 听了楚天的话,朱杰笑得越发灿烂,他站起身来,手中筷子夹着一片颤巍巍,鲜嫩至极的鱼肉,一手端着九斩,看着楚天猖狂无比的笑着。 粗笔小人,就是粗笔小人,你懂什么? 这么巨大的金铃大鲤鱼,固然是天地灵物,只要是有德有福,有气运之人,尽可以尽情销售。 我朱杰铁为民州太守,就是有德有福,有气运之人。 吃了这金铃大鲤鱼,我朱杰也就应了鲤鱼跳龙门的吉兆,嘿嘿,看样子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升官发财。 而且是升大官,发大财。 朱杰满口喷着口水,尽情地嘲笑楚天。 他的言辞粗鄙,格调下流,每一个字词中都充满了极度膨胀的自高自大之意。 周刘云心旷神怡地看着满堂之人对楚天的嘲笑,只觉浑身每个毛孔都沁沁地向外喷着寒气,通体上下舒畅无比。 这才是他想要的效果,在真个杀了楚天之前,让他尽情地被人凌辱。 不单单从肉体上摧毁楚天,更要从灵魂上折磨楚天,让他生不如死,狼狈至极,这才能算是真正彻底地为他死鬼父亲周档头报仇血恨。 轻笑了几声,周刘云回过头来,向静静坐在秦台后面的绿姑大声道,绿姑,今日盛典,何其喜敬也? 还请绿姑奏义区满堂春,为我盖山书院增添几分喜色。 满大殿的人都在尽情地出炎鸡巢,奚落楚天,周刘云此刻要绿姑弹奏义区欢快喜庆的满堂春,他抱着是何等心思也就不用说了。 绿姑微微抬起头来,一双妙眸眸隔着青纱深深地看了楚天一眼,冷冷淡淡地向周刘云说道,听闻周学士乃宝学之人,精通音律。 周学士可能明白,请,请,因交融之礼。 满堂宾客各个心怀恶意,大殿内恶意满满,绿姑心绪杂乱, 若是弹奏一居乌云盖顶还有几分把握,还请周学士恕罪,这满堂春,是怎么也无法弹奏出来的。 冷冷淡淡地,绿姑拒绝了周刘云的请求,还顺势讽刺了周刘云一把。 周刘云脸色一僵,笑容顿时冻结在了脸上。 寻玉眉头一挑,转过身来,向绿姑威严地点了点头,还请绿姑看在老夫的面子上。 绿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轻柔地说道,寻山主却是为难绿姑了,此情此景, 绿姑实在是无法弹奏一居满堂春。 要说情面们,绿姑今日能来盖山书院这等嘈杂之地,已经给了山主足够的情面,还请山主不要为难绿姑才是。 寻玉的脸也瞬间僵硬了。 几个盖州当地的大家子弟顿时同时站起身来,绿姑居然拒绝了周刘云和寻玉的请求, 在他们这些刚刚败入周刘云门下的亲传弟子看来,这简直是罪大恶极。 一个身材高大,傲气满面的青年指着绿姑立声喝道,绿姑,不要仗着你在盖州有几分小小名气就耻宠而骄。 须知道,我们一根手指,就能让你生不如死。 绿姑轻哼了一声,冉冉战起身来,双手抱着古琴转身就走。 周刘云、寻玉,还有他们坐下一众书院弟子全傻在了当场。 绿姑居然真敢不给他们面子。 得罪了周刘云和寻玉,可是得罪了整个盖山书院,得罪了三周之地这么多的大家好族。 你绿姑说得好听是一大家,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个依靠秦义混饭吃的忌人。 下九流的贱婢,焉敢做如此高傲之态。 几个书院弟子抱起,大步走向绿姑,刚刚开口说话的书院弟子张开手掌就向绿姑的斗笠抓了过去。 嘿嘿,听闻盖州尚未有人得见绿姑真容,今日咱还非得看个新鲜。 呼的一声,一个沉重的酒壶带着破风声砸了过来,一击砸在了这个书院弟子的脑袋上。 酒壶碎裂,书院弟子脑袋被砸出一个三寸长的血口子,一道血水喷出,他被急飞的酒壶砸飞了七八尺远,哼都不哼地倒在了地上。 楚鞋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指着这群书院弟子立声冷笑,放肆。 按楚鞋在此,谁敢动绿姑大家一根头发。 操,这就是你们盖山书院亲传弟子的嘴脸。 读书人的斯文体面都不要了,都学会欺压民女了。 楚鞋猛地看向了周刘云,能教出这么不要脸的学生,你这先生,怕是也不是什么好鸟。 楚鞋何曾把绿姑的安危,荣辱放在心上。 无非是见到这几个书院弟子对绿姑出手,他装模作样的仗义直言,顺势给周刘云捅一刀而已。 周刘云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笑了笑,看着正气凛然的楚鞋想要说些什么,突然他身体一晃,东得一下四仰八叉地倒在了地上。 大殿内众人齐声惊呼,三十二家豪门的管事,十几个书院的学士,博士,三周之地那些势力最强的大家豪族的头面人物纷纷站起身来,惊恶地看着周刘云。 喝醉了。 不像啊。 周刘云的面皮红都不红,身上更无半点酒气,只是就这么突兀地倒在了地上。 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清澈的眸子代表他并没有醉酒,他的神智依旧清醒。 只有周刘云自己知道,他浑身的每一条最细小的肌肉都变得松直无力,所有的骨头关节的筋剑都变得软塌塌的,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就连想要眨眼都无能为力。 他就好像身处最深层的梦魇,神智清醒,却无法动弹。 就连身体内的五元,眉心神窍中的法力,也都无法调动丝毫。 周诗 几个书院弟子惊慌失措地叫了一声,忙不迭地向前一扑想要扶起周刘云。 他们不动还好,他们一动,他们的身体突然向下一沉,犹如被抽去了所有的骨头,咚咚有声地砸在了地上。 他们面门着地,高高地撅起了屁股,胳膊腿而都万分怪异地扭曲着,宛如几堆死肉沉甸甸地堆在了地上再无半点而声息。 怎么了? 寻遇吓得一跃而起。 刚刚跃起,寻遇身体一晃,东的一下砸在了地上,他也歪歪斜斜地倒了下去,同样是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再无法动弹丝毫,连眨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殿内骤然变得死寂一片。 大近三十二家豪门的上百管事的呼吸骤然变得粗重了许多,他们纷纷掏出了千年犀牛角,万年齿虎牙,深海娇人珠,海眼白珊瑚之类的解毒灵物,用最快的速度塞进了嘴里。 毕竟是豪门出身,见多识广,三十二家豪门的管事们反应速度极快,搞不好,他们是被人下毒暗算了。 毒? 直到这些豪门管事已经将各种解毒灵物含在了嘴里,这些三周当地的豪门代表才反应过来,他们随身都有各种解毒的药物,或者是辟毒的灵物,他们忙不迭地取出药物吞服,或者将辟毒的灵物含在了嘴里。 东东声不绝于耳,一个又一个人狼狈地软在了地上。 楚天站起身来,冷眼看着四周不断倒地的众人,迅速向绿姑望了过去。 绿姑斗力微微晃了晃,他身体微微一晃,并没有吃下愉快的他颤微微地倒在了地上。 楚天含糊地咕拢了一声,同样学着绿姑的样子,四仰八叉地向后倒下。 李正,照行嘴里含着解毒的灵物,在楚天之前就倒下了。 大殿内一片一片的人无声地倒下,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惊恐地看着四周不断倒下的人。 此情此景堪称恐怖,看来大家真的是中毒了,让人惊恐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这毒是如何来的。 梅雪精神楼的一楼大殿中,可是聚集了盖州、民州、芒州地位最尊贵、家族势力最强大的人物,他们在楼内欢宴,无论茶水、酒水、还是这愉快,送到他们坐席上之前,都经过了一轮轮的检查。 这毒,是怎么来的? 楚邪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四周不断倒下的人,他腰间玉带正中,一块婴孩拳头大小的蔚蓝色美玉突然闪烁出淡淡的幽光,他一拳头砸在了美玉上,嘶声吼道,来人哪,速速护我回去。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大群大群身披重甲的楚氏司军闯过了梅雪精神楼前的广场。 偌大的广场上,数以万计的宾客和书院学生也在一片一片的倒下,无声无息的,所有人都宛如被砍断的树桩一样沉重的倒下去,横七竖八的好似躺了一地的尸体。 楚氏的护卫们撒开大步向一楼大殿冲了过来,他们无视沿途倒在地上的宾客和学院弟子,穿着战靴的大脚丫子粗暴的在他们身上践踏而过,犹如一群狂奔的野牛冲到了大殿前。 破! 梅雪精神楼的上方,一声清脆甜美的清喝声突然传来。 梅雪精神楼四周的广场边缘,四面八方突然有无数的人影冲了出来。 这些人手持强弩,黑色光线凝成的弩弦剧烈的跳动着,一支支特制的合金弩使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发出密集如雨的气爆声,撕裂空气向着广场内的上千处式护卫斩射。 杀胶弩,这些人使用的居然清一色都是特制的杀胶弩。 只是他们使用的杀胶弩比楚天前几天击杀李孝陵等人使用的杀胶弩威力更强,箭矢的力道更大,穿透力更猛,射程更远,威力起码是楚天使用的杀胶弩的三倍。 古琴弩震。 楚邪周身荡漾着淡淡的蓝光,在这蓝光的环绕下,他艰难的向大殿出口亮枪了十几步,正好看到了铺天盖地的箭矢向他的丝菌护卫覆覆盖了下去。 他的面孔骤然变得竞弯而猙獰,他嘶声吼道,古琴,余孽。 无数箭矢呼啸着扫过了狂奔中的楚氏丝菌,楚铁徒等一众丝菌将领周身突然荡起了灰色的寒雾,空中有大量的白色雪花飘落,他们拔出兵器急速挥动,一片密集的光雨将上千丝菌全部笼罩在内。 当当巨响绵绵绵不绝,一波波弩使袭来,一波波弩使被楚铁徒等人绞成粉碎。 骤然间几条人影一闪,楚铁徒已经带着几名楚氏万人将闯到了楚鞋身边,将他团团环绕在内。 楚氏的小崽子,今日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吧。 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从广场边缘传来,一鸣披散着长发,身穿黑色长袍,左侧肩头上赫然镶嵌着一颗豆大的黑色蛟龙头,周身弥漫着黑色水雾的白发老人突然出现。 老人呵呵怪笑着,他双手紧握一颗人头大小的黑色金球,骤然间一声雷鸣巨响,一道婴孩手臂粗细的雷光从老人双手之间喷出,视若万钧地砸向了护在楚鞋身前的楚铁徒。 雷电速度和等快捷,楚铁徒没能避开雷光攻击,为了保护身后的楚鞋,他也无法避开。 一声痛呼,雷光命中楚铁徒,他身上甲咒荡起一层浓密的寒气,雷光炸开,寒气骤然崩解,缩小了大半体积的雷光接接实实地打在了他身上的甲咒上,他的左肩甲咒炸裂,甲咒的伤损处反出刺目的红光,边缘处隐隐有融化的迹象。 细小的雷光不断在楚铁徒身上跳动,他身体一晃,亮枪着向后倒退了几步,差点将楚鞋状倒在地。 第五十一章还请诸位助我。 该,该死。 楚鞋被身形高大的楚铁徒撞了一下,向后打了个猎且,他再也站不稳身体,营绕在他身上的蔚蓝色光波粉碎,身体重重倒向地面。 一名楚氏万人将丢下手中兵器,一把抱住楚鞋。 上千楚氏司军冲了上来,他们环绕在这名万人将身边,一路护送楚鞋冲向盖山书院大门。 楚铁徒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目光阴沉地看着手放雷光打伤自己的黑衣老人。 他的左肩甲皱崩碎,肩膀上大片血肉被爆裂的电光打得焦糊,好大一块血肉碳化成灰,露出了下面引带灰绿色的骨骼。 来者,通明。 楚铁徒手持长刀向黑衣老人一指,好似感觉不到肩膀上伤口的剧痛,咧嘴笑道,吴,楚氏楚铁徒,不杀无名之辈。 大秦,露天秘阁,雷布阁老,伤云。 黑衣老人周身黑气弥漫,无数条极细的电光在黑气中急速闪烁,他凝视着楚铁徒力声喝道,所有楚氏之人,该死。 楚铁徒咯咯轻笑,他举起手中长刀,伸出舌头在刀锋上舔了舔,身形突然消失。 四面八方无数人影手中强弩散射,漫天奴使带着可怕的音爆声不断向楚氏丝菌笼罩过去。 密集的剑影中,十几条楚铁徒的身影诡秘异异常的几乎同时出现在广场各处。 长刀如光,裂开虚空,刀光一闪之间,数十名手持杀娇弩的人影打着滚而飞了起来,他们的身体在空中炸成了碎块, 却没有半点血水溅落。 楚铁徒手中的长刀变成了诡异的血色,刀光如血,吸干了这些人体内的所有精血,可怕的寒气将他们的血肉冻结,散碎的尸体落在地上发出喷喷闷响,炸成了满地的冰屑。 一刀击杀数十人,楚铁徒肩膀上的伤口快速的蠕动着,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重生,愈合。 他手中长刀的血光暗淡一点,他肩膀上的伤口就愈合几分。 这柄妖翼的长刀,居然能攫取他人精血反馈刀主。 楚铁徒沙哑,冰冷的笑声笼罩了整个盖山书院广场,大秦。 露天秘阁。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老古董了。 这天下,还有人记得曾经有各国叫做大秦吗? 霜云的眼珠都蒙上了一层迷离的电光,如水的电光奔涌,让霜云的眸子看上去不似人类,反而犹如魔神。 他死死的盯着在广场上放手杀戮的锄铁徒,轻声的自言自语,大秦,怎么会没人记得呢? 大秦,可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头。 手中黑色的金球冉冉飞起,霜云一声轻喝,从嘴里吐出一道血柱喷在了金球上。 咔嚓咔一声巨响,好似数十个焊天雷同时在头顶炸开,黑色金球内喷出了数百条雷光,犹如潮水一样像快速撤退的楚氏司军大军冲了过去。 楚铁徒和几名楚氏万人将同时怒斥,他们身形闪烁,化为数十条残影同时挡在了潮汐一样涌来的雷光前。 刀光剑影组成了一道厚重的铜墙铁壁,将大半电光挡了下来。 依旧有小半电光闯入了楚氏司军队伍,电光落在了厚重的甲轴上,电光拉开了细细长长的电流,无数条电流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电网,将三百多名楚氏司军战士笼罩在内。 这些战士的身体剧烈的哆嗦着,可怕的电流在他们体内穿梭,他们的皮肤在极短时间内变得焦黑,巨大的痛苦让这些司军战士嘶声高呼,不断有人重重的摔倒在地。 楚氏司军密集的防御阵型被破开,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弩使快活的穿进了他们的队伍。 可怕的弩使击穿了厚重的甲轴,刺耳的金属炸裂声震得人耳膜剧痛,就连黑色金球发出的嘹亮雷声都无法掩盖甲轴崩坏的声响。 大片大片的人体被强劲的弩使打飞,鲜血飞剑,这些飞起的人体在空中不断被一波一波袭来的弩使命中,他们的身体剧烈的哆嗦着,疯狂的颤抖着,甲轴被击穿,身体被击穿,拇指粗细的弩使在他们身上带出了一个又一个透明的窟窿。 弹指尖五六百号杵士司军被弩震击杀,保护着楚鞋向书院大门奔去的几名万人将暴露在无数弩手面前。 除铁图斯声长啸,他拉出一条长长的灰色雾气,寒气袭人的雾气裹着除铁图的身体,迅速围着几个保护楚鞋的万人将转了一圈。 咔咔声中,一睹直径三丈许的灰色冰墙凭空凝聚,厚达三尺的冰墙闪耀着寒光,将楚鞋和几个万人将护在了中间。 无数弩士犹如暴雨一样袭来,密集的撞击声连成了一片,叮叮声不绝于耳,无数弩士撞击着冰墙,瞬间在冰墙上凿出了数千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大片冰蟹飞溅,除铁图斯声长啸,又绕着冰墙转了一圈,深厚的寒雾再次凝聚了一堵更厚的冰墙。 除铁图只顾着出手保护储鞋,在一旁窥似的伤云微笑,双袖一挥,两柄只有中指长短的小巧弯刀带着刺目的雷光从他袖子里飞出,画出了两条极其湍急的弧线,无声无息的向除铁图袭去。 几个正在抵挡黑色金球喷出雷光的楚氏万人将看到了这两柄弯刀,他们张嘴想要提醒除铁图,可是弯刀飞行的速度太快,快得让他们的声音都无法追上。 一声问哼,正在狂奔挤走的除铁图被两柄弯刀命中,弯刀从他后心打了进去,从他胸前破甲而出。 急速旋转的弯刀携带着可怕的雷劲,几乎将他的双肺烫熟。 除铁图的胸口上两个透明的伤口有拳头大小,却没有多少血水飞出,他胸膛内的血水都被雷光蒸发了,只有两条肉眼可见的白色蒸汽裹挟着高温痴痴喷了出来。 除铁图一声不吭地回头向伤云望了一眼,呲牙咧嘴的诡秘一笑,用身体挡住了一波落向储鞋的弩屎。 盖山书院的大门被暴力轰开,大门的碎片被一股狂飙包裹着飞了进来,大群身披重甲的楚氏司军扛着城防战时才会使用的重型山牌,宛如一片黑压压的潮水冲进了盖山书院。 高一丈二尺,宽六尺,厚达两尺的山牌造型犹如小山,通体用金属胶筑而成,使城防利器。 数十面山牌并成两牌,轻松挡住了四面八方袭来的弩屎。 大群楚氏司军涌了上来,护住了楚鞋,楚铁徒等人,依仗着山牌利器,楚氏司军又无比迅捷地闯出了盖山书院。 就听呼哨声不绝于耳,滚滚如雷的马蹄声迅速去得远了。 楚天躺在美雪精神楼一楼大便内,瞪大眼睛看着躺在他边动弹不得的李正和造型。 他嘴唇微微开合,轻声向李正和造型微笑,两位大管是动弹不得吗? 可是,小子却能行动自如。 呀,若是两位大管是的心口挨上一刀,不知道还能不能火。 李正,造型面色如土,惊恐异常地看着楚天,眼角余光更是不断看向他腰间插着的那柄金刚牛角尖刀。 简直是废话,这六寸长的牛角尖刀打磨得极其锋利,他们又不是妖魔鬼怪,心口挨上一刀哪里能火。 楚天笑呵呵地看着两人,就这时候,轻盈的脚步声从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传来。 身穿黑衣的绝色少女宛如一朵黑夜中静静绽放的昙花,步伐轻盈地顺着楼梯缓缓走下。 天幅巨大的苍龙脱壳图犹如火雾,静静地悬浮在空气中,一步一趋地跟在了少女身后。 在寻玉和周流云手上并无任何异象的苍龙脱壳图上风起云涌,画卷上的苍龙缓缓缓地疏张着身体,通体鳞甲散发出淡淡的光辉,一缕缕强大的封镜宛如实质不断从图卷中喷出。 少女的黑色长裙在图卷喷出的封镜吹拂下剧烈地晃动着,不断发出啪啪脆响。 几名书院的侍女手中持剑,面无表情地跟在少女身后。 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寻玉默然看到这几名侍女,她的瞳孔骤然收缩,好似见到了鬼。 这些娇滴滴的侍女,这些生得容貌秀美的侍女,这些寻玉从人牙子手上买下来的侍女,平日里任凭她日夜把玩的侍女,今日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一般? 他们脸上那肃杀,严肃,带着几分冷力无情的表情,怎么可能出现在他们这些卑贱之人身上? 他们手中的剑是怎么回事? 寻玉敢用他巡视的祖坟发誓,这些侍女都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娇弱女子,但是此刻充斥在他们身上的那股强大的气息是怎么回事? 根据这些侍女的气息判断,他们此刻拥有的力量,起码可以和帝师巅峰级的五修相比,也就是三百年以上的五元修为。 这些侍女年纪最大的不过十六岁,有两个年纪小的,是寻玉半年前刚刚买入的年仅十三。 十三岁的小丫头,拥有堪比三百年的五元修为,和这几个侍女相比,李谦,赵阔这些大尽豪门精心培养出来的天才弟子却又是什么? 寻玉心头涌出了万千滋味,她疯狂的想要动弹一下,想要询问这些侍女她们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想要干什么? 但是她浑身贪软无力,根本动弹不了丝毫。 黑衣少女站在楼梯的中段,居高临下的俯瞰着大殿内横七竖八堂岛的人。 过了许久,黑衣少女轻轻一挥手,将绿姑扶起来,找个安静的房间好生安置。 绿姑的琴音绝伦,哎,可惜我确实没有这个天分,几个祖老都说听我弹琴,还不如听我杀猪。 楚天差点眉笑出声来。 这般绝美清丽的一个少女,如此高深莫测的出场,居然能说出这般调皮的话来。 嘿,听她弹琴,还不如听她杀猪。 这丫头的琴音得有多差呀。 两个侍女收起手中长剑,快步到了绿姑身边,小心翼翼的搀扶起她,连带她的鼓琴一起捎带着,扶着她离开了美雪精神楼。 楚天眼角余光看到两个侍女这般小心翼翼服侍绿姑的样子, 不由的在心里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这算什么呢? 两条小绵羊,这般小心的搀扶着一条母豹龙。 四周都有脚步声传来,大群坦胸落怀粗壮汉子手持强弓硬弩,拎着各色兵器,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团团将整个美雪精神楼围的水泄不通。 寻遇的小妾,操控了盖山书院日常一切事物的商燕儿一脸严肃的分开人群走了进来,她目不斜式的走到黑衣少女身前三丈之地,肃然跪拜了下去。 少主! 商燕儿轻轻柔柔的呼喊了一声。 少主! 四下里围住了美雪精神楼的大汉们纷纷单膝跪地,呼声如雷的参拜黑衣少女。 黑衣少女微微点头,轻声说道,起来吧,这几年,委屈你了。 黑衣少女看了商燕儿一眼。 商燕儿冉冉战起身来,肃然向黑衣少女说道,燕儿不委屈,能找回圣物,燕儿纵然粉身碎骨,却也情愿。 无数人目光炯炯地看着黑衣少女身后气息雄浑,变幻莫测的苍龙脱鞘图,一个个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 黑衣少女深深地看了商燕儿一眼,轻轻点头,你的功劳,我都记在心里。 寻玉眼珠变得通红,他几乎要疯了,他有无数的话想要咆哮,想要怒吼,但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憋得他实在想要吐血,却连吐血都无能为力。 他的侍女突然变成了实力强大的剑手,他认了。 但是他同床共枕了这些年,最最宠爱的小妾商燕儿,突然变成了敌人。 感情他这些年在盖山书院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家监控着。 感情他一直是别人手中的玩物。 堂堂白鹿书院的大学士啊,宁满天下的大晋前义政大夫啊,以睿智英明,博学多才名动公卿的寻玉大学士,居然被一群丫头片子给耍了。 他丢不起这个人。 他想死。 真的,现在寻玉只想死。 黑衣少女的目光落在了寻玉身上,他冷静的看了他半天,微微一笑,寻师现在怕是想死吧。 只是,寻师现在死不得的。 轻轻一笑,黑衣少女走下楼梯,站在了原本属于寻玉和周刘云的主位上。 诸位,你们当中,有来自大晋的豪门管事,也有盖州,明州,芒州的大人物,哟,还有明州太守朱节大人,芒州太守墨宇大人在里。 这就最好不过了,小女子这里有一件事情。 需要诸位帮个忙。 小女子营秀儿,乃十万蟒荒深山之中,蟒荒一族营氏少主。 黑衣少女轻轻柔柔的笑着,就好像和隔壁邻居聊家常一样笑着,我营氏和盖州楚氏有血海深仇,十八年前,盖州楚氏背信弃,又杀我阿爹,阿娘,以及各部族老。 所以,还请诸位助我一臂之力,联手攻破楚家宝,血洗楚氏上下所有人等。 楚氏灭绝之日,就是诸位重归自由之时。 不知道秀儿的话,诸位可听懂了。 第五十二章 立场不同 一盏暗红色的草枝灌进了周刘云嘴里。 浑身瘫软动弹不得的周刘云迅速回复了力气,他呵斥一声,正要发难,却无奈发现,他虽然回复了行动说话的能力,但是体内五元,神俏法力依旧毫无知觉。 白鹿书院并无横练断体功法,周刘云肉身力量和常人无异,此刻的他就是一名普通的三十许青年。 面对四周紧紧包围的无数壮汉,周刘云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盈秀儿,你可知道,你这般行径,无意挑衅大尽威严,势必为你满荒遗族带来无数劫难。 周刘云欺负盈秀儿年少,板着一张脸,好似训斥自己门下书院弟子一般力声呵斥他,希望能够吓唬住他,扳回一点点心理优势。 周学士何必欺我年幼,用空头话矿我。 盈秀儿似笑不笑的看着周刘云,周学士此番回来盖周,就算我不来这一出,你也是要闯入十万蟒荒,再开一个新周的。 轻叹一口气,盈秀儿双手揣在袖子里,静静的看着远处十万蟒荒大山出神。 过了好一阵子,盈秀儿才淡淡的说道,那蟒荒大山,是我等移民最后的安身之的,周学士要开辟新周,就是要从我等移民手上抢地盘,抢资源,无数遗族子民会惨死在你们的刀剑之下。 转过身来,盈秀儿看着满脸狼狈的周刘云轻笑道,既然如此,我这般做了,也就无所谓了。 做不做,和你们这一场大战,总是免不了的。 先下手为强,我族反而占了便宜里,眼下不正如此吗? 满脸狼狈的周刘云就很狼狈的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三十二豪门的管事们。 被人当面撕破言语,这种事情不可耻。 可耻的是,撕破自家的人是盈秀儿这般娇弱,年幼的小姑娘。 周刘云脸皮一阵阵的火烧一般的烫,他强行镇定心绪,看着盈秀儿沉声道,想不到,秀儿姑娘小小年纪。 盈秀儿打断了周刘云的话,他似笑非笑的看着周刘云轻声道,请称我盈少主。 秀儿姑娘这个称呼,总感觉周学士似乎有意欺负我年少无知。 盈少主,就正是多了。 周刘云咬咬牙,肃然向盈秀儿长衣行了一礼,如此,白露书院周刘云见过盈少主。 敢问,盈少主此行,单单只是向楚氏报仇吗? 盈秀儿瞪大了美丽的双眼,用看白痴的目光看着周刘云,楚家宝多难打呀,周学士难道不知道吗? 单单向楚氏报仇吗,刚才我就不会让商云族老纵放楚鞋了。 这次好容易将诸位一网打尽,当然不仅仅是要屠灭楚氏,还要尽可能的削弱诸位的力气呢。 盈秀儿板着手指计算道,大进三十二家豪族,盖州除了楚氏外排名前十的豪族,民州,芒州几乎所有的有头有脸的家族。 各家能当家做主的人,都在这里了。 你们族中,都有子弟败入了周学士门下。 哑得一声轻呼,盈秀儿故作惊吓地说道,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三周的人力物力,加上三十二家豪门的人力物力,你们起码能调动上千万人侵入蟒荒,这会杀死杀伤我们多少族人。 轻轻一笑,盈秀儿眯着眼,狡黠地说道,所以,很明白地告诉大家,还请大家调动各家各族的私军,强攻楚家宝,强攻楚市的所有矿场,药场,农场,庄园。 总之,还请大家联手,和楚市全力一战。 周刘云听得双眼赤红,他不由地力声喝道,这么做,对我们有何好处?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盈秀儿再次用看白痴的目光深深地看了周刘云一眼,你唇啊。 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你们能活下来咯。 你们不这么做,好吧,谁反对呢? 盈秀儿随手向地上一指,指向了广场外一名来自芒州的大地主。 他笑容可居地向贪软在地上的芒州大地主笑问道,敢问,您同意出动家族力量,联合其他家族围攻楚市吗? 我数三声,你同意吗? 不等芒州大地主开口,盈秀儿随口数道,一、二、三,你不答应呀? 站在广场边缘的商云音侧侧冷笑一声,一道狂雷从天而降,轰的一下落在了那满度肥肠,起码有三百多斤的芒州大地主肚皮上。 雷光炸碎,巨响声中,芒州大地主身体瞬间在强烈的电光中灰飞湮灭,他满身的脂肪被电流高温炼成了油脂,大片火焰四散,附着在方圆丈许的条岸上,软席上静静地燃烧。 空气中有刺鼻的烤肉味传来,人体内油脂燃烧的味道更是浓烈至极。 商云再次阴阴地笑了几声,他斜眼向美雪精神楼大殿内的周刘云瞪了一眼。 周刘云浑身冰冷地看着地上那片燃烧的火焰,芒州大地主身边躺着好几个身份相当,才是相当的芒州大户人家的家主。 大地主身上的油脂粘着在他们身上静静地燃烧,烧得他们皮肉痴痴作响,有两个人比较精瘦的,已经被燃烧的火焰烧透了肚皮上的皮肉,烧到了他们内脏中。 这等剧痛,患成常人早就哭天喊得满地乱滚。 但是这些人被莫名的毒素算计,所有人都静静地躺在地上,任凭自己被烧得皮开肉绽,长穿肚烂,任凭剧痛让他们昏厥又清醒,清醒又昏厥了好多次,他们依旧无法动弹,无法嘶吼。 而等好生残虐。 周刘云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张开手向迎秀儿抓去。 迎秀儿身边一名侍女突然闪了出来,手中剑鞘狠狠点在周刘云膝盖弯内。 周刘云只觉膝盖剧痛,身体不稳一下重重地拍在了地上。 残虐。 迎秀儿身边苍龙脱鞘图一阵,一股恶风飞出,卷起周刘云将他丢到了十几帐外。 我不和你们浪费口水,总之,你们都见到了,答应出兵为公处事,活,不答应,死。 迎秀儿轻力地脸上浮现一丝冰冷的沙翼,冰冷无情地说道,我,从来不喜欢废话。 盖州城内,一道道黑色烟柱冲天而起,远远的有震天的喊沙声传来。 周刘云浑身汗如雨下,他飞快地和寻玉以及三十二家豪族的管事们交换了一个眼色。 大家都是老奸巨华的人,迅速做出了一致的决定,不就是覆灭一个处事吗? 先活下来,然后,有后果大家一起扛。 这么多人,还扛不住一个处事。 简直笑话。 深吸一口气,周刘云立声喝道,好,屠灭处事,无等云了。 唯有一事,请先杀楚天。 请先杀楚天。 周刘云的话刚出口,楚天就好像一尾儿灵动的鱼一样,贴着地面急速地滑动起来。 他的身法怪异到了极点,就好像一条小小的草蛇贴着草皮子在滑动,身体宛如五骨地左右乱扭,他在地上急速地滑过。 他左手抓着一根香金茜玉的檀木筷子,筷子尖端还带着一抹血痕。 躺在他左手侧的照形双眼圆睁,嗓子眼上一道血水犹如箭矢一样喷出,楚天用左手筷子刺进他的喉结,洞穿了他的颈骨,直接收取了他的性命。 躺在他右手侧的李正同样瞪大了眼睛,他的脑袋几乎从脖梗上掉了下来,脖梗内大片鲜血哗哗地喷出,发出好像风吹过麦田的速速声。 楚天右手上握着一柄牛角尖刀,刀口上满是血迹。 他身形如蛇,紧贴着地面,面朝上的急速滑动。 他飞快地掠过了几个三十二家豪族的管事,左手筷子,右手尖刀很不客气地贯穿他们的喉结,劈开他们的脖梗。 血腥味骤然浓烈了起来,迎绣而惊怒焦急地尖声呵斥,抓住他。 短短一呼吸间,死在楚天手中的豪族管事已经有十二人之多,这些人是迎绣而用来威胁,掌控城外豪族联军的把柄,若是这些人都死在这里,城外的豪族联军一旦发疯,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站在广场边缘的伤云怒声咆哮,他身体裹挟着风云,被一层厚厚的黑雾包裹着,带起一道电光急速射向大电。 虽然站在外面监视四周动静,伤云的主要注意力依旧放在大电中,尤其重点放在伤燕儿身上。 旁人只注意到楚天在胡乱出手击杀这些豪族管事,唯有伤云注意到,楚天的奔袭路线是朝着站在一旁,有点呆愣愣,有点失神的伤燕儿去的。 他要对伤燕儿不利。 伤云嘶声怒吼,犹如一头被人踹了屁股的发狂公牛,裹着风暴雷霆闯入了美雪精神楼,黑色精球悬浮在他头顶,一道大腿粗细的狂雷呼啸着从精球中喷出,狠狠轰哄向楚天。 楚天丢下手中筷子,一把抓起了身边一名身穿白衣的书院弟子随手往头顶一丢。 一声巨响,白衣弟子被狂雷炸得支离破碎,楚天逼近伤燕儿只有不到八尺。 他身体一跃而起,一道微风从他脚下喷出,楚天身形带起几条浅浅的残影,他瞬间到了伤燕儿面前。 燕儿 伤云怒声咆哮 伤燕儿怂然惊醒,他猛地抬起头来,这才发现楚天已经扑到了他面前。 楚天看着伤燕儿那张美丽,柔和的面孔,胸膛猛地鼓起,一声虎吼如雷,狂飙从他嘴里喷出,伤燕儿的发际炸开,满头长发飞散。 伤云本来还有十几次轰出雷霆将楚天击毙当场的机会,但是楚天距离伤燕儿太近了,伤云的食指抽搐,却不敢发出哪怕最细微的一道雷光。 伤燕儿被楚天的虎吼声震得眼前一黑,楚天张开鲜血淋漓的左手,一把抓住了他奇长柔美的脖梗,随手将他往自己身前一带,挡住了飞扑而来的几名书院侍女。 手持利剑的书院侍女纷纷杀住脚步,一个个目露凶光地盯着楚天。 他们的眼珠冲血,目光凌厉至极,看到他们的目光,楚天立刻想到了年幼时,在深山中见到的那群被人杀了狼崽子的母狼。 凶残,疯狂,杀意充斥在他们的骨髓里,只要楚天稍有不慎,他们会立刻扑上来将他撕成碎片。 楚天笑了,他突然兴奋起来。 就好像当年在深山中,在大禹寺的那几个铁面教官的监视下,第一次和那群蜂魔的恶狼拼命一样的兴奋。 小心,我有人质。 楚天向四周看了看,无数袒露膀子的壮汉恶狠狠地盯着他,纷纷举起了手中兵器。 这些壮汉当中,不乏七夕雄魂,堪比当日楚夜的高手。 楚天绝无把握冲出包围,连一丝半点的把握都没有。 周刘云搭允颖儿合作的首要条件,居然是击杀楚天。 以楚天的观察,颖绣儿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的条件。 他可不能在这里等死,只能放手一搏,为自己搏出一条生路。 在无数愤怒如火的目光中,楚天搂着伤燕儿的身体,将两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诸位,小心,我知道你们手中有杀娇弩,或许还有更加歹毒的玩意。 楚天谨慎地拉着伤燕儿,一步一步小心地向盖山书院大门挪去,手中尖刀死死地抵在他的心口。 所以,一定要小心,我和伤燕儿贴着这么紧,杀娇弩可是能动穿重甲的,我发誓,我的身子骨眉甲皱结实。 你们一不小心,就会误伤伤燕儿。 楚天向面色铁青的盈绣儿灿烂地笑着,盈少主。 还请盈少主看在伤燕儿的份上,放我一马。 则,一个弱女子牺牲自己大好时光,陪伴这么一个糟老头子,你们对得起他吗? 盈绣儿没动,他身边的侍女也没动,围着美雪精神楼的数千大汉一个个目光沉沉地盯着楚天。 如果不是他手上有伤燕儿做人质,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冲上来将他剁成肉饼。 人群中,蓝档头突然站了出来,他向楚天肃然抱拳行了一礼,楚档头。 楚天飞快地瞥了蓝档头一眼,拉着伤燕儿快步向书院大门走去,他轻声道,蓝档头,倒是我自作多情了,以蓝档头的来历,哪里需要我帮蓝档头处理那几个废物? 嘻,蓝档头不要攀交情,你们要杀我,我是怎么也不可能放人的。 蓝档头呆了呆,漠然不语。 周刘云是要让荧秀儿娶了楚天的小命,楚天怎可能放弃手中人质。 荧秀儿带着一群人快步走出了梅雪精神楼,一步一驱地跟在了楚天身后,他咬着牙立声喝道,楚天,你敢伤。 楚天手中尖刀猛地一画,吃得一下,伤燕儿其腰长发纷纷断折,无数发丝随风飞舞,硬生生被楚天拉成了齐尔短发。 看着脸色铁青的荧秀儿,楚天立声道,不要吓我,我胆小,手会颤。 你肯定要说我赶伤他一根头发,你就把我碎尸万段之泪。 吓,我是被吓大的。 荧秀儿气得脸色通红,他死死咬着牙看着楚天。 数千壮汉远远地围成了一个极大的半月形包围圈,摇摇地跟着楚天,看着他挟持商燕儿出了盖山书院,看着他一声呼哨招来了不知道藏在哪里的老黄狼。 楚天强推着商燕儿坐上了老黄狼,一声大喝后,老黄狼飞快地顺着大道跑远。 荧秀儿脸色难看得紧,他力声喝道,封锁全城,他逃不出去。 若是燕儿有半点伤损,他,他。 轰的一声,站在荧秀儿身后的伤云眉心一道狂雷轰出,将偌大的眉雪精神楼轰塌了大半。 第五十三章 要削鬼 老黄狼跑得飞快,顺着关道一路狂奔,沿途不时有彪悍异常的身影从暗地里窜出来,远远追着老黄狼跟烧。 但是老黄跑得快,这些人都被甩在了后面。 离开了清静优雅的盖山区域,进入盖州城的繁华地带,盖州城的西城区地势复杂,街巷狭,在密集如蜘蛛网的街巷中转了几个圈子,楚天再也没感到任何丁烧的目光。 轻喝一声,老黄狼就在前几日鼠爷偷看寡妇的宅子附近停了下来。 楚天松开抓在伤雁儿脖梗上的大手,右手沉重异常的在他脊椎骨上的一处软麻穴上狠狠一击。 伤雁儿身体一晃闷哼一声,被楚天小心的从老黄狼背上推下,他凉枪了一下,伸手扶住了路边的土墙,好容易才站稳了身体。 你是个很小心的人。 伤雁儿咬着牙看着楚天。 后背软麻穴上的这一击撞碎了伤雁儿浑身力气,让他一刻钟内想要快步奔走都困难。 他恼怒的盯着这个挟持了自己的青年,恼怒的哼了一声。 不小心,会死。 楚天深深的盯了伤雁儿一眼,突然问他,真想不通,你为了潜入盖山书院,居然成了寻遇那老色鬼的小妾。 值得吗? 伤雁儿沉吟片刻,突然微微一笑。 略显憔悴的他发自心里的这么一笑,就好像一朵鲜花突然战放开,一股难以形容的壮丽生命力勃然而生,让楚天都不由的心头一掷。 有什么不值得呢? 不管楚当头你是什么人,你总该知道我们满荒不足的一些奇异风俗。 若是有英雄,豪杰,闲人,智者路过自家部落,总会挑选三五个优秀的女儿出来试寝,若是能留下一两个孩儿,整个部落的实力都能增加几分。 伤雁儿双手抚摸着微微凸起的小妇,温柔的笑着,寻玉可是大进顶尖的学士,明满天下的义正大夫。 这样的人,我的孩儿能有这么一个父亲,长大后,他定然不会弱于寻玉。 我找回了苍龙脱窍图,我让少主将三周的权贵一网打尽,就连来自大进的三十二家豪族的管事都尽被掌握在手,少主有了像楚氏报仇血恨的天大良机。 伤雁儿脸上的每个毛孔都在散发出迷人的光彩,一种形如殉道者的神圣光辉。 我,心满意足。 伤雁儿笑得很灿烂,没有一个族人会看不起我,会有很多英勇,善战,热血,热情的好男儿,为了我而竞争的头破血流。 我的孩子,会被我未来的丈夫当作亲身骨肉一样爱护。 你为什么要问我,值得吗? 伤雁儿瞇着眼上下打量着楚天,我倒是好奇,你不应该是区区百蟒疆的鱼形档头? 楚天,楚档头,你是,大进朝廷的人吧? 楚天被伤雁儿的一番话弄得心血起伏,猛不丁的被伤雁儿开口询问,他不由的双眼一瞪,恶狠狠的喝道,女人,闭嘴。 太聪明的女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沉默了一会儿,楚天向伤雁儿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你或许觉得你的行为很伟大。 你的所作所为,或许对你的族人而言,很值得尊敬,很神圣,很庄严,很那个什么啥。 但是回去给你的族人,尤其是你族中的那些男人带一句话。 就说老子楚天,看不起这群软蛋。 报仇血恨也好,谋划大忌也罢,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这些阴谋诡计的算计,什么时候轮到女人出头,什么时候要让女人牺牲了。 给你的族人,给你族中的那些所谓的男人说一句话,就说是我楚天说的,他们都是一群梅卵子的下贱玩意儿。 他们唯一有资格去的地方,是去大进皇宫当太监。 报仇也好,血恨也罢,除非一家子人里面男人死绝了,只剩下了女人,否则,这些事情哪里轮得到你们来付出? 哪里轮到你们来现身? 楚天冷哼了一声,拍了一下老黄狼的脖梗,老黄狼四条腿用力一蹬,驮着楚天快速的顺着小巷子窜走了。 战争,让女人走开,除非带把的爷们死光了。 吓,什么破事儿? 楚天低声的抱怨着,伤艳而呆如牧人的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被楚天的一番话弄得心意大乱。 百丈外的一座小楼上,紫霄声把玩着一枚紫色玉佩,小楼的主人全家都昏厥在地,全都是双眼翻白,显然是被人暴力打晕的。 远远看着快速窜走的楚天,紫霄声轻声说道,战争,让女人走开。 切,这话说得好没道理。 只不过,只不过,嗯,却也有几分道理。 歪着脑袋,紫霄声目光闪烁地看着呆立原地的伤艳而,这楚档头,怎么不趁机轻薄一下这伤艳而,让我找机会好好地叫神他一顿。 吓,他居然真的只是将他当作护身符,脱身后就安然放走了。 风仪神色复杂地站在一旁,无奈何地看着紫霄声。 风仪,你说,伤艳而他真的和他所说的那样,他就真的觉得,他这样做,他很值得。 他不后悔。 他会狠,犹豫了一阵。 紫霄声就没说到,他会觉得,幸福吗? 风仪呆滞了一阵,他眉眸中一抹幽光闪烁,迟迟没有说话。 我没能从他身上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快活,反而只有一种如是重负的轻松,一种逃脱升天的侥幸。 紫霄声死死的盯着伤艳而,还有,更加复杂的,被这些浅显的情绪覆盖的东西。 但是我感受不到,我也分辨不出来。 人心,真的是太复杂了。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一名身披重甲,面容惊悍的青年带着大群归化土人,急匆匆的顺着狭窄的小巷子追了过来。 远远的看到伤艳而,这青年欣喜若狂的大吼了一声,艳而,找到你了。 几年不见,你,你可好呢。 青年丢下手中兵器,张开双臂大步向伤艳而跑去。 伤艳而猛不丁的看到青年,他俏丽的脸蛋骤然一阵扭曲,惊慌失措的向后倒退了好几步,差点一头摔在地上。 他看着青年的目光终满是惊慌,脸色更是变得惨白一片。 小楼中的紫硝声突然脸色一变,他低沉的骂了一句极其下流,肮脏的盖州市井脏话。 风仪面孔一阵抽搐,犹如见鬼一样看着紫硝声。 嗖的一声巨响,一块板砖飞射而来,重重拍在了那欣喜若狂的青年面门上。 好声沉重的一击,青年的面门几乎被拍平,满口大牙全都粉碎,头盔炸裂,他的脖子几乎都被恐怖的冲击力拉长了半寸,大口大口的吐着血向后飞去。 楚天骑着老黄狼在小巷子里乱窜,鼠爷就在他前方,在屋檐,街角蹦跳如飞,一点荧光若隐若现,带着楚天向盖州西门的方向挤持。 鼠爷感应力极强,沿途所有暴乱的盖州城帮派混混,还有那些热血冲头乱砍乱杀的力行力夫,以及成群结队呼哨过世的规划土人都被鼠爷避开,楚天始终行走在一条安静,安全的道路上。 狂奔了许久,前方厮杀声大作,兵器撞击声,甲骤碎裂声不断传来。 楚天几乎是和楚鞋前后脚离开的盖山书院,老黄狼奔跑的速度比普通的坐骑快了许多,楚鞋的队伍人数众多,一路又不断的背影秀儿的手下拦截狙杀,楚天赶到盖州城西门的时候,楚鞋的队伍正在狂攻西门。 西门的城门楼子上,一群盖州州兵还在富于顽抗,大群盖州城的市井混混和力行的利夫,正在疯狂的攻击城门楼子。 一捆捆的柴草燃起了大火,被架在了城门楼子下熊熊燃烧,熏得城门楼内的州兵惨嚎不断。 近千名归化土人结成了黑龙沙阵,苦苦抵挡着潮水一样涌来的楚氏司军的冲击。 楚鞋去盖山书院参加龙门宴,居然随身携带了五千名铁甲重骑,在盖山书院内被伤云的雷法和大秦鲁阵放翻了近千人,在赶赴西门的路上又损失了数百人,如今还有三千多重骑猛攻城门。 楚铁徒带着几名万人将疯狂砍杀,杀得城门洞里血肉横飞,大片大片的残肢断壁不断飞出,三百多名归化土人几乎在一个呼吸间被他们斩杀殆尽。 城门的万金闸隆隆落下,归化土人们想要放下万金闸挡住楚鞋的去路。 楚铁徒咯咯一声凝笑,双手紧握大刀,冲着万金闸一刀劈出。 一片寒雾奔涌,一抹灰色的刀光撕裂空气,一刀将万金闸轰成了两片。 可怕的高温让万金闸变得急脆,刀气一催,万金闸轰然炸成了无数碎片。 一声呼哨,楚铁徒等人转身返回,簇拥着楚鞋那架奢华,巨大的车架一拥冲出了城门,浩浩荡荡的向盖州城西北方向的楚家堡赶去。 成群结队的彪悍汉子赶到了盖州西城门,他们大声嘶吼着想要追上楚氏司军队伍,殿后的楚氏司军突然手一扬,数百颗拳头大小形如鹅蛋的雷珠飞出,落在地上轰然爆开。 火光四溅,无数脆了剧毒的三角形铁片向着四面八方乱飞,数百名冲出城门的追兵被火光淹没,伴随着凄厉的惨嚎声,他们身体被炸得和筛子一样,浑身是血的倒在了地上。 无论伤势轻重,这些受伤的彪悍汉子身体只是抽出了击下,无不蹊跷流出了黑色血迹纷纷倒闭。 楚天站在距离西城门不远的街角,眼睁睁的看着楚邪在大群司军的护送下冲出了城门,他莫名的心头一松,重重的吐出了一口气。 四周喊沙声震天,盖州城内的帮派分子正破门而入,尽情的洗劫平日里他们绝对不敢招惹的那些豪门大户的财物,远近都有女子凄厉的喊声传来,不用问都知道那边正在发生什么。 一根根黑色的烟柱犹如狼烟,从盖州城的四处升起,刚开始只有数十根烟柱,等得楚邪逃出盖州城的时候,冲上天空的黑色烟柱已经有上千根。 粗粗细细的烟柱在离地数百丈的高空融为一体,化为一片黑云笼罩了整个盖州城。 火光在城内闪烁,照耀的头顶的黑云一会而明,一会而暗,更有一片灿烂的血色不知道什么时候融入了黑云中。 楚天丢下对楚邪那边的惦记,下意识地游目四顾,四面八方乱成一团,无数人在杀人,无数人在被杀,无数人在奸淫掳掠,无数人在被奸淫掳掠。 盖州城的西城区本是市井下等之人聚居的地方,如今混乱已经开始在这里蔓延开来,一座座简陋的小屋着了火,无数人哭喊着从一个个街巷冲了出来,又被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大汉砍死当场。 楚天想要干点什么,但是他突然发现,他想要干什么都没用。 兵荒马乱的,偌大的盖州城整个乱成了一团,无数人在杀人,无数人在被杀,除非楚天是神魔一般的存在,否则他能干什么? 对了,阿狗。 楚天突然想到了李正,赵行所说的,被他们生擒活捉的阿狗。 我救不了这么多人,但是起码我可以救我的兄弟。 楚天大喝一声,用力一拍老黄狼的驳梗,老黄,找到阿狗,我知道你能找到他,是不是? 老黄狼仰天一声狼笑,突然红着眼珠向西城门冲了过去。 无数规划土人正忙着救死扶伤,忙着救治被雷珠炸死的同伴,老黄狼带着一道乐风从他们身边急驰而过,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得及阻止楚天和老黄狼。 老黄狼狂奔冲出了盖州西城门,骤然掉头向南,向盖州城南方狂奔。 几个呼吸间,那些杂杂呼呼的规划土人就被甩到了身后,好几个身披甲皱的高手紧跟着老黄狼追杀了一阵,但是眼看着老黄狼越跑越快,楚天又只有一个人,这几个高手犹豫了一阵,最终回到了城内。 狂奔了一阵子,楚天身边突然一道狂风卷起,紫霄生骑着他那头神郡非凡的金角龙马,轻轻松松的追了上来,和楚天跑了个肩并肩。 哎呀呀,吓死人了。 满城都在杀人放火,真是大开眼界呀,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犹如疯子一样,做出那么多疯癫的事情。 人性啊,真是复杂,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 紫霄生兴致勃勃的向楚天说道,平日里最胆小,最懦弱的家丁,趁着混乱,居然一刀捅死了平日里他不敢得罪的大管家,连带着大管家的女儿扛起就走。 是什么,让一头懦弱的小绵羊,变成了恶狼呢? 紫霄生若有所思的看着楚天,笑呵呵的说道,楚档头,你能否回答我,为什么一个平日里胆小,懦弱的家丁,能够做出杀人劫掠的事情来? 楚天斜眼看了紫霄生一眼,淡淡的说道,每一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头恶魔,有人用道德仁义约束他,有人用浩然正气镇压他,而有的人,则是用懦弱,胆小来掩饰他。 但是恶魔毕竟是恶魔,恶魔是要吃人的。 每个人都有化身为魔的机会,就看,你愿意不愿意。 紫霄生呆了呆,他恶然道,这话,不像是一个打鱼的档头能说出来的。 楚天邪秘了紫霄生一眼,没吭声。 紫霄生突然哑然失笑,哈,是我糊涂了,你可不是打鱼的档头,你是大进大玉寺的暗叹头子。 老黄狼跑得飞快,楚天阴沉着脸不搭理紫霄生,但是紫霄生硬生生追在他身边,犹如吊血鬼一样寸步不离。 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让人无奈的闲话。 第五十四张狼妖,彭妖 盖州城变乱之前 盖州城南门外,关到两旁的黑松林被砍伐了一大片,三十二家豪门在这里扎下了营地。 两座高耸的剑楼一左一右恶守着联合营地的大门,门口正中处着两根铁柱,阿狗的手腕,脚腕上套着沉重的铁环,被粗大的铁链悬枪挂在铁柱上。 阿狗歪着脑袋,闭着眼睛,胸膛轻微地起伏着,不断发出低沉的憨声。 他被敌人生禽活捉,天生没心没肺的他还睡得无比香甜。 几个手持棍棒的李氏斯兵骂骂咧咧的走了过来,他们往掌心吐了口吐沫,用力摩擦了一下手中棍棒,拎起胳膊粗细的棒子朝着阿狗劈头盖脸的打了下去。 砰砰声大作,棍棒在阿狗身上碰了几下,坚硬的木棒就碎裂开来。 这些斯兵用足了力气,十几下的功夫就把棍棒打得粉碎。 阿狗睁开眼来,恶狠狠地向几个斯兵瞪了一眼,砸碎,没吃饱饭吗?给你狗爷挠痒痒怎的。 几个斯兵气得眼角直跳,一个斯兵从腰间解下一条细细的铁链,刷得一下狠狠抽在阿狗的脸上,你这下剑丝休要嚣张,大管事说了,让我们隔一刻钟伺候你一顿生活。 别仗着一身筋骨就耍横,大爷们有的是手段收拾你。 阿狗嘿嘿笑了几声,他用力扭了扭脖梗,发出一连串咔咔声。 他怪声怪气的说道,耶,耶,耶,说话挺冲。 真有种,放你狗爷下来,狗爷不把你们骨头踢出来喂狗,就是你们养的。 几个斯兵顿时沉默,一个个目光凶狠,却又色力内忍的看着阿狗。 他们可是记得清清楚楚,阿狗硬生生以一人之力对抗李氏一个千人队,掩护着身边的几个同伴安全逃走,硬使用一对儿拳头打死了他们上百个同伴,这才被他们李氏的几个司军统领联手擒拿。 生擒阿狗的时候,他们李氏的一个司军统领一不小心,面门上被阿狗咬了一口。 阿狗的一口牙齿也真个和狼牙一样,一口下去,那个司军统领半张脸都被阿狗撕扯了下来,容貌全毁了不提,小命都去了半条。 李正忙着去盖山书院参加龙门宴,所以授义属下将阿狗绑在大营门口炫耀武力,更叮嘱了这些司兵每隔一刻钟就来狠狠的毒打阿狗一顿,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不动手还不知道,他们毒打了阿狗两顿后,见阿狗居然只是皮肉受了点轻伤,经过随军大夫的检查。 他们才发现,阿狗居然是传说中的板类横金锁子骨。 所谓板类,就是阿狗的肋骨不是一根根的,而是一整块厚重的骨板,前后肋骨就好似一套板甲,将它的胸腔要害牢牢的护在了里面。 所谓横金,就是阿狗的金剑都是横着长的,比寻常人的金剑粗壮了数倍,更坚硬如铁。 这些司兵用铁棒敲打阿狗的金结,发出的都是弓弦一般嗡嗡的梦想。 所谓锁子骨,就是阿狗的骨头关节也生得和常人不同,它的所有骨头关节都犹如锁子甲一样紧密嵌套,关节内筋骨球结,好似一把极其复杂的天地锁。 这样的筋骨结构,让阿狗的动作比起寻常人显得粗本了一些,却蕴藏了极大力量,更有着可怕的爆发力。 板类横金锁子骨,让阿狗天生神力,更好像穿了一套天然的重甲,寻常木棒打在他身上,就好像这几个司兵一样,木棒打碎了,阿狗也就是伤了几根毫毛。 吓,不敢放狗爷下来。 阿狗瞇着眼,极其凶狠的盯着几个凶兵,狗爷记住你们的味道了,嘎嘎,隔着十里远,狗爷都能嗅到你们的味道。 不要让狗爷走掉,不然狗爷一定把你们堕碎了喂狗。 阿狗说话时浑身凶煞支气大盛,几个司兵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更有一个司兵一个亮枪,狼狈的半倒在地。 阿狗看着几个狼狈的司兵,不由的咔咔狂笑。 愤怒的咒骂声远远传来,一名身披假咒的司兵将领带着一队人马大步的跑了过来。 隔着远远的,这司兵将领就立声骂道:"一群废物,居然会被这司吓住,你们还有什么用?干吃饭吗?给我打,换铁棒打,用力狠狠的打。 几个司兵被这将领一吼,顿时生出了极大的勇气,他们骂骂咧咧的找出了几根利夫用的铁壳棍,拎着铁棒朝着阿狗的手臂,小腿就是一通乱砸。 李正友说,要留下阿狗的性命,所以几个司兵只对阿狗的四肢下手。 阿狗咔咔大笑,铁棒砸在他的胳膊,大腿上,只听喷喷闷响不断,阿狗的肌肉又厚又硬,就好像今年的老牛皮一样坚韧异常。 铁棒落下后弹起老高,几个司兵齐声惨嚎,他们丢下铁棒,捂着手腕不断呼痛。 他们的手腕都被阿狗体内传来的反振力道震伤,好几个人手腕脱臼,手腕无力的垂了下去。 真个一群废物。 刚刚那司兵将领大步跑到了阿狗面前,抓起一根铁棒,对着阿狗的左肩狠狠的砸了下去。 喷的一声俱响,阿狗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他脸上横肉一阵抽搐,呲牙咧嘴的朝着对方嘶吼了一声。 这个李氏的将领力气极大,比那些司兵大了十倍有余,饶势阿狗筋骨强横,也感到了疼痛。 被你把脸啃掉半个的,是我亲大哥。 司兵将领拎着铁棒冲着阿狗劈头盖脸的一通乱杂,他立声吼道,该死的剑种,你啃掉了我亲大哥的半个脸,你让他以后怎么见人? 刚刚我在后队压阵,没能亲自出手十多米,现在我让你好看。 铁棍如雨落下,打得阿狗呲牙咧嘴嘶吼不止。 他突然一口吐沫吐在了对方脸上,嘶声吼道,砸碎,有种放狗爷下来,狗爷撕把了你。 司兵将领气急,他反握铁棍,用尽全力狠狠一棍子戳在了阿狗的心口上。 当郎一声响,阿狗的板泪坚固无比,司兵将领这一棍没能伤到他半点儿。 咔咔。 阿狗狂笑,他突然一咬牙,咔嚓一声他的一颗尖锐的犬牙断裂,阿狗猛的一吸气,狠狠将这枚断牙吐了出来。 吃得一声,断牙如箭机射,司兵将领距离阿狗不到三尺远,他做梦都没想到阿狗能有这手绝地反击的本事。 锋利的犬牙命中他的左眼,打穿了他的眼球,贯穿了他的大脑。 一声惨嚎,这司兵将领扬天就道。 一缕鲜血从他的眼眶里不断喷出,犬牙击穿了他的脑子,阿狗的犬牙上还带着类似野狼牙齿上的狼毒,猛烈的毒素在脑子里发作,这司就算有三条命也一并去了。 几个司兵吓得嘶声尖叫,狼狈的向后逃窜。 阿狗伸出舌头,舔了舔断牙上流出的一缕鲜血,鼠爷教的这手本事不坏呀,只是咬断自己的牙,真的好痛啊。 摇头晃脑的凝笑了一声,阿狗喃喃自语道,得了,又得半个月功夫,才能重长出一颗牙来。 嘿嘿,天歌样样都强,就是学不会这门本事。 天歌的牙齿掉了,可就没办法尝回来了。 司兵的尖叫声惊动了大营中的大队人马,好几个李氏司军的将领大声呵斥着,带着大队司兵向这边跑来。 已经被生擒活捉,用铁链吊起来的阿狗,居然还能击杀了他们李氏的一个高级将领。 旁边还有三十一家豪门的司军人马看着呢,李氏可丢不起这个脸。 拿刀来,断了他的筋骨。 一个李氏司军统领脸色漆黑的咆哮着,打掉他满口大牙。 十几名李氏司军的军官亲自操刀,气势汹汹地向阿狗围了上来,他们手中钢刀闪亮,冲着阿狗的四肢关节要害就要下手。 阿狗的小眼睛眯了起来,他喃喃自语道,天歌说了,不到要命的时候,不许用这招。 现在他们是要我的命力,所以,我可以用这招了。 咔咔怪笑一声,阿狗突然一转头,张开嘴,在自己的左肩上狠狠一咬。 他的左肩上,并排生长着九根漆黑如墨的长毛,足足三寸长的长毛犹如钢针一样笔挺,阿狗一口咬下了一根长毛,念诵了一声怪异的咒语后,长毛在他嘴里化为一团黑风爆炸开来。 一道黑气顺着阿狗的喉咙冲了下去,黑气所过之处,阿狗的血肉都变成了半透明状,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气运行的轨迹。 黑气在阿狗的腹中轰然爆发出来,隐隐一声狼笑声冲天而起,黑气中隐隐可见一头小小的黑狼虚影人力而起,向着四周狠狠地挥动着爪子。 阿狗的皮肤上有一层薄薄的黑毛生长了出来,原本他的脑袋就生得和一头大狗的脑袋有五六分相似,此刻他的颅骨急速的蠕动变形,阿狗的脑袋彻底变成了一颗狼头。 敖乌一声长啸,阿狗的手腕,脚腕上筋骨急速的膨胀,捆着他的四个铁环当郎一声炸开,阿狗的身体急速的长高,眨眼间就到了一丈二尺上下。 腰身微微勾搂着,阿狗已经变成了一条人力行走的黑毛大狼。 他锋利的爪子向四周狠狠一挥,痴痴声中,数十道半月形的黑光一闪而过,手持钢刀逼向阿狗的十几个李氏司军的军官齐声惨嚎,身体被阿狗的爪子拦腰截断,残肢断臂带着大片鲜血飞出老远。 阿狗粗重的喘息着,他突然荡起了数十条残影,无数条半月形的黑光在方圆数十丈内急速闪烁。 一颗颗人头在血光中飞起,眨眼间附近两百多名李氏司兵被阿狗的爪子抓掉了脑袋。 四面八方无数李氏司兵嘶声尖叫着,有的人拎着兵器向阿狗冲来,但是更多的司兵是在惊恐的向后退缩。 他们美其名曰是司军,其实哪里是什么训练有素的精锐士兵。 他们只是财大气粗的李氏用真金白银招揽的护卫,稍加训练勉强成军的护卫而已。 他们根本算不上军队,充其量是一群有组织的打手。 面对突然变化的阿狗,各种妖魔鬼怪的传说在他们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好些司兵吓得乱跑乱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远处军营外的密林中,脸上蒙着一块黑布的阿雀蹲在一根大树叉上,看到阿狗化为人形大狼,他不由得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脸,哎呀,这没脑子的满货,要逃命,早点逃不行吗? 干脆在码头上就逃走,干嘛要挨了这么几顿打后再跑? 哎,你这满货,从小到大,我和天歌给你擦了多少次屁股。 长叹声中,阿雀一把扯掉了上半身的衣衫挂在了树枝上。 他拔出一根白色的羽毛晃了晃,和阿狗一样,将白羽塞进嘴里。 一道白风呼啸着冲进阿雀的肚子,他的后背上突然有两颗人头大小的肉柳子急速生长出来。 在阿雀的痛呼声中,肉柳子炸开,一对而一盏两丈许的白色羽翼在阿雀的背上冉冉张开。 阿雀身体一蹲,猛的向上一窜,宽大柔软的羽翼就拖着他飞了起来,他轻快的在空中一个盘旋,拎着一个布包裹迅速向被重兵围困的阿狗飞了过去。 从布包裹中掏出了一个一个拳头大小的鹅蛋形金属球,阿雀用力将这些金属球向地面上的李氏丝冰砸了下去。 金属球撞击地面猛烈炸开,一团团火光迅速覆盖了方圆树石杖的地面。 阿狗一声长啸,一爪子抓死了一名李氏司军将领,一把抢过一根沉重的马朔,将马朔捂成了一团而黑色旋风,从乱城一团的司兵队伍中冲杀了出去,几个跳跃就没入了营地外的密林。 阿雀嘎嘎笑了几声,将包裹里的最后几颗炸雷远远地丢向了李氏司军营地的粮草仓库,一个盘旋后,轻快地飞向了密林深处。 突然遇袭的李氏司军营地乱成了一团,四周的豪门司军营地中传来了尖锐悠长的号角声,各家的司军都开始了戒备。 还不等李氏司军的统领下定决心,是否要派出大队人马追杀阿狗和阿雀,高亢的警钟声从联军大营的中心位置传来。 前方数里外,盖州城内烟火冲天,一根根的黑色烟柱不断地冲上了高空。 营秀儿引发的大乱爆发了,盖州城内的利夫,规划土人,还有盖州城的帮派分子,城里的城湖射鼠开始杀人放火,尽情劫掠。 盖州城南门的门楼子突然燃起了大火,大队人马围攻南城门的周兵,万金闸开始嘎嘎地放下。 城外的三十二家豪门的司军满头雾水的看着突然乱成了一团的盖州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五十五章讲个故事吧。 楚天骑着老黄狼在密林中急奔。 本来老黄狼一路朝着盖州城的南门方向跑去,到了半路上,老黄狼突然停下了脚步,抬起头来仔细侧耳倾听了一阵,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叫,撒腿向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闻? 老黄,阿狗是自己跑掉了吗? 楚天拍打了一下老黄狼的脑袋。 老黄狼一边急奔,一边低沉的笑叫着回应楚天。 这家伙,肯定是老毛病犯了,你当这是吃霸王餐,吃完了一抹嘴,趴在地上任凭人打一顿就能完事的。 楚天无语抬起头来看着天空,肯定是,人家威胁要剁你的手脚了,你这满货才用保命的底牌逃跑吧。 紫霄生骑着金角龙马轻快的跟在楚天身边,听到楚天的自言自语,紫霄生大感兴趣的笑问他,你被人生擒活多的那兄弟自己跑掉了。 奇怪,被生擒之后还能跑掉,他为什么会被人生擒呢? 楚天无奈的看了紫霄生一眼,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他脑子有问题。 紫霄生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有趣,我还没碰到过脑子有问题的人呢。 紫霄生的这话,让楚天一时语色,不知道该如何接口。 看着一脸兴高采烈的紫霄生,楚天无奈的问他,紫公子,你这么折腾,求一个什么? 看热闹啊。 紫霄生满脸失笑的看着楚天,你看,多热闹啊。 我帮周刘云操办龙门宴,盘算着就是让他和盖州太守司马追风,还有盖州处事在龙门宴上翻脸。 他们一翻脸,那就是大热闹。 兴奋至极的紫霄生呵呵笑了几声,拼命眨巴着眼睛说道,我也没想到,居然还有那些满荒移民横插了一刀。 这个热闹就更大,更有趣了。 那个营秀儿,商燕儿,他们真是很有趣。 楚天急忙说道,那,你怎么不去跟在他们身边看热闹? 你跟着我做什么? 被紫霄生这种来路不明,高深莫测的人跟在身边,楚天真的感到很有压力。 紫霄生瞇了瞇眼睛,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很是认真的上下打量了楚天一阵,因为我感觉,在你身边会有更大的热闹看哪。 楚天干笑了几声,摊开双手无奈道,我只是,白蟒僵的鱼形档头。 紫霄生瞇着眼盯着楚天。 楚天看着紫霄生有点狠巴巴的眼神,苦笑了一声,好吧,我是大御寺的密探头子,我也只是大御寺最底层的密探头子,跟着我,能有什么热闹? 紫霄生犹豫了一阵,再次很认真的上下打量了楚天一阵。 他闭上了眼睛,好似一老涛品尝到了某种罕见的珍稀美味后,正在仔细的分辨其中的鲜味。 过了好一会儿,紫霄生睁开眼看着楚天笑道,因为,我没能看透你呀。 楚天的心微微一沉,这是什么话? 没能看透他。 紫霄生自言自语道,无论大晋京城里的那些豪门公子也好,那些王孙公卿也好,甚至你们大晋的天子,还有那些书院的山主,乃至从大晋京城到盖州,我一路上碰到的所有人,我都能一眼看透他们的心思。 很鲜活,很复杂,很有趣。 无论他们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是朝堂众臣还是泛夫走卒,我都能看透他们的心思。 就算有些人将很多念头藏在了很深的心底,但是只要他们一动念,我就能看穿他们的所有。 唯有你的心思,我完全看不到。 紫霄生带着一丝莫测的微笑看着楚天,在盖州南城门的时候,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发现你很有趣。 后来,我还以为第一眼只是错觉,后来几次见你,发现我的感觉没错,我完全无法感触到你的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想法。 世间所有人在我眼里都是完全透明的,起码也是半透明的,唯有你,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楚天愕然看着紫霄生。 他没说大话吧? 只要人一动念头,他就能看穿所有人的内心。 这是何等可怕,何等妖孽的神通? 岂不是所有人在他的面前,都毫无秘密可言。 所以,你能说服周流云和寻玉,如此仓促的举办龙门宴。 因为你知道了他们心头的所有,你可以随意的引导他们的想法,你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他们觉得,完全符合他们的想法。 楚天喃喃自语。 对呀。 紫霄生很坦诚的向楚天笑着,两排大牙白生生的,整整齐齐的极其漂亮。 楚天用力的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用看怪物一样的目光看着紫霄生。 放心吧,你的念头,我看不到。 紫霄生饶有兴致的看着楚天,像你这样的人,要么有重宝随身,要么有大气韵护体,要么有实力超过我十倍的人为你屏蔽命想。 但是其一,你身上并无重宝,否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其二,你的气韵并不准低,我这双眼极能望弃,楚邪的气韵是你的百倍,千倍,他的念头我依旧能一眼看透。 其三嘛,比我强十倍以上的人,这世间,并不存在。 紫霄生右手向外一挥,似乎将整个天地都囊括在内。 所以我才觉得有趣,越来越有趣了。 紫霄生眉开眼笑的看着楚天,所以,我才要跟着你呀。 哪怕我知道,跟着迎秀儿他们会很有趣,但还是跟上了你。 楚天再次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似乎碰到紫霄生后,他无奈的次数就越来越多。 我只好奇,你都能看透所有人的心思了,你怎么还会感到有趣呢? 楚天很好奇的看着紫霄生,所有人的所有想法都被你把握,你怎么会感到有趣? 因为你们的心是鲜活的,是不断变化的,你们的下一个念头和上一个念头或许会迥然不同。 你们每个人的念头相互影响,相互干扰,相互撞击,就会演化出无数未知的可能。 所以在我眼里,你们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是不断变化的。 而变化,就是有趣。 紫霄生很认真地看着楚天,在那些无限的变化中,还加入了你这个我看不透的变数,那就更加有趣了。 老黄狼气喘吁吁地狂奔着,金角龙马轻松地跟在老黄狼身边,看他轻快自若的模样,似乎老黄狼的速度再加快十倍,百倍,他也能轻松地跟上。 楚天轻轻抚摸老黄狼的脖梗,仔细地思索着紫霄生的话。 这么说,楚邪的所有念头,你也都知道。 楚天突然开口问紫霄生。 楚邪? 当然。 紫霄生狡黠地一笑,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块紫色的玉佩,五指轻快地把玩着。 那么,子兄,你能否告诉我,楚邪他,楚天有点犹豫地开口问紫霄生。 嘿,嘿嘿。 紫霄生舔了舔嘴唇,很怪异地笑看着楚天,想要从我这里知道什么,你就要用你所知道的来换。 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念头,所以我对你的一切都不了解。 微微犹豫了一会儿,紫霄生手中飞快跳动的玉佩悄然停下,给我说个故事吧。 说个让我觉得精彩的故事。 紫霄生目不转睛地看着楚天,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念头,那么,你就说一个故事,让我猜测一下你的过往,你的人生。 必须是一个让我都觉得精彩的故事。 紫霄生很笃定地笑看着楚天,不要拿那些大路货来呼噜我,因为我走遍了大劲,见识过无数的人,见识过无数的故事,你呼噜不了我。 一个故事,换一个答案。 紫霄生瞇着眼睛,眼如弯月,静静地看着楚天。 楚天也看着紫霄生。 一个故事,换一个答案。 必须是紫霄生没听过,没见过的故事。 他想要从这个故事中,猜测楚天的来历,猜测楚天的过往。 还必须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我保证,会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眼看老黄狼奔跑的方向逐渐歪了,隐隐朝向了楚天等人在盖州山林中的秘密巢穴的方向,楚天就知道,阿狗和阿雀已经安然脱身。 他呵斥了一声,让老黄狼停了下来。 找了一棵大树,盘腿坐在了树根上,楚天一本正经地看着紫霄生,那麽,紫霄,一个故事换一个答案。 紫霄生急忙跳下金角龙马,很不雅地蹲在了楚天面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吧,说吧,必须是我没听说过的,没见到过的。 如果足够精彩,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紫霄生亮晶晶的眸子里充满了新奇的火焰,这是一个对一切都有着极大好奇心的年轻人。 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他偏偏还有这种能够看透人心的神通。 强大的好奇心,加上他无所不能地看透人心的本领,这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是他不知道的呢? 相风微动,风仪带着六条身高过丈的飙行大汉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实战外。 风仪好奇地看着楚天,他一路尾随过来,自然听到了紫霄生的话。 他知道紫霄生看透人心的天赋有多可怕,能够屏蔽紫霄生感知的人是多么的稀罕。 无论重宝,气运,还是大能屏蔽命运,楚天既然和这些都不搭边,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故事,嗯,我要讲的故事,是我年幼的时候,从某个快要饿死的老乞丐那里听来的。 楚天看着一脸好奇的紫霄生,很认真的说道,我给了他一块馒头,他就给我说了这个故事,结果他吃干馒头,没有喝水,噎死了。 所以,这个故事整个天下就只有我知道了。 紫霄生依旧好奇的看着楚天。 风仪在一旁撇了撇嘴,紫霄生被楚天的胡说八道糊弄了,他可没这么容易上当。 话说,某个朝代,那个朝代的名字已经不可考。 某年某月,那个年月日,也不可考了。 楚天深沉的说道,在那个朝代的一个府县,有一个年轻的姑娘。 对了,我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梁柱。 梁,是梁山伯的梁,柱,是柱英才的柱。 楚天清了清嗓子,慢悠悠的,将梁柱的故事微微说来。 六条镖形大汉纹丝不动,他们宛如六巨僵尸一般处在一旁,浑身上下没有任何气息波动。 风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紫霄生身边,目不转睛的看着楚天。 紫霄生则是微微张开了嘴,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楚天。 随着故事中的那一对儿男女的悲欢离合,紫霄生的脸色也瞬息万变,他一时面色赤红如血,一时间惨白如指。 楚天讲述了一会儿,突然向紫霄生问道,可有琴。 紫霄生手掌一番,一具通体用紫玉雕成,五根琴弦精亮透明,和琴身浑然一体,楚天都认不出是什么材质的古琴就出现在他手中。 楚天接过古琴放在膝盖上,轻轻扣动琴弦。 随着他的故事,一曲曲或者欢快动人,或者离情迷离,或者温情默默,或者稀碗悲伤的琴躯悠然而出。 听着楚天的故事,再配合楚天弹奏的琴躯,风仪的身体微微摇晃着,隐隐有战不稳的趋势,他的面孔泛红,一双而美丽的眼眸中已经充盈了泪水。 紫霄生更是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盘着双腿,双手拖着下巴,显然已经彻底沉浸在了故事和琴音交织而成的那个美妙世界中。 真正是,紫霄生喃喃叹道,包办婚姻,真是害人理。 最后一道琴音戛然而止,楚天悠悠道,就见到那两只美丽的蝴蝶飘飘飞舞,一路相伴向着天边去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若是生时不能同床共枕,死后一对而惊魂,总也要纠缠在一起。 生生世世,千秋万世。 密林中静悄悄的,老黄狼蹲坐在地上,歪着脑袋静静地看着楚天。 这条老狼只是略通人话,他完全没办法听懂楚天的故事,但并不妨碍他被楚天的琴音打动。 老黄狼的眼眶里也是水气迷蒙,突然咧开嘴呜呜哭嚎了几声。 风仪眼里两行热泪滑下,他突然身体一晃,转到了一株大树后,掏出手卷用力地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紫霄声呆呆地坐在原地傻了许久,突然一跃而起,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肩膀,说,这故事就没有下半段了吗? 他们就化为蝴蝶,就这么,就这么成了一对而蝴蝶飞走了。 楚天一翻眼,哼哼道,没了,下面没了。 喂,赶紧的,我问你答,那个楚邪他。 紫霄声好似没听到楚天的话,他一把抢过楚天手中的玉琴,一掌将他劈得粉碎。 唉,世间居然有如此黯然销魂之势。 紫霄声掌声叹息着,突然化为一道紫影消失的无影无踪。 风仪,六条大汉,还有金角龙马急忙追着紫霄声去了,眨眼间林子里就剩下了楚天和老黄狼。 喂,子兄,你不能赖账啊? 楚天急得一跃而起,冲着空荡荡的林子破口大骂,你所谓的,能够看透所有人的念头,不会是吹牛吧? 你,真的是吹牛吧?